我明明觉醒了至高序列001瘟疫医生 却被全校同学嘲笑式的垃圾序列 就连班主任也投来同情的眼神 只因瘟疫医生虽然能解析所有病毒 并自由传播自己已解析过的病毒 可随着人类卫生等级的提高 所有已知的瘟疫病毒都已被全部解析 并且低等级的瘟疫病毒 根本无法对强壮的怪物造成伤害 就当所有人以为我这辈子要玩完事 我却用一个神操作让瘟疫医生封神 此时觉醒仪式结束后 眼含泪花的同桌笑花过来对我说了句 谢谢有你陪着 我们算是同病相连了 这句话顿时让破防的我更加破防 只因笑花同样觉醒的高等序列 035控制法师 虽然拥有无限制的控制技能 但却只能释放三级以下的控制法术 而加入副本的条件 至少要五级以上的破坏魔法 这也导致控制法师沦为废柴之律 而我的瘟疫医生在所有人眼中 更是妥妥的垫底存在 这么完事吧 这也让我更加坚定 就算别人眼中的垃圾序列 自己也要转置 于是我看向自己的序列救治仪式 引起一场让人刻苦容性 载入史册的瘟疫 你已获得出使天赋能力并力解析 看到这个仪式要求 我悬着的心总算死了 这条件也太难了 我叹了口气站起身询问苏怒怒 你的出使天赋是什么 控制效果提升 任何控制效果的特性可以增加 并且数量得到提升 闻言我精神一阵 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 自己的能力的并力解析 解析病原体的传播途径 和方式并收为脊肉 现在没有什么病原体可以解析 普通腹泻之类的负面状态 解析了也是废物 而控制效果也是负面状态 如果给笑话套啊 增强解析再增强再解析 只要不断地重复 小小的疾病也能进化为恐怖的瘟疫 于是我眼神发光地冰着笑话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们两个人的就职仪式 可以同时进行 而且如果想法成功的话 我们两人的配合 说不定会有逆天的效果 通关一些副本也不是不可能 苏木木惊讶地看着我 虽然我这想法很不可思议 但对于成绩好又长得帅的同桌 还是很信任 那我听你的 仿佛看到了曙光 苏木木兴奋地眼睛一眨一眨 盯着我 走我们去准备点东西 我直接牵起苏木木的手 朝着学校外走去 被突然牵手的苏木木脸微微发红 脑海之中想着 好像自己毕业了应该可以谈恋爱了 我带着苏木木离开了学校 前往了一受药店购买了一包蟹鱼 随后来到了学校的器材仓库 这里有着学校的学长 一只学龄六岁的猫 也是校长最爱的小猫咪 这是苏木木疑惑地问道 你是要给学长喂药吗 我只是解析一下腹泻这个能力 解析了之后 我想在副本之中 也许可以完成就职仪式 苏木木担忧地问道 我们都没有就职序列 就那样刷副本不太好了 没什么不太好的相信我 你先施展控制增加 我再解析 苏木木还是有些担忧道 这算是投毒吧 这不好 我有病理解析 学长就算腹泻也可以被我治好 就像是带着乖学生做坏事一样 苏木木被我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于是点头答应 我看着肥猫身上的标 多腹泻几次应该也明示 毕竟底子结实 于是血炎溶于水之后给学长喂下 我和苏木木都蹲下观察着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学长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果然血炎的程度还是低了 苏木木你控制效果提升 最高可以提升多少倍 苏木木想了想回到 最高好像是八倍 八倍翻三次是512倍 四次则是4096倍 五次则是32768倍 计算好后我将学长关进笼子里 对着乱串的学长使用病理解析 肠胃如动 一段时间内将会造成肠胃如动加速 快速排除体内多于水分与杂质 八倍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甚至除了正常的病症 也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的效果 此时经过病理解析后 肠胃如动已经变成了自己的技能 我抬手释放八倍强化的肠胃如动 被释放之后强化 学长的身体已经颤抖了起来 似乎憋了一个大的 苏木木待会我说释放你一定要快 好 苏木木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学长 病理解析 64倍 肠胃加速如动 极短的时间内将会造成肠胃如动加速 加快速排除体内多于水分与杂质 木木快增强 病理解析完成之后 我立刻使用能力 学长整个人身体疯狂颤抖 一股奇怪的味道涌出 苏木木抬手一个天赋增加 病理解析 512倍 肠胃高速如动 极短的时间内将会造成肠胃高速如动 快速排除体内多于水分与杂质 附带脱水附带强控制 附带持续虚弱状态负面效果 效果果然强了不少 笼子之中的学长则是开始一泄牵 病理解析 4096倍 瘟疫肠疾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且专门针对兽类的疾病 此瘟疫通过空气传播 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和迅速扩散的特性 强控制脱水效果 长时间内感染兽类无法移动 感染兽类所有异常负面状态将会增加宝贝 无法自然恢复 终于完成了 但很快我就沉默了 因为现在自己还没有完成转值 还没有任何治疗的办法 如果这一场瘟疫散播出去 自己绝对会完成载入史册的瘟疫 但也会被打伤危险人物的标签 现在只能祈祷不被发现 一瞬间我大脑飞速运转 接下来忽悠孝花和我一起闯入副本才是关键 此时的学长趴在地上 整个身体都已经脱水虚弱至极 苏木木见此问道 你要不要出手治疗一下血量 你不是医生途径吗 等我转职了我会治疗的 只是现在我还没转职 苏木木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小眼神似乎在生气 之前明明说好会治疗学长 我被看得实在是有些吃不消只能活 经过重处的强化 我过得了一个狠移子的技能 只要用这个技能加上你的天赋 我们可以利用小型副本完成我们的仪式 苏木木没有说话 毕竟从来没有听说过 两个为就职序列的人进入副本 你的仪式是一千个单位的强行控制 我的仪式是散播一场瘟疫 我们尽快地进入副本完成仪式 再回来治疗号学长 相信我 我坚定的话语让苏木木眼神一人 你别再骗我 刚刚你就骗我你能治疗血统 我真能治 只是还没就职序列 这么一顿忽悠 苏木木只能选择又信了我 苏木木拿出觉醒卡递给我 我们选择哪个副本 两人的觉醒卡重叠 然后各自的觉醒卡上出现了对方的名字和照片 这就是完成了组队 我就随便选择一个 我们尽快完成仪式吧 反正已经通关过的副本可以随时退出 我目光停留在地狱难度的新手副本兽人上 难度高说不定可以刷一些隐藏技能 而且里面的怪物全是兽人 刚刷出的技能正好对应上 下一秒一个对话框弹出 你们选择两人对抗地狱难度副本 触发了隐藏副本条件 副本难度提升至SS级隐藏地狱难度 且无法主动离开副本 副本名称兽人永不为奴 我内心一阵欢喜 触发特殊条件隐藏副本 这一波稳了 另一边江北市序列者公会 一名监测员喊道 会长隐藏副本被触发了 触发人员名单陈晓和苏木木 会长苏云天文言一阵大笑 太好了 隐藏副本只要通关 就可以安排人再次攻略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然而过了一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她的笑容瞬间凝固 等等你刚刚说什么 我女儿和一个男生一起 此时苏木木非常的紧张 下意识的手已经抓住了我的袖子 你不是说普通副本举行仪式的吗 你又骗我 我转移话题问道 你看看你的仪式进度 是不是在发生变化 刚准备生气的苏木木低头一看 自己要应控制 一千个单位的就职条件 数值在疯狂跳动直到一千 紧接着金色的光芒 在苏木木身上迸发出来 仪式完成了 我转职了 苏木木快要动起来了 整个人笑得格外的开心 我思考了一下 苏木木的仪式已经完成 说明那瘟疫长级已经开始传播 用不了多久 自己也能转职序列001瘟疫医生 现在苏木木就职了 那副本通关打法就按照它为核心 于是我开口问道 转职序列之后 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面包 和我讲讲你现在会的法术 苏木木兴奋地点了点头 雷电环绕独藤慢缠绕 麻痹术和催眠术 初始就有四个技能 都还是控制都带有负面效果 很不错 接下来先看看这些技能的实战效果 那有一只爆炸兔正好试一试 爆炸兔的外形和普通的兔子一样 特点是激怒后有一定几率自保 是副本中的基础野怪 我怎么释放技能 第一次面对野怪 苏木木紧张到把学的知识都忘了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开又倒 眼神专注钉死猎物 脑海之中念出技能等待确认 试一试先麻痹碰着他 爆炸兔子身体一转 看到两个陌生的人类 四肢狂奔朝着苏木木和我冲了过来 苏木木紧张的手指发抖 只不过我抓住了 释放技能 一道黑紫色的光从苏木木的手指前射出 击中了奔袭的爆炸兔 奔跑中的爆炸兔四肢突然一顿 脸和草地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脸部在地上滑拉出一道深深的刹车翼 苏木木看着已经中了麻痹树的爆炸兔 我没有伤害性的魔法 我们要手动杀了这只爆炸兔 我看旁边的石头很衬手 啊对了 可以用毒素藤蔓和雷电环绕 一点点慢性独家电疗就行 苏木木一副火炎王的表情 我在一旁解释道 毒素藤蔓和雷电环绕 伤害是强制控制破坏的一点伤害 不会多不会少只有频率差距 一只爆炸兔的血量是一千点 一点一点魔要到什么时候 我的技能真的这么费 只有控制没有伤害 我是不是很没用 苏木木说着情绪有些低落 我像是哄小女生一样 趁机摸了摸苏木木的小脑袋 每一个技能都有自己的特点 控制的特点就是 它会强制出现一点伤害 并且这技能还是你释放的 这两点足够碾压其他法射 我俯下身子对着爆炸兔 释放瘟疫场景 兔子迅速地抽出了起来 麻痹的身体还在抖动 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拉起步 现在使用雷电环绕看看 苏木木听话地使用一个雷电环绕 夹杂着雷电的圆环将爆炸兔挤压 一瞬间一个爆炸伤害弹出 而还没有完成一式救治序列的 看不到伤害数值 只看到爆炸兔挤压成了死磨 苏木木的眼中则飘出了个9999 这是爆炸兔的血量的上限 当我从苏木木口中得知数值时 我并没有惊讶 自己瘟疫自带100倍的负面效果 配合苏木木就能打出不俗的伤害 现在出现9999的伤害意味 4096倍的增伤很显然是存在的 所以刚才那一击的真正伤害 应该是恐怖惊人409600伤害 一般的野怪一定会被顺利 这是怎么做到的 苏木木一脸迷糊 这种伤害怎么可能由控制效果打出来 你的天赋持续在我的技能同一倍数倍增 在四下之后倍数来到了4096 加上我技能百倍的负面技能伤害倍率 即使一点雷电伤害也会被放大成40万 然而我的解释听起来 让苏木木更加的迷糊 我看着周围已经开始散播的瘟疫 长急微微一笑 这种瘟疫的效果好处就是它指定受了一效 我和苏木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走吧我们去刷怪 有你这爆炸伤害 这地狱难度的副本还不是嘎嘎乱杀 我负责嘎嘎你负责乱杀 好 苏木木兴奋地握紧拳头挥了挥 两人继续向前探索着这一片区域 路过的时候顺路攒了三只爆炸土 苏木木迈着欢快的小步子 他就职的唯一序列 并不是老师同学所说的那样废物 有些六级别以上的魔法 都不能打出的伤害被自己一击就轻松抱住 所以序列还是分人 李老师也并不是什么都懂 我对这句话比较认可 任何序列都有开发性 来和我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女穷 回头记住这句话和李老师说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毕竟李老师是班主任 不过你说的我就要听你的 去试一试 你可真怪 苏木木被这一夸小脸更红啊 你真厉害怎么懂那么多 你说什么 我抬头故意凑过去对上了苏木木的 白皙细腻的皮肤 线长的睫毛轻轻扇动 幽眠的呼吸都可能清晰地听到 顶级的美人胚子 我说你怎么懂这么多 上课多听多记 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思考 副本我能够带你公关 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盯着傻乎乎的苏木木看了一舞 人漂亮心善良性格完美加分 最重要人傻听话加大分 而且他的天赋能力 更适合自己天造地设 瘟疫医生能否发扬光大就靠他 这一个赌约刚听到 苏木木耳根子就红透了心跳加速 他转身步子加快走在前面 并没有回答我 我快步跟上心中暗笑 不拒绝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大半 越往前走 扑面而来的奇怪味道越强烈 一大片平原就出现在眼前 眼前兽人大军集结在前方 仿佛是一部史诗级别的魔兽战争开启 这就是隐藏地狱难度的副本 这场景让苏木木刚刚被我鼓起的信心 一下子削了大半 接近上万的兽人战士 而他们就处于三方兽人的中央 太多了怪物 要不我们躲到副本结束 这种副本不是我们能战胜的 我伸出用食指 轻轻敲了一下苏木木的小脑袋 让你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这个副本是四十年前通关的 即使是隐藏地狱副本 其背景故事还是不变的 兽人部落之间的战争 三方战争结束之后 他们将会出现最终的亡 可以说这是一种混沌 苏木木揉揉自己的额头 看着逼近的兽人大军 还是有些犹豫 让这群兽人再蹦带一会儿 在我眼中那些看不见的瘟疫 已经变成了青色的气息漂浮在空中 以及其恐怖的速度扩散 差不多了 控制好自己的精神力 用范围最大的毒藤腕缠绕控制就行 我伸出食指向前方 此时左侧的兽人大军行动慢了下 一瞬间瘟疫长级的作用下 队伍前方的兽人亮枪起来 他们开始手捂着肚子 嘴巴之中发出低吼声 紧接着所有兽人开始发出吼叫声 苏木木听话地用出毒藤腕缠绕 前方的地面开始蠕动 毒藤腕锁过之处 接触过的兽人身体迅速地干脱 化作白骨死亡 一道道白光从苏木木身上闪出 那秒杀的场面 让苏木木震惊地哄哄收缩 我三级了 一次释放控制技能就达到了三级 别偷懒了 今天你经验直冲的时机不是问题 而苏木木就是一个大绑藏 能将任何基础的病例增加到瘟疫 他提升实力对自己的帮助非常大 不出意外继续忽悠几下 这小丫头绝对和自己绑定了 苏木木点了点头 技能不要钱地开始丢出去 我抬头看向天空担忧的南南岛 外界我的仪式应该完成了一半吗 如同我所猜想的一样 一个载入史册的瘟疫 并不需要多么的威胁 只要足够让人绝望 此时江北市内 瘟疫长期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传播 一开始是学校附近 随后是商场医院 只要是动物都一同开始养天长笑 惨叫声让整个江北市都开始震动 很快江北市高层汇聚到了一起 调查出来了吗 是地震还是有副本中的怪物入侵 还没有 这种情况太奇怪 副本没有任何的异常 也没有怪物降临现实的情况 不像是天灾 不是天灾难道是人物 谁能造成这种场景 继续给我找原因 话音刚落 越来越多的鸟类粪便开始从天而降 一时间江北市下起了恐怖的雨 中年男子的脸黑了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路上的行人 还有露天的车辆就老遭罪了 这一日终于被载入史册 参加会议卢校长眼神闪烁 犹豫了片刻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的中学今天觉醒了 两个唯一级别的序列 分别是035控制法师和001瘟疫医生 副本内 由于瘟疫的传播速度极快 三方兽人大军都开始出现了惨叫声 连汤带水的声音响变副本 奇怪的味道扑入鼻腔 苏木木眉毛微微皱起 小脸很显然有些不开心 手中还是不断使用毒素藤腕控制刷罐 由于刷得太过火 三方兽人的统领注意到了中央的我和苏木木 是人类祭祀 三位兽人首领七七怒吼 身体爆发出一阵魂光 兽血沸腾 此时三位兽人首领瘟疫场几下 依然强行锁住身体的状态 我眉头一皱 兽血沸腾之下的兽人完全免疫控制 隐藏地狱副本果然没这么简单 强控制的伤害在免疫控制的兽人首领身上没有打出来 眼看阻止不了三位兽人统领的步伐 苏木木连忙慌张地转身 我们快跑吧 首领级别的兽人冲过来 我则是一脸平静 我有办法 抱紧我 苏木木犹豫了一秒 还是听着我的话迅速靠近 然后紧紧地挂在我身上 此时一道金色的光芒在我身上闪出 序列001瘟疫医生转职成功 他叹了一口气 这么早地完成转职仪式 说明现实世界已经变得乱糟糟了 不过现在也只能快速通关副本 我扫了一眼自己的天赋 终于知道为什么瘟疫医生 在混乱的时代是灯塔并且强势的可怕 我获得了四个技能 瘟疫着装主动 中世纪瘟疫医生的装束身着厚重黑袍 头戴鸟嘴面具 顿于瘟疫之中 瘟疫所在之地就是瘟疫医生的位置 逆转治疗主动 解析过的病理瘟疫 可以耗费魔力进行逆转治疗 形成恐怖的治疗术 瘟疫提取被动 每掌握一种瘟疫 你可以获得全属性增加或一种特殊的手段 神秘药剂被动 魔药学神秘学满进 可以利用瘟疫搭配出特殊的神秘样剂 我抬起手手扫过自己的脸颊 周围的空气之中的瘟疫化作实质 凝聚于我的身体之上 既能瘟疫着装 此时我已然变成瘟疫医生的模样 身上带着更多的神秘色彩 我左手勾住苏木木的腰将它贴紧自己 右手甩动身后的黑色的披风 将抱着自己的苏木木给一同遮挡住 三位兽人首领已经冲至面前 手中斧子同时挥舞卡过 苏木木慌张地闭上眼睛 小手揪着陈瑶的衣服 别在陈瑶身后的脚更加用力搅住 他紧张到只能听得自己的呼吸声 周围的一切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三位兽人首领 斧子同时划过陈瑶的身体 没有想象之中的血肉横飞 蓝腰斩断 斧子挥空如同砍在烟雾之中 陈瑶的身体化作黑烟 一点点融入瘟疫之中 人类祭祀 吼 三位兽人首领怒吼 在一阵阵怒吼声中 陈瑶带着苏木木已经出现在千米之外 摇看着远处的三位兽人首领 瘟疫着装作为一项技能 可以在自己的瘟疫范围内 任何地方和地点出现 这一项技能之下 陈瑶可以考虑解析一种 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传播率拉满的瘟疫 这样在瘟疫之中 可以自由自在地移动 见到周围没有动静 苏木木敲咪咪睁开一只眼睛 偷偷看着周围 苏木木发现自己被搂着腰 整个人贴在陈瑶的身上 昂着小脑袋 睁着大眼睛 用着极小的声音开口 我们活下来了 你说呢 那 可以放我下来吗 苏木木想要松开手 陈瑶的左手勾住她的腰 死死贴着陈瑶的腹部 根本下不来 苏木木盯着看着陈瑶 已经换了一身奇怪的 中世纪瘟疫医生的装扮 内心暗自评价了两个字 好帅 陈瑶松开手放苏木木下来 看着远处正在狂怒的 兽人首领开口道 这三只首领级别的兽人 是个大问题 他们不持控制 陈瑶伸出左手微微一握 在苏木木周围的瘟疫化作 治疗粒子炸开融入她的身体 疲惫消散 已经快要见底的魔力 瞬间回满 瘟疫 长期对应的逆转治疗 是清除负面状态 并且恢复大量魔力精力 同时持续时间恢复少量血 算是自己的一个治疗手段了 每个瘟疫对应的治疗手段 各不相同 越恐怖的瘟疫 逆转治疗的伤害越高 否则一生途径 一个治疗技能都没有 实在是太难受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瘟疫 长期也算是非常厉害的疾病 那怎么办 我的技能 岂不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不用担心 摆脱控制的时候 那三位兽人首领的身上 很明显 是进入了技能的状态 是技能就有冷却时间 只是一个触及副本 完全免疫控制的体质 应该是不存在的 不过仍然需要一个 可以应对免疫控制 负面状态的手段 成为瘟疫医生 获得的技能之中 那神秘药剂 则成为了陈瑶的首选 不过现在需要速通副本 外界的瘟疫 如果再不清除 传播到自己 无法逆转的范围 将会形成不可控的灾难 毕竟 逆转治疗的范围 和消耗的魔力有关 陈瑶对着周围的空气 进行了瘟疫提取 提取 瘟疫 长疾 全属性提升 十点 此时 陈瑶的面板如下 姓名 陈瑶 图静 医生 序列 001瘟疫医生 等阶 一阶是十级别为一阶 每一阶需要完成 对应的序列一式 等级 一级 生命 8加10 常人10 速度 3加10 常人10 魔力 80加10 常人10 技能 瘟疫着装 逆转治疗 瘟疫提取 神秘药剂 天赋 病理解析 掌握瘟疫 瘟疫 长疾 陈瑶看着自己的瘟疫蔓延之下 那些强壮的兽人 也只是丧失了行动能力 并没有完全的脱水 强大的体质 抵消了一些来自于瘟疫 长疾的负面效果 这些兽人的体质 还是很强 作为猫科动物的学长 承受不住第五次苏木木的天赋 32768倍的系数增长之下 陈瑶能够想象其恐怖 现在 这群兽人体质够强 陈瑶的心思 变得活络了起来 他想要试一试 那32768倍的系数增长下 瘟疫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群兽人 陈瑶觉得他们 应该可以抗一抗 实在不行 挑选兽人首领也行 陈瑶迫切地 想要看一看 32768倍的增幅 会诞生什么瘟疫 兽人首领只是免疫控制 技能不可能一直开启 瘟疫的状态 还是挂在他的身上的 抱紧我 我带你去其中一个 兽人首领的身边 到那之后 立刻使用你的天赋 看看有没有特别的效果 好 瘟疫着装不得不说 实在是太好用 自己瘟疫所在的地方 移动速度暴增 几乎是瞬移 苏木木点了点头 和之前一样很听话 以八爪鱼一样 挂成瑶身上 抱得太紧了 嗅着苏木木身上的香味 挣了挣自己的小心思后 继续用黑色披风挡住 再一次顿入瘟疫 正当兽人首领 准备离开各自 回到队伍的时候 尘瑶的身影 再一次出现在 其中一位兽人首领的身后 感觉到异常的兽人首领 转身抬手 夹杂着力量的斧子挥下 按照之前尘瑶的要求 在一出现之后 苏木木立刻就将自身的天赋 施加于兽人首领的身上 兽人首领的动作僵住 身体的血肉 开始出现融化 就像是将它 伸于千度的熔炉之中 身上气血和血肉 以恐怖的速度瞬间消融 血气朝着天空汇聚 紧瞬间 将兽人首领的气血蒸干 融化的速度 连尘瑶的病理解析 都没有释放完 承受不住 下一秒 以这一位兽人首领为中心 腥臭的红色鬼风吹起 小瞧了 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倍的增幅了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 瘟疫的边缘 周围上万只兽人 瞬间全部化作血水 瞬间传播 草地开始枯萎 恐怖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 并离解析中断 尘瑶和苏木木的身上 疯狂地白光跳动 几次后 尘瑶直接达到了十级别 四级别之后 经验值几乎翻了十倍 上万兽人 直接冲到了十级 只不过 尘瑶完全没有时间 理会身体的变化 立刻抱住了苏木木 用身上披风将它挡住 副本通关 S级别通关 完成副本特殊成就 屠夫 屠夫 一天时间内通关 且通关副本前副本内 没有一直活着的怪物 下一秒 两人退出了副本 来到了现实世界 第一时间 尘瑶没有去查看 所获得的奖励 立刻对着苏木木和自己 立刻使用逆转治疗 生怕沾染上一点点 那毁天灭地的瘟疫 来到现实世界 太恐怖了 苏木木没事吧 有没有异常的感觉 尘瑶解开了瘟疫着装 瘟疫医生的服饰 化作黑雾飘散开 他立刻双手抓住了苏木木肩膀 再度仔细查看他的状态 没 没什么异常 苏木木脸有些微红 这种紧张关心的样子 让他心跳逐渐加速 他还在迷糊 怎么突然一阵红风 然后就通关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怎么突然通关了 尘瑶脸色严肃地开口说道 这件事情谁都不能再提 如果有人问副本是怎么过的 就让我来回答 你保持沉默 苏木木点了点头 刚刚副本内的一瞬间 苏木木感觉自己都要死了 尘瑶抱着自己 才将自己从那种感觉之中拽了出来 尘瑶已经明白 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倍的系数增长 太过于恐怖 瘟疫提升一个层次 都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更何况 在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倍的系数之下 四次是苏木木使用他天赋极限 再下去 就系数翻天覆地呀 这一次 还好变异的瘟疫 没有针对于人 其中一遍出现 哪怕有一丝针对于人 他们绝对没办法活着出来 尘瑶明白自己的天赋 和苏木木的天赋搭配起来 能产生裂变 没想到 能够产生何裂变 兽人首领顺死 接近数公里之下 所有兽人全灭 传播速度 致死率都已经拉满了 这种死亡 不亚于一场核弹投放 陈瑶有些庆幸 当时在对学长 只是使用了四次天赋增强 第五次 由于良心没有让苏木木继续 要是真的 继续了整个江北市 等等 陈瑶突然惊醒 他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场 载入史册的瘟疫 他立刻拿出手机 查看最新的资讯 江北市动物惨状 确认传播瘟疫和人类无关 出门在外 注意下角的地方 一小时产生上千吨动物的分辨 母猪惨叫 是道德沦丧还是 瘟疫的源头没有查出 那有关于江北动物瘟疫的帖子 直接9999拉满的回复数量 陈瑶深呼吸一口气 果然是一场载入史册的瘟疫 影响虽然大 但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还有挽回的空间 他祈祷现在的魔力 足够自己逆转治疗 就算是削弱治疗效果 也要将所有的瘟疫给清空掉 自己通关的时间很短 影响的范围应该不会超过太远 出大事了 陈瑶 我们离开去副本的时候 外面好像传出了瘟疫 所有动物都在狂拉肚子 拉肚子 苏木木自己说出最后三个字的时候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突然歪头 眼睛眯起盯着陈瑶看过去 似乎是瞬间看破了什么 所以你是干的 陈瑶笑了一下 不是我 我是我们 我们是一伙的 我们 不是啊 我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 你爹buff 我释放的 功劳55开 都说了 我嘎嘎你乱杀 配合很完美 还在开玩笑 现在怎么办 外面乱成一锅粥了 对了只要不说 就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陈瑶我是不是很聪明 是的很聪明 所以我们都不要开口就行 我先收拾烂摊子 陈瑶无奈地抬起手 将逆转释放释放 一瞬间整个江北市被恐怖的绿光锁包裹 最明显的是 躺在地上的学长 校长的猫 在一道绿光之下 身体迅速地恢复 除了掉了不少肥镖 爆烧了之外 其他和之前见到的没什么两样 满界的绿色光丽飘散 以至于整个江北市再一次动荡了起来 江北市的高层 已经邀请了上百位医生途径的序列 0354的牧师 牧师拥有范围性驱散技能 准备对整个江北市来一个全面性的瘟疫清除 只是刚刚聚集起来 那铺天盖地的绿色荧光 洒满整个江北市 顶级的治疗术 范围几乎覆盖了一个城市 这一瞬间百位序列0354的牧师 刚一抬手 就迷茫地看着那恐怖的范围性治疗术 继续动手也不是 收手也不是 你看看 我看看你 最后所有人目光 看向江北市的大人物们 治疗术 这么大范围 应该是有一生途径前十的高层列者 出手解决了这一次江北的危机 解决了 花费重金 请来的牧师团队 什么都没做 岂不是窥诈了 站在一边的卢校长 看了一眼周围治疗光芒 抬起手感受着绿色治疗光丽 进入自己的体内 精力恢复 魔力恢复 疲劳消除 多重治疗效果 而且 卢校长眼睛一眯 瘟疫已经消失了 满城传播的瘟疫 自己学校之中 有一个觉醒医生途径 序列001瘟疫 医生的学生 再加上 超大范围的治疗 驱散瘟疫的治疗术 所有的联系在一起 卢校长已经想到了什么 他高声地对着 其他江北市的高层建议到 能够出手 解决这一次的事情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安心 而且那一位 选在在我们召集 这么多牧师的时候 出手已经意味着 他想要让这次事件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现在城市之中 也没有什么损失 我觉得 城市清洁 才是最重要的 牧师团队 还有用 他们可以清理 分别带来的滋生效果 另外瘟疫的散布者 我提议 可以使用高价悬赏的模式 进行调查 这一次事件就结束 风荡吧 卢校长这句话 一出让所有人点头 他们都很忙 如果真的让他们 去查这一场瘟疫的源头 可能要花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是一件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卢校长说得对 我苏某人赞同 也十分赞同地开口 他收到消息 自己女儿和那叫做 陈瑶的男孩 已经通关了隐藏副本 所以他可没时间 继续待在这里 叽叽喳喳讨论了一下 这一场瘟疫 并没有造成 很大的财产损失 只是民众 和那被邀请过来 处理分辨的牧师情绪 和心态 被整得有些爆炸 估计医生途径的序列 362心理医生 在这一段时间 恐怕会接单接到手软 所有人寒暄了一下 上百位牧师苦着脸 一天对卢校长打着招呼 卢校长 你准备去哪 回忆中 好巧 我女儿现在还在一中 没有回家哦 准备去接她 一起吧 卢校长眉毛一挑 笑哈哈地说着 不顺路 我比较赶时间 我也赶时间 一起吧 处理一些事情 会更方便 两个老狐狸对视的眼神 发生了变化 行 苏会长这么想要一起 那就一起吧 学校内释放完 逆转治疗的陈瑶指 感觉脑壳疼 魔力被抽干的痛苦 就是浑身无力 双腿一软 紧接着一股奇怪的冲击力 从后腰传来 什么鬼东西 袭击了自己 碰 是已经痊愈的学长 对着陈瑶的后背 来了一个双脚灯 呲牙哈了一口气之后 乍毛地离开 这一踹 本就虚弱的陈瑶 直接扑倒在苏木木的怀中 苏木木撑不住 陈瑶一个男生的体重 只能慢慢地 将她放下坐在地上 陈瑶的脑袋 枕在苏木木 白嫩的双腿之上 别人抱的大腿 是又粗又壮 自己抱不对 靠的大腿 是又长又白 苏木木低头眨眼 盯着脸色发白的陈瑶 有些担心地开口 陈瑶你怎么了 魔力用光了 休息一会就好了 你看一看这次副本的收获 说得有听一听 好 屠夫称号 击杀单位 可以永久获得全属性 一点上限十点 还是一个的称号啊 光是这个称号 最起码就价值上意 苏木木激动地摇了摇 躺着的陈瑶 姑奶奶 别晃了 晕 我的等级达到了十级 同时还获得了一个手镯 手镯 云 魔力回复速度 每分钟增加一点 基础魔力增加五点 装备这种东西 非常的难得 通关副本 才极小的概率获得装备 增加基础属性的装备 已是天价 更何况还附带技能 这个值不少钱 陈瑶难难了一句 对了 你魔力缺失 这个装备正好适合你 苏木木看完自己获得的装备 手镯 云 第一时间就取了出来 直接戴在了陈瑶的手腕上 即使这个手镯 如果放在外面 已经价值上千万 甚至远超这个价格 还是毫不犹豫地 给陈瑶戴上 给戴上之后 苏木木盯着陈瑶的脸庞 好点了吗 手摸着陈瑶 有些冰冷的脸庞 那有些发白的嘴唇 让他实在是担心得紧 还行 其实已经好多了 他只是 想要多躺一会 陈瑶也开口 屠夫称号也是一样 等级也刷到了十级 十级要是在揭取团队 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装备我没有获得 同时 陈瑶没说的是自己 病理解析中断的瞬间 陈瑶就已经使用 自己的技能瘟疫提取 瘟疫提取的一瞬间 没有获得属性加持 获得了一项 高温毒素 神秘学药剂 一种特殊的搭配 果然 神秘药剂和瘟疫提取是相关的 两者之间 一个提供搭配 一个提供制造 同时 由于病理解析的中断 解析获得了一种畸形的瘟疫名为 瘟疫不完全燃烧 瘟疫不完全燃烧 通过血液传播 单体感染之后 血液温度提升 10分钟内 各项身体素质达到最高 10分钟之内解除 则会陷入虚弱状态 10分钟后 不解除陷入狂暴状态 失去理智 15分钟 身体水分将会被蒸干 20分钟后死亡 瘟疫 不完全燃烧感染途径 只有血液传播 自己释放 也只能借助生物的液体传染 甚至于 由于是不完全体 那受类的限制已经消失 10分钟前是兴奋剂 10分钟后 则是慢性毒药 两面性极强的瘟疫 陈瑶现在的面板已经 此时 陈瑶的面板如下 姓名 陈瑶 图静 医生 序列 001瘟疫医生 等阶 一阶是十级别为一阶 每一阶需要完成 对应的序列仪式 等级 十级 生命 18加10 常人时 速度 9加10 常人时 魔力 200加10 常人时 技能 瘟疫着装 逆转治疗 瘟疫提取 神秘药剂 天赋 病理解析 掌握瘟疫 瘟疫 长疾 瘟疫 不完全燃烧 苏木木的手 突然捏了捏自己的后背 用小声的声音说道 陈瑶 快起来 再靠一会 通关副本很累的 我爸 来了 陈瑶不装了 蹭得一下坐起来 此时的器材仓库的门被打开 苏云天和卢校长两人站在门口 卢校长怀中还抱着已经受了不少的学长 校长的猫 学长看着陈瑶就开始哈气 苏云天脸色铁青 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小黄毛在器材仓库之中 卢校长是压不住的嘴角 斜眼偷看了一下苏云天的样子 好好 苏云天这场面 我吃一辈子 木木 过来 苏木木下意识要过去 但是看了一眼 陈瑶脚步又停了下来 陈瑶也已经汗流加倍了 这时候看我干啥 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苏云天出了名的护女儿 苏木木分开得早 单亲的她就一直给苏木木足够的硬核父爱 上一年 有个小黄毛当众告白 苏木木急哭了她 苏云天拖着那黄毛崽子 在校门口揍得鼻青脸肿 自己刚刚枕在苏木木腿上的样子 恐怕已经被她老爸看得一清二楚了 不做出点什么的话 也许会被打死 对于和老丈人如何应对 陈瑶在脑海之中 一瞬间就做出了应对 岳父你好 我叫陈瑶 这话一出 不仅仅是苏木木脸红 苏云天脸也红了 是气得红的 太阳穴清金爆起 混蛋小子 校长救我 苏云天伸出手 被卢校长一把抓住 苏会长 现在在学校 上一次你造成的影响很大 你答应过 我不会再出现殴打我学生的情况的 卢外 你手给我松开 爸 岳父 木木你过来 混账东西别喊我岳父 别过去站在我身后 你这小子 我要死了你 他是我学生 苏云天别给脸不要脸 场面一度混乱 卢卫是四阶战士 途径序列065的光明战士 苏云天也是四阶战士途径 他的是序列059的索亚骑士 这两个序列都没有进入前50 但也是前百的强力序列 所以 两人实力相差无几 苏云天 我知道你很气 但是你先别急听听 这两孩子做了什么再说 我为什么要听 因为她是你女儿 陈瑶连忙补一刀 也吃定了卢校长 在这里苏云天 不会拿自己怎么样 索性拉着苏木木 站在自己身后 朝着已经快要掐起来的 两人开口 我和木木 仅仅一个小时 通关了隐藏地狱副本 这个消息 在陈瑶看来 对于卢校长和苏云天 才是最大的惊喜 放屁 我怎么可能 有你这样的女婿 等等 你通关了什么 苏云天被气得脑袋疼 这时候 才想起来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 混账东西 别人见家长 拘谨 不知所措 陈瑶则是快要差点和自己 未来岳父 打了起来 想要获得更高价值 甚至于得到苏云天的认可 拿下苏木木 就必须展现自我价值 在展示的过程之中 得罪这一位 未来岳父 也值得 你刚刚说什么 一个小时 通关了隐藏副本是吗 卢校长故意抬高声音 重复了一遍 就是想要苏云天注意到 说完后 斜眼微微瞥了一眼 站在自己旁边的苏云天 听到卢校长 高声重复的句话 苏云天的气 瞬间消了一些 有点能力 一个小时 能够通关隐藏副本 说一下 进入条件和攻略吧 不说 你小子 给脸不要脸是吧 本来稍微好一点的苏云 天手钻得死死的 一个隐藏副本的价值 苏会长 你应该知道的 很大 而且即使 你是木木的父亲 也没办法问出什么 这一次的副本 是我带他过去的 所以你 也别想从木木身上 问出什么 所以 苏会长你想要知道 这隐藏副本 就得拿出点条件来 一口一个木木 比自己喊得还亲密 苏云天 终于是冷静地 看了陈瑶一眼 这家伙从一开始 激怒自己 就是为了谈条件吗 哦 你想要什么 你女儿 我TM的 这一瞬间 苏云天猛地爆起 卢校长 真的是没想到 陈瑶开出的条件 这么拟天 这话一说出来 自己都拦不住 苏云天 下一秒 陈瑶笑眯眯地 看了一眼 卢校长肩膀上的学长 校长的猫 喊道 学长对不起了 猫的身体一哆嗦 摇拱起 一声惨叫 站在卢校长的肩膀上 就疯狂地憋着 陈瑶抬起手 瞄嘴面具 黑袍 棕色衣 一甩 周围散布的瘟疫 长疾之下 陈瑶拉着苏木木的手 顿入瘟疫 再出现 陈瑶带着苏木木 出现在器材式的另一端 瞬一夜 这是卢校长和苏云天 脑海之中第一的想法 陈瑶抬起手 器材室内散布的瘟疫 逆转成治疗术 那已经快要压制不住的学长 身体一抽 趴在了卢校长的肩膀上 没了力气 治疗的光芒 融入所有人的身体内 小范围的治疗 比起之前遍布整个城市 效果更加地恐怖 精力恢复 疲惫驱散 魔力恢复 自带冷静效果 这种恢复能力 让苏云天眼前一亮 卢校长则是嘴角微微一勾 似乎早有预料 是你 苏云天震惊了 那被所有人以为的 高阶序列者释放的治疗术 居然眼前的混账小子释放的 能够施展城市范围级别的治愈术 绝对是医生途径的佼佼者 而且还会瞬移 这家伙的序列 一定非常地靠前 这时候 苏云天想到了 卢卫为什么要一直跟着自己 这个孩子觉醒的序列不一般 卢校长他觉醒的序列是什么 作为学校的校长 你不可能不知道这孩子 今天觉醒的序列吧 卢校长咳嗽了一下开口 一中今天毕业三百多人 那么多序列我怎么记得住 不过好巧不巧 我确实记得这小子的序列 陈瑶抬手一甩 瘟疫着装消散 目光看向卢校长 来吧 卢校长大声喊出我序列的名字 医生途径第一序列 瘟疫医生 卢校长嘴角勾起 对着陈瑶眨了眨眼睛 朗声开口说道 医生途径 序列002神秘学家 神秘学家 好像从没出现过的序列 不过还好不是序列001 那个畜生就行 什么叫做不是001的那个畜生 首先作为瘟疫医生 自己没有惹任何人 上来就骂我 这也让陈瑶明白 瘟疫医生的口碑并不是很好 苏木木偷看了一眼陈瑶 抿了抿压不住的嘴角 不敢多说什么 他知道陈瑶的序列是001瘟疫医生 但是听到自己父亲说的那一句 不是001畜生就行 真的有些忍不住 神秘学家是很不错的职业 能够施展这么大范围的治疗术 绝对是百人团队 最重要的核心战略序列 更何况神秘学药剂 可是市场上有价无市的东西 苏委长 这两孩子刚从副本中出来 应该是很累 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下 你们先走 正好我和陈瑶同学聊一聊 木木我们先去卢校长办公室坐一坐 苏木木看了一眼陈瑶 陈瑶点了点头他才走过去 这一幕 看得老父亲的手都攥得清金爆起 恨不得上前一拳打爆 混账小子脑袋 苏木木和苏云天离开后 整个器材是只剩下陈瑶和卢校长 只剩下两人之后 卢校长问道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要给你隐瞒你的序列 没等陈瑶回答 卢校长继续开口说道 瘟疫医生 作为医生途径之中的第一序列 他强的不仅仅是自身 他既可以带来灾难 也可以带来核弹 校长 你没有好点的形容词吗 你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恨瘟疫医生 难道是上一代 释放瘟疫造成了不少人死亡 陈瑶还以为 上一代瘟疫医生 比自己还不当人 让人憎恨 没错 行走于瘟疫之中的医生 在这个时代 本就是一种毒瘤 放在30年前 瘟疫医生绝对是世界的灯塔 可惜现在时代变了 当盲人恢复视觉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睁开眼看世界 使扔掉盲人拐杖 当不被需要的瘟疫医生 就是这样 所以你序列001的事情 最好不要暴露 我会将你的档案修改 同时其他人 也不会说出来你的序列 陈瑶不明白 卢校长为什么这么做 下一秒 卢校长换了一副嘴脸 眼神贴了一下周围 又看了一下陈瑶 我给你做这么多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 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总是有些小毛病 校长 这是什么话 做医生途径 本就是救死扶伤 我这个病有些难以启齿 其他序列医生 根本看不了 听到这里 陈瑶才明白 原来保下自己的序列 原来是这个原因 只是他很好奇 什么病 非得瘟疫医生 才能治疗 校长 我给你检查一下 别 我直接告诉你 陈瑶不给卢校长说 开玩笑自己说 哪有一手病理解析 看得透彻 抬手就是一招病理解析 病理解析 软弱无力 诅咒瘟疫 年龄达到40岁之后 在运动的时候 总是会突然软弱无力 以至于身体 并不能进行长时间的运动 无论是战斗还是战斗 解决办法 无解 无解 这是陈瑶第一 看到无解的瘟疫 也许是自己的等级太低了 怎么样 你看到了什么 校长你的病 有点特殊 这不是个小毛病吧 它叫做软弱无力 就是这个 年轻的时候 我可是百人团队 得义父当官 现在 我一个序列前百的光明战士 作战时间 不能超过半小时 50多岁的 我只能退居于三线 做一个校长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不是因为在情感方面 软弱无力痛苦吗 卢校长老脸有些发红 张了张嘴 几秒后开口 果然能够被选为 瘟疫医生序列的家伙 都很欠 这个病是属于瘟疫的一种 又可以给自己提供解析素材 又能帮校长解决掉 它一举两得 校长其实治疗没问题 但是我想给你下一个猛药 然后彻底跟除 可不能告诉校长 这个诅咒自己目前无解 得拖住它 等到自己阶位够了 再一举解决 到时候 再让苏木木来点强化 陈瑶看了一眼卢校长 战事途径 序列065的光明战士 应该很能扛吧 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 苏木木的四次强化瘟疫 卢校长一个机灵 他感觉陈瑶的眼神 有些不对劲 似乎 似乎是一个饿了很久的壮汉 看到一桌子美食的一种 不是吧 自己四十多岁了 口味这么重 怎么个猛药法 这个需要时间 不过这都是小事情 校长你的体质没问题 另外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你说 帮我追苏木木 卢校长嘴巴张得老大 他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18岁少年 能够对他这一位老校长 能够说出的话 不是 你追女孩子 还要我帮忙 我总不能帮你追吧 校长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 单纯是想你帮忙 拿捏一下他的老父亲 卢校长感叹了一下 我看到苏云天这么生气 对方还毫发无损的 你是第一个 从这个角度看你 绝对是个人才 这件事交给我 我会以学校的名义 让你们进入实习团队 他苏云天插手不了 这是正规的程序 不过半年之后 我就没办法了 毕竟人家老爸 是序列者工会的会长 之后的发展 完全看序列者工会那边 半年时间足够了 等我半年到三阶他老头 也就没办法干我了 虎狼之词 卢校长惊呆了 什么叫半年三阶 什么叫没办法干他 年轻 那你能和我讲一讲 副本之中的事情吗 只要是可以完成一事 还为就职序列的觉醒者 选择地狱难度的兽人战争 就可以触发隐藏副本 至于怎么通过的 校长你还不知道 对为好 这个卡bug的方式 还是不能暴露出来 任何人 陈瑶都不想要说出去 即使是卢校长也不行 什么叫 未就职的序列觉醒者 进入地狱难度的兽人战争 这是人能够做出的选择 也只有陈瑶 对自己能力bug的应用程度 才敢直接选择地狱难度 怪不得这隐藏副本 到现在还没人发现 换谁两个 未就职的序列觉醒者进去了 也通关不了啊 卢卫越来越感觉 自己的这一位学生 真的有点与众不同 也许这也是 他能够成为瘟疫医生的原因吧 两人在聊了一会之后 陈瑶就和卢校长 朝着办公室走去 此时 办公室内传来了 苏云天无奈的声音 原本以为依靠父亲的角色 苏木木会很听话地 将隐藏副本所有的信息 都告诉老父亲 谁承想 苏云天真的是想多了 我可是你老爸 你这都不告诉我吗 那小混蛋 有啥好的 老爸 陈瑶人很不错 不是你说的小混蛋 你根本不了解他 而且不要再说他了 副本的事情 我答应过陈瑶不会说出去的 苏木木双手环抱 整个人身子侧过去 背对着苏云天 没办法当他觉醒的 唯一序列控制法师的时候 除了陈瑶 没有一个人过 来给他讲一两句话 甚至于 最后还是陈瑶 带着他乱杀副本 所以 他怎么也不会说出去的 苏云天只感觉 自己的胸口直抽抽 有一种自己精心培养的大白菜 被猪拱了的错觉 木木啊 我和你母亲分开走 我一个人拉扯 你真的很不容易 你一定要擦两眼睛 父亲吃过的眼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 你一定要看清 那混账小子 此时门被推开 陈瑶 在得到卢校长的承诺 也是底气十足 苏云天看到陈瑶一瞬间 无名虎就涌上来 整个人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苏会长 副本的事情 晚点我和你详聊 另外 我准备让这两个孩子 一同参加学校的实习团队副本 苏云天不满意了 不可能 木木绝对不可以和这小子在一起组队了 老爸 你怎么这样 苏会长 这种事情 一是看学生的意愿 二是学校实习安排是正规的 这是作为一位 从学校毕业的职业者的必经之路 是不能缺席 苏云天冷笑了一声 自己女儿多听话 只要他不愿意 没有人能够抢求他 女儿 说出你的想法 没人能够抢求你做事情 即使是卢校长也不行 不想和这小子 组队你就说出来 别怕 老爸 我想要和陈瑶组队 如耿在喉 苏云天的喉咙动了两下 像是喉咙卡住字 说不出话 他这一时间感觉天都塌了 自己被孤立 陈瑶补刀式地开口 岳父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苏木木的 你TM的 现在的苏云天 恨不得给陈瑶脑袋上来一拳 陈瑶知道 苏云天是一个女儿控 这种无论怎么做 都不可能让他满意 索性直接让他破防更简单一点 自己安心骗骗苏木木就可以了 木木 你愿意和我一起组队吗 我可以的 苏云天太阳穴轻轻跳动 他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 实习没问题 但是我会安排工会的人 从后面协助你们 而且 我需要给他们两个人 安排一个老师 没问题 这一次是实习副本 我亲自带队 卢校长笑着答应了下来 几次交流一下 陈瑶就准备离开了 时间就约定了三天之后的一次 专门的实习副本 而有关于卢校长的治疗 自然也是安排在副本之内 那苏木木三天后见 不管苏云天生气还是怎么样 陈瑶就转身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离开校长办公室之后 这一次 陈瑶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中 回到出租屋后 陈瑶并没有休息 而是独自来到厨房 因为他想要试一试 神秘药剂这一项技能 尤其是卢校长 将自己的序列对外公布 是神秘学家 那么 神秘药剂 他必须要回一两种 神秘学药剂 现在市场上卖的最贵的 强恢复药剂 这种药剂 一瓶300W 因为它最大的作用 则是在冰临死亡的时候 陈瑶负担不起 当然也有一些 攻击类型的神秘学药剂 不过基本上都是一些垃圾 陈瑶从厨房之中 拿出了两个碗 没办法条件简陋 试管 酒精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买不起 准备真正意义上的手搓药剂 陈瑶最想实验的是 瘟疫提取的高温毒物 和自己病理解析的瘟疫 不完全燃烧这两个搭配 毕竟从字面意义上来说 这两个元素 就非常的大 到底该怎么融合 是一个问题 瘟疫不完全燃烧 是通过血液传播那么药剂之中 必须有血作为媒介 陈瑶看了一眼 自己的手指 想了半秒之后 决定自己先去市场买一只鸡 自己放血 实在是太疼了 有了血液传播需要的 还有一些降温的材料 陈瑶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勤工减学卡里 只剩下的3W块 神秘学也太烧钱了 早知道先问校长 要预约诊费了 既然想到了卢校长 他索性拿出了手机 拨打卢校长的电话过去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陈瑶开口 校长 你也不想你的事情 被其他人知道吧 电话那头 骂骂咧咧的声音 结束之后 陈瑶才继续卖惨开口 校长没办法神秘学 实在是太烧钱了 我想弄点药剂制作 要点预约诊费 真的不过分吧 电话那头的卢校长 听到神秘药剂 这几个字态度 又发生了变化 能够成为 瘟疫医生的序炼 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架不住 他们的技能 真的离谱 神秘药剂这种东西 如果花费一点钱 能够拿到全新药剂的 使用权 还是很不错的 思考了两三秒之后 财大气粗的卢校长开口 我给你转一千万 但是你研发出来的 神秘药剂 每制造三瓶 需要给我一份 陈瑶看了一眼 自己想要制造的神秘药剂 瘟疫 不完全燃烧 加上高温毒素 怎么看 也不是能做出正常的 神秘药剂的元素 不过校长 想要他也索性答应了下来 反正他 也只是想要 试验一下瘟疫 和药素的融合出来的 神秘药剂会 是什么后果 做出的都是试验品 电话挂断 没意会那来自于 卢校长的资金 资助就到账 一千万说打就打 陈瑶也是觉得校长 也是很有钱的离谱 想必是 当校长这些年 也是捞了不少 这一千万陈瑶 买了一些神秘药剂 必备的试管 和一些设备 加上再买了一些素材 花费了不到一百万 毕竟到时候追溯木木 也是需要花钱的 反正药剂只是试验品 能省则省 钱你可以不花 但是你不能没有 素材的购买 陈瑶都是依靠着 神秘药剂的被动效果 神秘学MAX 和魔药学MAX 购买对应加速融合的素材 首先瘟疫 不完全燃烧融合需要血液 血藤是最高的神秘素材 需要抵消高温毒素之中的毒素 各种动物的肝脏是最好的 说着 陈瑶给在实验杯中 丢入了血藤材料 再加入了一些神秘动物的肝脏等等 最后就是赋予高温毒素和瘟疫 不完全燃烧加入 两个元素通过陈瑶的职业能力加入之后 烧杯之中的液体开始迅速地翻滚 从绿色变成红色 最后变成透明 狂暴药剂 喝下后10分钟之内 陷入免疫毒素和狂躁的异常 实力提升300% 隐藏 10分钟之后 90%的概率会毒素和狂躁异常爆发 使用者会误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隐藏药性是只有神秘学药剂的制造者 其神秘学MAX之后才能够看得见 好巧不巧 陈瑶的被动技能神秘学就是MAX 这一项隐藏药性 简称就是 除了制造者其他使用者 都看不到的副作用 正常职业玩家 看到前面的特性 绝对会癫狂 我擦 这药剂这么坑 还带有隐藏药性 加入猎狗 鹦鹉 土狗 猫幼等动物的肝脏 完全是为了驱散掉瘟疫 不完全燃烧的副作用 副作用是驱除了 但是又诞生了另一种奇怪的东西 就这样给卢校长 会不会坑了他 实在不行的话 还是含蓄点告诉他 这种神秘药剂 给别人用倒是很不错 反正加了很活的他 是一点用不了 喝下之后 一起绝尘 可是要是再变成猎狗一样 原地狗 叫那岂不是 陈瑶不敢想 这个要得有多吗 神秘药剂 一共制造了30瓶 并不是陈瑶 想要制造这么多 实在是他太廉价了 主要的就是自己的瘟疫 不完全燃烧和高温毒素 这两项神秘元素 其他材料 就是普通的很活 第二天陈瑶只 给自己留了10瓶狂暴药剂 实际上全给卢校长也没什么 这种东西 不是什么好东西 陈同学没想到一天的时间 你就制造出了新的神秘药剂 可以让我看看吗 陈瑶将狂暴药剂 递给了卢校长 10分钟 增加300% 这是你做出来的 卢校长 看到药剂后的第一时间 整个震惊地呼喊了出来 不是 300%加持 你知道市面上高级的药剂 最高提升状态 也只到100% 虽然你这个时间 只有10分钟 但是架不住提升高 这一千万花的值 说着 卢校长就要打开一瓶 往嘴里炫 这做死的行为 吓了陈瑶一跳 不是 自己瘟疫医生做的药剂 你是真敢喝 陈瑶立刻抓住了卢校长的手 阻止了他那不知死活的行为 这喝下去 出了丑 说不定自己那一千万 还得不要回去 瘟疫医生的神秘药剂 是能喝的 陈瑶暗自感叹了一句之后 补充道 卢校长 你的身体缺陷很多 暂时不能喝这种狂暴药剂 而且这种药剂很稀有 在完全没有治疗好你身体的情况下 你还是独自保存起来 好 这么好东西 现在一口喝了 确实浪费 这里一共是二十瓶 钱的事情还是少 校长 你知道的药剂这种事情 就是烧钱 钱不是问题 这些年我也存了不少 我再给你转一千万 你好好研制一下 过两天 也就要实习副本开启了 你也可以先锻炼锻炼自己的技能 药剂的事情 副本回来继续说 卢校长看着手中的狂暴药剂 十分的满意 这种药剂一旦出售 绝对是跨时代的 这二十瓶狂暴药剂 她要好好利用一下 人情世故 现在就是非常的重要 这二十瓶狂暴药剂 要是送出去 自己说不定生殖还有希望 看着陈瑶的眼神 都像是看福星一般 陈瑶临走的时候还是不放心 提醒卢校长 校长药剂的使用效果 还是未知的 毕竟没有经过临床实验 这二十瓶只是给你样品 你别乱给别人 等到治疗好你的身体之后 我们再一起测试 行行行 卢校长满嘴答应 她内心想的却是 当了校长这么多年 是不是好药剂 她一喝就知道好不好 全新的狂暴药剂 百分之三百的实力提升之下 任何的副作用 在卢校长看来 都变得黯然失色 百分之一百实力提升药剂效果 持续时间是三十分钟 她的售价是六百大不了 卢校长想着自己一千万 就给陈瑶制造出 远超于市面上的 提升效果神秘药剂 这简直不要太赚 她不由地为自己 独到的眼光而感到自豪 有时候 选择就是大于努力 果然一开始帮助陈瑶 隐瞒她那令人闻风丧胆的 001序列瘟疫医生是对的 并不是所有的瘟疫医生 都不是东西 起码陈瑶作为自己的学生 卢校长能够知道 她是妥妥的三好学生 不知道的是 陈瑶只是单纯地 让卢校长爆出更多的金币 不是神秘学太耗费钱财了 是她自己太穷了 反正是隐藏属性 就算是在喝下出现了副作用 和自己的药剂 没有半毛钱关系 毕竟药剂上面的副作用是隐藏的 不过 还在卢校长兴奋的时候 陈瑶感觉自己的良心痛得厉害 独自离开 离开之后 陈瑶看着账户再一次到账了5000万 深呼吸了一口气 全多给了 二十瓶有副作用的神秘药剂 给她真值 看起来校长这个大土豪 还能给自己包更多的金币 学校副本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陈瑶按时来到学校 这一次实习副本是由卢校长带队 参加实习副本并不止陈瑶和苏木木两人 还有其他同年级的毕业生 一共21人 陈瑶独自站在一边 剩下的19人很显然打成了一团 她也图个清静 其实陈瑶已经达到了10级 后续的经验值获取都会储存下来 因为每10级就必须专注的仪式 晋升序列二阶 进行仪式之前 最快都是进行三场副本之后才举行 从没有人向苏木木和陈瑶两人 刷爆了地域级别的隐藏副本 经历一个副本达到10级 之前一直忙着神秘药剂的调治 陈瑶现在才想起来 查看着自己10级晋升二阶的仪式 完成医生登梯 并且完成100场野地手术 手术 陈瑶看着自己晋升的仪式 她沉默了 她序列001瘟疫医生的能力 总是这么的抽象 这让她很难受 确认了自己的仪式 陈瑶获得了第二个天赋能力 野地手术 被动 进行野地手术时可以清除对方身上所有的负面状态 完全恢复身体状态 并且获得免疫状态增加 很强的治疗被动 陈瑶觉得自己戴上的手术刀还是有用的 不管是小感冒还是受伤了 只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野地手术 都能统统恢复 苏木木也从学校门口进来 一进门就看到了陈瑶 立刻小跑了过来 她凑到陈瑶的身边轻声地开口 陈瑶 我爸同意 我们暂时在一起了 苏木木的声音不大 但是旁边的人却能够听得到 那十九人似乎触发了什么开关一样 工作整齐地丁看向了陈瑶 陈瑶咳嗽了一声 拉着苏木木的手来到了另一边 你二阶晋升的仪式是什么 你不问问我是怎么说服我老爸 让你和我在一起的吗 陈瑶确实是有些好奇 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我实际的晋升任务 就算是我父亲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我知道你可以 晋升仪式 完成一百场控制赞美 由衷的赞美 获得的二阶天赋是 被动连续释放 就是同一目标 可以短时间内瞬间释放多个控制 陈瑶以为自己的仪式 已经足够抽象了 苏木木的仪式 居然是控制赞美 被控制还得赞美 这是什么鬼 哪去找一千个斗M来控制 你这个仪式 陈瑶一顿 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有办法 听到他说有办法 苏木木那一双大大的眼睛 瞬间一亮 我就说你可以搞定 所以老爸同意 让我和你在一起 小姐 突兀的声音响起 一个脸色苍白瘦的 如同竹竿的男子 站在了苏木木的旁边 陈先生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可嗨嗨 话还没说到一半那人 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他是我父亲 安排监视我们的 小姐 这不是监视 我是安排跟着你们 防止你们出现什么意外 我叫李肃 是战士序列0049 三阶 永恒守护者 可嗨嗨 李肃又咳嗽了起来 陈瑶感觉 这个叫做李肃的家伙 都快要将自己的肺给咳出来 对着李肃 就是一发病理解析 白肺 技能副作用 没使用一次序列的能力 白肺症状将会增强 看来自家的老丈人 似乎有意地 让这个家伙跟着自己 你的病我可以帮你治疗 没必要 李肃脸上 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摆了摆手 病越严重 我的序列能力越高 所以 我是有意保持这样的 健康的我 序列能力和废人 没有什么区别 可嗨嗨 说着 李肃又咳嗽了起来 好吧 如果撑不住 我可以帮你逆转治疗一下 另外我手术能力很强 有空帮你手术一下 谢谢 这一位40岁的大叔 看起来格外的瘦弱 但是给陈瑶一种没来由的安心 应该是他的序列起到的被动作用 卢校长扫了一眼所有人 所有人都已经到齐了吧 这一次的实习副本很简单 有我和孙老师一同带队 百分百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 这一副本 只是让你们熟悉一下 副本内的团队战斗 卢校长旁边 站着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 孙老师推了推自己的金丝眼镜 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 对着所有人去开口道 今天是我第二次带实习副本 副本之中 请同学们多多互相帮助 那么所有人随我一起去学校内的特殊副本 不同于之前 两人进入副本 就可以通过觉醒卡内直接进入 这一次是团队类型 超过20人时 需要通过特殊的副本装置进入 一扇特别的传送门 孙老师挥了挥手 所有人不要拥挤 这一次进入实习副本不用紧张 由我和卢校长带队 基本上只是考验一下你们的综合实力 和基础战斗教学而已 似乎是实在是担心这群新手害怕 孙老师故意又强调了一遍 传送门装置透着深蓝色 中间小悬窝式的荧光旋转 陈瑶 苏木木和大叔李素站在一边 19人人站在一边 孙老师第一个进入副本 人群开始有序地进入特殊传送装置 陈瑶向前一步 苏木木立刻跟上 最后李素踏入 卢校长迈着步子 想要进入副本 卢校长刚要抬抬脚 脑袋撞在了传送装置上 原本深蓝色的传送门 突然闪烁紫色 然后炸开 变成漆黑的漩涡 原本押后的卢校长 盯着眼前突然一变的传送门 眸子一亮 整个人抬手一股金色的器具着装 紧接着一拳砸在了黑色的传送门上 顿时雷光闪烁 黑色骷髅头 虚影在传送门上嘶吼 卢校长被震得后退半步 他盯着眼前的愈发漆黑的传送阵 眉头紧锁 不是普通级别副本 是深渊节 特殊副本 九幽地 乱葬岗 一进入副本是刺骨的寒冷 所有人都不禁哆嗦了两下 特殊副本 听到提示的一瞬间 陈瑶就感觉不对劲 不是说实习副本 实习副本使用的特殊副本 朝后看了看 身为战士四阶序列零六五光明序列的卢校长 也没有跟来 陈瑶伸出手 抓住了苏木木的手 将他朝后拉了拉 苏木木疑惑扭头 不对劲 小姐 这个副本不是实习副本 李素苍白的脸色也变得严峻了起来 这时候 是个人都能感觉到不对劲 慌张的情绪迅速蔓延 其他同学也慌忙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红月悬挂夜上 周围呼啸的风声夹杂着阴森之气 寒风吹在脸上 所有人都有些莫名的发了 一块块破碎的墓碑 矗立在四周 这哪里是实习副本 哪个实习副本这么阴森 你在紧张吗 陈瑶感觉自己 抓着苏木木的手 被他攥得更紧了些 有一点 苏木木道也是承认了下来 别担心 到时候抱着我就行 你 苏木木没有 只是想说什么 又验了下去 这种阴森的副本 本就对苏木木 这种女生造成的精神 伤害更大 陈瑶抬手之间 将瘟疫 长疾散步 借着空气 迅速传播的瘟疫 长疾 只要给足够的时间传播 瘟疫 长疾 就可以蔓延整个副本 瘟疫 长疾在这种死灵名称的副本 并不一定会有兽类动物 进行作用 散开瘟疫 长疾 只是单纯地为了可以随时跑路使用 哼 地面震动 冒着红光的骷髅士兵 破开泥土 从墓碑下钻出 每个骷髅身上都散发着红光 这红光 让陈瑶也一惊 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可就算是地狱级别的隐藏副本 那也是脱离不了一阶的怪物 这酷酷冒红光的警示 明显已经超过了三阶 起码达到了四阶的水准 小怪都四阶 这副本的难度 可想而知 陈瑶感觉卢校长 也没理由坑害自己 可是他又没有进入副本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除了随行的二阶的孙老师 最强的 只有李肃这一位战士途径 序列前五十的永恒守护者 孙老师停下了脚步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脸色变得煞白 同学们 我们得离开这里 老师 骷髅太多了 而且 他们冒着红光 老师我害怕 所有人紧张背靠背 颤抖地举着手中的武器 没被吓尿 已经算是好事 陈瑶感叹 自己的仙剑之名 第一时间 散开瘟疫 大不了拖到副本结束 带着苏木木跑路 毕竟他瘟疫者装身上 也只能挂一个 不可能挂上二十几人 陈瑶瞥了一眼 站在旁边的肺牢鬼理素 内心想到 最多再多挂一个理素 剩下的人自求多福吧 一群第一次下副本的 纯蒙新来到四街的副本 从内心开始生腾起绝望的情绪 周围破开泥土爬出的骷髅 已经将所有人围住 这群学生甚至连战斗的欲望 都提不起来 理素咳嗽了两声 迈着步子慢慢走着的同时 将手放在胸口 所有人身上爆发出一阵红光 那虚化盾牌的模样 加持没入胸口 所有人不用怕 咳咳咳 理素咳嗽的更严重了 我给所有人施加了守护 这些四街的小怪 破不了防御 陈瑶眉毛一条 序列前五十的永恒守护 居然这么强 可以全体释放守护技能 陈瑶还在观察 不可能没理由 突然来到这个九幽地 乱葬岗 要么是有人针对 其中值得针对的 在他看来 只有自己和苏木木 校长隐瞒了序列001瘟疫医生 虚构了一个序列002 神秘学家的身份 但是没理由 神秘学家的身份 会被涉及到 修改副本这么大的事情 来坑死自己 那只有可能是苏木木 他控制法师的身份 并不值得关注 只有他父亲 是江北市的 序列者工会的会长 老师 这些怪物的伤害 确实对我们无效 一些同学原本还紧张地战斗 当骷髅怪物的攻击 落在身上 被金光抵消之后 就惊奇地发现 自己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瞬间放松了下来 咳咳咳 李肃咳嗽频率变高了 陈瑶皱着眉头 看起来 序列能力是承受伤害 转化成白肺副作用 再通过损害健康 再进行某一种属性强化 陈瑶已经猜到了 李肃的技能转化 那些感受到 不会受伤的同学们 开始放开手脚 按照孙老师的指挥 开始拉扯怪物攻击 十九人的配合 十分地默契 李肃则是挡在 苏木木和陈瑶前面 瘦弱的拳头 不断击打周围 靠近的骷髅士兵 依靠着这种杀怪频率 只要遇到一只 精英级别的四阶怪物 所有人百分之百 会全军覆没 陈瑶蹲下身子 看着被捶成碎骨头的骷髅 那些碎片 还在颤抖着 下一秒 没被陈瑶捡起来的 骷髅士兵的骨头 又重新组合起来 拼凑成完整的骷髅士兵 很显然 这些骷髅士兵 甚至连怪物都算不上 只是死灵操控的生物 有死灵法师 在操控这些骷髅怪 孙老师在人群中大喊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用 对付四阶的骷髅士兵 即使有李肃的防御 他们那可怜的伤害 能够打散 寥寥几个骷髅士兵 已经是万幸 根本走不出去 陈瑶看着手中 那一块骷髅骨头 骨头的缝隙之间 有着黑色的液体流转 亡灵操控的手段 应该和瘟疫有些类似 具有传播性 骷髅士兵在范围内 被破坏 然后重生 单纯的魔力 没办法支撑 庞大的骷髅军团 魔力中掺杂其他的东西 而具有传播性 和操控性 只有病菌 这只是他的猜想 他没有了解过 死灵法师这种职业 但他可以试一试 陈瑶对着黑色液体 试着病理解析 病理解析 死灵病菌 死灵病菌 一种专属于死灵法师的病菌 他们只需要少量的魔力 就可以附着于骷髅之上 达到操控骷髅 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果然真的有效 果然 死亡和瘟疫 就是瘟疫医生 最完美的行走地点 不愧是序列001的天赋解析 病理解析完成后 现在可以逆转治疗 直接解除这些骷髅士兵 陈瑶并不着急 将手中的骨头放在苏木木面前 苏木木被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试着使用你的天赋控制增强 按照陈瑶的猜想 这种操控类的死灵病菌 某种意义也算是控制类的 苏木木听话地 对着陈瑶手中的骷髅使用控制增强 骷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无效 猜错了 死灵病菌 并不能受到苏木木的控制增强效果 算得上是一种瘟疫 但不是控制类的 陈瑶抬手一握 反转治疗 刚刚起来 所有骷髅士兵瞬间散架 并且骷髅上酷酷 冒着绿色的治疗光芒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梦了 骷髅士兵 怎么突然全死了 躲在暗处的死灵法师 整个人的心态 和那些学生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褶皱如同干尸的脸上 居然能看出 他的猛圈的神态 作为四阶灵主级的怪物 死灵法师 孱弱的身躯 只能够让他躲在暗处 依靠着召唤物 对敌人进行攻击 他不明白 一瞬间 自己所有的骷髅士兵 为什么全部失去了操控 还附带了治疗的效果 陈瑶反手 对着地上散掉的 骷髅士兵骨头 使用了病理解析 获得的死灵病菌 死灵病菌是通过魔力 进行附着使用 空气之中 已经充满大量的瘟疫 长疾 这些瘟疫 长疾传播方式 是通过空气传播 此刻却是承载 死灵病菌最好的媒介 所以 陈瑶很轻松地 就通过自身的瘟疫传播性 让死灵病菌 附着在这些骷髅士兵的身上 重新实现了 对这些四阶骷髅士兵的控制 由于并不是死灵法师的序列 陈瑶无法对这些骷髅士兵 精准地操控 只能给一个大概的命令 让他们自由地发挥 不过仅仅是如此 这些四阶的骷髅士兵 对于陈瑶来说 可是顶级收获 这就一下子收获了 不少的四阶骷髅士兵随从 并理解析带来了意外之喜 果然角度刁钻 能力就能最大化 陈瑶在内心默念 感谢那暗处死灵法师的馈赠 在所有人猛圈加恐慌的眼神之中 那些原本已经倒下的骷髅士兵 一个个慢慢重新拼凑站起来 老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骷髅又站起来 老师现在怎么办 我们会死吗 我想回去 看着骷髅士兵又重新站起来 孙老师也挪动着步子 往后走了几下 他内心也是安骂 他也想回去啊 他只是一位随行的老师 说好的这次实习校长带队 绝对不会出什么乱子 这校长也没进来 副本也不是实习的副本 还无法强制地离开 无法强制离开 说明了这次的副本 是一个全新的副本 要么死亡 要么等待副本结束 也许是在暗处的死灵法师 给这群骷髅士兵 释放了一个治疗术 同学们不用担心 有李先生的守护 这些骷髅破不了房 孙老师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胡话了 他依靠着老师的本能 安慰着这一群 初出茅庐的菜鸡学生 继续实验着这些 骷髅士兵的陈瑶 完全是另一种状态 陈瑶命令那些 站起来的骷髅士兵 拥挤到一边 免得吓到这些精神 脆弱的同学 躲在暗处的死灵法师 终于是再忍不住出手了 他本就是领主级别的怪物 一群四届的骷髅士兵而已 对于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被人控制他 就忍不了了 他抬手 继续召唤自己最得力的战将 战将 大地震动 一声重踏声 突然响起 因为骷髅士兵的失控 死灵法师 直接召唤出了 精英级别的骷髅骑士 扛着破旧巨剑的骷髅骑士 从坟地里爬出 高大接近两米五的身躯 一出现就踩碎墓碑 腐朽的布片 挂在骑士骷髅的身上 破旧生锈的铠甲 只挡住了部分身躯 所有人都能看到 那骷髅骑士之下 火焰燃烧的心脏 刺眼的红光显示 意味着极度的危险 骷髅骑士眸子之中 幽蓝的光芒一闪 骷髅手单手 就举起了巨剑 挥舞 恐怖的剑锋刮起 砰 精英级别怪物 出现的一瞬间 李素就低声 快速移动上前 瘦弱的身躯 站在所有人面前 双手抬起挡在脑袋前 做出格挡 手臂前出现的 巨大的护盾虚影 硬生生扛下这一剑 残余的剑锋 都让学生们站不稳 强大的实力 让人十分的绝望 四阶 精英级别 本就因为 之前出现的骷髅士兵 感觉到差距的学生 这一刻四阶 精英级别的骷髅骑士出现 终于是忍不住了 处于极大压力的 一些女生 终是哭了起来 恐怖的环境 刮痧的伤害 她们的等级 才一级啊 对抗这种死灵类的 四阶精英怪物 承受太大的压力 负面情绪 是会传染的 当一个人 坚持不住的时候 其他本就处在 崩溃边缘的学生 更是忍受不住 苏木木咬住了下嘴唇 紧张的她 下意识地挪动着脚步 朝着陈瑶的身边靠近 她也是一个女生 她也害怕 靠近陈瑶身边后 然后在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捏住了她的衣角 陈瑶也是感觉到了 苏木木的状态 主动伸手 抓住了苏木木的小手 将她拉着 朝自己靠了靠 很放松地开口 慌什么 我有解决的办法 地狱级别隐藏副本 我都能带你刷过去 这没什么 为什么男生 喜欢带着女生 去看恐怖电影 和去鬼屋 只要气氛渲染到位 下意识地依赖 会极快地增加 两人的感情 这种强烈的依赖感觉 陈瑶不断地释放 给苏木木 被主动牵手的苏木木 果然没有反抗 认真地点了点头 强压下内心的恐慌 孙老师在 骷髅骑士出现的一瞬间 脸色已经煞白 四阶精英级别的 骷髅骑士 除了陈瑶之外 所有人瞳孔之中 那恐慌的情绪散开 他双眼冒光 看着前方战斗的 精英级别的骷髅骑士 仿佛又看到了新的猎物 骷髅骑士 单手再一次抬起剑 就连李肃 也有些顶不住 整个人迅速地后退 退开 他眼中 那操控骷髅骑士的病菌 绝对比自己 刚刚解析骷髅士兵的病菌 更加高级 能保持生前的技能 且能够自主地 进行技能释放 好东西 本身骷髅骑士的等级也不低 李先生 给我守护 我想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疯了 李肃这个老实人 都忍不住破口大骂 但还是没办法地 给陈瑶提升了 一下他身上的守护等级 毕竟一开始苏云天 就叮嘱照顾好这群孩子 陈瑶抬手 在苏木木的注视之下 整个人迅速进行瘟疫着装 下一秒顿如瘟疫 再一次出现 他已经站在骷髅骑士的身后 感受到身后 有人靠近的一瞬间 骷髅骑士的身体急速地 扭转手中的巨剑 以及其刁钻的角度 翻转然后挥舞而下 哄 这一剑斩下 李肃施加给陈瑶的护盾 让剑停留在半空之中 陈瑶的手 也顺理成章地伸进了 骷髅骑士胸口的核心之中 病理解析 拿来吧你 死灵病菌 超高级 特殊施加的病菌 消耗海量魔力附着于死去的尸体之上 被附着病菌的尸体 将会觉醒自我意识 并且拥有生前 大部分部的技能和战斗力 且可以获得等级提升 成了 看着死灵病菌后面的 高级标注 意味着成了 陈瑶兴奋至极 这个死灵病菌 超高级 显示的是深红色 代表着自己无法使用 无法使用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标注的海量魔力 转麻了 逆转 就在李肃想要上前的动作之中 那骷髅骑士的身体 爆发出恐怖的治疗绿光 然后 碎了一地的骷髅架子 武器和盔甲 死灵病菌 超高级 这一项病菌 自己还无法使用 但是四阶的骷髅骑士的尸体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再加上自己 也许可以用一些特殊储存魔力的道具 将自己的预备魔力积累到 能够施展死灵病菌 超高级 的程度 就能重新召唤出 四阶的骷髅骑士 这一下子 自己就再一次拥有了 一个四阶的骷髅骑士 这一个战力 周围一切 又重归于平静 只有蹲在地上 不断捡着骷髅骑士骨头的尘瑶 与周围石化的人群 格格不入 骷髅骑士的碎片太多了 加上又没办法施展死灵病菌 超高级 只能先一根 一根先将骨头收集起来 对于尘瑶的动作 其他同学都感觉无法理解 现在大家都要死了 你在这里捡骨头 虽然骷髅骑士骨头指点前 没必要吧 他们能不能活着出去 都是一个问题 苏木木看了一眼周围同学 又看了一眼捡骨头的尘瑶 默默地上前 捡起地上骷髅骨头 然后抱在怀中收集起来 交给尘瑶 他不知道 尘瑶为什么这么做 他知道自己力所能及帮助尘瑶 就是对的 一场战斗之后 李肃泪摊在地上 本就是三阶的他 应对这种四阶骷髅骑士的战斗 还是很吃力的 刚喘两口气 李肃突然手捂住嘴巴 咳嗽了两下 咳嗽越来越用力 身体都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一抹鲜血出现在手心之中 咳嗽 这种情况 意味着他的白肺的副作用 更加严重了 但也意味着他的实力更强了 他想了想 身上的药剂 最后还是没有拿出来喝下去 只有身体的病得更严重 才能有概率地 在这个副本 守住其他人的安全 暂时咳血 还没有到那种必死的情况 他的目光落在尘瑶的身上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四阶精英级别的骷髅骑士 就算是会长苏云天战斗起来 也并不是那么轻松 那家伙到底做了什么 一个学生一招 把四阶精英怪给秒了 他想不明白 但是现在唯一能够活着回去的关键 就是这个奇怪的学生 李肃脸上露出了老父亲一样的笑容 看着给陈瑶剪骨头的小姐 大概是想起来 自己年少的时候 也有那么一个一直想要跟着自己的女生 只不过 帮一把小姐吧 人生总是不能留下什么遗憾 小姐 李肃喊了一声 苏木木听到李肃的呼喊 将手中最后一块骨头递给陈瑶后回头 面色苍白的李肃坐在地上 李说 苏木木小跑到李肃面前 你输你的伤势 没关系 并不严重 还好有他的帮忙 只是能力副作用的并重了一点 李肃似乎在说一件和自己没关的事情 这次的副本凶多吉少 而且我们短时间内还不能离开 小姐 你是知道的吧 苏木木鸣嘴 点了点头 那小子和会长所说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勇敢 无惧 冷静 甚至于绝对的理智 李肃这么夸陈瑶一时间 苏木木倒是有些意外 李肃 他人很好 父亲是有些偏见 为人父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更好一点 这次的副本也许会有意外 所以 如果有想要做的 想要说的 可以立刻去做 李肃顿了顿语气 咳嗽了起来 咳咳咳 手扶着自己的膝盖 剧烈的咳嗽 让肩膀抖了两下后 继续开口 他人不错 苏木木犹豫了一下 如果这一次 真的是最后一个副本 确实自己可以更疯狂 一些 鼓起勇气 回头 陈瑶消失了 人呢 此时三十公里之外的 官柜之中 一个死灵法师 正躺在里面 找到你了 小虫子 顿入瘟疫之中的陈瑶 慢慢出现在官柜之前 死灵法师 四阶生物 强大的魔法 和无敌的控制 唯一可惜的是 身体太过于脆弱 现在谁敢说 书本知识无用 陈瑶绝对会给他脑袋来一锤 学好树里话 走遍全天下 学好怪物知识 能在关键的时候 就自己一命 陈瑶穿着一身 瘟疫医生的装扮 抬起手一阵逆转 治疗周围所有死灵病菌 全部被清空 这相当于 直接断了死灵法师的手段 一个人 就是一个军队的死灵法师 其能力主要就是操控 死灵法师 震惊地从官柜之中 爬了起来 下一秒 一直穿着皮革手套的右手 一把抓住了死灵法师 那干湿一样的脑袋 一把手术刀 从陈瑶的袖口之中弹出 一甩 刀锋一阵寒光 手术的刀刃 精准地穿透死灵法师的脑袋 然后扭转刀刃一划拉 半个脑袋被削掉 砸在了地上 可以清晰地 看到那半颗跳动的脑人 陈瑶悟尽其用 直接对着死灵法师 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手术 半个小时之后 于是 野地手术成功加一 你获得了特殊序列 死灵法师的运转病菌线路 意外收获 死灵法师让死灵病菌 在自己的身体内 用魔力进行饲养 长时间之下 魔力逐渐可以饲养出 更为高阶的病菌 从而可以操控 更为强力的生物 有趣 陈瑶完全没想到 死灵法师的魔力的原理 居然也是病菌 怪不得死灵法师一连死去 身体孱弱 用身体饲养的病菌 终究是损坏着身体的根基 这种情况长久下去 身体几乎都丧失了战斗的能力 四阶的死灵法师 比起普通人还要弱 甚至于比起路边 拄着拐杖行走的 80岁老奶奶还要弱 真是可怜 躲在这个棺柜之中 幕后操控着生物进行战斗 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 陈瑶结束了手术之后 开始整理死灵法师的遗产 一些特殊的金石 一本死灵法师的笔记 还有一个亡灵戒指 亡灵戒指 增强死气效果10% 死气应该就是死灵病菌 没啥用 穷得可怜 先都带着 上一次地狱隐藏副本 因为瘟疫通关的原因 根本没机会搜刮 这一次也太穷了 陈瑶看了一眼官柜 不能白来 这官柜 收了 死灵法师的尸体 收了 反正储存的空间很足 直接老家都给他搬走 死灵法师的死亡 并没有出现副本通关的提示 这意味着 还有一位甚至多位的领主生物 解决了之后 才能出现通关提示 击杀四阶死灵法师 是取巧了 瘟疫蔓延还没有尽头 30公里范围内 陈瑶除了死灵法师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领主生物 所以这个副本 应该是区域领主分类 并不是什么剧情副本 就这么 在死灵法师的区域内 等着副本结束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陈瑶可不是一个安生的主 尤其是知道 死灵病菌 是通过魔力来培养的 面对唯唯诺诺的同学 解决完死灵法师的陈瑶 直接出现在苏木木身后 伸出手勾住了他细腰 然后顿入黑暗 李肃咳嗽了两声 再回头自己的小姐 也不见了 此时 陈瑶带着苏木木 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陈瑶 这是要做什么 实验 又要实验 想起之前那秒杀 整个副本的瘟疫 差点他魂都没了 能否回去 只能看我的设想 能不能成功 这个阴森的副本 想要熬时间 离开实在是不现实 苏木木点了点头 那需要我怎么做 陈瑶一只手 拿出了那死灵法师的尸体 丢在地上 那干尸一样的 死灵法师的尸体 被丢在地上 苏木木下 意识恶心地皱了皱眉梦 他没有大喊大叫 只是手下意识地 抓住了陈瑶的手臂 没事 只是一具尸体 轻描淡写的话 让苏木木抓的动作 变成了掐 死灵法师的尸体 这一片区域的领主级别怪物 你杀了四阶领主 苏木木转头 看着陈瑶 眼神之中满是不可思议 取巧杀了 不过领主的死亡副本 没有结束说明 还一样其他领主级别的生物 所以我想要实验一下 将它转换成自己的容器 容器 没错 死灵法师运转的死灵病菌的路线 已经被陈瑶解剖的时候摸清了 现在只需要让死灵法师 自主地产生魔力 但是 自主产生魔力 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它已经死了 现在 只能制造出一种特别的瘟疫 在它的体内 进行流转 从而不断地自我繁衍 传播加速死灵病菌的培养 死灵病菌和瘟疫 又是自己释放的 那么被培养病菌 和瘟疫结合之后 那么自己 也许会实现 间接操控这一位死灵法师 陈瑶大概地 和苏木暮 说了一下这些理论 理论 就是这些理论 但是实际上不好说 因为这只是我的设想 那需要我做什么 施展你的天赋 然后倍率之下进化瘟疫 我会解析之后 让你继续叠加 但是 苏木暮一脸疑惑地 看向陈瑶 陈瑶则是双手捧住她的脸颊 但是变异之后 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都不好说 所以 还差一件事情 陈瑶摘下了 自己脸上的鸟嘴面具 然后戴在了苏木暮的脸上 这面具可以免疫瘟疫 它可是一个好东西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苏木暮没有拒绝 他一直就认同 陈瑶所做的一切决定 也许这也是理书 和自己说 不要有遗憾的吧 毕竟一直相信 陈瑶同学自己 似乎就真的没有遗憾 我会将一种元素 和一种瘟疫 同时加入这具尸体之中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 增强我再解析 这样就算是出现问题 我也可以逆转治疗 陈瑶估摸着 只要不超过四次 达到32768的倍率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保险起见 还是三次为好 陈瑶将瘟疫 不完全燃烧一点点 注入死灵法师的尸体内 瘟疫 不完全燃烧 是通过血液传播 死灵法师只是像干湿 它体内还是有着血液 瘟疫 不完全燃烧的副作用很大 所以搭配高温毒素 之前利用它们 制造了出了狂暴药剂 现在将它们同时 注入死灵法师的尸体内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现在增强吗 等一等 几分钟过去 死灵法师的尸体开始发红 一点点白色的蒸汽 从尸体上飘出 可以了 增强 苏木木抬手 增强 陈瑶立刻释放自己的天赋 并离解析 并离解析 血温 一种特殊的瘟疫 它们以血液传播 同时 它们会产生高温 让感染者身体表面温度提高 很奇怪的瘟疫 不过产生了不一样的瘟疫 那说明第一步是走通了 陈瑶控制着大量的死灵病菌 开始进入死灵法师的身体 灼热之下 死灵病菌迅速地死亡 但是经过陈瑶不断地加入 一些死灵病菌 能够存活在那血液之中 依托着血温存活 继续增强 苏木木点了点头 抬手一发增强 陈瑶立刻并离解析 并离解析 瘟疫体 熔炉 一种承载于尸体之中的瘟疫 它舍弃了传播性 只为了能够在已经死去的尸体内活动 它们点燃了尸体的心脏 传动了血液的流动 只为了这一个巨大的 熔炉 能够动起来 它们会生产死灵病菌 让病菌成为熔炉心脏的燃料 不太对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病菌变成了燃料 这种下去 似乎变成了丧尸的前身 错了 不过不具备传播性是最好的 瘟疫体 熔炉那么 事情将会变得严重 那就是妥妥的丧失病毒 现在尘瑶犹豫了 要不要继续让苏木木强化 你在犹豫吗 很少看到你犹豫 苏木木的声音传来 尘瑶笑了笑 自己倒是喂手喂脚了 大不了逆转治疗清除掉罢了 继续强化 好 苏木木再次抬手 尘瑶只感觉 眼前的死灵法师 如同一颗太阳炙热 超高的温度传来 温度很快下降 他立刻施展病理解析 瘟疫体 死灵法师 不具备传播性 依靠血液传播的瘟疫 被困在一具 已经死去的死灵法师的尸体内 为了存活瘟疫 彻底掌控了这一具 死灵法师的身体 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掌控瘟疫的尘瑶 可以完美地操控 这一具瘟疫体 很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 可以落在他的身上 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瘟疫体 死灵法师 就像是一个傀儡一样 完全听从自己的指令 陈瑶让他体内的死灵病菌 开始按照之前解剖的路线运转 那死灵病菌 真的成功完成了自生场 看起来只需要一定的时间 自己能够释放死灵病菌 超高级 之后 就将他体内的病菌替换掉 自己就不需要消耗多余的魔力 进行死灵病菌 来维持骷髅生物的控制 怎么样 虽然和自己一开始的思路 有些偏差 但是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一开始 陈瑶只是想将死灵法师的尸体 当做一个器皿 培养死灵病菌 现在成为了自己随意控制的傀儡 倒是意外之喜 站起来 陈瑶抬起手 那躺在地上的死灵法师的尸体 开始陡然坐直 然后真的一点点站了起来 你控制了四阶死灵法师 目前来说是的 不过 他还需要时间将他体内的病菌生产出来 怎么样 苏木木一开始不敢打扰到陈瑶 看到他能够控制四阶死灵法师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问道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陈瑶脸上严肃的表情突然一换 开心地笑道 稳了 只要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副本有几率完成通关 四阶的副本有机会通关 苏木木感觉自己听错了 通关吗 小心翼翼地再确认了一遍 嗯 他已经找到了如何穿透性通关 这个副本的办法了 第二只灵主生物是一只腐龙 60公里之外的洞窟中 还是瘟疫 长期感应到了四阶的气息 不同于死灵生物 腐龙的身体 还是有一部分属于动物的 那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所以瘟疫 长期对它是有效的 只要给它来上一发苏木木的控制 即使写在后 在强制扣除的控制状态下 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击杀 击杀之后 无论是否通关副本 那尸体对于已经拥有瘟疫体 死灵法师的陈瑶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顶级的召唤道具 古龙的制作材料 书中曾经说过 古龙是死灵法师的高位阶的召唤生物 拿到手之后 未来将会极大的增强陈瑶的战斗力 这一次的副本陈瑶将会是最大的赢家 抱紧我 带你去杀怪 苏木木听话地靠到陈瑶的身边 眼睛落在陈瑶的身上 伸出手慢慢地环抱住她的腰 不像是之前那种八爪于世地抱着 这一次苏木木反而脑袋靠在陈瑶的胸口 即使不通关也没事 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回去 上一次副本我们约定的事情 我会做到 上一次副本的约定 那时候可是自己和苏木木打赌 做自己女朋友的事 都会没事的 越危险的地方宝藏越多 陈瑶抬起手盾入瘟疫 再一次睁开眼睛 就出现在60公里之外 此时 斧龙身体颤抖 挂在身上的烂肉一抖一抖的 很显然受到了瘟疫 长级的影响 控制技能全丢给她 有危险 我会带你随时离开 苏木木抬手 就是控制技能丢出 雷电环绕 独腾万缠绕 静咒枷锁 静默深渊 缓行领域 不同于之前的控制技能 被苏木木丢出 这些都是三级控制技能之中 较为强大的神技 很显然 苏木木的父亲下了血本 买了至少三本技能书 给苏木木 五个控制技能士 同时丢出 这就是控制法术 隐藏被动 顺放控制技能 刚刚察觉到 陌生气息 出现在自己洞穴之中的腐龙 三个控制技能 全部作用 在他身上 紧接着 就是不断出现的 9999的伤害爆出 一瞬间 跳动了数十次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伤害 那只腐龙悲鸣一声 巨大的龙头 直接砸在了地上 碰 苏木木吞咽了一下口水 苗 苗了 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 已经死去的腐龙 刚刚爆炸性的输出 一瞬间 就将一只四阶的领主生物 腐龙给秒了 愣着干嘛 捡尸啊 腐龙也算是一种 特殊的龙族生物 它们的领地意识极强 所以在洞穴之中 并不担心 会有其他的生物出现 打扰到它们解尸 这么大的尸体 我们得 陈瑶还打算 切割一下尸体带回去 下一秒 腐龙的尸体就消失不见 苏木木摸了摸手上的戒指 然后将戒指脱下来 递给了陈瑶 这是储存戒指 一起觉醒卡内 基础储存空间多了百倍 而且就食物一些特殊的东西 并不会腐烂 很显然 特殊的东西 指的就是 刚刚被收进去的腐龙尸体 这算是定情信物吗 你在想什么 这 算是对你的奖励 陈瑶笑嘻嘻地接过戒指 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戒指 百寸山盒 特殊工匠打造里面存储的物品 将会完美地储存 工匠属性 魔力恢复增强 还是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道具 这一件道具 和自己手腕上戴的手镯一样 卖出去 都起码是千万起步的 这小妮子 也太豪横了 上千万的戒指 说送就送 看 这是什么 刚想要感谢一下 苏木木的慷慨 一回头 她已经蹲在地上 拨着泥土 魔力水晶 一大片的魔力水晶群 魔力水晶 魔力水晶群 是一种可以制作成 魔力恢复药剂的特殊材料 价格昂贵且稀有 看着苏木木 蹲在地上 挖出了那一大片魔力水晶 这一次 只要能回去 直接报复 装吧 能装多少装多少 你的觉醒卡 还有戒指都装满 不会 我还有一个储存空间的项链 和你的戒指是一对的 将这两个储物空间都装满的话 我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还说不是定情信物 陈瑶的眼神 盯着苏木木一看 她脸红的 低头摸着魔力水晶 先装吧 我去整点帮手 整一点帮手 陈瑶原地离开了 没意会又再次出现 她将一堆的骷髅士兵的骨头 丢在了地上 拿出了瘟疫体 死灵法师控制着她 进行四阶骷髅士兵的操控 采矿挖矿 可是一个累活 有了这上百位四阶骷髅士兵的帮助 实现全自动化挖矿 苏木木则是力所能及 使用自己的控制技能独速藤腕 控制藤腕 将魔力水晶从地下拖起挖出 陈瑶站在一边 四阶领主生物斧龙的死亡 并没有结束副本 这到底还有几个领主生物 一般来说 一个高级副本之中 存在于两个领主级别的生物 已经是稀有的了 之前经历的隐藏地狱副本 出现的三只兽人首领 其实是一段剧情 三只兽人首领会互相攻击 诞生出全新的兽人领主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副本之中 只会存在于一只领主级别的生物 第三只领主生物会在哪 不管了 瘟疫还在传播 只要不满整个副本 陈瑶不相信 那第三只领主生物 自己探索不出来 此时九幽帝副本之中 百公里之外 一座古老的高塔处立着 古老的高塔有七层 一大半的楼层都已经被破坏 只有暗淡的紫色的火焰 在高塔的顶层闪烁着 直到 那紫色火焰 接触到散播的瘟疫时 暗淡的紫色火焰 如同被加入了一道猛烈的燃剂 突然爆燃而起 强烈的紫光 从高塔的顶层照耀而出 一双紫色的眼睛 从高塔第五层的破旧窗户之中 骤亮而起 低沉不似这个世界的泥男声回荡 船长 你回来了 三十年 这三十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这三十年 船长 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我恨啊 缠绕绷带的手臂伸出 试图抓住虚无 却抓了空 瘟疫的灯塔 船长 我一直在这儿 我一直在这儿 尘瑶眉头一皱 瘟疫蔓延到一百公里处的 一片区域就丢失了 那里像是被什么净化了一般 也许那里就是第三只 四阶领主怪物的所在地 第三只领主怪物 第三只不明身份的领主生物 最多也是四阶的 其能力 还有其他所有信息 都是未知的状态 保险一点来看 就算是为了躲到副本时间结束 从而离开副本 也必须尽可能地收集 这第三只领主怪物的部分信息 陈瑶看了一眼苏木木 对他招了招手 木木 来一下 蹲在地上 如同好奇宝宝一样 看着骷髅士兵 挖魔力水晶的苏木木 听到了陈瑶的呼唤 站起身 就朝着他小跑了过去 我去探查一下其他区域 你在这挖魔力水晶 还是去理书呢 我想要跟着你 一起去探查 陈瑶伸出手摸了摸 苏木木的脑袋 对于苏木木这个好女生 性格好 长得漂亮 能替人着想 真的总忍不住斗一斗 你可是答应做我女朋友的 不陪我冒险怪 副本还没结束 不算 嘴上这么说着 却没有拍开陈瑶的手 任由摸着自己的秀法 挖矿的骷髅士兵 硬塞了一波狗粮 我很快回来 还是在这儿安全一点 骷髅士兵都是四阶的 有任何问题 我也能第一时间感应到 我去去就回来 没给苏木木拒绝的机会 陈瑶披风一甩 整个身子顿入瘟疫之中 前往百公里之外 那一片瘟疫 无法进入的区域边缘 站在瘟疫 长期的边缘 陈瑶不敢上前 无瘟疫传播的地方 瘟疫着装 几乎失去了作用 他抬头看向前方 紫色的光芒闪烁 在紫光之下 勉强看得清 是一座特别残破的高塔 高塔 也许那第三 之领主生物就在里面 陈瑶围绕着区域开始查看 试图从一些 蛛丝马迹 推断出一些 有用的信息 转了一圈 陈瑶只是确定了 那紫色的灯光 就是将瘟疫 长期进化的存在 与其说是进化 换句话说是吞噬 紫色的光 在陈瑶来的这段时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量 以瘟疫 来作为能量点亮 高塔 紫色灯光 两者毫无关联的东西 出现在前方 让陈瑶根本没有丝毫的头绪 这种情况 他又不可能靠近那一座高塔 毕竟前两只四阶领主级别的怪物 都是通过取巧的方式干翻 现在的他才是一阶 即便他是医生途径 序列001的瘟疫医生 准备离开的陈瑶 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看向那闪烁着紫色的灯光 既然瘟疫是他吞噬的源头 那么逆转治疗之下 会不会有其他的反应 陈瑶思维比较开拓 这种情况下 他准备试一试 反正只是逆转部分瘟疫 长期并不会有什么损失 逆 抬起手的陈瑶刚 想要使用逆转治疗 一股没来由的死亡笼罩 让他整个身体 都止不住地颤抖 顿弱 跑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打断了逆转治疗 直接扯着披风顿入瘟疫 已第一时间 离开了高塔前方 再一次出现 斧龙的洞窟之中 一出现 陈瑶整个跪在地上 双手撑着身子 瘟疫着装 被动解开 整个人大口大口地喘着 死亡的感觉 和第一次让苏木木 使用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倍的增强 十分地相似 那种无力感 不对 比那时候还要绝望 还要压抑 一看到陈瑶蹲在地上 大口呼吸的样子 苏木木立刻上前用手 拍了拍他的后背 怎么回事 出事了吗 缓了好一会 陈瑶发现自己的额头上 已经布满了汗珠 一座高塔 高塔之上奇怪的紫色光源 这两个东西就在哪 有一瞬间我感觉我 很压抑 陈瑶说话都变得奇怪 苏木木伸出手 抱住他的脑袋 紧紧依靠之下 苏木木能够感觉到 陈瑶的身体都在颤抖 那真的是 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绝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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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木木就一直呢喃着一句话 轻声地重复之下 陈瑶的情绪 很快被安抚下来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直冷静思考的陈瑶这么的害怕 就算是面对错误传送的四阶副本 第一时间 别人恐惧害怕的时候 他依然能够保持着自我的思考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陈瑶的状态 已经平稳了下来 现在 居然靠在自己身上睡着了的陈瑶 苏木木脸红地吐槽道 这家伙 还真是会占便宜 坐在地上的苏木木 拖着陈瑶的脑袋 慢慢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自己又是 第二次给他当枕头了 戳 苏木木 有些装作生气的样子 轻轻用食指 戳戳陈瑶的脸颊 戳了一会 忍不住喃喃自语 这么近距离看 这家伙 还是挺帅的 胡思乱想的苏木木 为自己的念头 羞涩地红了脸 这一觉陈瑶 睡了街十几个小时 睁开眼的时候 是打着瞌睡的苏木木 她是没想到 自己居然直接睡着了 压力太大了 还是后遗症 深呼吸了一口气 嗅着苏木木身上的香味 似乎又变成了 眉眼眉皮的样子 站起身子活动了一下 苏木木也醒了过来 发麻的双腿 亮呛地 只能靠着陈瑶的搀扶站起来 看起来好多了 魔力水晶矿 应该挖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怎么办 第三个领主现在没办法接触 只能寄希望于 他不会是无解的存在 陈瑶现在没有把握了 去同学那边看看吧 反正魔力水晶也已经挖完了 陈瑶知道 课本上的知识说的是 一般副本无法攻略 躲过四天就能够结束副本 可是这是为攻略 过开发的四阶副本 其中太多的未知 拖时间是下下之选 同时他也相信 在外界的卢校长 和苏木木的父亲 不会什么都不做的 走吧 李叔也应该等级了 陈瑶瘟疫着装手 自然地挽住苏木木的小蛮腰 披风一盖 带着苏木木 蹲入了瘟疫之中 一出现陈瑶皱着眉头 看向同学们 所有人身上 都有奇怪的红光 只是这些光有强有弱 大部分的同学 都已经躺下 孙老师不断地忙前忙后 这些同学身上 出现了奇怪的红光 陈瑶 小姐 往后站 有瘟疫 看到陈瑶带着苏木木出现 李素虚弱的声音传来 瘟疫 听到这句话 陈瑶立刻下意识抬手 想摘下自己的面具 给苏木木戴上 谁知道一只纤细的手压 住了陈瑶的鸟嘴面具 扭头看去 在她的眼中 此时的苏木木身上 也出现了红光 别摘 苏木木说话的声音 变得格外的虚弱 从陈瑶来到这里的一瞬间 苏木木就得到了 特殊的瘟疫 接触的提示 并且出现了倒计时 这种提示 是以特殊技能的形式出现 所以当她看到陈瑶第一时间 要摘面具的时候 被她阻止 不是陈瑶的瘟疫茁壮 恐怕她也着了道 别担心 我是医生 陈瑶宽慰道 确定是瘟疫 她有着绝对的自信 只要是瘟疫 那不是送上来给自己解析 成为自己的技能的吗 苏木木嘴唇已经发白 这种症状看在眼中 陈瑶就意识到不对劲 这种瘟疫的强度有点高 她也不敢耽搁了 对着苏木木 抬手就是一个病理解析 只要病理解析出瘟疫 一个逆转治疗 就可以轻松地解决 呼 得快点解决 这一场突然出现的瘟疫 陈瑶有些奇怪 为什么会出现瘟疫 自己离开的这一段时间 这些同学做了什么吗 一切心头产生的疑问 被她迅速压住 解决瘟疫 才是现在的关键 陈瑶内心有些焦急 没来由的紧张感 让她施展病理解析的手 有点发颤 下一秒红色的感叹号 让陈瑶愣住了 病理解析 无法解析获取 强制获取其瘟疫信息 强制获取解决方法 瘟疫 血凝疫 一种通过人 进行高速传播的瘟疫 传播范围 是以人为单位中心 10公里进行分散 具有极强的致命性和传染性 感染血凝疫 在一天之内 不进行任何的治疗 血液将会如同果冻一样 逐渐凝固至人死亡 任何来自于医生途径的治疗 只能进行 延缓血凝疫的发作时间 解决办法 无解 消灭传染源 并对传染源 进行火化杜绝携带体 进一步传播 特别提示 作为瘟疫之中行走的灯塔 你应该明白 什么是舍 什么是德 什么是真正的守护 什么是真正的灯塔 做出属于瘟疫医生 真正的判定 百事百灵的病理解析 在这一刻丧失了作用 无法解析 尤其是最后的提示 什么意思啊 陈瑶的心脏 像是被揪住一样 死死捏着 无解 两个字 映入陈瑶的脑海之中 他整个人 踉枪差点没站稳 无解 没办法治疗的瘟疫 消灭传染源 在无法解决的瘟疫面前 消灭传染源 确实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但是 陈瑶看着自己的同学 坐在地上的礼书 在自己旁边 已经需要靠在自己身上 才勉强站立的苏木木 消灭传染源四个字 他扪心自问 还做不到 陈瑶有着瘟疫着装 完全免疫一切瘟疫 现在可求的副本倒计时 结束回归现实的愿望 直接破裂 携带着瘟疫的人回归 必然会给现实世界 带来极大的传染冲击 恐怖的传染性和致命性 已经代表着 不可能带着他们 回到现实 去解决这一场瘟疫 似乎摆在陈瑶面前的 就只有一条路 杀了他们 灭绝传染源 开什么玩笑 让一个一生途径的学生 对着自己的同学下手 陈瑶一直以为 自己是理智的 但是这一瞬间 任何地理智 都会被他疯狂地否定 不断地否定之下 他的手都开始颤抖 作为医生途径 序列001的瘟疫医生 他没办法解决一个 突然出现的瘟疫 苏木木感觉身体 越来越虚弱 他感觉到了 陈瑶的手在颤抖 是一种疾病对吗 其实经过提示苏木木 他已经知道了 倒计时 似乎就是死亡的时间 瘟疫 但是 没关系的 会有办法解决的 你不用那么紧张 你是医生途径不是吗 苏木木到现在 还在安慰着陈瑶 实际上 苏木木也很害怕 尤其是死亡倒计时 一分一秒的出现 我 陈瑶想要开口 但是他不知道 自己怎么回应 用治疗术 不断拖延着 他们回到现实 让现实之中的高阶医生 进行治疗 也许还有办法 但是 这样的传染性 和致命性 对于普通人来说 将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陈瑶 没有丝毫地犹豫抬手 就是逆转治疗 长疾全部被逆转成为了治疗术 瘟疫 血凝溢 无法被解析 所以无法逆转 这一大片的治疗术下去 所有人身上的红光 暗淡下去三分 这一下每个人的精气神 都恢复了一些 倒计时变成了两天了 苏木木靠在陈瑶的身边 轻声地说着 他明白 如果让别人知道 陈瑶身上的衣服 免疫瘟疫 那么在人性面前 事态将会朝着 更糟的方向逆转 让我靠一靠 色狼你 前两次 都是靠在我的腿上睡着了 睡得你是真香 苏木木脑袋 靠在陈瑶的肩膀上 轻声地埋怨着 陈瑶抬手 继续逆转治疗 两下之后 他的魔力已经见底 魔力恢复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天半了 第三次的时候 几乎已经不增加时间 别继续了 苏木木几乎是靠在 陈瑶的身上说着话 因为瘟疫的原因 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 沉默 长时间的沉默 陈瑶没有继续使用 逆转治疗 逆转治疗没用了 现在 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苏木木就这样 靠在陈瑶的肩膀上 李肃坐在一边 剧烈地咳嗽着 咳嗽完 就仰头看着昏暗的天空 也不知道想着什么 每个人都是垂头丧气 一股极强的死 寂静环绕在所有人的周围 老师我们会死是吗 一个女生 忍不住用着沙哑的声音 开口询问 不会有事的 孙老师 一如既往地安慰学生 陈瑶死死捏着自己的拳头 现在的她 什么也做不了 解析失效 病理给的方案 是消灭传染源 看着这群人死 她更怎么可能做到 我挺喜欢你的 突然耳边苏木木的声音 让陈瑶身体一颤 扭头看过去 是那一双 水汪汪的大眼睛 可是 可是我要死了 我 我害怕 再怎么故作坚强的苏木木 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她的手死死 抓住了陈瑶的手掌 止不住的泪水流下来 用着压低着发颤的声音开口 我不想死 陈瑶成为了 她唯一倾诉的对象 听到这句话 陈瑶的手捏得死紧 会有办法的 我思考一下 时间还有很多 办法 瘟疫 不完全燃烧 进行以毒攻毒 可是这一次 瘟疫对象 不是那些怪物 作用在人身上 任何坏的方向 都会导致不可控的发展 不行 陈瑶捏紧的拳头 慢慢松开 巨大的压力 你尝试对抗瘟疫 但是失败了 毕竟作为瘟疫医生 你的资历还是太浅了 突然的声音传入陈瑶的耳中 谁 她立刻转头看向四周 无法解决的瘟疫 应该采用最为理智的方法解决 作为医生 你很不合格 谁在说话 苏木木一把手抓住了陈瑶的手 她眼中满是心疼 没人说话 陈瑶你别有太大的压力 陈瑶她能够感觉到 这突如其来的瘟疫 和这声音的主人有关系 杀死死灵法师和斧龙 确实有两把刷子 对了你得杀了传染源 解决了这一场瘟疫才能来 毕竟这样才能证明 你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该死的东西 果然就在里面 突然出现提出的高塔 也代表着她就在那里面 陈瑶握了握苏木木纤细的小手 我找到办法了 给我点时间 苏木木用另一只手 快速地擦了擦自己的眼角 我相信你 被寄托信任 尤其是还是这丫头的 陈瑶的压力很大 她走到了李素的旁边 李叔 小子你没事对吗 看着陈瑶的状态 李素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可以告诉我 离开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 陈瑶打算前往高塔 不过她 还是想要了解一下 在他们不在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能够了解到 那第三只领主怪物的信息 对自己进入高塔 也是很有帮助的 一个怪物 浑身缠满了绷带 头戴着一顶开线了的牛仔帽 她说她来找她的船长 环顾了一圈 没有找到她所说的船长 船长 是什么特殊的职业吗 后来呢 那家伙就拿出了一个手术刀插入胸口 鲜血滴落之后 所有人就被种下了瘟疫 李素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知道吗 那家伙站在那里 我们所有人连反抗都做不到 不是四阶的存在 毕竟能够在副本错乱之中 活下去的概率几乎为零 所以 陈瑶你的压力不用太大 李素宽慰道 没事的 李叔 我会解决这一场瘟疫 好二熟的话 医生都这么自信吗 李素苦笑了一下 抬头看着陈瑶那奇怪的中世纪鸟嘴医生的装扮 在他眼中 与三十年前的身影有些重叠 三十年前 辽省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瘟疫 经过鉴定 散布瘟疫的是序列001瘟疫医生 只不过那时候五岁的李素 永远记得 在那个一直疲惫治疗的奇怪装术的男人 你很像三十年前那一位医生 三十年前 是啊 不过后来他死了 据说死在了瘟疫之中 陈瑶并没有继续追问 三十年前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上一代瘟疫医生 不过那些典故往事 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 我会想办法 首先第三只领主是人形的生物 和死灵法师一样 只不过他散布瘟疫 且能够和自己对话 船长 这是从李叔口中听到的一个名词 不确定是一种特殊的称呼 还是一种序列的名称 无论哪一种船长这个东西 并不在他们之中 那声音的主人来到同学这边 是为了寻找什么船长 能种下瘟疫的四阶之上 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尤其是还能知道自己的途径 并且让自己去高塔 是因为自己的医生途径 还是因为自己的序列 001瘟疫医生 毕竟所有同学之中 也只有自己是医生途径 剧烈的思考之下 陈瑶感觉越想越乱 他不明白为什么 只有前往高塔才行 高塔 那一个给自己极其绝望的地方 陈瑶忍着痛苦 抬手遁入瘟疫之中 利用瘟疫以瞬间的速度 来到了高塔之前 抬头看向高塔 那破旧高塔之上 紫色的灯光变得明亮 不同于之前 明亮已经能够照耀 灯塔下的地面 陈瑶的瞳孔收缩 那灯塔下的地面 是一个个残缘的墓碑 那些墓碑每个 都在他的眼中 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每个墓碑代表着一个瘟疫 陈瑶看向前方 瘟疫在距离自己 不足一米的地方断绝了 只要他踏出一步 那么他身上的瘟疫着装 将不能顿入瘟疫 迅速离开 相当于舍弃了 最为强大的保命技能 不过 面具之下 陈瑶的眼神变得坚定 没解决掉瘟疫的医生 是一个庸医 一个庸医 才会借助别人的手 去解决问题 你不配踏入高塔 你不配 耳朵传来的声音 逐渐尖锐 陈瑶没有理会 脚踩着地面 进入了高塔的范围 你发现了特殊建筑 黎明高塔 黎明高塔 位于世界之巅的高塔 它曾经是 无数医生向往的存在 传说之中的法式之塔 不及它分毫 它是迷雾之中的灯塔 黎明高塔 医生 这两次让陈瑶 已经有了猜想 自己的医生途径 应该是满足了一些 特殊的开启条件 用意你玷污了高塔 你不应该来到 黎明高塔 这时候陈瑶发现那声音 除了一些 嘴炮没有任何的用处 他继续硬着头皮 往高塔上走去 路过那些发光石碑上 都写着一些奇怪的字 这些应该是有用的信息 他开始观察那些墓碑 其中大部分墓碑上 都只有名字 但是有三个墓碑上 写着奇怪的碑名 且它们的墓都空了 只有空着的腐朽棺材 躺在土坑之中 隶属医生 赵素 木志明 三岁学医 15岁踏入战事途径 成为序列001光明天使 但是他内心依然想要 让自己成为一名医生 即使没有序列 他的外科手术 依然是世界上最为顶尖的一批 即使一些疑难杂症 没有特效药 他依然可以通过手术解决掉 但是当一名战士 爱惜自己的双手 不想举起盾牌的时候 他就代表着被世界唾弃 他死在了一场瘟疫之中 那一场瘟疫 他救活了351人 唯独没有救活他自己 羊头医生 罗勇 木志明 发现瘟疫血泥疫的医生 以自身为药引 制造特殊的血泥剂 失败死亡 他是一个啰嗦的人 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家伙 很容易被骗 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医生 他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绷带医生 孙悲 木志明 他并不喜欢成为医生救人 但是他喜欢瘟疫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 即使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研究瘟疫而已 他死在了瘟疫研究的路上 因为突如其来爆发的瘟疫 他被当成罪魁祸首 被恐惧环绕的人 将他烧死在家中 即使其中行凶者 有他救治过的患者 即使他已经研究出 那一场瘟疫的特效药 绷带 会和释放瘟疫 血泥疫的家伙有关吗 不对 一定有关系 陈瑶看到木志明上 记载这一位叫做 孙悲的绷带医生 有一场瘟疫特效药 且上面羊头医生 把自己弄死的瘟疫名称 也叫做血泥疫 他们三人 都有可能是死在了 同一场瘟疫之中 那么 带着绷带的家伙 一定是孙悲 那被称作绷带医生的家伙 特效药 也许就在他的身上 这些墓碑上的 红光解析之后 都是那血泥疫的瘟疫后 更加确定了 这些医生 都死在了血泥疫的瘟疫之中 想到这里 陈瑶继续往高塔里面走 站在高塔之下 那一股压抑的情绪 已经让陈瑶的心脏 开始出现一阵阵地绞痛 你站在了黎明高塔之下 很可惜 等等 你踩到我了 陈瑶低头一看 高塔的阶梯之上 埋在土里的面具 被踩在脚下 那是一个奇怪的羊头面具 说话的是这个东西 你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是一位伟大医生的杰作 他死后 部分灵魂在这一个面具之中 你可以在他身上 学到很多的知识 陈瑶将面具拿在手中 盯着看了很久 开口道 是你一直在说话 引导我来这里对吗 你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声音 在必经高塔的台阶上 只要自己想要进入高塔 必定会遇到 一开始 自己以为这家伙 会和释放瘟疫的是 同一个怪物 没想到是两个 看起来 你并不想和我过多的聊天 那么继续待在这里吧 陈瑶随手 将羊头面具丢在地上 能够通过话语和引导 让自己捡起它 说明它本身没有能力 或者能力十分的局限性 所以 一点也不担心 它会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果然陈瑶丢下羊头面具之后 耳边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这个面具 对你发起了一场交易 帮你解决血泥液 只不过 你必须解决掉 高塔之中的疯子 疯子 是指的绷带医生吗 绷带医生 这是他的新名字吗 好难听 不过他确实很惨 面具突然开口说话 那羊头面具的嘴巴动了起来 就像是活人一样 只不过空洞的五官 会随着说话不断动 一直用那种意念说话 实在是太消耗魔力了 我那不多的魔力 真的经不起消耗 那里面的疯子 想要散布瘟疫 你得去阻止他 因为你是 羊头面具 还故意停顿了一下 并有着低沉的声音开口 你是医生 你有职责和使命 我只想救我的同学 交易 我们之间的交易 杀了里面的疯子 就可以做到一切你想要的 只不过杀了 他有点难 不如就制服他吧 毕竟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这个面具 十分的啰嗦 陈瑶想要 从他口中套出 更多有用的信息 只能将他再一次捡起来 啰嗦这个属性 让他想到了木制名之中 第二个叫罗勇的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陈瑶想要确认一下 他会不会是 第二个木制中的罗勇 也许罗勇死后 依附在这个面具之上 也说不定 我的名字很好记 我叫罗纳西德 左点瘟疫之船 左副舵手 减大副四十 这什么破名字 他踏踏咯吱 楼梯木头 被踩着发出 咯吱的声音 从高塔之中传来 陈瑶越来越感觉到 那股压抑气息 逐渐地增强 呼 下一秒高塔前 那本就破旧的大门 被一阵风刮开 门随风拉动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如同拉着破旧的小提琴 一样尖锐刺耳 船长 你终于来了 一道虚弱至极的声音传来 随之而来的是 扑面的压抑情绪 之前 在高塔前感受的压力 就是这家伙释放的 陈瑶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 都用不出来 身体像是 被定住一样 站在高塔的阶梯前 周围没有瘟疫 长期他也做不到 顿入瘟疫离开 仅仅用气势 就完全地碾压了自己 自己就像是一个 真正的蝼蚁一样 随时面临死亡 黑暗之中浑身绷带 缠绕带着开线的 牛仔帽的身影 缓缓走出 船长 我等了 你太久了 就等你开船 将这些人重新带回去 我们不想要 继续待在这个 令我身体 逐渐发臭的地方了 求你了 船长 船长 带回去 是指的副本回归吗 他称呼自己为船长 是因为 副本是恋者这个身份吗 现在陈瑶连动的力气 都没有更别说 什么战斗 按照羊头面具的要求 我会带你回去 但是告诉我 血宁易的解决办法 陈瑶开口 他还是想要尝试 能不能获得 血宁易的解决办法 按照慕志明上 绷带医生 是有特效要的 那移动的身体 突然停下了 血宁易 五姐 这不是您说的吗 不对 你不是船长 你是谁 绷带男突然警觉了起来 虚弱的身体猛地绷直 绷带下的眼睛 如同豺狼的毛子一样 死死盯着陈瑶 手中的面具 突然咆哮了起来 他当然是船长 你不看看他的衣服 不看看他的能力 不是船长黎明高塔 会被点亮吗 你这个家伙在想什么 你再质疑船长 你再质疑一个伟大的人 你要和那群人一样 抱着那种眼光看船长吗 这一顿咆哮绷带男的气势 瞬间弱了下去 整个人萎靡地 再次开口 对对对 你是船长 是我的问题 我没办法思考了 船长我感觉 我的脑子里 江湖太多了 站在前方绷带男 抬手掀开自己头顶 开线的牛仔帽 露出那被斜削掉的半个脑袋 腐烂的虫子 在里面如冻着 他伸着手一把插入脑子之后 精准地抓住 然后拔出 三只巨大的黑色虫子 被拉直硬生生地扯下来 在手中捏爆僵 这些虫子 让我没办法思考太多 可是我没办法清除掉它们 那三只虫子 死了之后 那一股带给陈瑶 压抑的气息 弱了三分 他的手指能够动了 沟通 和他沟通 羊头面具的声音 在陈瑶耳朵之中传来 他也明白了 只要让他发疯 扯掉脑子里的虫子就行了 告诉我你的名字 绷带难以愣 身体颤抖了两下 许久之后他跪下 双手抱着脑袋 疯狂地抓了起来 大把大把的虫子 被挖出来 然后捏爆 船长我忘记了 我的名字 你说过名字这种东西 一旦被人忘记 就是真正的死去我名字 我的名字 我叫什么 我忘了 名字 陈瑶莲想起墓碑上那绷带 医生的名字孙悲 墓志明上写的他的人生 和他的名字一样可悲 但是 他真的是绷带医生吗 说错名字的后果很严重 自己很有可能死在这里 你连你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疯子你 真是个疯子 你连医生 都算不上根本就不配 有自己的名字 羊头面具 还在不断输出着 而且越说话 声音越大 这两只怪物 很明显互相认识 伴随着又有四五只黑色的虫子 被绷带难 从他的脑袋里 扯出来捏爆 他的理智更是清醒了三分 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虫子 这种场景简直催吐 饶食心里 强大的陈瑶 都感觉自己一阵胃部翻涌 被羊头面具一顿输出之后 绷带难居然真的忏悔了起来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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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真的想要证明我是一位医生 船长带我们回去 只有血泥医 再一次出现他们 才会记起我们 一场瘟疫 死了三位伟大的医生 不对 想起高塔之下 那成群的墓碑 是一群医生 死在了那一场瘟疫之中 现在 他居然还想要释放一次瘟疫 仅仅是想让人记起他 疯子 你就是疯子 谁会因为一场瘟疫 记起你这个另类 你连医生都不是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散发瘟疫 除了船长 你有什么资格 释放瘟疫 羊头面具咆哮了起来 绷带难抱脑袋的动作 蹲了下来 他低头看向自己 插在胸口的手术刀 不是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埋在这里 除了一个名字 连样貌都没人记得 他都会说 这只是一场瘟疫而已 所有人都不想回忆那可悲的历史 所有人都不明白 我们付出了多少 绷带难情绪变得激动 整个人嘶吼了起来 陈瑶默默看着逐渐崩溃的绷带难 他的手微微攥紧 之前因为序列的原因 他也了解过瘟疫 只不过所查找之下是 近一百年 没有瘟疫的信息查询存在 但联想起李肃说过 三十年前有过一场瘟疫 那么 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对那一场瘟疫 实现了信息封锁 这里的名字名为黎明高塔 而高塔灯光 又是吸收瘟疫逐渐点亮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 似乎联系起来了 陈瑶内心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 这一群被遗忘的人 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赵素 赵素两个字一喊出来 绷带难身体猛的一颤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陈瑶说出来之后 绷带难慢慢站起身手 扯着自己的绷带 一点点将缠绕在身上的绷带解开 对 我叫赵素 完成过两万五千三百三十一台手术 救下两万五千三百三十人 但是我死在了手术台上 因为我对自己的手术失败了 一场瘟疫 展示了我的才华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休息地做手术 只为了救下更多的人 只不过那些人听到救治他们的 是一个战事途径的人 除了厌恶 更多的是唾弃 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家人 为什么会交给一个战事来做手术 但是我不甘心 我不想就这样无名地死去 如果我是医生途径我 绝对可以做得更好 为什么那群人骂我 为什么认为我就是天生的战士 为什么我生来就注定了 只能当战士 随着赵素一点点说出自己的遭遇 那身上的绷带一点点解开 胸口巨大的切口暴露出来 黑居居的东西似乎在里面蠕动着 身体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 如同干湿一样的皮肤贴在骨头上 削去半个的脑袋 后背满是黑色的洞孔 没了丝毫的人样 船长 你记起我的名字了对吗 羊头面具罕见的沉默 我记得你的名字 我记得所有人的名字 赵素 孙卑 罗勇 还有其他人的名字 我觉得 把他们带回去 会比井井江温义 带回去更好不是吗 赵素抬头 浑浊的眼神清澈了三分 对 船长你说的对 可是折了翻的船 还能航行吗 就像死去的人 还会被重新记起来吗 会的 只要在大海之上 船依然能够航行 陈瑶发现赵素的极端 只是为了那一群 已经埋葬的枯骨的时候 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表达了 似乎又想起了一些什么 他迅速地转身 朝着高塔上层迅速地跑去 赵素离开之后 那股压抑的气息彻底消失 陈瑶也完全恢复了行动力 你确定要航行吗 陈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不会傻到去问 现在还无法完全判断 羊头面具这个怪物 究竟是什么目的 只能胡扯地开口 是 但我需要解决掉那血泥液 像之前那样 我不想 这里埋下更多一声的枯骨 羊头面具罕见的没有啰嗦 而是只回复了一句话 你不是船长 这句话 让陈瑶瞬间手捏紧 他想要第一时间 撕毁这羊头面具 这家伙在疯了的赵素面前说漏嘴 自己很有可能死在这里 面对一个只会说话的面具 自己应该怎么办 才能威胁他 丢了他 或者藏起来 低头 陈瑶却在羊头面具上 看到了忧伤的表情 但是 你们很像 真的很像 你和船长是同一类人 那疯子才会看不出来 说到这里 陈瑶感觉 羊头面具 似乎并不是 与自己特别敌对的存在 现在的羊头面具 给自己的感觉 没有丝毫的敌意 我可以帮助你 因为你真的说出了他的名字 如果你能知道 我的名字的话 就更好了 语气之中有期待 有忧伤 陈瑶感叹 你自己那么长的名字 自己怎么可能记得住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准备问出一些信息 航行指的是什么 羊头面具 答非所问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愿意为了解决 雪凝翼付出所有吗 愿意 羊头面具 叹了口气 很快啰嗦的本质 压制不住 开始滔滔不绝地开口 航行代价很大 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之前是骗你的 我没办法解决血凝翼 血凝翼 只有赵素能够解决掉 你想办法和他学习手术吧 他的手术 就算是无解的瘟疫 也能够轻松地解除掉 他很有天赋 即使是一个战士 依然能够创造出那种手术 如果命运没有戏耍他 那么他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陈瑶呢喃了一句 现在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确实 只不过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他了 低沉的号角声响起 站在高塔顶部的 赵素双手捧着那塔顶发光的光源 那光源 居然是一个特殊的号角 伴随着号角的吹响 整个高塔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陈瑶迅速走出了高塔 那家伙在做什么 开船 开船 什么意思 一艘腐烂船只的虚影 在高塔之上一点点凝聚 这时候不断出现的提示 船程全柄夹载 序列001瘟疫医生确认 瘟疫实验室登陆 瘟疫手术台登陆 瘟疫酒馆登陆 消息室登陆 伴随着一排排登陆显示之后 那一艘船逐渐开始凝食 那 那是什么 羊头面具解释道 很明显那是一艘船 船长真正意义上的船 一个工具 它叫瘟疫支援 罪孽 不是 为什么会是一艘船 陈瑶以为所说的航行 只是通过某种手段 离开这个副本 回归到现实世界而已 而现在 居然出现了一艘真正的 腐朽悬停在半空之中的船只 而且 这一艘船还是权柄 那不是五阶之后 成为顶尖站立的序列 才能够觉醒的东西吗 权柄代表着序列 全部站立的解放 有些人的权柄 是某一项能力 而有些人的权柄 则是一些特殊的物品 权柄并不是唯一 而是多样的存在 为什么高序列的人 容易受到待见 就是权柄这种东西 序列越高 就越多也越强 当然也并不是 所有高序列都受待见 比如陈瑶的瘟疫医生 苏木木的控制法师 还有其他一些 比较奇葩的靠前的序列 权柄也许很强 但是没有人愿意 和他们作对 因为在一个五阶强者 是万中无一的存在 自己序列001瘟疫医生的权柄 居然是一艘船 那一艘已经凝食大半的瘟疫之船 它的样貌 已经全部出现在陈瑶眼前 海面上漂浮着一艘幽灵船 其为干断折 如枯骨般突兀刺向灰蒙蒙的天空 船体斑驳 岁月与风暴 在其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木板腐朽 覆盖着诡异的青苔 与残破的外衣 断裂的桅杆顶端 挂着几缕破碎的帆布 随风摇曳 发出乌叶般的声响 仿佛在低语着往昔的辉煌 与今日的孤寂 月光洒在船身上 映衬的这艘船更加可怖 瘟疫之源 罪孽 碰 黑色的虫子在烂泥之中蠕动 几秒之后 赵素的身体再一次一点一点 如同捏泥人一样被捏起 船员 隶鼠就位 赵素如同干湿一样 粘在骨头的皮肤露出笑容 看起来更像是在 枯似得非常的难看 船长 登船吧 登船吧 陈瑶将自己手中的羊头面具 塞进皮肤之下的衣服内侧 他已经得到了特殊的提示 残破全柄 夹载完成 罪孽号登陆 一接的自己 就夹载了全柄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拿不准 但是 现在他莫得选 就像是一只大手 在后面推着他一样 从来到这个副本 自己就已经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陈瑶苦笑了一下 想起来苏云天 对于上一代瘟疫医生的评价 一个畜生 现在在某个方面看起来 自己的前辈 确实格外的畜生 毕竟能够出现 全柄意味着这一场副本 完全是上一代瘟疫医生的考验 所以 自己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能真正意义上带着那些 同学苏木木离开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是约定的事情 陈瑶扫了一眼高塔周围的墓碑 和之前的约定一样 他对赵素开口 我想带所有人离开 真的吗 船长 对不起船长 我不该质疑你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陈瑶扭头看向赵素 我想学会你的手术 解决血泥疫 那我来带他们 上船 刚刚发颠一般的赵素 陡然安静了下来 那一对浑浊的毛子 盯着陈瑶 随后脸上的干皮动了动 似乎在犹豫什么 但是他还是抬起手 举起手中的号角 扮上 他开口了 可以 船长大人 这句话说得格外用力 随后 拿起手中的号角 开始再一次吹起来 悠长 且诡异的号角声响起 伴随着号角声下 陈瑶感觉到 一股莫须有的压力 作用于他的肩膀上 这种感觉十分的压抑 就像是身后背了一个人一样 一步之后 陈瑶再踩出一步 脚下的地面 已经微微凹陷下去 带着这群人上船 首先得背得起 他们登上最面号 怀中的羊头面具开口 你也许会死 陈瑶咬着牙 无所谓地回答 Who cares 谁会在乎 羊头面具 似乎被这句话整当机了 许久之后才开口 你挺幽默的 别死就行 站在高塔之前的那一刻 陈瑶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要么都活下去 要么都死 号角声下 残缘的墓碑群 开始颤抖起来 一个个幽蓝色的身影 慢慢出墓碑前 一个个的几乎透明的手掌 开始压住陈瑶的肩膀 一副记忆 也出现在陈瑶的眼前 中年医生在门口 被人堵着 破口大骂 都是他强行无视条令 不按合规手段 救治了一位快死的病人 幸运的是 病人活过来了 不幸的是 留下了不可改变的后遗症 无视条令 在现实世界 对人进行手术行医 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利 之后 一场瘟疫爆发了 中年医生 依然按照自己的内心行动 救治了77人之后 感染瘟疫病发而死 死之前 他还在想 当时自己的记忆 再高超一点 也许就不会有问题 这是 他们的记忆 陈瑶能够感觉到 那一股赤诚之心 一往无前的情绪 但是作为旁观者 他只会骂一句 真的蠢 可是这个想法的一瞬间 陈瑶感觉身体的压力 陡然更重了些 大量的记忆 开始不断地涌现 承载17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记忆的冲击 让陈瑶的意识 都有些迷糊 提示出现 一个个医生死去 和不甘的情绪 不断地冲击之下 强烈的痛苦 让他的膝盖都开始弯曲 但是这种程度 他还是能够承受的 不断有数字变化的声音传来 承载217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肺病 后背的压力之下 陈瑶的呼吸 变得困难了起来 越来越多负重 也开始出现 极强的负面作用 身体开始止不住地咳嗽起来 肺部就像是火烧一样难受 剧烈的咳嗽之下 双腿打颤 同时嘴里不断可见出鲜血 承载517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肺病 失明 剧烈的咳嗽之后 陈瑶的视力 开始迅速地下降 他只能以快速地记忆 在脑海之中 安排自己的部署和方向 承载956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肺病 失明 耳损 完全失去视觉 耳边传来耳鸣 那耳鸣极长 最后直到世界完全地寂静 听力的丢失 对于他 还是并不是特别地难受 黑暗之中摸索而已 现在的陈瑶 除了迈下步子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膝盖弯曲 也得走下去 承载1766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肺病 失明 耳损 鼻歌 灵魂的数量 再次增加 陈瑶的鼻尖一痛 鼻子被硬生生地削掉一半 这种疼痛感 让陈瑶喊了出来 只不过他发不出声音 鲜血顺着鸟嘴面具的边缘低落 承载2194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肺病 失明 耳损 鼻歌 舌断 咔嚓 陈瑶的舌头断开 他不能吞咽 一吞咽下去断掉的舌头 会堵住气管 面具之下 他又吐不出舌头 痛苦 身上没有一处不是痛苦的 承载2917名灵魂 代价 痛苦 肺病 失明 耳损 鼻歌 舌断 寸腹裂 陈瑶每走一步 只能依靠着记忆 这时候 灵魂来到了2917后 那每一寸的皮肤 突然传来挣扎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出现 前面所有的一切全打乱了 记下的路线 大概的距离 甚至方向全乱了 行走在黑暗之中 那种感觉十分的压抑 无助和迷茫 辨别不了方向 无法确认 自己是否走错了 无法确认 自己是不是真的朝着罪孽好前进 这就是代价 怪不得那羊头面具说 代价并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 快要崩溃了 可是 我还想要解决血泥液 我必须回去 走 走 上那一艘船 继承全饼 哄 一艘火苗在前方燃起 伴随着陈瑶的信念之下 身处于黑暗之中的他 找到了方向 脚下两侧 开始出现火苗 细细看去 那些火苗是一根根蜡烛 举着火苗的是一个个 跪在地上的虚影 明明看不到一切 却能在一时黑暗之中 却能够找到方向 外界的赵素 看着 已经走了一半的陈瑶 突然看到 原本背负着的灵魂开始落下 顺着他的后背 一点一点地按住 往前推过去 赵素的手开始颤抖 他用着低沉的声音嘶吼 你们不想回去吗 想永远待在这里吗 喊了一声之后 赵素只能拿着号角 快速地上船 意识之中 陈瑶的脚步顿住 他感觉到 身上的负担变轻了 一道道声音 在他的耳边响起 已经死了的人 没必要再回去 高塔之下挺好的 我的天赋再高一点 说不定能避免悲剧 你是天生注定的天才 不能在这跪下 无论在什么时代 瘟疫医生都是行走的灯塔 无论你是不是他 我回不去了 但是你可以 当了七十年的医生 第一次成为了别人的累赘 呢喃的细语 不断回荡在陈瑶的耳边 熟悉的号角声响起 那些灵魂顺着声音 开始下意识地移动 站在罪念号上的 干事般的赵素 举着号角高声地吹着 每一声之下 赵素的身体 就崩坏一分 当第三声号角吹响的时候 陈瑶已经踏上了罪念号 那两千九百一十七名 死在这里的医生灵魂 也全部在号角的指引下 全部登上了船 说实话 陈瑶到现在还是迷迷糊糊的 大量的记忆冲击 让她的精神状态非常之差 她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上的船 上了之后 那所有的疼痛和一切 都已经消失殆尽 此时那些灵魂 已经进入了罪念号的船舱之中 甲板上 赵素整身体干涸的 就像一年没有浇过水的泥土地 没有一丝的水分 巨大裂开的口子 布满她的全身 给陈瑶的感觉 她下一秒就会碎掉吧 她手中的号角 已经慢慢硬化 成为了石头碎裂开 赵素虚弱睁开眼睛 看着陈瑶 下一秒 她吃力地抬起自己的手 插入自己的胸口 鼓到了好一会 似乎是身体的状态 变得极为干涸 掏胸口的动作 一直传来摩擦的声音 摸索了好一会 三把生锈的手术刀 被她掏出来 干枯的手掌 握着那三把手术刀 朝着陈瑶递过去 这三把手术刀 可以解决血明义 同时也可以帮你 完成一些特别的手术 前提是你足够了解他们 陈瑶伸出手 想要抓住了三把手术刀 赵素猛的一握 阻止了陈瑶 拿起手术刀 你不是船长 这句话 让陈瑶如坠冰枯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瞬间萎靡 但是你和她一样 是一个疯子 你得到了罪孽的认可 说明她已经死了 这里的2920人 都是一直追随她的医生 只有你能带他们回去 它是瘟疫之中的灯塔 我希望你也能够成为灯塔 我一直想要让瘟疫 重新来到这个世界 实际上 那瘟疫不出现 才是最好证明我们的存在 说完 赵素松开手 任由手术刀 被陈瑶拿走 同时 她的身体开始崩坏 这就是使用号角的代价吗 衣服内的羊头面具 开口说话了 她死了 她因为你死了 你真不是个东西 听到这句话 陈瑶没有反驳 痛苦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自己没有承受住 那群灵魂的副作用带他们上船 骗你的 她没死 在这一艘船上 没人会死 陈瑶猛地睁开眼睛 果然那赵素崩坏的身体 又开始凝聚 她骂 她忍不住抱粗口 下一秒 她意识到一个问题 不对 她能够吹响号角 带着这灵魂上船 而且在船上不会死 为什么要我背负 她不为什么不直接吹号角 没让你背负啊 是你自己要背的 他们能上船 只是没船长 上了这一艘船 有什么用 又不能航行 陈瑶 装都不装一下 直接将这么残酷的事情 告诉了自己 陈瑶感觉 之前那几分苦 真的是白吃了 而且自己刚刚酝酿好的情绪 全部被打破 精神状态更差了 如果自己有理智值的话 绝对已经降低到 平均限制下了 尤其是 把这个羊头面具 戴在身上 陈瑶感觉 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不是说代价很大吗 是很大 不被罪孽号承认的 会当场死亡 难道代价不大吗 没毛病 但是总感觉 这个面具不仅仅啰嗦 而且 格外的箭 其实你算是不错的了 毕竟那么恐怖的副作 用在身上 你没有跪下来 也没有痛苦的呱呱乱叫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哦对的 你叫不出来 罪孽号最大的特点就是 船员在船上不会死亡 同时 它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 和副本之中 你可以通过它 进入一些未攻略的副本内战斗 也可以乘坐它 离开一些副本 比如这个副本 当然 它的作用还有很多 你可以把它当作 你的秘密基地 亦或者一处特殊的实验室 甚至于战斗的机器 最念好的权柄 让它可以随意地航行 只不过一些特殊的船只建筑 需要你花费一些 特别的东西去购买 羊头面具 不断地解释着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 这一艘船 当然 我当然了解 我可是 罗纳西德左点瘟疫之船 左副舵手 兼大副四事 陈瑶没有再理会 虽然这家伙渐渐的 但是依然是一个不错的 知识宝库 尤其自己 对这残破权柄 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自己手中的三把手术刀 怎么使用解决瘟疫 陈瑶掂量了 一下手中的三把手术刀 每一把手术刀上面 都有编号 分别是一号 二号 三号 提示出现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杰作 三把手术刀有着 顶尖手术全部的技巧 这是日复一日 实战之下积累的经验 只要握住它们 不需要手术经验 它们甚至会进行 自己做手术 只不过使用 它们需要一点点的代价 使用第一把手术刀 没有什么外伤 治愈不了的 第二把手术刀 没有什么内伤 治愈不了的 第三把手术刀 没有什么瘟疫 提取转移不了的 第一把手术刀 使用需要100毫升的血液 第二把手术刀 使用需要200毫升血液 第三把手术刀 使用需要500毫升血液 同时需要一些 特殊的人体组织为代价 好离谱的手术刀 使用的代价 也是非常的奇怪 500毫升血液 人一次献血 最多也就400毫升 自己使用第三把手术刀代价 这么大吗 怀中的羊头面具 突然发生 你不会用别人的血吗 对啊 别人的血 我怎么没想到 你真是个天才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我自己 那这一艘船 怎么航行 它是你的权柄 沟通代价航行啊 我怎么知道 你的代价是什么 每一代的瘟疫医生的代价 都不一样 每一代 陈瑶没有说话 简单地研究了一下罪孽号 现在罪孽号 所有的建筑都没有解锁 想要航行和解锁 需要赞美和贬低 航行则是需要痛苦和勇气 两者相辅相成 陈瑶此时的面板如下 姓名 陈瑶 图静 医生 序列 001瘟疫医生 权柄 罪孽号 残破权柄 等阶 一阶是十级别为一阶 每上升一阶 需要完成对应的序列仪式 等级 十级 生命 18加10加10 常人时 速度 9加10加10 常人时 魔力 200加10加10 常人时 技能 瘟疫着装 逆转治疗 瘟疫提取 神秘药剂 天赋 病理解析 掌握瘟疫 瘟疫 长疾 瘟疫 不完全燃烧 装备 觉醒卡 手镯 云天 戒指 百寸山盒 戒指 死灵法师 三把手术刀 权柄属性 罪孽号 瘟疫之源 船员 屋 登船之后 上一代船员持有的号角 已经废除 需要制作全新的号角 船舱建筑 瘟疫实验室 未解锁 瘟疫手术台 未解锁 瘟疫酒馆 未解锁 休息室未解锁 船长室未解锁 储存间未解锁 瘟疫动力室已解锁 赞美能量 零 满100解锁 并改造船舱建筑 贬低能量 零 满100强化船舱建筑 痛苦 100 满100可穿越航行 进出一个副本 勇气 50 满100可降临现实一次 看完自己的属性之后 赞美和贬低 是罪孽号升级 特殊建筑的关键 同时制作号角 需要大量的材料 号角的作用 就是让除了自己以外的人 可以呼唤罪孽号 只不过 现在他还用不了 看完之后 陈瑶看了一眼 整个罪孽号 已经继承权柄的他 可以随意登船操控船只 航行吧 现在同学那边 多拖延一些时间 就会有危险 他便操控着罪孽号 在副本之中航行 摇摇欲坠的罪孽号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摇摇晃晃的船体 开始移动 此时瘟疫 血凝溢之下 苏木木只感觉浑身开始发了 整个人双手 抱着身子蜷缩成一团 原本昏暗的天空 突然漆黑一片 苏木木艰难地睁开眼睛 幻觉吗 为什么会有一艘 在天空之上的船 白到没有血色的手 轻轻拍了拍自己脑袋 再回头看去 那一艘巨船之上 一个身影立在船头 中世纪 鸟嘴医生的装扮 漆黑的披风 棕色的内衬皮衣 下一秒 熟悉的身影 抱住了苏木木 我回来了 下一秒 陈瑶带着苏木木 就回到了罪孽号上 血泥医的解除 需要三把手术刀的第三 把刀进行医疗 但是三把手术刀 需要五百毫升的血 苏木木身体这么弱 陈瑶舍不得用他的血 进行交易治疗 将苏木木放在甲板上后 陈瑶开始不断来回穿梭 将李肃和同学老师 全部运到了这一艘船上 一些身体较差的学生 已经昏了过去 对于那些学生而言 五百毫升的血量交易 一定会要他们的命 用他们的血不会有事的 毕竟想要活下去 怎么可能没有交易 怀中的羊头面具 还在出着馊主意 如果是以前的陈瑶 绝对会用他们的血 毕竟生死是他们的事情 没有人会为他们买单 乃至于要点对称的回报 也是好的 毕竟他对圣母这种东西很反感 利益至上吗 可是他见识过2920名医生 无名无姓地 死在了一场瘟疫之中 见过这些医生的记忆 见过他们纯粹的信仰 而尤其是再一次面对的事 血宁义他没办法做出一些 不当人的事情 算了 在船上 我就不会死对吗 怀中的羊头面具一惊 你想要干什么 你疯了吗 你疯了 22人 需要手术22次 手术刀需要血液 一万一千毫升 人体血液含量抽干 也只有五千毫升 羊头面具 不能理解陈瑶的做法 你在想什么 我没说要抽干我自己的血 那样显得自己非常的蠢 那你想要做什么 站在罪孽号的甲板上 陈瑶看着这一群同学 从结果上来看 是自己坑了这一群同学 实验 实验 羊头面具有些疑惑 因为罪孽号的船舱 还没有解锁 聚乃进行实验 他慢慢走到 躺在甲板上的赵素面前 看着几乎半死一动不动 躺在甲板上的赵素 现在陈瑶需要帮助 如果可以 将赵素纳 为罪孽号的第一位船员 将会是捡了一个大漏 超越四阶的实力 战士序列001光明天时 依靠战士途径 依旧达到了医者的巅峰 无论是毅力 实力 天赋各个方面 都是绝佳 除了他的身体状态 并不是很好 现在的赵素 没有死 是因为上一代船长的力量残留 但是陈瑶 继承了罪孽号他 已经不是罪孽号的船员 陈瑶看向躺在地上的赵素开口 帮我 赵素慢慢抬起 如同干尸一样的脑袋 空洞的眼神 落在陈瑶的身上 我帮不了你 成为我的船员 赵素扭过头去 他深深呼出一口气 我想休息了 手术刀已经给你了你 可以解决掉这一场瘟疫 没必要 让我成为你的船员 赵素现在 不管是身体状态 还是这么长时间的坚守 他实在是太累了 虽然在自己 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自己再一次散播了这一场瘟疫 不过他 已经给了陈瑶手术刀 他完全可以自己 解决这一场瘟疫 他没有任何 继续活下去的念头和动力 生机的消散 比想象之中的还要快 陈瑶摇了摇头 不对 这一场血泥疫并没有解决 从始至终 你们的解决的方案都是 隔绝 就算是你手术完成的那群人 也会被隔绝 完全阻断其传播途径 是你们解决这一场瘟疫的方法 这也是为什么 2917名医生 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他们的身体 经受不住手术 且身体状态无法被压制 赵素扭头看向陈瑶 显然触碰到了他的点塌 开始挣扎起身吼道 这就是瘟疫解决的办法之一 你不是传长你不懂 必要的牺牲是必须的 这些是我们自愿的 但是 我有更好的办法 甚至于只是在这里 我就有可能完全解决这一场瘟疫 甚至不需要给这群人做手术 你不想看到 这一场瘟疫 是如何被我解决的吗 你就想这么死在这儿 还是说 你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对于赵素 仅仅依靠普通人的手法和经验 就能诞生出传奇杰作 三把手术刀 确实非常的离谱 可以说 天赋强的离谱 赵素空洞的眼神 多了些许的精神 很显然 这一件事 也是支撑他的执念 打个赌 他没有回应陈瑶 我找到完美解决 这一场瘟疫的办法之后 你成为我的传员 前提是你得帮我 深呼吸一口气 陈瑶再次郑重说道 我想要试一试 帮我 这句话很显然 给赵素出动很大 他慢慢抬起自己的手 我帮你 希望你不是一个 说大话的医生 陈瑶伸手一把抓住 枯如木柴的手 将他拉起 我现在状态 做不了很多的事情 只能 只需要你观察 在必要的情况下出手 陈瑶将那三把手术刀 重新递给了赵素 那东西 只是我经验的载体 我不需要它们 赵素伸进自己的脑袋之中 疯狂地搅动 一些黑色虫子的尸体 被他扯了出来 同时 一把生锈的手术刀 被从脑子中抽了出来 生锈手术刀 在黑色的虫子尸体擦了擦 重新变回亮银色 这才是我用到死的老伙计 近距离感受了一下赵素 那套脑袋的动作 差点吐了出来 咯吱咯吱的声音 回荡令人难受 理智狂降 行 收起三把手术刀 陈瑶抬手一挥 直接解除了瘟疫着装 整个人完全暴露在空气之中 你感染了血宁疫 陈瑶微微一笑 血宁疫连病理解析 都没办法解析出来的瘟疫 自己在这一艘船上 一定要将它吃透 抬起双手 感受着红光 慢慢入侵自己的身体 这个动作 让赵素饶有兴趣地 盯着陈瑶看了好久 周围传播的瘟疫 血宁疫没了瘟疫着装 瞬间就将它感染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那种血液逐渐凝固的感觉 十分地让它难受 身体的力气也逐渐消失 这就是慢性死亡的感觉吗 你很有想法 但是鲁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种以绅士毒的事情 我们做过太多 不然那2917人 也不会出现在这 赵素明白 陈瑶是要用身体做实验 在船上你是死不了的 体内的血宁疫 会发生奇怪的变化 致死的血宁疫无法致死 将会发生无可预料的一变 用自己做实验 你只是在船上不会死而已 你变成无法挽回的状态后 还能下船吗 贡献血液 用手术结束是最好的办法 以你的身份努力成长 日后成为高阶的存在之后 能做出更多的贡献 赵素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陈瑶微微一笑 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苍白下来 你错了 现在我是医生 我将真正地行走在瘟疫之中 寻找解决的办法 这才是权柄和瘟疫医生 序列的使用方法 无论我未来会怎么样 这一刻我不想被瘟疫掌控 只有我能掌控瘟疫 这一句话让赵素沉默 衣服内的羊头面具 出现了错愕的表情 对于陈瑶目前来说 利用第三把手术刀 解决眼前的瘟疫 是最好的选择 正是有了罪孽号不死的特性 和赵素给的第三把手术刀 他才敢尝试自己的想法 他感觉自己 真的有可能解决这一场瘟疫 血宁疫 二代血宁疫 二代的一变 是好还是坏呢 血宁疫是无解的 我在这里是死不了的有趣的实验 眼前出现倒计时 一天的时间 太长了 必须想办法 加速这种瘟疫进程 他想到了苏木木 他的增强 是可以成为瘟疫进化的催化剂 如果是方向可控的情况下 进行强化 说不定可以进行 赵素只是一个保险 苏木木才是自己实验的关键 此时的苏木木 被单独放在李素的旁边 虚弱的他 只能伴坐在甲板上 从陈瑶带他来到这里后 他的目光一直落在陈瑶的身上 已经感染瘟疫的陈瑶 来到苏木木面前 蹲下 对他笑了笑 你感染了 实验一下 就像用学长实验那样 不用紧张 苏木木鸣嘴有些委屈 不知是想到了 这家伙那时候骗自己的事情 还是陈瑶作为医生途径 准备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验 而感到难受 陈瑶脸色一正凑到苏木木旁边 再一次请求开口 木木 我需要你的帮助 面对陈瑶的突然的一句话 苏木木眼神死死盯着他 血泥溢的原因 俏亮的小脸上已经没有血色 苏木木虽然有太多疑问 比如这一艘破船是什么 这里是哪里 甚至于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但他都没问 只是点了点头 浅浅一笑 苍白绝美的脸上 那笑容如同黛玉再世一样温和 伸出自己的右手摸在陈瑶的脸颊上 然后用纤细的手指 温柔地擦了擦陈瑶脸颊的之前 沾染的血子 我会一直陪你 需要我做什么 这段时间苏木木不知道 陈瑶经历了什么 但是从他的状态 也能猜测到一二 陈瑶站起来 如果刚刚还有些犹豫 现在苏木木这句话 让他确定自己做的决定没错 我需要你强化我身上的控制 和以前一样 和以前一样 赵素如同干世一样的身体 走到陈瑶的身后 赵素的样子 让苏木木和坐在一边完全无力的李素 内心一个咯噔 恐怖的如同怪物的样子 他们下意识地想要战斗 只是他们现在完全提不起 自己的力量战斗 那拆下的绷带 李素也没认出他 不用担心 他不会伤害你们 他是一个医生 外表只是有些奇怪的医生而已 赵素听到陈瑶的介绍 手指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用着沙哑的声音 对着苏木木开口 我会保护他的安全 我是医生 说完赵素拿出那一把手术刀 划断自己的左手一截小拇指 被切下的小拇指递给了陈瑶 吃下他 瘟疫所有扩散途径将会被封锁 看着递过来的手指 要硬生生吃下去 陈瑶犹豫了 能榨汁吗 比较难吃的东西 榨汁我能一口闷潜意识 别告诉我他是啥 不能 赵素抬手 捏住陈瑶的鼻子 将那一截手 只塞进他的嘴巴 顺了一下喉咙 就被吞下 动作之快 甚至陈瑶都没有反应过来 可嗨嗨 恶心的感觉 让陈瑶不断地咳嗽 干呕 一根手指而已 没那么恐怖 陈瑶无语了 那是一根手指 不是一根腊肠 但是 面对一个能在自己脑子里 掏出手术刀的家伙 这种吐槽 显得很无力 在赵素旁边 他总感觉自己的 理智总会 疯狂地下降 完全是违背常理的各种动作 好点了吗 苏木木虽然很虚弱 还是艰难站着轻轻 拍着陈瑶的后背 缓了一会 他终于好了些 恶心感也被压下去 只要不回忆起 自己吃下的是一根手指 问题就不太大 哦 又干呕了两下 陈瑶才艰难地 对着苏木木开口 我待会说 使用强化你就强化就行 嗯 瘟疫隔绝已经施展 你自身的瘟疫 不会传播 这就是隔绝吗 陈瑶这时候 似乎明白了一切 赵素还活着的原因 就是他需要给其他人 用他的血肉施展隔绝 那些医生 或多或少死在了 那一场瘟疫之中 但是 他们因为罪孽号 又活了过来 他们继续战斗 最后隔绝埋葬在乱葬岗的黎明高塔之下 罪孽号的号角 也被做成了灯塔 赵素成为了唯一的守望人 成为唯一还活着的 黎明高塔之上的人 成为了上一代瘟疫医生 让自己出现在这里 继承罪孽号的一环 陈瑶回头 又看了一眼 赵素胸口那巨大剖开的口子 里面空荡荡的 填充的部分 也只是一些黑色虫子的尸体 有些事情 远比自己想象的付出得多 他深呼吸一口气 看向瘟疫 不完全燃烧 瘟疫不完全燃烧 通过血液传播 单体感染之后 血液温度提升 十分钟内 各项身体素质达到最高 十分钟之内解除 则会陷入虚弱状态 十分钟后 不解除陷入狂暴状态 失去理智 十五分钟身体水分将会被蒸干 二十分钟后死亡 这一份瘟疫 不完全燃烧 是取自于苏木木 那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的 倍数下瘟疫 长级的部分瘟疫 当时 生成这一场未知瘟疫的时候 其接触的动物 都能够瞬间化成血水 即使是残缺的瘟疫 它的强度 依然是很高的 所以用它来对抗血凝疫 是最有可能的 这也是陈瑶自己一开始的猜想 只不过 猜想永远是猜想 必须尝试才知道 使用瘟疫 不完全燃烧 目标 陈瑶 默念之后 伴随着瘟疫 不完全燃烧的使用 陈瑶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开始出现了些许的变化 原本逐渐丧失 力气的身体开始恢复 灼热的气息 在血管之中流动 只不过 这种感觉很少 有效 方向是对的 只不过下一瞬间 它的双腿 一颤整个人重重地跪在地上 整个人的体温 开始迅速地升高 咳 一口血吐了出来 咳 一大口血 伴随着碎肉吐出来 血液的高温之下 居然没有产生对抗 开始朝着自己的器官 进行灼热化 这个瘟疫 不完全燃烧怎么会这样 木木 强化 苏木木没有丝毫的犹豫 即使他眸子中满是心疼 强化有两种选项 血凝和肺血 两种强化 说明还未完全融合 强化血凝 苏木木犹豫了一下 还是念叨 强化 八倍的强化作用 于身体的一瞬间 陈瑶疯狂地颤抖了起来 咳 咳嗨嗨 咳嗨 一口浓血喷出 这一次发出恶劣的血腥臭味 黑色的血液顺着他的瞳孔流出来 血液变化加强 瘟疫 不完全燃烧 开始对抗了 平衡一种特殊的平衡会在哪 陈瑶立刻对着自己的状态 进行病理解析 病理解析 瘟疫 不完全燃烧无变化 病理解析 瘟疫 血动症空气传播 血液逐渐如同被冰冻的水一样 开始冻结 直到所有的血液冻结而死 解决办法 无解 无解意味着 自己无法病理解析 将它获取技能苏木木 也办法继续强化 不过身体的状态似乎好了一点 两种瘟疫已经开始被迫对抗上 身体的体温也在不断地波动 头晕 恶心 目眩 胸闷 气短 花木 各种的并发症开始迅速地出现在陈瑶的身体上 并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需要我帮你手术吗 陈瑶的身体已经在地上缩成一团 不断地抖动着 这种情况下 它还是咬着牙开口 不用 我有办法 切身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陈瑶 还有另一种方法 无解的话 必须下点猛料 高温毒素注入 目标 陈瑶 伴随着提取的神秘元素被注入 陈瑶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抽搐 皮肤开始渗出血来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整个人就已经成了血人 苏木暮想要上前 被赵素拦住 瘟疫的传播隔绝了 但是前提是不能接触它 它快不行了 你看不到吗 苏木暮苍白的脸 发白的嘴唇 用全身力气诉说着 我知道 赵素语气顿了顿 沙哑的声音继续开口 船长的选择 状态 肺血施加 状态 冻血抵消 恐怖的两个瘟疫 在她的体内疯狂地厮杀 由于最年好的原因 陈瑶死不了 整个人能做的 只有痛苦地在地上翻滚 失败的人太多了 不是依靠想法就能解决问题的 你真的可以做到吗 衣服夹层之中的羊头面具 发出询问 陈瑶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一味地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任何人类血液 都经不起这种折腾 全新的瘟疫诞生了 瘟疫 溶血 这是脱胎于苏木木八倍的增强 并理解析 瘟疫 溶血高温毒素与特殊瘟疫 产生对冲的瘟疫 其效果十分地恶劣 血液传播受感染者体内的血液 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溶解成为水 解决方法 无解 和血凝易作用产生的瘟疫 溶血依旧是无解 无解 无解 感受着身体体内的血液 快速消融 然后再次因为罪孽号的原因 恢复过来 无解 自己能够尝试的想法 全部尝试了 真的无解了吗 不对 罪孽号 痛苦之中 陈瑶似乎抓住了一个关键 他浑身血淋淋地 慢慢站起身子 那身子 已经因为疼痛勾搂地 直不起来 皮肤不断朝外 伸着细小的血珠 我 我知道了 血凝易的死亡过程 是缓慢的 罪孽号 只会在死亡的一瞬间 完成转换 而瘟疫 溶血则是急速地死亡 自己不会死亡的过程之中 其中罪孽号的修复 将会持续不断地进行 这种反复痛苦体验的感觉 就隐藏着解决的办法 利用全柄 真正地寻找到破解 无解的方法 对 就是这样 陈瑶的呼吸有些急促 不知道因为身体病痛的折磨 还是找到破解的方法而兴奋 病泱泱的身体 毛子之中 闪过坚定 平静语气说道 解破我 这句话一出 不仅仅连苏木木瞬间红眼 赵素都有些难以置信 你疯了 陈瑶身体摇晃 口齿之间血液沾黏 脸上终于是露出惨笑 方法 我找到了 方法就在我身体变化过程中 可嗨嗨 拼命地咽下一大口血后继续开口 我的身体在快速地死亡同时 又在快速地生机恢复 恢复的过程 在短时间内不断地重复 所以解破我 找到真正解决的办法 看着赵素的犹豫 陈瑶用力站直身子 大手一挥 大声地喊道 赵医生 你的医生才能 请让我看看 陈瑶支撑不住地 向后仰去 倒在地上 苏木木捂着嘴眼泪 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没死 他只是很痛苦而已 赵素的语气很平静 但是他的如同枯骨的身体 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颤抖 才能吗 被承认的感觉 赵素右手握住手术刀 抬起看了一眼 随后朝着摔在地上的陈瑶走过去 其他的一些同学已经发现这边的动静 但是没有人上前 陌生的环境 致死的瘟疫 绝望萦绕在所有人心头 所有人都在平静地等待着死亡 就算是孙老师 也已经不再去安慰同学 坐在一边 不知道思考着什么 李素看着摔在地上的陈瑶 又看了看走向陈瑶的赵素 加上手中特殊的银制手术刀 那一抹熟悉的背影 涌上心头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想不太起来 他那时候太小了 一段封闭的历史 一股情绪在胸口弥漫 捂住嘴巴 剧烈咳嗽了两下 鲜血染透了他苍白的手掌 记忆的画面涌现 李素苦笑了一下 快死的时候 走马灯还真是的 他想起了一些事情 赵素蹲下身子 看着在地上 还在浑身冒血的陈瑶 他伸出手从自己的脑袋之中 再扯了扯 右手抓住一把黑色的虫子 被他扯出来捏碎 这一下 脑袋里几乎都快空了 他的理智越恢复 生机流逝得越快 手术需要一个完美的理智状态下进行 当时船长也是有想过这么做 但是血泥液的效果并不强 致死率高 但时间太长 融入其他瘟疫产生病变 也需要时间 所有一切都需要时间 两天的时间 他只有一次机会手术 一旦失败 那一大批感染血泥液的患者 将会死亡 等研究出来解决的办法 恐怕人都已经全部死光了 所以 只能使用最为惨烈的隔绝 然后能就多少是多少 但是这个家伙 想法真的很独特 真是个疯子 赵素评价道 从没想过 掏干自己血肉的他 进行对医生隔绝的时候 何尝不是一种疯子行为 他盯着躺在地上的陈瑶 眼神之中光闪过 压下手术刀 在陈瑶的肚子上 划开一道口子 然后 将手慢慢伸进去 什么无菌环境 什么止痛药 在罪孽号上都没必要 他的时间不多 没必要 做出那些无用的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咯吱咯吱的硬声声 扯动肉质的声音 回荡在安静的甲板上 惊悚又恐怖 这一刻 那些绝望的同学 也开始扭头看向这里 看到被解剖的陈瑶 所有人脸上 都露出恐惧的表情 在他们看来 这怪物 也许下一个解剖的 就是他们 苏沐沐闭着眼睛 泪顺着眼角流下 食指交叉握住 默默祈祷 如同在医院前 祈愿的家属一样 能做的 只有不断地祈求着陈瑶 平安无事 躺在地上的陈瑶 在没有麻药的手术下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内脏被掏出来查看 只不过溶血的疼痛 几乎已经覆盖了一切 虽然这种感受着 自己的身体 被人切开的感觉很恐怖 他还是尽可能保持着 自己的理智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盯着看 赵素手中的手术刀 突然一顿 整个人慢慢悠悠地站起来 干湿一样的脸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握手术刀颤抖了起来 成了 低声的轻难 没有宣泄的嘶吼 三十年前的死蹄 在这一刻被解开 没有过多的兴奋 因为代价 在三十年前 已经全部付过了 他成功地找到了方法 平静地吓人 此时 病例解析 瘟疫 溶血 瘟疫 溶血高温毒素 与特殊瘟疫 产生严重的瘟疫 其效果十分地恶劣 血液传播受感染者体内的血液 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溶解成为水 解决方法 有解 解析成功 你完全了解了溶血的原理 在生与死的情况下 手术帮助的情况下 你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你掌握了技能 瘟疫 溶血 陈瑶脑子里 原本已经没办法思考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他下意识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 艰难开口 逆转 治疗 龙玉的绿色治疗光束 在陈瑶的身体上出现 还缝合的腹部伤口迅速愈合 同时 体内的瘟疫 溶血也全部消散 这一瞬间 陈瑶的身体迅速好了起来 只不过身上 血让他看起来格外的恐怖 这一次治疗术 直接让他身体达到了巅峰状态 他站起身 第一时间走到苏木木的身边 准备解决血泥疫 血泥疫比起瘟疫 溶血差太多了 病例解析 已经解析出了瘟疫 溶血那么瘟疫 宁血液完全可以直接解析 还没等他说话 刚走跟前 苏木木还双手抱拳祈祷着 逗一逗的心思 他慢慢地蹲下来 凑到了苏木木的面前 你在给我祈祷吗 听到声音 苏木木猛地睁开眼睛 一瞬间 心喜 慌乱紧接着 就是心疼地伸出手 擦了擦尘尧的脸颊 但是渗出的血太厚了 根本擦不掉 我 以为你活不下去了 尘尧抬起手 一边病例解析 一边开口说道 我不是说过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 这句话说完 病例解析 瘟疫 血泥疫 通过人进行高速传播性 传播范围是以人为 单位中心十公里进行分散 血泥疫 具有极强的致命性和传染性 同时 血泥疫在一天之内 不进行任何的治疗 血液将会如同果冻一样 逐渐凝固致人死亡 任何来自于医生途径的治疗 只能进行延缓血泥疫的发作时间 解决办法 有解 与溶血类似的病症 只不过具有极强的传播性 你可以轻松拿下 获取技能 瘟疫 凝血疫 也许是因为瘟疫 不完全燃烧和高温毒素的融合 瘟疫 溶血和瘟疫 凝血疫都保留下来成为了陈瑶的技能 逆转治疗 这一瞬间 魔力清空 大量绿色的治疗光芒不满整个罪孽号 这一场治疗 陈瑶付出了太多 她的之所以执着 想要完美解开这一场瘟疫 可能是看到那2917名医生的记忆 也有可能是赵素执着地在孤塔等待 亦或者 为了这一个瘟疫技能 总之是要有什么追求的 陈瑶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她只知道自己成功了 逆转治疗之下 所有人的身体状态被迅速地恢复 瘟疫 血凝疫也全部消散 做完一切陈瑶站起身看向周围 是时候回去了 这里结束了 恢复过来的李素 因为治疗的原因 肺病也被清除掉大半 咳嗽的频率和幅度都小了不少 她的目光落在仍然站立在一边不动的赵素身上 站起身 慢慢悠悠走过去 用确认的眼神看向赵素 走到一半 李素的脚步停了下来 挪动了一下嘴唇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赵素和他对视了一眼 却是走了过去 错开李素旁边的身后停了下来 用着虚弱沙哑的声音开口 认出来了 我都这个鬼样子 还能认出我 赵 赵医生 是你对吗 一个死人而已 你这么健康说明 其他人也没事 真好 说完赵素走向陈瑶 李素突然转身 看着赵素的背影 整个人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他想起来了 全部想起来了 30年 前5岁的李素全家 因为一场瘟疫 被全家隔离 第一批感染瘟疫的人 所有人采取的措施 很简单就是单独一片瘟疫病区 在单独的瘟疫病区 生活都是问题 没人敢走进瘟疫病区 这种瘟疫的致死性很强 感染的人 最多三天就会死 所有人都以为死期将至的时候 一个鸟嘴医生装扮的男人 和一个精瘦的男子 带着上千名最顶尖的医生 李素记忆之中的赵医生 和他那一把特殊的银制 手术刀相重合 默认会想死 但那上千名医生 几乎是赴死的行为 没人理解 李素重重地磕了一下 额头抵着地面 赵医生 谢谢你 赵素的脚步顿了下 还是继续朝着陈瑶走过去 陈瑶扭头看着走过来的赵素 笑嘻嘻地开口 做好当我的船员的准备了吗 赵医生 只是赵素没有说话 他的走路的姿势越来越慢 身体的边缘开始化作灰烬燃烧了起来 这一场景不对劲 陈瑶意识到了不对劲 迅速地走上前 别过来 赵素抬起手阻止了陈瑶靠近 干透的皮肤被硬扯出了一个 难看且诡异的笑容 我撑不住了 我想休息一下 真的很谢谢 你让再一次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医生才能 并且我亲手找到了他的破解法 赵素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 你是一个完美的瘟疫医生 在我眼中 甚至于比起任何一代的瘟疫医生 都要强大 因为你有人陪着你 目光一向苏木木 这个时代是属于你们的 说着赵素的身躯燃烧 只剩下 右手右腿 脑袋的一半支撑着 其他都化作漆黑色的黑灰 飘散在罪孽号的甲板上 成为我的船员 你答应我的 陈瑶不甘心地喊道 现在不仅仅是赵素是战事途径序列 零零妖光明天使 更多的是因为赵素应该活下来 他应该看一看外界的世界变化 30年的时间 世界变化很大 看一看那些他救下的人 答应我 成为船员 我们出去看看世界 看看那些 抱歉船长 赵素打断了陈瑶的话 我很想答应你 但是黑虫已经全被我拔出去了 从帮你手术的那一刻 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结局 这是我最好的结局 死在罪孽号上 而且我很累 很累 陈瑶还想要上前 强行将赵素转化 成为自己的船员 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 在陈瑶衣服夹层内的羊头面具 突然开口 他没有说很多话 只给了陈瑶一句话 让他休息吧 他太累了 赵素快 要消散完的时候 终于是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那一把特殊银制的手术刀 被递了过去 陈瑶接住 一瞬间 赵素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是从没有来到 这个世界上一样 赵素在自己面前消亡了 陈瑶身体颤抖 握了握那 从赵素接过的手术刀 锋利的手术刀刃 意外地划破了他的手掌 也浑然不知 鲜血顺着指缝流下 苏木木什么也没说 轻轻地将手握 托住陈瑶握着手术刀的那只手 装备名 赵素得手术刀 白色 装备故事 一位医生最喜欢的手术刀 他除了锋利 没有其他的特性 和他的主人一样 他的主人不是医生途径 但他依旧是一名 顶尖的外科手术医生 沉默了一会 陈瑶脸上露出了笑容 用手擦擦了脸上的血 眼泪正好当作润滑剂 将干涸凝固的血子擦掉 只是流着眼泪 笑得很是奇怪 我们回去 嗯 苏木木朝着陈瑶身边靠了靠 什么也没问 就回应着他 罪孽号启动了 同时 他获得了2918点赞美力量 这熟悉的数字 陈瑶的心更是难受了一点 2917名医生和赵素 贡献了他们最后的力量 你可以尝试 先解锁瘟疫酒馆 他升级到三级 似乎有一些好东西 衣服夹层中的羊头面具 通过魔力 让声音只在陈瑶的耳边响起 我是最了解这一艘船的人 因为我 叫罗纳西德 左点瘟疫之船 左副舵手 减大副四十 别再说你那 尝到记不住的名字了 陈瑶轻声的话语 还是被苏木木听到 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抱住陈瑶臂膀的手 更紧了些 陈瑶整理了一下情绪 开始解锁 并在脑海之中 通过权柄的力量 强化船舱 这些力量 是完善权柄所用 瘟疫酒馆 就听一次羊头面具的 解锁瘟疫酒馆 伴随着解锁罪孽号的晃动 甲板之下的船舱 那最后一间房间 漆黑的门锁突然打开 里面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紫色的光芒在门缝之中传来 一只漆黑的手掌 从里面打开门 并将一张特殊的标牌被挂上 然后门被重重关上 那标牌上写着 瘟疫酒馆营业中 标志旁边 是一个奇怪人脸 章鱼雕刻 100点赞美力量 升级 600点赞美力量 升级 900点赞美力量 升级 1400点赞美力量 赞美力量剩余 21点 三次升级 瘟疫酒馆 正正好好升级 剩下21点 瘟疫酒馆 LV3 一处位于罪孽号船舱之下的酒馆 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东西 拿到一些特殊的道具 前提 你得付出一些值钱的东西 罪孽号船舱的初步解锁 让陈瑶也完全掌控了 罪孽号在这一艘船上 他可以瞬间前往任何地方 进入船只的任何人 都可以被他随意地控制 迷茫的学生 甚至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见到苏木木和陈瑶 在那的怪人消失之后 一群学生和孙老师 就迅速地凑上去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瑶一抬手 一股黑气萦绕在所有人的头顶 一瞬间 里肃之外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昏迷之中 包括苏木木 跑着的同学全部失去意识 栽了一个大跟头 摔在甲板上 陈瑶没去管他们 将苏木木小心地放在甲板上 将自己的外套脱下 垫在他的脑袋后面 当作枕头 他有话需要和李肃单独聊一聊 所以 其他人还是不要醒着为好 做完这一切后 来到了李肃的面前 这一次 陈瑶收起了笑脸 李肃警惕地看着陈瑶 陷入昏迷的学生们 还有小姐 她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年轻人了 你想做什么 陈瑶平静地开口 聊一聊李叔 我想知道三十年前的瘟疫 还有 就是为什么 这一段瘟疫 会被辽江省言行禁止 李肃犹豫了一下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他感觉 赵医生的出现 奇怪熟悉的病症一切 似乎都指向三十年前 他努力回忆 并且开口说道 这一段信息的封锁 也许是因为它太过于残忍 具体我不知道 他们说那场瘟疫 是由瘟疫医生 要研究出高强度杀伤瘟疫 泄露引发的 具体的 我那时候太小了无法了解很多 但我知道这是一场谣言 当时 出现病症的人并不在意 当第二天开始有人死亡的时候 才全部陷入恐慌 恐慌蔓延之下 病症患者 如同过街老鼠 被驱赶到瘟疫区等死 只要隔离了所有的传播者之后 就能解决这一场瘟疫 可是这一决策 忽略了人性 太多的人 因为想要活下去 开始不断地逃离 谎报甚至于公共传播 企图感染更多的人得到救助 瘟疫扩散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李肃语气有些颤抖 似乎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 语气都变了 五岁的我那时候 也被感染了 那时候我能记住的事情很少 只记得恐惧 成堆成堆的尸体被堆放 我们能做的 只有一条路等死 李肃口中平淡的字符 描写出当时的绝望 让还没彻底死去的人等死 但是 那和你一样装束的男人 带着好多人来到了瘟疫区 我仅仅记得 那一把手术刀 和那鸟嘴面具 赵医生一个人给我母亲 哥哥还我做了手术 并且安全地把我们送离开了 我能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陈瑶感觉有些可笑 因为死了太多的人 所以消息封锁了 李肃点了点头 我认为应该是的 那种黑暗的历史 不会被记录 那一场瘟疫 即使在那些医生救助之下 死亡人数 依然达到了很多 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 但是一段时间 空气之中 都充斥着焚烧尸体 那奇怪的味道 全市的焚化炉一个月 没有停过 不会被记录 这个词 陈瑶瞬间拳头捏紧 李说 你知道 那瘟疫区的2920名医生 最终去了哪里吗 李肃摇了摇头 不清楚 没有关于他们 任何的报道没 你怎么知道 这个数字呢 陈瑶手指朝下 指向甲板下面 他们埋在这个副本内 因为他们的尸体 都被赵医生的能力 做了隔绝 他们只能埋在这里 默默死亡 而外界却将这一段 黑暗的历史隐藏 赵素的消亡 更加让陈瑶确定了 想要给这些医生 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 他们死在这里 他们 都死了 怎么会 他们都死在这 李肃一瞬间有些恍惚 李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陈瑶很冷静地开口 你说 我想要给他们 拿回属于他们的历史 这件事情 我会向苏云天会长说的 他会有能力帮助你的 苏会长吗 好 李肃回去后 我等你的消息 陈瑶表面上答应 实际上却是内心 有了自己的打算 抬手李肃 也昏迷晕倒在甲板上 整个甲板 只剩下陈瑶一个人站着 我有一个打算 这句话 是对阳头面具说的 因为他只能和 这一个副本内 剪刀的怪物诉说了 我想散布一场瘟疫 不是 怀中的阳头面具猛了 你疯了 赵素那疯子 散布瘟疫的想法 怎么还能传染 作为医生 绝对不能这做 赵素说的是对的 阳头面具连忙劝导 也许封锁消息 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散布一场瘟疫 陈瑶说话之间 已经下了船舱 朝着甲板下的瘟疫酒馆走去 黑区区的船舱下 只是刚走下去 就透着一股阴风 这与其说是一艘船 不如说是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一个可以移动的瘟疫之源 陈瑶继续往里走 虽然他可以瞬间 移动到瘟疫酒馆 他还想要看看 船舱地底下 究竟是什么样子 未解锁的船舱 都被冒着黑气的锁给困住 锁上爬着奇怪的荆棘 别说开锁 连接触都做不到 继续走着 一面挂着瘟疫酒馆 正在营业牌子的木门 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瘟疫酒馆 衣服夹层内的羊头面具说着 里面有不少好东西 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 而且 你能够找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的东西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推开门 进入了瘟疫酒馆 酒馆内空荡荡的桌椅 只有一个章鱼处须八只眼睛的怪物 用他的触手擦洗着手中的酒瓶 你们来的还真巧 刚刚暴脾气的客人刚走 你们出现 说不定又要干架了 你知道的 喝酒干架在酒馆很常见 陈瑶瞥了一眼酒馆地上 还有一排排拖拽血字 一条断掉的紫色手臂 在角落里被触手拖行进入柜台内 很显然 酒保所说的走掉 很有可能是被他宰了 船长大人 你需要点什么 我这里什么酒都有 家层之中的羊头面具开口 放我出来 我和这家伙说 陈瑶伸出手从自己的衣服 夹层之中掏出了羊头面具 哟 客人稀罕物 他可以换到不少好东西 保罗 我需要一份最近的清单 保罗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客人懂行 说着保罗 在柜台下的一个触手 抬起来甩了甩 锡盘上掉下一张黏乎乎的纸张 陈瑶拿起来看了起来 里面大多数都是神秘元素的材料 任何一个材料 在外界都是卖到天价 其中更多的还有装备 和一些特别的生物 黑虫 依附在快死人的躯体上 被依附的人能够以特殊的状态存活 但是伴随着时间越长 他们的理智将会无下限地降低 这 这是赵素脑子之中的黑虫 这东西来自于瘟疫酒馆 我需要这个 陈瑶点了一个装备 诺斯的权杖 对于低尖魔法 有着不确定的增幅作用 魔力瞬间恢复1000点 冷却时间24H 一个很适合苏木木的装备 因为不确定交易的是什么 陈瑶也不敢一下子要太多 他不认为 在这里靠自己的钱能有用 你的400毫升的血液 保罗说出了条件 并且将那一一个 法杖用触手 从酒柜底下拿了出来 不是可以付钱吗 一上来就要写 羊头面具打断了保罗的要求 好吧 好吧 3000万很便宜的价格了 3000万确实便宜 可是陈瑶身上 并没有那么多钱 付血 羊头面具刚想要阻止 章鱼触手迅速地 从柜台底下游上来 一言为定 客人真是勇敢 抬起手臂 我很温柔的 触手吸住陈瑶的手臂 一阵轻微的刺痛 从手臂上传来 仅仅一小会 触手退了回去 陈瑶手臂上 出现了一排的针孔的形状 阿洛西斯保罗的诅咒 与深海不可名状地 分身一场交易 你陷进了500毫升的血液 七天内 伤口不会消失 无法再进行二次交易 七天时间 你的理智会随着 时间的下降变快 出去吧 我和你说说 羊头面具开口 陈瑶拎着羊头面具 回到了甲板上 瘟疫酒馆是一处 特殊的市场 你可以交易 也可以了解到一些 特殊副本的信息 甚至遇到一些 特殊友善生物 其中的规则 就是保罗任何的交易 都不要答应 都要强硬说出 自己的交易方式和砍价 你也没提前和我说啊 我都说了 让我来 你火急火燎地答应 让我无话可说 你这样子 像是没见过什么好装备一样 我真没见过啊 我才第二次参加副本 羊头面具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袖口挡一挡吧 伤口会出现浓水 黄汤最后会腐烂脱落 撑过七天就行 第一天没啥问题 你好熟悉 我还是人的时候 我也中过招 你当过人 中过招 我说过吗 没说过吗 我从没当过人 那你是什么 我是罗纳希德 左点瘟疫之船 左腹舵手 简大腹四十 轰的一声巨响 罪孽号发生剧烈的晃动 破开了副本 学校的操场上 一艘破旧的古船 从天空直直落下 下一秒砸操场之上 发出巨大的声音 巨大的船体 碾压着草坪 在地面上 离出巨大的沟壑 陈瑶将同学们 一个个丢了下去 抱着苏木木 跳下了罪孽号 离开之后 罪孽号开始慢慢地消失 顿入虚无 船舱内的2917名 医生灵魂陈瑶觉得 还不是时候让他们离开 在没找到归宿之前 陈瑶是不会随意 让他们 重新孤独地飘在 现实世界之中 回头看着七仰八叉 躺在地上的学生 陈瑶掏出恢复信号的手机 拨打了卢校长的电话 电话没多久 卢校长就慌忙地走了出来 扫了一眼所有的学生 和依然站着的陈瑶 着急地开口 你们没事 太好了 卢校长 陈瑶盯着卢校长看了许久 终于是开口了 这一次很艰险 太好了 幸好有你在 听到这句话 陈瑶眼神陡然锐利了些许 卢校长这里站着的 就我们两个人了 说出你的想法吧 为什么要这么做 卢校长慌张的表情 略微冷静了下去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没事就太好了 苏会长他们都很担心你们 副本之中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两天左右 但是我回来第一时间打给你 也只有你出现 外界的营救 根本没有进行 你知道 我们一定走不出来意 或者一定可以活着出来 卢校长脸色正了正 瞥了一眼那操场上 看起来是被巨物破 降离出的痕迹 你应该见到了我的叔叔了吧 毕竟你已经得到了权柄 叔叔 脸上露出苦笑 深呼吸一口气 慢慢开口 我的叔叔他的名字叫做赵素 他是一位医生 他还好吗 果然 掌控实习副本的卢校长 他也是其中的一环 他死了 死在了罪孽号上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陈瑶的手微微攥紧 一种无力感在他的内心蔓延 他 他还是死了 固执了三十年的家伙 应该挺累的 告诉我一切 校长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陈瑶皱着眉毛 他感觉一切都被人控制的感觉 非常的难受 语气也冷了三分 看到陈瑶的态度 谁能想到一个一阶的序列 能够用这种语气 来质问一个四阶的序列的战士 不过 卢校长并没有任何的生气 反而评价起陈瑶来 这才两天的时间 你的气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那里真的很锻炼人 亦或者你 真是一个天才 本来我却实会和你们一起进入副本的 没想到三十年过去 那副本居然变成深渊疾 我反而走在最后面没进去 卢校长继续说道 别人都认为我卢校长 依靠的是四阶序列的实力 成为的校长 实际上 我根本看不上这种东西 我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最自豪的身份 卢校长的腰杆挺得笔直 整个人的气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 之前卢校长 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话 现在一股遮不住的自豪感 从他身上散发 他慢慢开口 我 卢卫 罪孽号水手 是罪孽号上任最后一位船员 三十年前十八岁的 我亲自送我叔叔 和那两千九百一十七名医生 进入的乱葬岗 我回来只为了等你 陈瑶盯着卢校长 他想不明白 上一代瘟疫医生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让两千九百一十七名医生 一同复死 让侄子亲自送自己的叔叔 进入乱葬岗副本 默默等死 让一个拥有举世医生 才能的家伙 割肉隔绝瘟疫 独自守着孤塔 让一个等了三十年的人 依然以他这一份 不被承认的身份 而骄傲着 这一群人是疯子吗 卢校长从怀中拿出一枚 已经快要碎开的号角 那是和赵素同样的 召唤罪孽号的号角 看到号角失效我就知道 你成功了 可惜的是我叔叔还是没有回来 吃了黑虫的他 就算是活着 也是一句空壳 卢校长 陈瑶喊了一声 陈瑶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赵医生最后找到了 解决瘟疫 血泥疫的方法 什么 卢卫似是没听清 朝着陈瑶走了两步 用颤抖的双手 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你 你刚刚说什么 陈瑶一字一顿 非常缓慢地说道 赵医生 用他的才能 找到了血泥疫的解决办法 他破解了血泥疫 叔叔破解了血泥疫 破了血泥疫 卢卫不断难难重复 哈哈 哈哈 似是狂笑 又哭了起来 整个人又哭又笑 如同疯了一样 完全没有一个长辈的样子 成了 成了 终于成了 终于成了 成了 我羡慕你啊 叔 嘶吼喊出最高的声音 我羡慕你 你成了 你终于成了 你的才能 你的医生才能 果然是天下第一 不依靠序列的医生 才能无论是谁也遮不住 你能做到 我就说 你能做到 老大也真说过 你的才能无人能比 你才是一位真正的医生 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脑袋抵着草地 开始闷声哭嚎了起来 兴奋的呐喊逐渐消退 剩下的只有埋怨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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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等了三十年 为什么 你不能活着回来看我 为什么 为什么 答应过我的事情 做不到 之前 故作冷静的 卢卫 在这一刻 所有情绪 全部爆发 双手抓着草地 痛苦地垂了起来 看起来似真的疯了一样 陈瑶不知道 自己该说些什么 这一群人 没有做错什么 他们只是 做出来最正确的选择 宣泄之后 安静下来的卢卫 慢慢抬起头 这一位中年男子 第一时间 抹了一下自己的脸 我说还说过什么吗 陈瑶摊开手一把 独属于赵素医生的手术刀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赵素的手术刀 白色 一位医生最喜欢的手术刀 他除了锋利 没有其他的特性 和他的主人一样 甚至不是医生途径 但他还是一名 顶尖的外科手术医生 特质的银色手术刀 在陈瑶的手心之中 卢校长看到的一瞬间 整个人迅速地爬起来 一只手抓住了那一把手术刀 锋利的手术刀 划破了他的手掌 他也并不在意 整个人哆嗦地 2917名医生的亡魂 他们因为隔绝的原因 灵魂并没有消散 所以 你有什么打算 卢校长将手术刀 贴在自己的胸口放好 看向陈瑶开口问道 你有什么打算 陈瑶举起自己的食指 散布瘟疫 以我为中心 感染瘟疫 以身入局 陈瑶准备 以自身散发瘟疫 之后扩散到一定程度 再以特殊的条件出现 并且解决瘟疫 一场自导 自演的戏码 以他自己控制瘟疫的手段 被感染的虽然是血泥疫 但是被感染者 最多只会在几天内 头晕目眩 身体难受 提不起力气而已 至于后遗症 逆转治疗之下 都可以全部清除 你小子是我学生 散布瘟疫这种事情 也说得出来 被人听到了怎么办 这些年 我争取了不少的资源 但是还是差一点 如果你能让苏云天帮助你 我就有七成的把握 散布瘟疫的事情 还是不要作为好 我知道 你想要给那些人找回公道 但这件事没那么容易 30年我一直在尝试 其中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很显然 散布瘟疫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损了 还有其他的牵扯 那一场瘟疫 还有引擎 这件事 我最近正好有眉目了 有事情会通知你的 陈瑶刚想要说些什么 耳边传来了 嗡嗡的低鸣的声音 眼前的景色 开始出现重影 就像是喝醉酒一样 痛苦难受 奇怪的低语 在耳边不断地重复 手臂上传来一阵刺痛 该死 阿洛西斯保罗的诅咒 开始发挥作用了 陈瑶一把抓住 卢校长的手 艰难地开口 送我回家 抓住卢校长手时 那手臂一排排穿刺 已经发黑的针孔 被卢校长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阿洛西斯保罗的诅咒 你小子刚继承权柄 就这么勇敢 用诅咒换物品 卢校长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自身软弱无力 诅咒瘟疫 也是来自于瘟疫酒馆 只是交换的东西不一样 诅咒程度不一样 阿洛西斯保罗的诅咒倒是还好 这家伙继承了权柄 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 卢校长摇了摇头 喂小子 你做得很不错 陈瑶怀中的羊头面具开口 如味一愣 嘴巴微动 那熟悉的声音 击中零碎的记忆 让他说不出话来 陈瑶做了很长很长的噩梦 就像是在海洋之中 随着海浪不断翻滚的船只 漆黑的环境痛苦之中挣扎 呼 他猛坐起身 额头渗出大量的汗水 粗重的呼吸之后 整个人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胸口胸闷 同时注意到一连串的特殊职业提示 诅咒抗性提升 诅咒系瘟疫初不了解 你掌握了低级诅咒 低级诅咒 呕吐 你获得了印记 保罗的象征 他慢慢掀开自己的手臂 此时 手臂上一排排的穿刺孔已经结痂 残留的褶皱的皮肤 形成一排奇怪的章鱼图案 羊头面具 在他的衣服夹层内开口 别担心 这是标记 消化掉这些章鱼图案你 就能随机获得一份 来自于酒馆保罗的诅咒能力 没想到你的体质很契合诅咒 居然还能吸收诅咒你发达的小子 瘟疫酒馆将会被薅秃毛 谁送我回来的 过去多久了 校长呢 你的问题真多 先处理一下你的精神状态 然后先完成二阶的序列仪式再说吧 陈瑶只感觉口干舌燥 抓住桌子上的水猛灌了几口 一封手写的信件放在桌边 陈瑶顺手打开 卢校长 所有的后续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 我改变了其他人对于这一次副本的认知 只不过苏家丫头还需要你 你醒过来 最好尽快带着苏家丫头 迈入二阶 另外 我给你卡上打了一个亿 有任何装备或者药剂你 先买后面我再给你打钱 PS 看完信烧掉 一个亿 卢校长居然这么有钱 则 陈瑶有些犹豫 之前坑校长的神秘药剂的副作用 要不要找个机会告诉他 死 理智丧失的副作用基本上已经好了 除了手臂上偶尔传来灼烧感 烧掉信件打开手机 一看时间已经是八天之后了 这一次副本传送出现的意外 并没有被新闻报道 和卢校长所说的一样 他改变了其他人的记忆 除了苏木木和自己 陈瑶想到这里 有些想苏木木 头其是他答应自己 离开副本 就答应成为自己赌约的事情 得想办法 让他履行赌约 他开始拨打 电话联系了苏木木 木木 有空吗 一起出来走走呗 这几天 我都在家休息 一直等你的消息 你等我 我马上来你家 电话那头苏木木 十分兴奋 还默等陈瑶继续说什么 他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这么主动 挂断电话之后 羊头面巨线目道 有这么一个小女朋友 你真的很幸运 可惜我以前 也有一段真挚的爱情 摆在我的面前 但我没有好好珍惜 当失去的时候 我才追悔莫及 如果非要给自己这一段爱情 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一百年 陈瑶骂了一句 有病就开始盘算了起来 确实现在进入二阶 是首要的任务 他进入二阶的仪式 需要完成医生登梯 和一百场野地手术 到目前为止 野地手术 只做了死灵法师那一场 医生登梯 则可以今天完成一下 医生登梯 是医生途径必备的专属仪式 进入医师塔内之后 依靠幻境来进行闯关 每闯过一关 代表上升一阶梯 目前医生登梯 最高的阶梯数 是172层 只要是优异者 还能让名字永久刻在登梯上 原本陈瑶认为 以自己的实力 通关一百层以上 没什么问题 刷这种秘境 随便找点bug卡一卡 真的乱杀 毕竟不算上瘟疫 血泥液 自己开有一具 不断生产死灵病菌的死灵法师 一群四阶骷髅士兵 几乎是可以碾压的存在 但是 他现在有另一种选择 陈瑶拿出了道具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杰作 也许比起散布瘟疫 之前还有另一种方式 让三十年后的人们看到你的才能 赵医生 以你的经验和才能 你会登上多少阶梯 医生途径的 登梯我带你走一走 他这一次决定 完全不依靠序列的力量 打算完完全全 只使用赵医生的三把手术刀 让赵素的名字 留在医生登梯的高处 做好打算 还在思考细节的陈瑶 被一阵敲门声打断思维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想都不用想一点 是苏木木那丫头赶了过来 陈瑶打开房门 脚踩着一双小白鞋就站在门口 清纯俏丽的面容 再看到陈瑶开门 他立刻歪头笑着评价道 几天不见 你瘦了好多 没想到你来这么快 走 陪我去一趟医师塔吧 正好这一路上 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好 苏木木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对于苏木木没必要隐瞒 所有的一切都是 有他的帮助才能进行 帮助自己获得瘟疫 长期踏上瘟疫医生序列是他 解决斧龙是他 解决血泥疫也是 前往医生塔的路上 陈瑶将在乱葬岗副本 所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苏木木 包括2917名灵魂 赵素和卢校长的故事 苏木木听完之后 喃喃开口 30年前居然会有这么一段故事 那么 你想要怎么做 给他们证明吗 我支持你 看着干劲十足的苏木木 陈瑶握着他的手压下 这件事情先不及 有卢校长在 现在我想去医师塔 完成医生登梯 嗯 这样也好 尽快完成仪式 全秉的事情不能够暴露 你得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守护住这一切 今天你去玩医师塔之后 我和我去见一下我母亲吧 这么快见父母 陈瑶只是打趣地开口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苏木木没有否认 步伐加快几分 脸颊微微发红地侧过去 不看陈瑶戏 若油文般地开口 我说过的 副本活着出来 就当你女朋友的 那你亲我一下表示一下 证明大小见铃 没有说谎 你休息啊 只是答应你做朋友而已 想让我亲你 嗯嗯 无人的角落 陈瑶之手捧着苏木木的脸颊 凑了过去 苏木木手慌忙 拍着陈瑶胸口的动作 越来越轻 最后变成揪着她的衣服 医师塔内 大量的医生途径的职业者 活跃在其中 在医师塔 不仅仅有医生登踢 这种必备的进阶仪式 一些专属于医生的装备 和一些制作的药品出售 基本都在医师塔内 医师塔 可是与和法师塔齐名的高塔 站在医师塔前 陈瑶感慨了一声 真豪华后 就拉着苏木木的手 就踏了进去 经过刚刚陈瑶的主动 现在的苏木木 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一进入医师塔 苏木木的颜值 就惹得不少的关注 不少的目光落在陈瑶的身上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 陈瑶会让他们知道 叫做护石 一圈警告 眼神扫过之后 拉着苏木木 更是靠近一点 他静止地 走到医师塔的窗口 服务人员热情地接待道 买药品还是其他的装备服务 登梯 陈瑶将自己的觉醒卡 从窗口之中递了过去 觉醒卡之中的道具 都已经转移到手指上 苏木木总给自己的储物戒指中 服务人员扫了一眼陈瑶的样貌 打开了觉醒卡 发现这个年轻人 才觉醒了半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准备开始 进入二阶的仪式了 这种实力 不是顶级富家弟子 绝对做不到 想到这里 服务员脸上的假笑 更是甜美自然了一些 先生 登梯在高塔的第七层 陈瑶继续询问 登梯多少之后 会开启同步记录 100层则代表进入前百 150层则进入前70 前百会进入记录 前70则是实时显示攻略过程 登梯之中任何道具 都不被禁止对吗 是的 但是登梯之中的道具 使用效果将会打折扣 别的道具恢复效果 使用效果会打折扣 但是陈瑶手中的三把手术刀 完完全全就是赵素的经验 任何技能不被禁止是吧 嗯 同样的治疗效果越高的层数 就会越低 行 那我现在登梯帮我登记一下吧 我的名字叫做赵素 先生 你别开玩笑了 你觉醒卡上名字不是这个 我只想要这个名字 走医生登梯 能办还是不能办 先生 可以 这边收取了您100万的费用 一次试炼100万 真是来医师塔 没钱都没必要进来 一次登梯 就刷掉了100万 没一会 服务人员已经刷好了 觉醒卡双手拿着 重新对还给了陈瑶 结果觉醒卡转头 对着苏木木开口 木木 你现在大厅等我 嗯 苏木木点了点头 陈瑶独自上了七层 开启了登梯 登梯开始 此时 大厅的显示屏上登梯数量出现了1 并且 显示出登梯层数 赵素 阶梯一层 用10零秒 现在 请你救治一位内出血的病人 一个戴着口罩 穿着手术服的医生 对着陈瑶开口道 泪出血这种程度 只需要一个治疗术 就可以轻松解决 但是陈瑶还是拿出了道具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杰作 同时 他让自己瘟疫着装 中世纪 医生装扮的陈瑶 握着手术刀走上去 以手术的方式 从头到尾 贯穿这个医生登梯 大厅之中 苏木木盯着陈瑶的名字 半个小时过去了 才提升到了三阶梯 小姑娘 登梯的是你的男朋友 一个穿着红色皮衣 耳朵上打着一排耳钉男子 走到苏木木身边搭讪道 这种男朋友 留着也没什么用 登梯前三十层 都是非常简单的 几乎只要一生途径的人 再差 也只需要半小时全部通关 你小男朋友半小时 才通过了三个阶梯 真是废物之中的废物 似乎说的不过瘾 男子声音越来越大 生怕别人注意不到 大家来看看奇葩登梯了 前三十层是个人 都只需要半小时 这小子半小时才过了三层 真的笑死 苏木木眉头皱起来 小脸气得发红 手指捏得死紧 有人说坏话 说到陈瑶身上了 乖乖的苏木木 第一次下意识地抬手 一巴掌抽在了 讲骚话的男子脸上 啪 闭上你的臭嘴 不晓得动静 让伊师塔的管理人员 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 这一巴掌 把耳钉男抽猛了 捂着脸 支支吾吾地指着苏木木开口 他 他打我 姑娘是这样吗 两位管理人员询问的眼神 看向苏木木 苏木木现在很生气 换作平时 他即使不顾自己的女生的形象 也要和这个坏家伙理论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 上学那时候 陈瑶告诉自己 你只要往哪一站稍微一委屈 不是别人的错 也得是别人的错 有大好的资源不会使用 鬼使神差的这句话 被苏木木记到了现在 他眨了眨眼睛 立刻变了脸 脸上浮现出委屈的表情 嘴巴微微嘟起开口 叔叔 他在一边说着难听的话 一会又在喊奇怪的话 叔叔我有点害怕 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管理员一时间 也下不去责怪的口吻 但是毕竟打了人 和陈瑶在一起 不当人做多了 苏木木自然也学会整活了 在管理员犹豫的时候 他立马开口加一把火 叔叔 如果你家女儿来一石塔 被一个穿着恶心 钉着耳钉的黄毛 说着奇怪的话 你会怎么办 叔叔 如果你有女儿的话 被欺负的话 你怎么办 想到一个女生 在外面孤独的 没有人帮助 被人这么欺负 叔叔们 委屈巴巴的样子和话语 周围的人群 也开始帮腔 这男子就是骚扰这姑娘 一石塔 你得管管这里的风气 对啊 对啊 我看就是那男人 这姑娘好欺负 就故意上前 指不定说了什么肮脏的话 是啊 周围的人群 也开始帮起苏木木 毕竟对面一看 打着耳钉 穿着非主流红色皮衣 相比于苏木木 碎花裙俊俏的小脸 稍微有点委屈 别人都感觉是男子欺负了他 苏木木刚刚弱弱的话语 如同锋利的针一样 刺头两位管理员的心头 别人是不知道 他们自己是真有一个女儿 女儿 黄毛 这两个词 绝对是一个父亲的禁忌 谁家还没有一件小棉袄 小棉袄在外面被欺负 谁不能帮衬两下 这是谁家的女儿 又是谁家的小棉袄 眼看着管理员 逐渐涨红的脸男子 有些慌了 他才是受害者啊 管理员 是他先打的我 你们可得 啪 翠响 管理员一巴掌抽在男子 另一侧的脸上 这一巴掌抽得极响 原本帮腔的群众 也是被吓得闭上嘴巴 打的就是你 扰乱公共之血 打你还算是轻的 不是旁边的人拉着 另一位管理员 恐怕也要上去 踹上两脚才罢休 苏木木嘴巴微微张大 他一直听着陈瑶灌输 有时候 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就能完美地解决一些事情 作为学校 乖乖女的他 还是第一次这么不当人 效果出奇地好 好到连他自己 都有些震惊 被挨了一巴掌的男子 还被保安架着扔了出去 回过头来 作为出手方的苏木木 还被管理员安慰 姑娘别担心 在一时塔 不会有这种人渣出现的 他在出现随时喊管理员 我第一个出手 赶他出去 谢谢叔叔 苏木木乖巧地道谢 乖巧的声音 听得很舒服 两位管理员红光满面 看着苏木木 更像是看到 自家女儿一样开心 一场骚乱之后 苏木木的目光 再一次落在显示屏上 陈瑶的名字 上 六层用11H 对于使用手术刀 需要的不仅仅是专注力 还需要极强的体力 即使有职业者的加成 那一小时 连续六场手术 依旧让陈瑶的后背发凉 站在那一个小时 不断精细化的操作 让她的身体 有些吃不消 大病出狱加上诅咒 还未完全消化 手臂一阵阵的灼烧感 让她现在十分的很难受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通关了六层 她不禁想到 赵素完成的 那25331台手术 那是一种 何等恐怖的战绩 几乎人生一大半的时间 都在做手术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 她会诞生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节作 的原因 以自己这种归宿 想要爬到100层 这不得干到明天去了 陈瑶立刻握住转动了 一下自己的手腕 诅咒着烧感 已经让她另一只手 握不住手术刀了 必须想办法 缩短手术的时间了 陈瑶往地上一坐 想事情什么的 先休息一会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节作 有着肇素的经验 确实厉害 唯一难受的是 无论是大小病 都需要手术 而这种手术 都是在手术台上操作的 就算是 她亲自操作也是 不增加仪式进度的 100场野地手术的次数 野地手术 就是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 既然自己做 实在是太累了 那么 如果不是自己去做手术呢 她想到了 自己在乱葬岗之中 收集的死灵病菌 还有那些骷髅士兵 陈瑶犹豫了一下 取出了三只四阶骷髅士兵 骷髅士兵 在死灵病菌的感染下 有着绝对的服从 自己只需要释放一次死灵病菌 就能掌控这些骷髅士兵行动 更为精细的操作 都是被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节作 进行操控 骷髅不会觉得累 骷髅不会有感觉 自己只要休息就行 完美 陈瑶开始尝试 让三只骷髅士兵 进行手术操作 骷髅士兵的骨头 透着荧光色 这些是死灵病菌在成长 骷髅士兵的手如同乱舞一样起飞 不同于操控陈瑶的身体 不仅仅弱小 且还有下意识的抵抗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节作 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 看着快到出现残影的手术刀 陈瑶慢慢地站起来 他只是想要用三只骷髅士兵偷懒而已 没想到在骷髅士兵手中的 那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节作 居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手术速度 好快 真的好快 剖开 切除病灶 缝合 仅仅一小会 一台手术就已经完成 大厅之上 苏木木发现 那陈瑶的层数 开始出现阶梯式的跨越 赵素 阶梯7层 用11H15分 赵素 阶梯8层 用11H17分 赵素 阶梯9层 用11H19分 赵素 阶梯10层 用11H21分 赵素 阶梯11层 用11H23分 赵素 阶梯31层 用12H06分 赵素 阶梯32层 用12H07分 赵素 阶梯33层 用12H08分 赵素 阶梯60层 用12H27分 赵素 阶梯62层 用12H28分 赵素 阶梯63层 用12H29分 赵素 阶梯64层 用12H30分 前面 还保持每两分钟 就会提升一层 后面来到30层之后 几乎一分钟一层 恐怖的效率 让整个医师塔的医生 都有些侧目 这个叫做赵素的 不是一个小时 才通关了6层吗 现在怎么这么快了 卧槽 30层之后 一分钟一层 有点离谱了 不对劲啊 60层之后 病造难度 已经不是治疗术 可以简单治疗的了 需要一定的病理知识 这家伙怎么这么快 赵素没听说过 这一号人物啊 一分钟一层的提升速度 已经超越了 以往所有的挑战者的 速通记录 这个速度还在提升 医生登梯之中 那三只骷髅士兵 就已经刷到了63层 三只骷髅士兵的 手速愈发的快 快到模糊的那种 甚至于幻境之中的医生 刚说出病人的症状 骷髅士兵 已经完成了缝合 对于别人来说 60层之后的 病造难度上 升了不止一个等级 甚至于治疗术 都没办法根除 但是这种程度 对于鬼才肇素 依靠普通人积累的 手术经验 根本不值一提 骷髅士兵 高速的运转之下 就像是一台 无情的手术机器 所有的一切的动作 都被简化 抬手 切除 缝合 一只骷髅完成之后 另一只骷髅的动作 瞬间就填补了上去 剑缝插针 速度极快 陈瑶默默 看着骷髅士兵 无间的配合 三只骷髅的身影 仿佛与那如同 干尸一样的怪物 一点一点重合 深切地记得 那临死前一场完美的手术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陈瑶当时并不理解 现在看着这三只骷髅 以肇素积累的 才能在手术台上 疯狂地做着手术 以别样的姿态 散发着光辉 他明白了 有时候才能的尽情释放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三只骷髅士兵的骨头表面 开始出现荧光 这种荧光还在加深 骷髅士兵退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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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骷髅士兵的头上 都出现了这种紫光 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还不知道 不过陈瑶只是欣赏着 三只骷髅士兵 完美配合之下 一场又一场的手术 两小时时分的时候 阶梯层数已经来到了100层 一师塔的显示屏上 百层完成之后 一个特殊的名字公布 百层达成 赵素 一师塔驻流的人开始变多 不仅仅是因为 百层达成的原因 更是因为有人在百层之后 依然能够保持 接近一分钟一层的速度 向上攀爬 这种速度让人意识到 一些财团势力也注意到 一师塔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医生 开始查询赵素这个名字的来历 赵素这种罕见的写法 重名很少很少 去查询一下他的身份 在大树巨库面前 仅仅是一个名字 几乎不出三分钟 就能找到一个人的全部信息 老板 没找到 只有一个已经死了30年的战士 途径序列001的职业者 叫做赵素 假名字吗 这可是违规的 不知道一师塔会怎么处理呢 老板这种做法应该不违规 小部分的一师塔都喜欢用的 奇怪的别名登梯的 我知道 不过用死人的名字 可以做文章 明白 有时候拉拢一个职业者 并不需要付出很多的钱 只需要一些手段 就可以将他们捆得死死的 我联系一下一师塔的高层 帮我一起给他设个局 我们之后出手相助就行了 老样子就行 一个百层之后 依然一分钟一层上升速度的人才 他怎么可能放过 说不定还可以当做一个招牌 背靠一师塔的高层 作为刘家财团 几乎掌握了一半高阶的医生途径的职业者 这也是为什么 刘氏财团能够在序列者工会手上 撕下一块肉的原因 其手下的团队 拥有攻略百人副本的能力 启用各种恶心的手段 强迫大量的医师 签订黑工契约合同 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招募手段 每一位有潜力的职业者 都能够给刘氏财团 带来上千万的收益 而正是因为刘氏财团的 新掌舵人刘青 这一系列的操作 才造就了刘氏财团顶峰的辉煌 赵素 阶梯139层 用13H43分 130层了 我去这家伙 真的医师吗 30分钟 从100层跨越到了130层的跨越速度 可没有减少 马上都要到达150层了 150层多久没人达到了 又出现了一个怪物 能够上150层的医生途径的职业者 无疑不是天之骄子 医师塔的大厅 已经挤满了人 已经开始拥挤起来 苏木木则是站在角落中 眼睛不眨地盯着显示屏上跳动的数字 发力了 快看 半分钟一层了 人群之中传来一声惊呼 达到135层之后 那一串数字开始疯狂跳动半分钟刷新一次 赵素 阶梯134层 用13H40分 赵素 阶梯135层 用13H41分 赵素 阶梯136层 用13H41分 赵素 阶梯137层 用13H42分 赵素 阶梯138层 用13H42分 赵素 阶梯139层 用13H43分 赵素 阶梯140层 用13H43分 赵素 阶梯150层 用13H48分 整个医师塔大厅所有人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的150层了 而且 只用了3H48分钟 就达到了150层 150层画面 开始实时记录 所有人都想要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家伙 用怎么样的手段 半分钟就能够上升一个阶梯的 医师塔大厅之中 陡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 头顶的显示屏 期待着画面的出现 这种150层以上登梯的场景 几年都遇不到一次 不说能不能在其中学会点手段 光是看着一个新时代的新星 冉冉升起 都是一种幸运 下一秒 大厅之中的画面出现 画面之中 中世纪鸟嘴一声装扮的陈瑶 站在一边 手术台上 三只骨头散发着 银绿色光芒的骷髅士兵 拿着手术刀飞舞着动作 这个场景 让原本期待的人 瞬间拉到了最低点 大厅之中 立刻爆发出极大的喧哗声 不是 这还是医生登梯吗 怎么还有召唤物 不是考验医术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干奶来了 这还是医师塔吗 法师塔是吧 这不是作弊吗 原本以为依靠实力登梯 结果是一个一分力 不出全部依靠召唤物登梯的家伙 所有人大失所望 甚至开始乱骂了起来 150层实时出现的画面 让所有人都觉得挑战 一声登梯的家伙 完全没有自己处理 全是召唤生物 在进行手术 装备效果削弱 奈何人家用的是 传奇级别的道具 他也太赖皮了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默认使用装备 来登梯是正常的 但是 有人使用召唤物 半分钟一次 刷新着登梯的排行榜 这摆在明面上 大多数医生都没办法接受 半小时过去了 整个大厅叫骂声越来越大 赵素 阶梯200层 用14H13分 200层 几十年来最高的层数 不过240层 这种半分钟一层的速度 最多在有20分钟 就要突破了 医生登梯的记录了 陈瑶就站在默默地看着 三只骷髅士兵疯狂的手术 200层了 在登梯之中的陈瑶 他也明白 以这种方式登顶 一定会遭受质疑 不过他最不怕的就是质疑 现在的他 只想要让赵素的 才能在这群医生面前展露 让他们知道 医生不依靠序列 仅仅依靠自身的天赋和热爱 能够达到怎么样的程度 至于为什么这么做 仅仅是因为不平气 还是因为其他的陈瑶不知道 他只想这么做 仅此而已 医师塔之中 致医生越来越强 没有人关注 那三只骷髅士兵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术技巧 在他们看来 医生登梯的陈瑶 只是站在那边 这种手段 是织狗都能够轻松地登顶 别人话骂得越来越难听 苏木木看着 被诱上升几层的阶梯数 一切和陈瑶所说的一样 以赵素的 才能登顶 依旧是外务 是个人都会眼红 他有些担心 处在舆论中心的陈瑶 周围的抗议声越来越强 医师塔的管理人员 都不得不上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出现 整个人医师塔的高层 立刻展开了讨论 之前为了杜绝这种 依靠作弊手段进行登梯 就限制了装备的使用效果 和治疗术的削弱 现在却出现了一个 明摆着作弊的家伙 也有一些高层 有不一样的想法 现在他还在 医师塔的规则之内 如果贸然调整的话 恐怕会对医师塔的名誉 造成不小的影响 不能中断他的登梯 等结束之后 对他进行处罚就行 不行 如果这家伙打破了 记录他的名字 将会永远被定格在医师塔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开会不是让你们否决的 你们需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提高登梯的难度吧 给他每次手术 增加一些特别的要求 现在也只有这样了 也是我们能干预的最大程度了 只要不让他超过240层 一些都好说 对对对 暂时就这样 此时画面之中 达到了220层之后 陈瑶发现 手术的难度陡然增加了 相比于之前半分钟 解决一阶梯的骷髅士兵 现在却需要超过10分钟 才能跨越一层 很显然 有人做了手脚 不过 即使调整了难度 骷髅士兵 依旧以恐怖的速度 朝着240层的记录冲刺 似乎没什么能够阻挡他 阻挡赵素纳 无人能比的才能 当一个半小时过去之后 陈瑶也来到了240层 这一刻 所有人的内心 已经发生了变化 依靠着道具破记录 他们似乎 又见证了一段历史 大厅之中 原先的叫骂声矮了下去 所有人都盯看着屏幕 不过画面之中的陈瑶 并没有立刻进行动作 反而让骷髅士兵停了下来 现在他已经登顶 他现在需要的是 让所有人依然记得 赵素的才能 陈瑶有时候觉得 自己疯了 为了一个死去的人 站在医师塔 挑衅所有的人 但是想起赵素挖干身体 给2919人做出的隔绝 掏空黑虫等死的 给自己完成最后一场手术 他又有了不得不 这么做的理由 转身 陈瑶以全身的角度 站在屏幕前 站在所有人面前 敲了敲自己脸上 那冰冷的鸟嘴面具 你们认为普通人在医生途径上 能够走多远 不对 连医生都不是的普通人 怎么能够走上医生的途径 自问自答 自己否定自己 一段虚空对话 所有人都摸不清 这一位挑战者 到底要干什么 炫耀 还是狂妄 亦或者挑衅整个医师塔 只有苏木木知道 陈瑶他要做什么 在进行手术之前 我想要介绍一下 这一次我使用的道具 这一嚣张的态度 不要脸地介绍自己作弊的工具 医师塔大厅内的人疯疯 一边骂着 一边竖着自己的耳朵听着 传奇级别的道具 少说要八九千万以上 听一听也是不错的 它是来自于一位说事医生 也不是医生家伙的手上 甚至于 我都没有看过他真实的样子 这一次使用的道具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是一把传奇杰作 传奇杰作 只是名字很奇怪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你们应该对这个道具很感兴趣 毕竟一个能够速刷整个医生登梯的道具 到底是什么人才能制作出它 一群人开始窃窃私语 传奇杰作道具 每一个都是极其珍贵的 暴露出属性和用法 对于使用者没什么好处 制作出它的人叫做赵素 一生之中 完成过两万五千三百三十一台手术 就下两万五千三百三十人 他从觉醒那一日起 就注定了一生的悲剧 战事途径序列001 代表着唯一级别战事的高序列 但是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战事 他想做的只是成为一名医生 放着序列001战事不做去当医生 真的听到都觉得很可笑不是吗 不过每个人都会因为生活之中改变而妥协 而他并没有 他用天生战事的双手拿起了手术刀 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战事 序列001的存在 对他而言更是一种诅咒 因为他只想成为一个医生 也正是他一直以来的想法 才诞生出这传奇杰作 天赋 他的天赋可以说是无与伦比 论起才能 上万台手术的经验下 他几乎可以解决任何病灶 甚至于瘟疫 他的才能可以碾压诸位的一切 只不过天生的才能和天生的战事 本就是矛盾的存在 陈瑶的语气逐渐加重 一场瘟疫证明了他的天赋 对于他来说 展示自己的才能 就算是面对死亡 都没有任何的恐惧 只不过正如他的一生一样不幸 那一场瘟疫的消息被限制了 最终还是没人知道他的才能 没人知道 他的一生天赋 远比那所谓的战事途径序列 001强上百倍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 是天生的医生 这把传奇杰作道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 他的作用仅仅是握着他 就能拥有他主人生前 那恐怖的手术经验 也仅此而已 一场关于传奇杰作道具的故事 大厅之中 所有人沉默了 矛盾的人生 矛盾个体 最终赵素这个名字 他们甚至听都没有听过 那么接下来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选择继续登顶 苏木木鸣嘴 盯看着屏幕之中的陈瑶 这一刻 陈瑶的形象在他的心中 散发着灼热的光芒 这么做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 想做就做 遇到的事情 绝对不会让他埋没 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 看着周围出现 大量的管理人员 有人开始窃窃私欲 刘氏财团的人 估计又要搞事情了 这小家伙 拿着传奇杰作的道具男了 完了 被盯上了之前不少登梯的医师 都被刘氏财团和管理员带走了 苏木木听到了那些对话 一股无名火 从他的内心蹭的一下窜上来 手指捏得发白 唇白的牙齿咬紧 没有丝毫地 由于苏木木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出了电话 电话接通 妈妈 苏木木喊出了声音 电话那头出现了慵懒的女生 逆子 那混账老东西又欺负你了 不是的妈妈 我想要让你来一趟医师塔 医师塔 你不是控制法师吗 哦我明白了 我正好在附近马上过来 苏妈妈一副我懂了的语气 立刻答应了女儿 挂断了电话 苏木木又拿起手机 拨打了卢校长的电话 校长 陈瑶在医师塔登梯 遇到了麻烦 你可以过来吗 马上来 拨打完电话后 苏木木看向自己父亲的电话 还是没有选择拨打 父亲本就不对付陈瑶 让他来 说不定还添乱 此时在陈瑶的家中 卢校长推开他房间门 走到抽屉前挂断了电话后 慢慢地打开了抽屉 拿起来那羊头面具 你终于来了 快憋死我了 他去给赵素证明了 用他的手术刀登梯了 羊头面具上的五官 突然严肃了一小会 随后又嘻嘻哈哈了起来 当然 他一直是这样的人不是吗 也正是你叔叔想要的不是吗 听着羊头面具吸皮笑脸的语气 卢校长忍不住吼道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 你为什么还活着 我的叔叔 却死在了那里 为什么 羊头面具沉默了 他原本可以活 那么 当年的瘟疫 到底是不是 你散步的 我的船长 陈奇 陈奇这个名字 喊出来的一瞬间 羊头面具上的棕色 暗淡了三分 卢卫重重地喊了一声 手 死死抓住了羊头面具 告诉我真相 你们确实是勇者 我去寻找瘟疫的根源之后 你的做法确实是最优解 完成隔绝 杜绝2920名 无法承受他手术的医生 在这个世界 继续散播瘟疫 诺夫 你为什么要消失 你要是解析出血明义 他们不需要死 现在 你告诉我 你认为他们是勇者 你消失的时候 为什么不说一声 对不起 羊头面具 只能这么开口 你还回来干什么 夺取我学生的权柄 重新活过来 亦或者重新成为船员 进入不死 卢校长的身体在颤抖 三十年来第一次他这么冲动 对不起 啰嗦的羊头面具 此刻只能重复着一句话 两久之后 羊头面具再一次开口 我有我自己的任务 请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如未水手 羊头面具 喊出如未水手四个字的时候 语气不自信地弱下去 船长 如未的语气软了下来 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但是你不能待在他的身边了 我带着你吧 就像当初 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拉出来一样 如未水手 谢谢你的信任 羊头面具被卢卫捡起来 塞进自己的衣服内侧 转身朝着衣尸塔前去 衣尸塔内 陈瑶继续登顶 陈瑶抬手一挥 身后的三只骷髅 以迅猛的速度动了起来 同时 这三只骷髅身上的 银绿色的光芒更渗了些 疯了吧 240层之后的难度 是瘟疫级别的 260层之后 更是难以解决的传说之中的瘟疫 仅仅依靠道具和召唤物 进行手术就通关 简直痴人说梦 后面都是理论性的 没人试过 这家伙 该不会真的能登顶吧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仅仅是依靠经验 就可以诞生出一把 传奇杰作的道具 大厅之中的讨论声 越来越大 更多的是质疑 那完全依靠道具的家伙 真的能够登顶吗 在登梯之中的陈瑶 突然听到了一声 特殊的提示 骷髅士兵 完成了240场手术 与传奇杰作道具产生共鸣 进阶成为肝医师 骷髅架子的骷髅士兵 开始出现肝肉填充 只有肝肉 没有皮肤的身体状态 如同行尸一样 他们的胸前 出现了一个奇怪 十字架的图案 红色的眼珠子 填充骷髅空洞洞的眼窝 骷髅士兵居然会蜕变 他们体内的死灵病菌 并没有转化成高级死灵病菌 这种奇怪的蜕变 完全是因为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杰作 影响 成为肝医师后 陈瑶站在一边看着 现在这种配合 现在是对一个人进行手术 如果是战斗之中 面对一个活人呢 四阶骷髅士兵 本身就是极强的攻击为特点 主要缓慢的动作 和薄弱的防御是 最大的弊端 现在这种配合手术 加上肝肉的填充 这三只骷髅士兵 将会使陈瑶极强的战斗力 一升登梯一共是300层 陈瑶相信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就可以登顶 此时 骷髅的身体肝肉表面 开始出现红光 这种手术还会继续蜕变 此时蜕变之后的 三只肝医师手术极快 仅仅是三分钟 就突破了241层 此时医师塔之中 几十年没有变化过排名 终于是发生了变化 肇素 阶梯241层 用15H23分 5小时23分钟 突破医生登梯的记录 对比于之前 240层通关者 花费了20H32分钟的几率 肇素5H23分的记录 更是扎眼 并且 这个数字还在变化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记录被打破了 所有人沉默了 仅仅是一把传奇节奏的道具 就打破了医师塔的记录 那拥有手术经验的赵素 该是多么恐怖的天赋 也许正如那穿着中世纪 鸟嘴医生服装的年轻人所说 这一位叫做赵素的年轻人 也许拥有的天赋 比他自身的战士途径 序列001更为恐怖 先不说他们的经验 去传承一把道具 能不能成为传奇节奏 就是仅仅是经验传承之后的道具 在医生登梯之中 能不能突破十层都是问题 这一刻 陈瑶让在医师塔之中 所有人都看到了 自己与那未曾谋面的赵医生之间 那巨大的天赋鸿沟 天生的才能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怪物 能够拥有这么恐怖的手术经验 来制造出这传奇节奏的道具 所有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之前因为陈瑶仅仅依靠道具 就突破医生登梯的记录 让人又嫉妒又愤恨 但现在因为知道了 那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杰作的道具来历后 所有人都下意识 想要看一看一位医生的极限 承载着那一名医生一生的 手术经验的道具 能不能登顶 看一看 是否真的有人 能够凭借自身的 才能达到这种高度 毕竟 这也算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赵素 阶梯242层 用15H37分 242层用了15分钟 243层用了半小时 244层用了一个小时 这种递增的速度之下 所有人能够感觉到 那把传奇杰作的道具 应付241层之后 越来越吃力了 陈瑶并没选择出手 帮助三只肝医师一起登梯 而是任由他们自己继续手术 正在所有人聚精会神 看着医师塔中的屏幕时 越来越多地 穿着制式黑色装束的人 开始进入医师塔内 一个穿着紫色外套 一头紫色头发的年轻男人 被簇拥着向前 高傲的神情 动作不屑的眼神 一进医师塔内 他就喊道 各位 抱歉了 医师塔出现了事故 现在需要带走那闹事家伙 刘家现任掌舵人刘青 用食指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后 反射的镜片光芒下 那狡诈的眼神 扫了周围一圈 目光所及之处 所有人督下意识地避开目光 看着众人的反应 刘青无聊地笑了笑 随后 将最后将目光 落在那屏幕之上 穿着鸟嘴服装的陈瑶身上 传奇杰作道具 他刘青要了 刘青扯出一张纸 参加医生登梯的照速破坏登梯的协调性 和特殊性需要暂时中断 他的医生登梯 各位让开吧 这是拘捕禁止 令医师塔开的 所以现在 刘氏财团办事 无关人让开 智识的黑衣人开始准备上前 周围的医师能避则避 对于刘氏财团谁也惹不起 所有人自动地让开一条路 刘青捏着眼睛微笑着开口 都很实去 难得 难得 这一句话 让周围的人感觉无比的羞耻 一个柔弱的身影站 在所有人面前 展开双臂 挡在了前面 苏木慕昂着倔强的小脸 眼神之中满是怒气 别打扰她 悠呵 还有人敢做出头鸟 还是个漂亮小女生 刘青伸出手指了指 发出了爆笑的声音 这一位小姐 有病就去看 别在这挡着了 医师塔的管理人员 犹豫要不要上前 帮一帮这个姑娘 小姑娘 你才几岁就敢 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一个身高 接近三米 如同暴熊一样的男人 浑身散发着金光 以碾压的速度 来到了刘青的身后 刘青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他的后脑勺按下去 三米高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一只手将刘青的脑袋 按到了医师塔的地板里 地板直接被干碎 男人一只手 拎着刘青的脑袋 像林小姬一样 拎着刘青 金光暗淡下去 巨大如同暴熊一样的身躯 慢慢缩回成一米八左右 如校长 熟悉的身影出现 校长 木木 你没事吧 没事 卢校长将刘青随意地丢在一边 抬眼看了一下 那屏幕上的记录名称 赵素 阶梯244层 用17H18分 卢校长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 转身站在苏木木的身前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看谁敢 四阶序列强者的气息 在一尸塔内爆发 卢校长将北市排得上 前十的四阶序列强者 他往那一站 谁敢上前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套路都是没有用的 刘青被丢杂到一边 如未知道 自己诅咒的原因 并不能持久地战斗 这也是为什么 他选择最为极端的方式 压制住刘氏财团 自己的面子没作用的话 到时候反而事情 变得更加地严重 至于有些人 得罪就得罪了 卢校长往那一站 那些刘青带过来的人 根本不敢上前 一尸塔的四位塔主高层 从顶层慢慢悠悠地走了下来 极为紧张的氛围 在一尸塔内蔓延 四位一尸塔高层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穿着白袍抬着法杖 身上 胸口 手腕 每个地方都带着金光异异 价值不菲的道具 从下楼梯到地面 四人散发的气势 让周围的一尸 不自觉地让开一条路 四人齐齐对着 站在苏木木前方的卢校长喊道 卢卫你好大的威风啊 我的家伙潜规则 潜到我学生的头上了 破坏协调性 破坏平衡 卢校长拿起地上 那一张拘捕禁令 一尸塔是不是忘记了 一升登梯是序列者的仪式了 序列者通过任何方式完成仪式 还会被拘捕 还是真的第一次见 老东西今天不给个说法 就出去打一架 卢校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左一具老东西 右一具老东西 让四位一尸塔高层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但是四阶序列者的实力 摆在那边 即使一尸塔的四位高层也是四阶 但是相比于战事途径的卢卫 他们一升途径 在直接战斗力上有一点差距 这里是一尸塔 一切的裁定由一尸塔决定 卢校长笑了笑 好 我怎么记得 一升登梯登顶之后 一尸塔就要确立塔主了 不知道我的这一份这条规则对不对 面对卢卫的话 四位一尸塔的高层没有说话 因为这是真的 由于一升登梯到现在都没有人登过顶 几十年之下 那一尸塔 已经变成了他们高层的元老会的私有产业 甚至于与刘氏财团 互相制造黑工套路一尸 从中赚的盆满钵满 现在被堂而皇之地说出来 他们脸上的面子又丢了三分 什么叫骑虎南下 四位一尸塔的高层 对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刘青 可谓是恨之入骨 惹谁不好 踢到铁板了 这一条隐藏的规则一说出来 周围的人群爆发出强烈的议论声 所有人开始讨论了起来 尤其大厅之中的显示屏 那穿着中世纪鸟嘴医生服装的家伙 可是正在挑战登顶啊 只是说话之间 那名字又上升了 赵素 阶梯246层 用17H38分 赵素 阶梯247层 用17H39分 逐步上升的层数 让一尸塔的高层有些坐不住 有这条规矩又怎么样 依靠着道具登顶的家伙 一尸塔能够落在这人的手中 一尸塔答应我们可不会答应 这上千名江北市的一尸 也不会答应 四位一尸塔的高层 看着屏幕上赵素的排名 又上升了一层 也明白 不能继续让陈瑶登梯了 因为他真的是 有可能登顶的 不需要你答应 也不需要他们 这是规则 这也是当初建立一尸塔 包含其中的规则 等我学生当上塔主 第一个把你们四个扫地出门 我现在站在这 你们四个一起上 这么忙 其他的一尸嘴巴张大 一脸震惊地看着芦威 四街强者大闹一尸塔 闻所未闻 那好 今天我们这四个老骨头 也要看一看 芦威小子 你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里 四人慢慢靠近 各种道具 已经捏在手中 随时准备开战 芦威的额头 还是出现冷汗 糟了 真打起来 他本来是不虚这群人的 可是自己的诅咒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 陈瑶给自己的神秘药剂 那一个300%提升实力的药剂 狂暴药剂 喝下后十分钟之内 陷入免疫毒素 和狂躁的异常 实力提升300% 隐藏无法被发现的副作用 十分钟之后 90%的概率 会毒素和狂躁异常爆发 实用者会误认为 自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300%的实力爆发 即便只有十分钟爆发一下 也可以一拳打死这群老家伙 然后等自己的学生 登顶继承医师塔 极端的计划 在卢孝章脑海之中迅速制定 无论会造成什么影响 他相信陈瑶 但是更相信自己的叔叔的才能 能够成功登顶 面对靠近的四位医师塔的高层 如为默默掏出药剂 拙劣地杀意弥漫 只要他们再往前一步 自己出手宰了这群人 莫说是江北的医师塔有着规矩 在任何省份的医师塔 都有这么一条规矩 慵懒端庄的声音传来 一袭精致旗袍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觉之中 旗袍剪裁合身 完美勾勒出他 曼妙的身姿 让人丝毫挪不开眼睛 旗袍以深邃的墨绿色为底 绣着细腻的金线牡丹 花朵栩栩栩如生 妇人四十左右的样貌 发际高碗 发间插着一只翠绿的玉簪 她手持一柄小巧的扇子 轻轻摇曳 一步一步轻轻地走进医师塔内 门口龙自排0000的车牌后 被人注意到 这牌子谁扫一眼都知道 来人的绝对是有着恐怖的上京背景 今天的医师塔这么热闹的吗 一群人看得脑壳发烫 一边是差点又要打起来的四节强者 一边又出来了上京背景的人 妈妈 站在卢校长身后的苏木木轻声喊了一句 听到苏木木的轻声呼喊 妇人脸上寒若冰霜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小步子朝着苏木木走过去 完全无视错开了四位医师塔的刀层 穿白色西装的中年男子 慢慢悠悠地跟在站在女子的身后 男子每走一步 身上的气势就攀爬一层 四五步之后 所有人都感觉心中被压了一块大石头一般的痛苦 五阶的强者 那可是已经觉醒了权柄的职业者 一个五阶强者当随从加上金背景 这两项随便抽出来一项 都能够在江北市横着走了 这么夸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孙 我叫孙元 上金孙家 其次这是我女儿 孙家 这个名词一出现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上金孙家 上金一共强势的 就有五大家族 其中排名第四的 就是孙家 那小姑娘居然是孙家娘子的女子 孙元轻轻拍拍自家女儿的手 盯着看了一会 脸上出现了一抹无奈的笑容 我家木木 也会为了别的男人 生气了 现在甚至站在这么多人面前 也没丝毫地害怕 真的很棒 亲密的夸奖 来自亲妈的调侃 苏木木的脸红到了耳朵根子 支支吾吾的开口 没 没有 孙元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那余光偷偷地看了一下屏幕上 那不断攀升的名字 赵素 阶梯248层 用17H42分 用假名字和纯道具登顶 不是傻子 就是疯子 不是的妈妈 这是因为她是 还没怎么样 都开始维护起来了 孙元转身 看向周围 你们想干什么 我不会插手 但 首先不能欺负我女儿 我这人天生心卡软 听不得自家姑娘 受一点委屈 就算是擦了点皮 我也得扒了那家伙的皮 她既然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你们还想要 在她旁边过去 不可 不可两个字落下 孙元看向白色西装的中年男子 微微点头示意 那一股舞阶的强者的气息 毫不留情地释放 恐怖的气势 压得本就年迈的四位医师塔的高层 直接跪了下来 所有人都清晰地听到了 膝盖重重撞击地面的声音 骨头碎裂的声音 甚至仔细听都能听到 这四双腿 基本上都已经废了 四位医师塔的高层 脸上褶皱的皮肤 都快要粘在一起 脸上都是痛苦面具 一个卢校长 他们还能惹得起 只是一个四阶序列 哪怕他在整个江北市 有一点影响力 但一个上京孙家 还有一个五阶的强者 惹不起啊 之前的风度什么都没了 第三下四的开口 孙家娘子 我等也是一师塔的高层 也算是江北市 有头有脸的人物 何必苦苦相避 孙元四世没有听到 双手环抱勾勒出 完美的身材 用着不容置疑的声音开口 各位今天 谁都别离开了 在这看着我 孙家的女婿登顶 女婿两个字 苏木木脸红透了 五阶强者之下 谁都没有敢质疑的能力 谁敢质疑 一师塔四位高层 除了跪在地上 除了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他们只能祈祷 那闯关的小家伙 不会登顶了 毕竟那医生 登踢难度 最低到现在 都没人登顶 现在的医生 登踢他们之前 可是掉到了最难 这是他们 唯一的希望 现在他们没的只是面子 一旦登顶他们 什么都没了 卢校长没想到 苏木木的妈妈 是孙元 上京孙家 卢校长的当校长 这么多年 也只知道 苏木木是苏云天的女儿 有一个黎毅 住在上京的前妻 他不禁感叹到 苏云天四街 就能坐到江北市 序列者工会会长 还以为 是他运情逆天 纯吃的是软饭 前妻的身份 这么逆天 此时屏幕上的数字 又动了 赵素 阶梯249层 用17H50分 赵素 阶梯250层 用17H55分 通关的速度 又变成了几分钟一层了 已经250层了 陈瑶只是站在一边 看着三只肝医师 进行手术 整个医师塔大厅 急静 甚至可以四位 医师塔高层 汗珠低落的声音 陈瑶登梯 每变化一层 他们的心跳 都慢上一拍 赵素 阶梯253层 用18H05分 赵素 阶梯257层 用18H15分 赵素 阶梯260层 用18H35分 赵素 阶梯280层 用19H15分 280层了 距离登顶 只剩下不到20层 那跪在地上的 医师塔的高层眼睛 开始发红 逐渐升上去的层数 像急了一只 无形的大手捏着他们的心脏 空气之中的气氛 逐渐灼热 赵素 阶梯285层 用19H50分 赵素 阶梯294层 用11H15分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所有人都这么站着不动 不仅仅是五阶 序列强者站在那里 更多的是那294的数字 已经无限接近于300 登顶唾手可得 登顶医师塔江北市 还未看到过 所有人呼吸开始急促 登顶只在眼前 赵素 阶梯297层 用时12H15分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这一次只剩下了三层 画面之中 陈瑶就一直站着 即使都要登顶了 他甚至都没有 丝毫要出手的打发 从史至中和他说的一样 登顶的也许并不是他 而是那一把传奇杰作 他一开始说的 他要让这群人 看到自己和那赵素天赋之间的鸿沟 赵素 阶梯299层 用时14H20分 又是站了两个小时 谁也出不去 谁也进不来 医师塔大厅 已经有人额头冒汗 299层登顶 已经是一步之遥 苏木木的手心已经冒汗 他也有些期待 能不能登顶 孙元则是饶有兴趣地 盯着大屏幕 因为 他感觉到了 时间差不多了 赵素 阶梯300层 用时15H20分 大厅之中没有欢呼 只有四位医师塔的高层脑袋慢慢低下 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 陈瑶并没有离开 而是将三只干医师收回了储物空间 画面之中 没有欣喜若狂 没有欢呼雀跃 他很冷静地走上去 他拿起手术台上 那三把手术刀 此时 手中的那三把手术刀 已经刀体通红 甚至刀身开始出现了裂纹 陈瑶没有丝毫的心疼 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已经无法使用的 传奇杰作 的道具说明上 他的简介 已经发生了变化 普通人的三把手术刀 传奇杰作 极限破损 无法使用 这是一把登顶医生登梯的手术刀 他继承了他主人的手术经验 才能和部分意识 这一场登梯之中 他做到了他主人一辈子 都因为身份无法登梯的仪式 并且达到了最高层 完成了属于医生的最高成就 陈瑶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手术 谢谢你船长 抱歉 这一次是真的再见了 陈瑶看着最后出现的陈瑶 他知道这是手术刀之中 来自于肇素意识的回应 以人力在死神手中 拉回两万多人命 以自己的血肉 隔绝了一场瘟疫 以三十年估计的代价 等待新的船长 以残缺的身体 完成了一场堪称完美的手术 破解了瘟疫血泥液 以三把手术刀继承的经验和意识 刷爆整个医生登梯 这就是你 肇素 陈瑶的手微微颤抖 面具之下的面旁 出现了一抹苦笑 小说中大地镇压天骄 而你 仅仅是残存的经验和意识 就能虐得他们体无完肤 似乎在回应 陈瑶般手术刀 开始崩开缺口 他撑不住了 如同道歉了 之后真的是再见 支撑他全部的力量已经消散 陈瑶慢慢地握紧手术刀 听着手掌中 一阵阵碎裂的声音 用着发颤的声音 你登顶了 完全依靠你自己的才能 这句话是告诉赵素你 即使不是战士 依然是一位伟大的医生 一把传奇杰作的道具 全部被陈瑶用来证明 世界上存在一个赵素的战士 依靠自己的天赋 成为了一位登顶的医生 让江北市所有的医师 听到了迟到了30年 天才医生的名字 赵素 一场迟了30年的承认 陈瑶缩缩手 将那三把手术刀的碎片 放入内衬胸口的口袋之中 深呼吸一口气 陈瑶与赵素相处的时间很短 甚至于他清醒 和自己交流的时间更短 但是 这一次他真的感受到了 来自灵魂真挚的感谢 那接下来 就是2917名医生的灵魂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灯顶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陈瑶感觉苏木木在外面 一定等得着急了 收拾了一下 就退出了医生登梯 穿着中世纪鸟嘴医生衣服的陈瑶 从医师塔七层上走下来 一下楼梯 他就感觉到 大厅之中出气的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自己 发生什么了 这个想法 在陈瑶脑海之中冒出来 扫过人群 他看到了苏木木 站在卢校长 身后旁边 还有一个穿着旗袍的美妇人 前面则是跪在地上的四个老头 这些老头衣着华丽 身上有着大量的道具 即便是道具最差 也都上百万 而且 衣服是医师塔高层的象征 他们的身份不言而喻 这种奇怪的场景 大量的信息给陈瑶大脑 干得都快要当机了 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 陈瑶注意到 那另一侧是穿着白色西装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中年男子 那一股气息超越四街 是五街 五街江北市都找不出一个 五街强者出现在了医师塔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陈瑶的身上 她的压力骤然增大 脑海之中 迅速地脑补着 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瑶 你快过来 苏木木伸出手 摆了摆对着陈瑶喊道 这时候 苏木木旁边站着的美妇人 饶有兴趣地盯着走下来的陈瑶 她是我妈妈 苏木木抢先介绍了一下 站在旁边的孙媛 孙媛白了一眼自己的小丫头 丫头胳膊肘往外拐了 她还想要逗一逗这个小男生的 陈瑶有些震惊 这位穿着旗袍的美妇人 是苏木木的妈妈 苏木木什么实力 爸爸苏云天江北市的 序列者工会的会长 妈妈由五街强者做保镖 这身份简直逆天了 小家伙还用着你的能力 挡着样貌 见到长辈还这样 是不是不太礼貌 我在这 没人敢对你怎么样 陈瑶立刻抬手在自己面前一挥 自身瘟疫着装 化作黑气飘散 消失不见 露出了一身蓝色休闲装的样子 碎发搭配上白净的面容 看起来格外的舒服 这样貌 完全可以称得上帅气 倒也是长得白净顺眼 孙元对于陈瑶的第一印象并不差 自家丫头的目光 就从没在这小男生身上移开过 甚至于苏木木往孙元身边靠了靠 用手勾住了自己母亲的手 苏木木这时候 轻声地开口提醒道 陈瑶还不喊人 陈瑶点头 立刻弯腰对着孙元喊道 岳母好 这一声岳母给卢校长整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苏木木的小嘴微微张大 见家长不是喊阿姨吗 旁边五阶序列者动了动 孙元微微皱着的眉毛 发胸眼神一落过去 五阶序列强者 立刻低着头抬起的手 便缩了回去 卢校长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内心已经骂了陈瑶八百遍了 孙元却是用小扇子 挡在自己的面前轻声地笑了起来 真的好有趣 哪有人见面鞠躬的喊岳母的 因为木木的父亲见面的时候 就喊他岳父了 喊阿姨总会显得有些身份 提到苏云天 孙元的眼睛闪过一丝异动 连语气都变得更柔和了些 你倒是一碗水端平 这称呼我印象了 你灯顶确实不容易 但那一把传奇杰作 不觉得可惜吗 作为医生途径的你应该知道 一把传奇杰作的价值 和它能够带来的收益吧 如果用来救人 说不定更有价值 你不觉得可惜和浪费吗 陈瑶直起腰 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它存在得意义仅仅是证明 他抬手指向那屏幕 顺着他指着的方向看去 赵素 阶梯300层 用时15H20分 证明他的主人的 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这就足够了 这样的回答 让孙元十分的意外 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更加感兴趣了 有点意思 好久没有遇到 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了 跪在地上的 一位伊尸塔高层 秉承着鱼死网破 整个人癫狂地喊道 用道具登顶 而且道具 还破损了 就算他登顶了 也没有资格 成为塔主 我不会承认的 江北市伊尸塔 更加不会承认 孙元脸色 瞬间冰了下来 林立的眼神 落在喊话人的身上 下一秒 那一位五阶序列强者 抓住了那老头的脑袋 一阵惨叫声响起 一位四阶的强者 浑身燃烧起火焰 仅仅数秒的时间 就成为了焦炭 被随意地丢在地上 完全地压制 林立的手段 孙元瞄了一眼陈瑶 发现他脸上 没有任何的表情 嘴角勾起笑容 你一点都不惊讶 不惊讶 岳母大人做什么 都是有考量的 你终于是错了 我做什么 都是随心所欲的 你想不想当塔主 江北市伊尸塔的塔主 只要你想 我就可以让你坐上去 和孙元对话 陈瑶感觉压力骤大 即使面对苏木木的父亲 苏云天 都没有这种感觉 想 但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机会 孙元有些疑惑 陈瑶慢慢走到 还跪在地上的三个老头面前 你们是否还觉得 我陈瑶登顶之法 不合规矩 没人说话 没人敢说话 刚刚被烧死的 一位四阶序列者 就是答案 孙元看着陈瑶 想要看看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传奇杰作 继承他主人的实力 不足十分之一 仅仅依靠他 都能够轻轻松松地登顶 实际上 登顶我也觉得 他没什么难度 如果可以 我能在一个半小时 达到299层的话 塔主位置 我稳坐你们有意见吗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觉得太狂妄了吧 299层 一个半小时 一分钟五层 一个半小时 能够达到40层 都是翘楚了吧 陈瑶想做得很简单 成为塔主 成为江北市医师塔塔主 那么他将第一时间 为2917名医生证明 陈瑶的语气不容置疑 甚至那强烈的自信 让孙元都有些异动 跪在地上的老头 咬着牙开口 一个半小时 299层 只要你能做到 你这个塔主 我们认 很好 不过 我不需要你们的认可 我需要的是 他们的认可 陈瑶手指向 大厅之中所有的医师 孙元有些看不懂 这年轻的小家伙了 一个半小时 299层 这种说法 就显得很荒唐 你确定你能做到 陈瑶双手插斗 有些事情 并不能用正常的角度 去思考 有些人 也不能以特别的角度去看 这件事情并不难 他走到窗口 所有人自觉地 让出了一条路 陈瑶将觉醒卡 递给了服务员 姓名陈瑶 序列002神秘学家 序列002前5的 高序列职业者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居然是002的神秘学家 神秘学家 是研究各种神秘的存在 所以拥有 中世纪医生的 防护装扮 也是正常的 登记好了 服务员 从窗口递回觉醒卡的手 有些颤抖 收起觉醒卡陈瑶 重新踏上楼梯 当她的左脚 踩在阶梯上的一瞬间 身体被黑色浓雾缠绕 第二阶梯走上去之后 黑色浓雾慢慢散开 陈瑶已经穿上了 中世纪鸟嘴医生的装扮 看着陈瑶离开的背影 苏木木眼神就没离开过 这么自信 并不是一件好事 妈妈 她可以的 苏木木又重重地补了一句 她从没有食言过 虽然看着自己女儿 已经具备初步恋爱恼的样子 也是叹了口气 不过转念一想 当时的她又何尝不是这样 孙元看了一眼 站在旁边的卢校长 眼神一粒 卢未心中大惊 自觉地往后退了两三步 孙元轻生地对自己的女儿 苏木木开口 这一次江北市将会出现一场灾难 这是来自于法师图静 序列003先知的说法 先知说出了一个关键词 苏木木侧着耳朵听着 瘟疫 将会有一场爆发一场瘟疫 所以我来到江北市 一方面看看你 一方面查看一下档案 是否最近有一生图静序列 001瘟疫医生重生诞生 听到序列001瘟疫医生 苏木木的小脸 瞬间苍白了下来 瘟疫医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果有瘟疫那么瘟疫 医生的出现 将会是解决灾难的前提 苏木木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开口 说出陈瑶的真实的序列 一阵惊呼声 在医师塔大厅响起 已经开始登梯的陈瑶名字 出现在大厅的屏幕上 只见那屏幕上的层数 一瞬间 开始疯狂地变化了起来 陈瑶 阶梯一层 0H0分 陈瑶 阶梯两层 0H1分 陈瑶 阶梯五层 0H1分 一分钟的时间 已经跨越了五层 陈瑶 阶梯六层 0H1分 陈瑶 阶梯七层 0H1分 陈瑶 阶梯十层 0H1分 一分钟还没过去 一眨眼的时间 那层数已经跨越到了十层 此时 在医生登梯中的陈瑶 每进入一层第一时间 就是释放了那血泥液的瘟疫 然后逆转治疗 任何发烧 难受 血液疾病 心脏疾病 在血泥液之下 都是弟弟 被瘟疫覆盖之后 逆转治疗瞬间可以恢复 陈瑶 阶梯50层 0H5分 五分钟的时间 已经跳到了50层 由于没有到指定的层数 没人知道 陈瑶是怎么做到的 他不会还有一把 传奇杰作道具吧 不太可能 传奇杰作 基本上是有价无事 一阶的小家伙 怎么可能拥有两个 所有人讨论之间 那层数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陈瑶 阶梯70层 0H8分 8分钟70层 这种速度 就算是听着那医生登梯介绍病情 也不够8分钟70层 陈瑶 阶梯80层 0H10分 陈瑶 阶梯85层 0H12分 陈瑶 阶梯90层 0H14分 陈瑶 阶梯100层 0H17分 100层了 屏幕上出现了陈瑶的身影 当播报病情开始 陈瑶就第一时间冲上去 伸出手将自己的手指插入病人的胸口 然后伴随着病人的抽搐 一阵绿光涌现 就一层跨越结束 每一层都这样的动作 所有人都看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进行了治疗 陈瑶 阶梯110层 0H20分 陈瑶 阶梯120层 0H22分 陈瑶 阶梯130层 0H25分 即使陈瑶的速度够快 但是130层用了25分钟半小时 连一半都没有到 后续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所有人还是不看好 陈瑶能够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299层 不过这种速度 依旧让所有人惊叹 陈瑶 阶梯140层 0H27分 陈瑶 阶梯150层 0H30分 陈瑶 阶梯160层 0H33分 三分钟时层确实很快 但是这样依旧达不到他说的一个半小时 299层 孙元真的是感觉 这小男生真的是有点东西 眼神也变得认真了起来 这种登顶的速度 莫不是说 在江北市 哪怕是在妖孽盘踞的上京 也没有这种恐怖的速度 实际上 孙元他没有说的事 来自于先知说法 还有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出现 只不过 对于天才的定义 先知给到的 只有几句话 绝对的人格魅力 绝对的天赋 绝对的奉献者 所以 孙元感觉 陈瑶会不会是先知所说的人物 此时登梯的速度开始了上升 陈瑶 阶梯170层 0H38分 陈瑶 阶梯180层 0H40分 陈瑶 阶梯190层 0H42分 陈瑶 阶梯200层 0H44分 只剩下48分钟 还有119层 所有人感觉有点危险 曾书越靠后难度 自然也是肉眼可见的难 陈瑶的手 已经开始颤抖了 190层连续地使用瘟疫血泥液 再进行逆转治疗 她的魔力已经空了 依靠着装备 再吊着回复把了 陈瑶抬手 三只肝医师出现 而是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三只肝医师 拖着病人扔到了地上 再以最快的速度 直接划开病人的胸口 然后陈瑶当着所有人的面 进行野地手术 野地手术时间 必须压缩在三分钟之内 野地手术最大的优势 就是 鹿子够野速度够快 但是以陈瑶自己的手术 现在完全不够 三只肝医师 仿佛是受到了某种的影响 开始配合陈瑶的动作 五分钟 五分钟的时间 突破了200层 陈瑶 阶梯201层 0H49分 这几乎是用时最长的层数了 之后 陈瑶则是轻车熟路起来 肝医师的动作极快 扔病人 开膛破度 等待陈瑶切除 配合缝合 一气呵成 这么多的动作 开始压榨 回到了两分钟 陈瑶 阶梯222层 0H51分 不够了 时间完全不够 她完成不了了 孙元有些失望 自信过头就是自大 即使天赋很强 自大会让她没办法成长起来 40分钟 通关77层 太难了 本来依靠她的势力 可以轻松 让陈瑶成为塔主 现在如果失败了的话 那么她也没办法应推她上位 她可以 旁边的苏木木 很坚定地开口 孙元看向自己的女儿 摇了摇头 恋爱脑啊 恋爱脑 陈瑶 阶梯232层 0H53分 速度又提上去了 陈瑶手术的速度开始提升 有着肝医师的手术辅助 技能 野地手术的经验 疯狂增加 野地手术 作为瘟疫医生的技能 其强大不用说 一场野地手术 完全可以 让你恢复过来 无论是发烧还是头痛 甚至于简单的感冒 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好 无理由的治疗 陈瑶 阶梯235层 0H56分 排名再次变化 还有64层 所有人感觉 只剩下34分钟的时间 应该是完全不够 跪在地上的伤的老头脸上 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他们赌对了 这个年轻的家伙 根本经不起激将法 现在只要在一个半小时内 没有到达299层 那么一切 都还是归他们所有 这时候陈瑶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完成了45场野地手术 45场野地手术之中 终于是找到了一个特殊的通关方法 一个快速通关这医生 登替医师关键 此时 从190层之后 每一层不再是单独的病情 而是正对于器官的特殊瘟疫 下一关开始 陈瑶没有移动 身体慢慢转身 面向干医师 所有人疑惑 陈瑶怎么突然不动时 那干医师突然爆起 伸出手极快的速度 穿透了陈瑶的胸口 血肉搅动的声音响起 猝不及防的攻击 让医师塔大厅所有人 倒吸一口凉气 穿透胸口剧烈的疼痛 让陈瑶嘴唇开始发白 这就是挖心的感觉 干医师极快的收手 将手从陈瑶的胸口 抽了出来 手中还握着那一颗 血淋淋的心脏 这个动作 惊呆了所有人 在屏幕之中 所有人看着陈瑶 被取出了自己的心脏 那一颗 还在跳动的心脏 红色的脉络 还在跳动着 陈瑶很痛苦 只不过这痛苦和背负 2917名灵魂登传相比 还是差了太多 甚至于 他能够感受着心脏 被掏空的感觉 190层后面的特殊瘟疫病情 都是来自于单一器官 自己手术的时候 那人的身体 已经彻底地病入膏肓 必须使用特殊的手段 进行治疗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解析之后 逆转治疗 但是 那样太慢了 且这些瘟疫 都太低级了 陈瑶直接让干医师 从自己的身体之中 拆除器官零件 给手术台上的病人 换一个健康的心脏 挖心 换心 这一套 操作把医师塔大厅的人 给整自闭了 这是什么魔鬼治疗方式 挖心换心 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卢校长 瞳孔之中皆是震惊 因为 和他叔叔特有的能力 隔绝有点像 以血肉 完成瘟疫的隔绝 但仅仅是相似而已 两者之间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联 已经能够做到 挖心这种程度了 这个小家伙的 蜕变速度 简直让我 都感觉到震惊 羊头面具的声音 在卢校长的脑海之中响起 你快点离开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 一件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事情 卢校长扫了一眼 整个大厅之中的所有人 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 他也找着机会 准备离开 时间已经来到了56分钟 只剩下34分钟 陈瑶 阶梯234层 0H57分 陈瑶 阶梯235层 0H57分 陈瑶 阶梯244层 0H57分 陈瑶 阶梯253层 0H57分 拿着一颗心脏 去替换病人的心脏 下一关之后 那属于陈瑶的心脏 还是会出现在 甘医师的手中 以至于甘医师 只需要剖开病人的身体 将心脏替换进去 随意地缝合一下 就完成了闯关 速度极快 魔鬼般的技巧操作 这一操作 甚至看待了孙元 这简直就是蠢狠人 挖心换心快速通关 紧接着 单医师随意地 将陈瑶的心脏扔到一边 从254关开始 不再是需要心脏 开始从陈瑶的胸口之中 掏出其他的器官 依次顺序是肝 皮 胃带 甚至于小肠 都被扯了出来 这6分钟的时间 层数疯涨 陈瑶 阶梯254层 EH04分 陈瑶 阶梯267层 EH08分 陈瑶 阶梯278层 EH18分 陈瑶 阶梯288层 EH22分 层数连涨了4次 这种增长速度和方式 所有人沉默了 太狠了 只剩下最后的11层 陈瑶解开了瘟疫着装 他双手已经开始颤抖 极致的疼痛下 除了身体的反应 他的精神已经麻木 他的手指 慢慢伸向自己的眼睛 然后伸入进去 手指勾弯 将自己的眼睛被挖了出来 硬生生扣下眼珠子 那沾染的血丝 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伴随着眼珠子扣了下来 干医师拿着眼球 开始更换零件 那层数跳跃到了299层 仅次于赵素的排名出现 陈瑶 阶梯299层 EH28分 从头到尾 看完陈瑶疯狂的通关方式 大厅之中所有人的心跳 都慢了一拍 不是 还有这种高速的通关方式 普通医师被挖掉器官之后 根本不可能自己动弹 必须得像陈瑶一样 拥有精通手术的傀儡才行 加上那极端的动作 这种通关方式 没人敢尝试 太恐怖了 完成了299层后 陈瑶退出了医生登梯的 仪式幻境 被挖掉的器官 也在离开时恢复 摘除的疼痛感 也一并消除 当他从高塔7层 走下来时候 所有人的眼神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个少年 以这种方式 通关299层 更为难得的 是他真的在一个半小时内 完成了299层的通关 面对走下来的陈瑶 孙元开口道 你提前知道 这种通关的方式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确定 你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 通关299层 陈瑶双手一摊 因为自大 自大这个自嘲词 说出来的一瞬间 孙元对这个小伙子 更是有了三分好感 太有意思了 你真的很不错 至少和你很有魄力 孙元转身看着 跪在地上的 三位一师塔的 高层老头开口道 既然已经完成了条件 那么你们 还有什么意义 三个老头的脑袋低下 头底在地上 什么话也没说 三人知道 等待他们的 只有被驱逐 一个星期内 你们完成塔主的 全力交接吧 至于文件 会在这几天同步下来的 不需要你们 慢慢吞吞地申请 孙元的这句话 击碎了他们所有的幻想 塔主确定了 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赶在医生登梯之中 换心换脾胃 换器官的年轻人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 这件事情结束后 所有人医师 开始陆续地离开医师塔 卢卫也随着人群 走出医师塔 陈瑶注意到 离开的卢校长 刚想要追上去 却被孙元喊住 天色很晚了 阿姨请客出去 一起吃个饭吧 孙元的邀请 陈瑶连忙答应下来 从医师塔走出来的卢卫 他对着自己胸口衣服 夹层中的羊头面 询问道 船长 我们去哪 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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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杯那里 是埋葬着所有 为江北市 做出贡献的职业者 卢校长只感觉 群杯这个词 从口中说出来之后 脑袋有些微微疼 听着怀中的羊头面具的要求 开始朝着战士群杯走过去 你不想知道 三十年前那一场瘟疫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吗 也许走的时间长了 也许是太安静了 在一个无人的街道上 羊头面具 突然提到了这个话题 我找了三十年依旧 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这种事情 你只要认真去找 就能找到答案 因为就是我散布了瘟疫 卢卫的脚步突然停下 脸色瞬间暗淡了下来 他似乎听到了一个 难以接受的事情 真的是你 羊头面具迟疑了一下 还是开口 是我 为什么 沉默 这件事情除了我 他们都知道 知道 他们也知道自己 注定是活不了的 卢校长的脑子 越来越乱 也越来越痛 说不通 说不通 怎么可能是船长 你凭什么让那么多人 为你死 只为你那恶心的研究 我 是我对不起他们 今日告诉你 只是想让你有个解脱 让我解脱 你在说什么胡话 三天 是你还能在现实世界之中 待得最长的时间 三天内 你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哪怕只要其中出现问题 江北市 还会出现三十年前的灾难 你又想要干什么 你这个疯子 如为一把扯出衣服 夹层之中的羊头面具 摔在地上 他的脑袋更疼了 不对 我只剩三天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卢尾的脑袋越来越疼 甚至有些神志不清 他开始骂道 你又想让我替你去死 和那些人一样 和我叔叔一样 我告诉你 你错了 我不是我叔叔 我不是那两千九百二十人 我不是你的船员了 我不会听你的谎言 然后去送命 漆黑无人小巷子之中 传来抱着脑袋的卢尾 那痛苦的咒骂声 拼 拼什么 卢尾崩溃了 因为你是我的船员 你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 卢尉你还没有回忆起来吗 你要披着这个身份到什么时候 这一生下 卢尾感觉头痛到快要裂开 疼痛之下 他的表情开始扭曲 整个人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我很想让你继续以卢尾的身份活着 但是很抱歉 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三天内必须结束一切 似乎是关键词的触发 卢尾慢慢抬起头 他的瞳孔开始散发出红色 他的脑袋后面 一只躯黑的甲虫 挣扎着 从皮肉之下一点点钻出 我 我叫罗勇 我是羊头医生 他从来都不是战士途径 他那可以修改他人记忆的能力 来自于医生途径的能力 他修改了陈瑶 那在别人记忆之中 医生途径序列001的事实 修改了那些实习同学 副本之中的记忆 甚至于 他修改了自身的记忆 以部分医生途径能力 虚化出了一个外人眼中 全新的战士途径序列 065光明战士 如未 毕竟30年前 在一个成堆成堆的死人之中 替换一个身份名字太简单了 身上软弱无力诅咒 也是来自于瘟疫酒馆之中的特殊物品 他从史之中都不是一个战士 因为他战斗时候 药剂力量提供 只能持续那么长时间 他没办法成为战士一样那么战斗 那么 瘟疫酒馆之中的诅咒 则是最好的遮掩 将一个医生伪装成为战士最好的方法 他很成功 一切都非常的成功 如未再一次地站了起来 眼神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 或许现在站起来的 并不是如未 而是罗勇 2920名医生之中的羊头医生 罗勇 地上的羊头面具 散发着黑色粒子气息 罗勇蹲下身子 捡起地上的羊头面具 将他一点一点戴在自己的脸上 伴随着羊头面具和皮肤的贴合 那面具开始一点点隐藏 进入了罗勇的脸内 所有记忆全部互相契合 完美地在一起 船长早就死了 从来都没有活着的船长 不然权柄怎么可能会被继承 羊头面具 只是他记忆的载体 他甚至改变了 自己和羊头面具的记忆 都单独设置了特殊的身份 如未设置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赵素侄子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生活30年 羊头面具 设置成前任瘟疫船长的记忆 为的就是 他们相遇的时候 能够触发关键词 让罗勇真正的记忆 能够被唤醒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活下去 在瘟疫人为的大清洗之中 活下去 罗勇的眼睛有些发红 船长 赵素 孙悲 痛苦的记忆 仿佛是在昨日 他现在该去做他的事情了 点燃属于30年前 埋下的蜡烛 罗勇伸出手 拿出了手机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壁纸 上面是一家三口 开心的笑容 作为记忆载体的芦卫身份 他也在30年间 有了一个完美的家庭 妻子和一个五岁可爱的小女娃 如果他没有触发关键词 也许将会和妻女完美地度过一生 一生作为校长的身份老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已经不再是作为如未活着了 罗勇给自己的妻子 打出一个视频 老公今天出门这么晚都没回来 菜马上好了 给你炖了蹄子 小豆丁炒着 要和爸爸一起吃巴结的饺呢 电话那头的女人 穿着围裙 正在做着菜 一个小女生的脑袋突然出现 伴随着屏幕晃动 小娃娃委屈巴巴声音传来 爸爸快点回来 不要忙了 不要上班 听着熟悉的声音 罗勇脸上露出笑容 爸爸马上回来 你和妈妈先吃 让妈妈接电话吧 妈妈 妈妈 电话 小豆丁抓着手机 将手机歪歪斜斜地放在桌子上 怎么了今天 你情绪好像不太对 女人用围裙擦着手 没什么 老婆我爱你 说完这句话罗勇挂断了电话 眼睛湿润 罗勇慌忙地抬头 从副本到承载 2917名好友的灵魂 回到现实 甚至于羊头面具 都是他三十前布下的局 其中 只要任何一个出了问题 他就可以继续 以卢校长的记忆 和身份活下去 但是 太可惜了 曾经被船长骂作凤厨的 他任何提出的建议 都是最拉垮的 失败了一辈子谋划 在这种时候 居然出奇地顺利 就像是天意 故意要破坏 卢校长的幸福生活一般 一切都太过于顺利 他成为了罗勇 回归成了羊头医生 同时在成为羊头医生 罗勇的这一刻 他的命只剩下三天 他没有回头路 这也是他三十年前 给自己设定的绝路 羊头医生 不会独自活着 也不可以 为了虚构的记忆 诞生的角色 而沉沦下去 触发关键词的第一时间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 拿出手机 发送了一个爱你的表情包 给自己妻子 背影在街道的灯光之下 拉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罗勇将手机捏碎 朝着裙杯的方向走去 裙杯 江北市最大的职业者裙杯 说是裙杯 其实也叫做墓地 这里埋葬着大量所谓的 伟人 只不过这里没有一个位置 容得下三十年前的医生 甚至于他的朋友 老是都只能在 黎明之塔下长眠 罗勇看着上锁的铁门 一只手一扯 就轻松拉开了铁门 推着就进去 进入了裙杯成排成排的 石碑有序地插在土地上 罗勇顺着大路 一直走一直走 最终 他在一个墓碑前 停下了脚步 司徒世家伟人功劳之墓 司徒清智 看到墓碑上的字 和碑前大量的鲜花 一股无名火 在罗勇的心头生腾而起 司徒清智 曾经最念号的第一位传员 廖望手 瘟疫医生最宠爱的徒弟 更是医生途径序列 002神秘学家 混账东西 罗勇狠狠地骂了一声 从道具之中拿出来一铁锹 铁锹一扫 所有的鲜花被拍散 然后对着司徒清智的杯 一铁锹抽断了杯 挖出了他的棺材 撬开棺盖 拿走了他的骨头 司徒清智吃里爬外的东西 你没想到我 还能活着吧 你的骨头做成材料 正好当作我送给别人的礼物 罗勇红着的眼睛开始流泪 抽着那些挖出的骨头 一个个用不包裹压紧式 捡起随意地拿起一块 沾着青苔的石头 单膝跪在地上 双手抓着石头 朝着骨头砸了下去 你对不起你的船长 忘恩负义 卖国叛贼 因为你 船长不得不散布瘟疫 成为罪人 为了你2920人流放异解 为了你赵素隔肉隔绝 罗勇抬起手的速度加快 再一次砸下 伴随着被不包裹着的骨头 碾碎的声音 你对不起 赵 对不起孙辈 你对不起 那位你丧命的2917人 你对不起江北市 370余万人 罗勇宣泄似的砸下 一下一下 直到整个司徒清智 被挖出来的骨头 被砸成粉末 错骨 做完之后 罗勇才慢慢站着身子 你的骨头 来当作礼物 是最好不过的 真亏得你的身份 骨头里的神秘 还这么完好 没有将它收进储物界内 布条一扯一甩 背在身上 拖着那一袋子骨灰 带着离开裙碑 宿舍楼下 陈瑶感觉浑身疲惫地 从出租车上下来 原本要吃一顿饭 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孙媛就带着苏木木离开了 失去了和丈母娘凑近的机会 着实可惜 她只能打车回来 对于陈瑶来说 成为塔主的好处很多 只不过 一个一阶的医生途径 成为塔主 并不全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对于陈瑶来说 都不算什么 她只想要考虑的是 自己想做的 现在她还盘算着 剩下的野地手术 怎么完成 和苏木木的仪式 怎么找个方法度过去 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现在未完成的仪式 卡在一阶那些 在副本之中积累的经验值 都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 上了楼 陈瑶的手 在门把手上方突然停下 因为门开着扮演着的 进来吧 是我 卢校长的声音 从屋子中传来 陈瑶拉开门 看到了坐在窗户下的卢校长 透过窗外的月光之下 卢校长在背光之下 看不清她的脸 下意识地伸手打开灯 别开灯 我说几件事就离开 卢校长打断了她 想要打开灯的动作 昏暗之中 那一双红色的眼睛 一时间看到陈瑶有些恍惚 陈瑶感觉卢校长有些奇怪 但还是照做了 卢校长放在桌子上 这样的药剂副作用太大了 可以给别人用 自己不要喝 陈瑶借着月光认得出 那是自己给卢校长的 神秘药剂狂暴药剂 是被发现了吗 这是回来和自己要钱 谁知道 卢校长又继续开口 作为我的学生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这一瓶药剂 是我给你的礼物 一瓶神秘药剂 被卢校长再一次拿了出来 丢给了陈瑶 陈瑶右手一抬 稳稳地抓住了那一瓶药剂 拿起来看看 双序列药剂 喝下之后 你将额外拥有一条 医生途径 序列职业003 妄想家 作为唯一的序列 将继承一半的 妄想家序列能力 直到另一位 真正的妄想家的序列死亡 才能完整获得 妄想家的序列的 全部能力和晋升 这 妄想家 校长 这太贵重了 陈瑶感觉这个药剂 也太恐怖了 光从作用上来看 这个药剂简直离谱 如果换算成钱的话 甚至上百亿都不够买下他的 一条全新序列的增幅 让人同时拥有两个序列 一点小礼物而已 我走之后 就立刻喝下他的药效时间很短 越早喝效果越好 妄想家最主要的能力是思考 他的思考能力 甚至超越任何一个途径 带来的力量 所想即是真实 所念即是真理 但是代价 却很大 一定要谨慎使用他的能力 校长发生什么了 听着校长 诉说着妄想家序列的能力 陈瑶有一种奇怪的错觉 那就是校长就是那药剂之中 所说的妄想家 随后他立刻打碎了这个想法 校长的途径是战士 只不过他总感觉 突然送自己这么大的礼 像是在交代一言似的 陈瑶 你是当代的瘟疫医生 也是继承权柄的存在 你看到了 那2917名无辜的游魂 也看到了赵素的才华 我想说的是 这个世界上 他们应该被记得 对吗 一定会的 陈瑶不明白 卢校长为什么说这些话 你觉得我这个校长当得还称职的话 你愿意听我一次吗 这句话 陈瑶立刻点头 不要用你他主的身份 给2917名医生立碑 不要让他们回到这里 让他们待在罪孽号上 说完 卢校长站了起来 再一次重复道 记住我说的话 不要利用你他主的身份立碑 不要让他们回来 30年 就是三年 他们也不会记得他们 他们就算是回来 也只是冰冷的墓碑 校长 听着卢校长的声音越来越低 陈瑶喊住了他 他们应该回来 我答应过赵医生的 卢校长的脚步停下 你既然不听我的话 想做就去做吧 我能说的也都说了 卢校长说完 静止地离开了屋子 只是陈瑶没注意的是 卢校长的右手的袖口 已经空荡荡的 陈瑶十分不理解 卢校长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卢校长离开了 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陈瑶追了上去 可是一出门 却看不到卢校长的身影 只能回到屋子 摸索着墙壁的开关打开 啪 灯亮起的一瞬间 他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整个墙壁 地板 甚至桌子上 都被马克比写上了 密密麻麻的神秘公式 就像是有人在这里 演算着什么 这 这些公式 是校长写的 只是盯着这些公式 陈瑶就感觉脑袋发胀 那是一种 来自理智下降的反应 迷迷糊糊中 陈瑶抓起桌子上的 那一瓶双序裂药剂 将药剂 在他手中出现了 衰弱 的提示 双序裂药剂 这瓶药剂的神秘力量 正在衰弱 三分钟之后 将会彻底丧失作用 备注 特殊的代价 构建出的本部应该存在 神秘药剂 它正在失效 陈瑶没有犹豫 拿起那瓶双序裂药剂 一口喝下 离开陈瑶的屋子 卢校长 不 应该说是 已经觉醒了记忆 成为羊头 医生的罗勇 冰冷的街道 尚罗勇痛苦地靠在墙壁上 一点一点地坐在地上 左手伸出握住 那已经空荡荡的右手袖子 他的右手 已经彻底消失 妄想的代价 真大 不得不说 司徒亲制的骨灰 真难吃 脑袋疼痛的原因 更多的是 来自理智降低的副作用 妄想家成为序列002号神秘学家 以推演自身的神秘公式 加速了自身的变化 为了更好的推演成为 医生途径序列002神秘学家 罗勇 甚至吃下了所有司徒亲制的骨灰 为的就是完美妄想 他成功制作出了 世界上唯一一瓶双序列药剂 继承序列望想家 只要三天之后 自己死了 望想家搭配瘟疫医生 这一位新的船长 也许能够走得更远 这一份礼物是替赵素 和2917名医生 共同送给陈瑶的 尤其是 他登顶了医师塔 完成了赵素一辈子的愿望 证明才能 罗勇休息了一会 擦掉额头的汗水 他没有时间休息 他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去做 屋子之中 喝下那一瓶双序列药剂的陈瑶 已经蜷缩在地上 整个人痛苦地挣扎着 他的额头青筋抱起 双眼通红 整个人难受在地上 还是爬起来 卢校长坑货呀 喝下药剂没有说过 会这么疼啊 大量奇怪的知识 以一种恐怖的方式 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同时一段段陌生的记忆 开始冲刷着陈瑶的脑海 那一段段记忆 被陈瑶尽可能地消化着 那是来自于 一个名叫罗勇的记忆 罗勇这个词 让陈瑶想起来 是那黎明之塔下 与隶属医生 赵素 绷带医生 孙悲齐名的羊头医生 三岁出生在小镇的罗勇 就喜欢搞一些特别的发明 用酒精 和一些奇怪的树枝液体 调制一些没什么用的废品 他喜欢叫自己炼金大师 他说 自己就是天生的炼金术师 18岁 他觉醒了医生途径 序列003望想家 一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星星 一个高位序列的职业者 代表着的是一个小镇的希望 19岁的罗勇才发现 妄想家是一个 什么都做不了的序列 任何妄想都需要代价 以至于想要学医生救人 都需要付出自己的血液 20岁罗勇来到了江北市 他参加了各种的副本 进行历练 在一次副本之中 他遇到三个人 一个明明是战士 却只会在后面 给人救治学着医生 做着手术奇怪的家伙 一个只喜欢偷偷研究瘟疫的疯子 罗勇很开心 他也认为自己的高序列妄想家 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 毕竟和一群废物在一起 更容易得到认同感 你们三人很快组成了 一个废物小队 一个没人愿意 接纳你们的小队 不会战斗的战士 痴迷瘟疫的医生 和需要付出代价的妄想家 这种组合 在任何人看来 都是疯子 所以你们有了 更为疯狂的代号 绷带医生孙悲 羊头医生罗勇 隶属医生赵素 但是你们很快发现 放瘟疫 治疗 妄想战斗 你们就是一个体系 你们根本不需要 其他人的帮助 至此 你们开始了 速通副本的节奏 就这样持续了 十年的时间直到 一个穿着中世纪鸟 嘴医生衣服的男人 出现在你们面前 他带着一个18岁的男孩 想要加入你们的队伍 你们三人 早已经是一个团队 很难加入一个陌生人 直到孙悲 失手将瘟疫 在一个街道的人得要翻 这放在现实世界 可是要进橘子的 那穿着中世纪 鸟嘴医生的家伙 主动解决了 那一场小规模瘟疫 并且替孙悲承担下 那一场瘟疫的骂名 进了橘子一个月 你们知道了他的名字 瘟疫医生 陈琪 而那个跟在他身边的男孩 名字叫做司徒轻智 毕竟人家 替你进了橘子 你们三人开始 不得不成为了 瘟疫医生陈琪的手下 三人的队伍 扩充成为了五人 之后 队伍人员越多 越来越多奇怪的医生 因为陈琪的原因 加入了队伍 陈琪甚至狂妄地 给你们这么一群人 取了一个特殊的名称 黎明高塔 他说 黎明高塔 就是行走于黑暗之中的高塔 瘟疫之中的直译 三年的时间 黎明高塔的人数 就扩充到1520人 四年的时间 陈琪居然不知道 从哪继承了一艘破旧的船只 那里面有着各种研究的船舱 甚至于奇怪的酒馆 那一艘船 成为黎明高塔根据地 此时黎明之塔的人数 除了司徒轻智和陈琪 扩充到了2920人 司徒轻智他们之中最小 最人处无害 002号神秘学家 被发现他一直都在背地里进行人体实验 被发现之后 司徒轻智被逐出黎明高塔 至此最大的恶号出现 司徒轻智开始联络邻国准备 将整个江北市作为核心灾难点 投放范围性 急死瘟疫 江北市在一天内死亡了十大不流于人 急死病毒的传播性和致死率过于恐怖 只要感染 将会在半天到一天时间必死 陈琪为了江北市开始解析 并且制作出削弱版本的急死病毒 散布血宁瘟疫来替代急死病毒 血宁瘟疫虽然同样致命 但它可以通过治疗来延续死亡时间 最常让死亡时间延续到了四天 四天 四天的时间 他们需要将所有的感染血宁瘟疫的人 进行全部治疗 这对于上百万的城市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2920名黎明之塔的医生 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血宁疫的治疗之中 为了更好的完成治疗 罗勇用自己妄想家的能力 消耗了一双眼睛 给2920名的医生都抽取了一把手术刀 一把需要消耗血液 就能给任何人使用的手术刀 至此 罗勇开始发挥自己作为妄想家的能力 并且 赵素给他换上了副本之中的红兔子眼睛 他眼中的世界变成了红色 但是罗勇觉得不亏 因为没有这一次的代价 就不可能完成那一项壮举 可社会上的谴责越来越剧烈 血宁疫的散布 让所有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瘟疫医生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有时候 即使做完了一台手术 面对的并不是感激 而是一口浓谈吐在你的脸上 作为妄想家的罗勇 开始明白 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必须做点什么 73天 所有黎明高塔的成员 没有任何的怨言 对于他们而言 救人才是最重要的 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即使有着瘟疫医生全秉的力量 所有人可以不眠不休地 进行手术治愈病人 但是那属于人类的身体 早已经崩坏 他们已经不可能成为人类 留在他们面前的是 选择成为船上不死的异类异 或者埋葬在异世界 只不过 留给他们的 不是选择 而是驱逐 这一群医生 已经不是人类的躯体 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所有人都是行走的病原体 如同魔鬼一样 只能依靠赵素的血肉进行隔绝 让他们体内的瘟疫不再传播 隔绝之后 他们已经彻底地不再是人类 罗勇 赵素和孙悲 还有2917名黎明之塔的医生 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老大 跪在地上求着那群人 拼命地解释自己释放瘟疫的原因 甚至于解释着自己的同伴 不会传染卑微的模样 但是 一切都是徒劳的 瘟疫的恐惧 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司徒亲自在所有热门背后 煽风点火 他们开始只想要清洗掉 最后的瘟疫 等待所有人的 只有清洗流放的结局 因为司徒亲自知道 这一群人绝对不能在这里活下去 能够杀死一个人的方法有很多 谎言和煽风点火 是最有效的 罗勇看到人群的唏嘘 甚至其中还有救治痊愈的人 站在其中 他们不想再被感染 不想经受那群苦难 人群之中 他看到了脸上挂着笑容的司徒亲自 他内心的怒火达到了顶峰 罗勇用妄想家的能力 设置了两个关键的记忆触发点后 用自己的妄想家的能力 复制了一个叫做卢未的人 18岁的青年 在这个世界重新活下去 另一个 则是一个叫做羊头面具的东西 代价就是触发回归 成为后罗勇只能 复活 三天 突然画面之中的罗勇脸庞一转 似乎是在与陈瑶对话般开口 杀了司徒亲自 杀了他们的后人 涂干净他们的血脉 似乎想到什么 画面之中的罗勇 语气又软了下来 算了 这件事我以后自己来 画面之中 已经如同干尸模样的赵素 扯着一脸难看的笑容 一只手搭在罗勇的肩膀上 自言自语什么 走了去异世界 我们建立属于自己的黎明高塔 我这个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早就受够了他们的白眼 随意的话语之后 赵素微微叹了一口气 做了这么多 他的才能 还是没有被承认 这群家伙 真是一种遗憾 像是约定了一样 黎明之塔的所有成员 没有人有任何的反驳 他们只是默默转身 朝着罪孽号有序的上传 2920人登上罪孽号 背后是跪在地上 慢慢站起身的陈旗 那是阳光照耀 不到的地方 和罪孽号本身一样 他承受的永远是罪孽和驱逐 无论对错 无论奉献还是其他 人群之中 一个小男孩想要冲过去 被一把手扯住衣领拉了回去 眼泪和鼻涕交织 口中似乎在喊着什么 但记忆的画面开始变淡 最后戛然而止 这就是妄想家的能力 所想即所限 但是需要的 就是足够的代价 就像是炼金术师一样 他需要足够的代价 才能完成你的妄想 带着我序列活下去 陈瑶是被阳光惹醒的 剧烈记忆冲击 让他现在的状态 依旧还昏昏沉沉 他揉着发胀的脑袋 你拥有了第二序列 你成为了双序列职业者 你成为了一生途径序列 003妄想家 前任妄想家为死亡 你获得了妄想家的部分能力 妄想时刻 思考某件事情 你可以付出成辈的代价 进行现实理化 双倍 认知 你拥有了修改别人认知的短暂能力 每一次使用 需要付出一些属于你自身的记忆 双倍 陈瑶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神秘符号 也明白了妄想家就是卢校长 而卢校长正是罗勇 真正地谋测了所有的一切的羊头医生 陈瑶还无法从记忆消化之中 完全恢复过来 亮亮呛呛地站起身 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 打开抽屉 那里面的羊头面具早已经消失不见 司徒家 罗勇一定是去找司徒家复仇了 司徒家即使不去查询陈瑶 也知道他们 掌握着江北市各行业的资源 他们融合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 尤其是他们有一座巨大的大楼 位于整个江北市中央 名为司徒大厦 回头一看 自己桌子上司徒集团旗下的钟表 陈瑶一把抓住 狠狠地摔在地上 将他摔了个稀碎 无论能做什么 陈瑶都必须帮助罗勇 本身瘟疫医生的名声已经臭了 他也不在乎 陈瑶在站了一会后 那记忆冲击带来的副作用 已经消散了很多 他抬起最后右手的食指 朝着前方一指 望 想 家 一字一顿 低声说出自己的妄想 妄想 临时追踪术 锁定罗勇 陈瑶的脸色 瞬间苍白了下去 这一简单的一次性技能妄想 在双倍代价之下 他被抽掉了 一千毫升的血液 手撑着桌子 对自己释放了瘟疫 并且逆转治疗后 恢复了些许的活力 他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全景地图 地图中间 一颗缓慢移动的蓝色点 那代表着追踪对象罗勇 而在他的不远处的是 司徒大厦 陈瑶不知道罗勇想要做什么 也不明白这么短的时间 他还能做什么 还能通过什么方法 报复司徒家 但罗勇必须有自己的帮助 陈瑶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拿出了电话 准备拨打了 司徒家的药剂热线 司徒家对于神秘药剂 一直都是设置的专门的热线 现在看来 这些热线不仅仅是 索取社会上的神秘药剂 也许还有其他黑市上 非法药剂的作用 在拨出电话前 陈瑶伸出手指 敲敲桌子 他的双眼 出现大量的奇怪的金色法阵 妄想 先知三分钟 预想出所有对话 预想出百分之百 能够让他进入司徒大厦的对话 大量的记忆碎片 涌入陈瑶的脑海之中 仅仅是三分钟 已经意味着上万次的对话 陈瑶左手捂住脑袋 痛苦地低下头 同时右手四背什么 抬起来拉直 恐怖的血痕 开始搅动他的右手 一瞬间他的袖子炸开 血液横飞 右手血肉模糊 五根手指 全部扭曲错位 剧烈的疼痛 让他呲牙咧嘴地 用左手压着右手 整个人不断地深呼吸 减缓痛苦 沉寂了数分钟后 陈瑶盯着手表的时间 在8点31分25秒 用还能动的左手打出了电话 你好 我的序列 是002神秘学家 我这里 有一份全新的狂暴药剂 需要出售 你们一定会感兴趣 效果是 十分钟之内 陷入免疫毒素 和狂躁的异常 实力提升300% 我没有开玩笑 让我去司徒大厦是吗 我现在就有空 药剂的事情 已经很多人联系我了 我今天想要看一看 司徒家的报价 陈瑶挂断了电话 左手颤颤巍巍地 抓住了那一瓶 在桌子上卢校长 留下的狂暴药剂 眼神变得坚定 机会 来了 罗勇如果能看到 自己的学生 如此使用妄想家的能力 一定会震惊 将狂暴药剂收起 陈瑶拿出手术刀 对着自己被凝成麻花的手指 进行了一场野地手术 他需要粗暴地 切开手指上的肉 用左手一根 一根手指头掰直 然后 将血肉模糊的 手臂的血全部刮掉 越痛苦 野地手术的成功率 和效果也将越好 整个过程极为的痛苦 仅仅是妄想三分钟的先知 几乎整个右手 都快要废掉 这代价太大 但不得不说 妄想家和瘟疫 医生的序列之间的 契合度非常高 只要不是死了 手臂还能用 一场野地手术 就能恢复如初 半个小时后 陈瑶换上了一件新的衣服 只不过脸色苍白如纸 原本被扭曲的右手 已经在野地手术之后恢复 他伸出左手 抓住右肩膀捏捏 活动放松了一下 除了偶尔的患痛之外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这种患痛 最多持续半天左右 将会彻底地消除 做完一切 陈瑶静止出门 直奔司徒大厦 陈瑶一下车 司徒大厦门口 一位服务员比对了一下手上的照片 立刻就热情地上前迎接 您就是陈先生吧 陈瑶面色不变地下车 眼睛微微斜看到 那人手中拿着的 是一张自己的照片 注意到陈瑶的目光 服务员的手遮了遮 陈瑶先生 这是司徒大厦的规矩 电话来到之后 需要确认一下身份 您放心 只是一张照片而已 电话沟通之中 自己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 现在不仅仅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甚至连自己的照片都扒了出来 司徒家的势力 在江北市 已经算得上只手遮天了 陈瑶猜测 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 都应该已经成为资料 放在了司徒大厦 某一位领导的桌子上 药剂的价格的讨论在72楼 先生药剂你带来了吧 带了 陈瑶刚要拿出药剂 那一名服务员连忙阻止 陈先生 药剂的事情我不负责查看 我只负责接代和带路 请和我走吧陈先生 带路吧 服务员上前关上车门 碰 碰 司徒大厦内 司徒云落 看着手中的资料 陈瑶 序列002神秘学家 而且昨天登顶了医师塔 并且创造了一个半小时 速通道医生登梯299层的记录 是个人才 他人还没来吗 司徒云落等得有些着急 面前的秘书低着头说道 来了 已经接到大厦了 那行 让那些地下的臭虫 不要再继续实验了 都上来和这一位神秘学家 稍微认识一下 这个人才不进司徒家 真的是可惜 进不了就玻璃了 司徒云落眼神闪过一阵红光 他是幸运途径 一个不存在世界上的奇怪途径 自己的祖父司徒亲自 调制的一种神秘药剂 将其的途径转换为了幸运途径 幸运途径 序列00F胆小鬼 司徒家的人 也正是因为幸运这一途径 才能在短短的几十年 发展到这么大的势力 甚至大楼都建造了出来 胆小鬼最强能力 则是趋吉避凶 对于某一件事 有着强烈预感 本来那一通电话 不过那不安居然会主动消失不见 那时候的时间正好是8点31分25秒 这是司徒云落从没见过的情况 以至于他亲自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一头 出现了那一位自称是神秘学家的人 听到神秘学家四个字 司徒云落拿着电话的手都在颤抖 什么狂暴药剂 司徒云落根本都不在乎 他在乎的只有神秘学家这个序列 一想到神秘学家这个序列 司徒云落整个人就几乎陷入了癫狂 司徒云落破天荒 压下了内心的预警 邀请了这一位神秘学家 来到了司徒大厦 他做出了他人生第一次违背 胆小鬼能力的决定 毕竟他的祖父 也曾经是一位序列002的神秘学家 一位神秘学家 无所谓这一位神秘学家 为不为自己工作 他 司徒云落有很多的方法 让他做到物尽其用 司徒云落焦急站起来 在走廊中来回踱步 另一边 陈瑶从进入司徒大厦之后 就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冷气 他脚步停顿 朝着大厅的楼道间看过去 极为淡的黑色瘟疫 从楼梯间流出来 那流出的瘟疫 在司徒大厦的门口停下 然后消失不见 这一旁人 看不到的场景 让陈瑶发现了很多的端倪 这里的大厦 能够隔绝瘟疫 楼梯间会有瘟疫 残留上来说明 一定有东西在那 陈先生 我们坐电梯 那是楼道 基本没人走的 服务员打断了陈瑶的思考 嗯 他应了一声 这司徒大厦果然诡异 那楼梯间的散意出的瘟疫 很明显 代表着司徒家 还有什么动作 一切只能等见到 司徒家的人 才能有机会知道 他继续跟了上去 只不过陈瑶的手 不经意地抬起来 前台旁边鱼缸 突然传来一阵恶臭 所有的鱼 全部翻了肚皮 杂物间的宠物猫 开始发出惨叫 陈瑶的嘴搅勾起笑容 进入电梯之后 服务员刷了卡 电梯飞速上升 静止到达了72楼 一到72楼 一个穿着蓝色西装 戴着眼镜 梳着大背头的男子 在楼道里 就兴奋迎接了上来 一边走 一边喊着 陈先生 陈先生 你终于来了 服务员抬手介绍道 这是我们老板司徒云落 说完服务员 退回电梯 直接离开 仿佛这一层楼 多待一秒都不行 司徒云落 走到一半脚步 突然停下 刚刚兴奋的表情 突然凝固 他对眼前的神秘学家 产生极强预警 那来自幸运途径的胆小鬼 疯狂地预警了起来 司徒云落不得不停下脚步 和陈瑶保持在 两米的距离 陈 陈先生 司徒先生 你好 陈瑶则是波澜不惊地 慢慢走过去 司徒云落下意识地 后退了两三步 随后摆了白手说道 陈先生 你站在那就行了 不用靠近 我们进去谈事情 待会这里 还有很多的专家介绍 你认识一下 好 陈瑶没有丝毫的介意 司徒云落走在前面 却始终和陈瑶保持着 两米的距离 他带着陈瑶 进入一间巨大的会议室 会议室大小 超过二百平米 巨大的白色桌子 轻一色的白色凳子 甚至连地板都是白色 诡异的白色 让陈瑶从进入的那一刻 就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不对劲 那司徒云落莫名其妙的警惕感 是自己有什么被发现了吗 不对 见到自己的第一面司徒云落 那兴奋的模样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入座之后 司徒云落坐在距离陈瑶很远的位置 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特别的距离 陈瑶这时候才发现 这一间会议室 并没有被自己刚刚在楼下释放的瘟疫 长期所入侵 司徒大厦具有隔绝 外界瘟疫的装置 这一间巨大的会议室 居然也有一件单独隔绝瘟疫的装置 不太妙 瘟疫被隔绝自己的瘟疫着装 就无法做到瞬间移动 陈先生 你在这里等一会 其他人很快就到了 那一份狂暴药剂你带过来了吗 陈瑶掏出一瓶药剂放在桌子上 坐在很远的司徒云落并没有过去拿 而是继续开口 狂暴药剂的药效已经听你说过了 很不错 我很看好你 陈先生 你想不想在司徒大厦工作 我们这里只要是贡献者 其最低年薪都是千万级别的 而你 陈先生 我甚至可以开出一年一个亿的价格怎么样 有兴趣吗 当然 我很感兴趣 陈瑶笑眯眯的回复着司徒云落的话 他的手指却在不断地敲击着桌面 瞳孔闪过一丝金光 妄想家 预知碎片化 之前的先知三分钟 上万次的对话 差点干碎了陈瑶的一只手臂 这一次 他只敢使用一次性预知的能力 且只提取关键的信息 信息碎片化就行 这样的代价应该不大 在会议室之中 如果出现异常 很容易让司徒云落那家伙警觉起来 短暂的接触过程之中 陈瑶发现 司徒云落这个人 非常的不一般 他始终让自己处于一个绝对完全的位置 甚至于那一余 常人警惕感 也许就是 他的序列能力 随着妄想开始 他的脑海之中 开始具现出三个画面出现 第一个画面 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衣生 将自己围起来 所有的衣生身上 都散发着强烈的红光 第二个画面 是整个会议室的大门 都被铁壁封锁 变成一个巨大的铁盒子 头顶的红色灯光闪烁着 映照在司徒云落那兴奋的脸上 显得格外的诡异 而躺在地上的 正是自己 第三个画面 则是一间昏暗的地下室内 司徒云落拿着手术刀 癫狂的模样 自己则是被锁链捆绑在一个 燃血的十字木桩上 地面和墙壁周围 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神秘学的符号 对着这些记忆之中的画面 陈瑶快速地提取到了几个信息 第一自己会被一群人围攻 第二司徒云落很显然想要对自己做什么 那些神秘学的符号代表 是一种仪式 只不过画面不全 陈瑶也无法确定 那到底是什么仪式 从进入会议室司徒云落的表现 陈瑶就明白了 自己也许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这三个画面之后 陈瑶的左手的拇指 发出咯咯的响声 这一瞬间 陈瑶就知道代价来了 他将自己的左手 迅速地放到桌子下 免得司徒云落发现端倪 啪 拇指朝着手背 反向弯曲了150 然后扭转一圈 剧烈的手指疼痛感 让陈瑶额头冒汗 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他却是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只是预知三个画面 就断了自己一根手指 妄想家的能力很强 但是双倍之下的代价 陈瑶不能随心所欲地 使用这一序列的能力 陈瑶右手握住了 左手扭曲的拇指 用力直接一扳 将拇指扳回原位 同时简单地逆转治疗治疗了一下 拇指在短时间没办法使用 但是最起码保得住 陈先生 陈先生 司徒云落喊了两声 我在 这里很热吗 我看到你额头都有汗水了 距离那么远 司徒云落还是看出了陈瑶的异常 是有一点 别着急 我们专业的团队马上就来 来了之后就是商业的 评估了评估完成后 无论陈先生的选择是什么 司徒大厦永远欢迎你 专业团队 这家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司徒云落这家伙 一定认为已经吃定我了 陈瑶慢慢站起身 脸上挂着笑容 对着司徒云落开口道 司徒先生 其实我不只有这一个神秘要解 我还有一种特别的骨头 你应该会喜欢 特别的骨头 和一个特别完整的死灵法师的尸体 陈瑶将骷髅骑尸的骨头 从戒指百寸山河纸之中 一点点的全部倒了出来 骨头 和尸体 这两词 让司徒云落 你那来自于胆小鬼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 刚想要阻止 问一体 死灵法师被陈瑶 从戒指百寸山河拿了出来 司徒先生 你的团队来了吗 我这两个宝贝 正好给他们看看 司徒云落看了一眼门外 自己的人还没来 预感越来越强烈 人没来 他又不能将会议室封锁 看来 他们还没来 司徒先生就由你来看看这一件东西吧 陈瑶慢慢抬起手 身前的瘟疫体 死灵法师也慢慢站了起来 同样的 学着陈瑶的动作 缓缓抬起右手 同样的动作 这些天的时间瘟疫体 死灵法术 已经成功地孕育出了死灵病菌 高级 也意味着四阶精英骷髅骑士 可以被召唤控制 所以 这才是陈瑶的底牌 站起来 骷髅骑士 陈瑶低声喊了一句 地上更多骷髅骑士的骨头 开始在死灵病菌 高级 之下 慢慢地站起来 死灵病菌 高级 并不具备传播性 所以这一间会议室 隔绝瘟疫的效果 对他们没用 骷髅骑士 仅仅在数秒的时间内 就已经站了起来 司徒云落脸色惨白 从未有过的死亡预警 让他一瞬间 丧失了判断的能力 三秒之后 司徒云落的脸上 出现兴奋的表情 兴奋的表情愈发地夸张 直到整个面容 完全开始扭曲 你找到了神秘学家 正确的使用方式 这尸体 这骷髅 你和我们司徒家 是同一类的人 加入我们 你可以甚至可以 换上司徒的姓氏 陈瑶不为所动 你别装了 一个神秘学家操控死灵 你比我祖父还人渣 陈瑶像是看傻子一样 盯着司徒云落看了一回 没有解释 右手抬起后重重挥下 四阶的骷髅骑士 同一时间做出一样的动作 单手举起那一把 巨大的单手大剑 挥开而下 恐怖的力量 挥舞手中的那一把单手大剑 剑锋闪过 司徒云落不闪不闭 任由大剑切开他的身体 司徒云落被拦腰切开的时候 脸上依然保持着 已经扭曲的笑容 陈瑶并没有上前 而是丢出一只四阶骷髅士兵 上前查看司徒云落的尸体 如果没问题 就把他脑袋和四肢先砍下来 以防对方还有后招 这样才是最保险的方式 毕竟比起副本之中的怪物 人的底牌太多了 这时 楼道之中的急促的脚步声 犹豫而近地传来 听着脚步声 陈瑶内心一个咯噔 一定是预知之中 那一群穿着白大褂的衣生 陈瑶知道 和这一群奇怪的衣生正面接触 都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现在在司徒大厦 任何一个选择 都有可能 让他重新处于危险之中 一旦被囚禁任何操作 都将是徒劳 想到被拦腰斩断的司徒云落 陈瑶决定 还是再一次暂时 使用一根手指为代价 用妄想家的能力 迅速预知未来 看一看未来的画面 从而做出选择 能够得到些许 关于那些医生的能力的信息 就足够了 现在他有十根手指 暂时两根失去作用 也并不影响 陈瑶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立刻用出 妄想自己获得暂时性 预知未来的画面 第二次使用 妄想出预知画面 比之前更加的清晰 第一章是骷髅骑士 冲入走廊之中战斗的画面 从画面上看 那些所谓的医生 开始长出奇怪的触手 和一些尖刺 他们的嘴上 长出章鱼的触须 后背出现一对破烂的蝙蝠翅膀 扭曲的四肢 让他们不再像人类一样站立 而是趴在地上 四肢以不规则的方向扭动 这个画面 仅仅是一眼 就让陈瑶有些头疼 精神状态开始不稳定 脑海之中的画面 开始出现了重影 要不是手臂上传来灼热感 陈瑶恐怕已经陷进去了 那来自于阿洛西斯保罗的诅咒 居然帮了自己 那些医生的形态 光是看着 就感觉理智在疯狂地下降 他连忙切换 下一个预知的画面 第二章 是那一群人再一次 将自己围困住 自己右手抓着司徒云落的脑袋 司徒云落的脸上满是惊恐 左手托着一颗 还在跳动的心脏 第三章是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 死了 这是死亡了 妈的 陈瑶就知道 那家伙没死 他立刻让骷髅骑士冲出走廊 暂时拦住那群医生 现在想要在那群 古怪的医生手下活下去 就必须在司徒云落身上 得到那些东西是什么 这才是唯一的生物 这时候 陈瑶的左手小拇指开始扭曲 仅仅是一瞬间 小拇指就被凝成了麻花 死 陈瑶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发治疗术 压制住疼痛感后想到 司徒大厦也太诡异了 司徒家果然不是好东西 此刻稍微回忆画面内容 那些医生变成了非人类 就像 就像自己瘟疫酒馆之中的 保罗一样恶心 对 非常像来自于深海之中的 不可名状 如果说司徒亲至 曾经是船员 背叛了船长 那家伙绝对是从 罪孽号的酒馆之中 得到了什么 现在司徒云落成为了 陈瑶唯一的救命稻草 骷髅士兵已经走过去 回舞起生锈的刀刃 一刀下去 咔嚓 满是火口的刀刃 一刀没有斩下了 司徒云落的脑袋 连金带肉骨头砍一半 紧接着又是一刀 两刀 三刀 脑袋终于被骷髅士兵 用火口的刀剁了下来 在陈瑶的指挥下 骷髅士兵一脚将 司徒云落滚下来的脑袋 当球踢过去 那一颗滚动到陈瑶面前的脑袋 突然叫了起来 疯子 疯子 你想要干什么 司徒云落开始喊叫 陈瑶伸手抛住 司徒云落那颗脑袋的头发 拎了起来 果然没死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途径什么序列 被腰斩和砍头都死不了 外面那群医生 马上就要进来了 我应该是活不了了 所以 临死想要拉一个垫背的 你就很不错 外面的医生是听我的命令 我们无冤无仇 你没必要赶尽杀绝 我可以外加给你一百亿 陈瑶没有搭话 不给这个家伙 施加足够地恐惧他 绝对是不会配合自己的 你的序列不简单 这样都没死 不过其实我的序列并不是神秘学家 你应该听过我序列的名字 瘟疫 医生 瘟疫医生 四个字一说出口 司徒云落脸上出了惊恐 就没有其他的表情 你不是神秘学家 他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 我知道 这里隔绝了瘟疫空气之中的传播 所以我从一进门释放的瘟疫被阻断了 但是瘟疫的传播方式 永远不只有一个 一个断手 被骷髅士兵扔了过来 陈瑶头都没抬 伸出左手 抬手就抓住了那一只断手 同时 身体开始出现黑雾 在司徒云落震惊的目光之中 陈瑶的已经着装了一套 中世纪鸟嘴医生的服饰 这一套服饰 祖父画像之中的服饰 这家伙 真的是瘟疫医生 抓着司徒云落的断手 瘟疫 容血释放出来 在陈瑶手中 那一只手臂数秒内 如同融化的蜡烛 一点点化成红色的血水 滴落在地板上 那恐怖到发红的预警 让司徒云落知道 自己再不做点什么 必死无疑 等等 等等 我告诉你 我的途径是幸运 序列是胆小鬼 那些医生 是我们司徒家的实验产物 一种特殊的途径 他们叫做旧日 他们的序列叫做拉莱叶 只不过 他们都是半成品 司徒云落看起来是真的害怕 旧日 拉莱叶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群家伙虽然是半成品 但是绝对不能对视 我有胆小鬼的能力 他们不会伤害我 你只要挖掉你自己的眼睛 不去看他们就行了 挖掉我的眼睛 还是一起死吧 陈瑶的手 抓住了司徒云落的脑袋 等等 还有一种方法 你别杀我 他们是旧日序列 但实际上只是半成品 只要说出特定的触发语 他们就会死 只有我知道触发语 你不相信你可以拿上我的心脏 拎着我的脑袋过去 我的心脏是我不死的关键 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 我就不会死亡 我只要说出那些话 他们绝对会死亡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拎着脑袋 拖着心脏 这不是第二幅画面之中的场景 这家伙还不老实 司徒云落刚说出话 那死亡的预警 反而更加强烈了 他半真半假地 说出了所有的一切 但这家伙的杀意 怎么越来越重了 你想死对吗 陈瑶的另一只手 抓住了司徒云落的脸 我真不想死 刚刚那手臂化作血水的场景 已经吓尿了司徒云落 如果他还有身体的话 他还没有见到过哪一种瘟疫 一瞬间就能将人化作血水 这得多么天灾级别的瘟疫 门外的打斗声越来越近 骷髅骑士已经撑不了太久 骷髅骑士能够对抗这种所谓旧日途径 因为其本身就是死灵 是不受负面状态影响 所以能坚持一段时间 这种东西 自己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碰面 一个照面都不行 仅仅是预知的画面 自己的精神状态 就陷入了极其不稳定的状态 我倒数最后的三个数 你再不说出解决的方法 我真的只能送你上路了 不远处的骷髅士兵 已经将破旧的刀刃 插入了司徒云落的胸口 粗暴的手法 硬生生扯下了司徒云落 他那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 暴力的撕扯 司徒云落被抓出来 心脏断开的血管 还在不断往外喷着红色的血水 看起来恶心至极 一 二 陈瑶数了两下 司徒云落终于闭着眼睛 用极快的语速开始说道 只要说出沉睡的拉莱耶之主苏醒 他正在注视着你们这句话 他们就会死亡 他们是半成品 旧日之下的主的名字 不是他们能听到的 这句话只要是说出来 也会让他们自我了断 司徒云落一口气全部说了出来 胆小鬼序列的能力 让司徒云落 拥有完美趋及避凶的能力 但是 他一旦进入危险 任何一切的资源 都会成为他的保命手段 这是来自于序列的影响他无法 避免 如果一开始 司徒云落没有接通那一段电话 实际上没有如果 陈瑶以一条手臂快要残废的代价 预知在那个时间点 说出神秘学家这个词 司徒云落一定会见面的 也就是从接电话的那一刻 违背了胆小鬼序列的能力预警 司徒云落已经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这样你才能活下去 陈瑶的手拍了拍司徒云落的脸颊 司徒云落刚露出的笑容瞬间凝固 因为他感染了瘟疫 血凝溢 眼前出现了一天的倒计时 瘟疫 血凝溢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作为司徒家的司徒云落 是再清楚不过了 无解的病 你疯了 我告诉你我的一切你还要杀我 空气感染之下 有血液传播 我还会接触传播 你刚刚说的那么好听 那么配合 我都有点感动 给你上点礼物 放心一天内 你死不了 只要我还活着 不是 司徒云落心态炸了 他从没有这么被人拿捏过 现在我把你丢出去 你记得说出你暗语解决 外面人不忍鬼不鬼的东西 不然 你回不来 那感染的瘟疫 可是在一天之内 就能要了你的命 陈瑶薅着他的头发 甩了两下 顺着会议室的门丢了出去 那一颗飞起的脑袋 撞到了墙上 弹落在地板上后 滚动两圈 落在了骷髅骑士的身后 会议室内的陈瑶 则是接过了骷髅士兵手中的心脏 然后看了一眼 一直力证战力 姿势的死灵法师 现在的死灵法师太木讷了 完全就是一个 被自己操控的傀儡 他需要一点自我的意识 过来 陈瑶对着死灵法师喊了一声 木讷的死灵法师 同手同脚地 走到了陈瑶的面前 看着近在咫尺的死灵法师 陈瑶对着伸手 直接用手术刀 插入其胸膛 直接剖开一个大口子 收回手术刀 他的右手 伸入死灵法师的胸口 随着脚动摸索了几下 顺利抓住了那一颗 因为死灵病菌 还在跳动的心脏 给你换个心脏 暂时被剖下心脏的死灵法师 并不会立刻失去 对骷髅骑士的控制 瘟疫体 死灵法师身体之中 流淌的 是一种不可传播的瘟疫 握在手中陈瑶 能够感觉到 死灵法师那颗跳动的心脏 充满了炙热 每一次跳动 那心脏上被扯断的血管 就会有黑色的血液滋出来 陈瑶将死灵法师的心脏 拿在手中 一个特殊的提示弹出 妄想时刻代价物品获得 死灵法师的心脏 一种脱胎于妄想者 瘟疫体的心脏 它的价值很高 似乎可以用来修复一次 妄想家的权柄力量 来完成一次妄想时刻 亦或者可以承受一次 极大的妄想代价 死灵法师的心脏 居然有这么大用处 那要是 不断地给他换心脏 是不是自己可以量产 妄想家的代价物品 自己就不用傻乎乎地 折断手指 或者以血液作为代价了 只是那一颗心脏 陈瑶还没收起来 他居然慢慢地淡化 最后当着陈瑶的面 消失不见了 不见了 陈瑶握了握手掌 刚刚的触感 已经荡然无存 不是 刚刚还在的呀 陈瑶四处找了一圈 仍然没有找到那一颗心脏 怎么没了 楼道门外 开始传出很大的肉泪 挤压的歌之声 陈瑶可不敢探头出去看 而是静静等待的同时 将司徒云落的心脏 放入了死灵法师的胸口 那一颗 还在跳动的心 脏被嫁接到了死灵法师的身上 随着心脏一点点的融合 病均开始感染 那司徒云落的心脏 接下来 如果司徒云落 如果真的解决了外面的东西 自己倒是可以送他一份大礼 走廊外 咯吱咯吱的肉泪 挤压的声音越来越响 末一会就传来了 司徒云落的声音 死光了 真的死光了 陈瑶并没有着急出去 而是扭头对着司徒云落指 剩下躯干的身体 开始野地手术 野地手术进行中 楼梯外丝徒云落开始呼喊 结束了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的心脏消失了 等等 你再解剖我的身体 我都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别这样 求求你了 我的序列能力 不是天生的你 解剖不出来什么的 我祖父三十年前 用十一万二十一人的命 换来的七种幸运途径 我只是残刺片 放过我吧 陈瑶的手野地手术的手停了下来 三十年前 陈瑶站起身 并没有走出走廊 而是隔空和司徒云落对话着 三十年前 发生了什么 司徒云落一愣 三十年前 他咋知道 三十年前 他还没出生吗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在接受 幸运途径的过程之中 听到我祖父随口讲起了而已 他制作幸运的材料 是十一万十人的命 不过 我大哥知道 他是继承人 我可以带你 去找我大哥 他就在司徒大厦的地下三百层 地下 三百层 司徒大厦 居然地下 还有三百层 司徒云落为了活下去 几乎什么都慢 这就是胆小鬼的序列被动 根本无法避免 只不过他说的话 真假陈瑶并不能全信 外面结束了对吗 是的 陈瑶踩着地上之前 司徒云落手臂化作的浓穴 朝外一踢 末多久 骷髅骑士提着司徒云落的脑袋 回到了会议室 四街精英的骷髅骑士 浑身上下 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骨头 战损十分的严重 可见那些实验品 即使是半成品 依旧有着不小的威力 暂时用不到骷髅骑士后 陈瑶解除了他的控制 将骨头全部收进了戒指 百寸山河 之中 我的心脏 我的心脏 感染了什么动线 司徒云落开始呱呱乱叫 陈瑶一把薅住他的头发 别狗叫了 说一说七种幸运 分别是什么和能力 我 我不知道啊 幸运之间不会互相沟通的 这些 都是司徒家每个人立足的 根本也是他们传承的关键 那你说说 司徒家地下三百层怎么回事 你们在研究什么 我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留着你有什么用 我真不知道啊 我只负责司徒家的表面工作 我是最末尾的 幸运他们都耻笑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旧日途径是 你们新的研究 这种一生怪物 还有多少只 我不知道 我只有那些怪物的使用权 死 陈瑶真想 现在就宰了司徒云落 这个废物 什么都不知道 留着一点 用都没用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 你死定了 我不是司徒云落 那个蠢货 被提着的司徒云落脑袋 突然变脸 脸上露出狂笑 表情瞬间猙獰了起来 等死吧你 整个会议室 开始闪烁红光 铁壁 哐当一声降落 整个会议室 被封闭 哈哈 真是个蠢货 都看不出来 我和我弟弟的区别 陈瑶手中的司徒云落的脑袋 开始一点变成浓稠的液体 诡异灰色 章鱼在粘稠的液体里扭动 陈瑶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 就抓住那一只 还未彻底出生的章鱼 按在地上 拔出手术刀一叉 伴随着咯吱的惨叫声 那只章鱼 喷出粘稠的液体 陈瑶只感觉 脑袋开始发昏 理智开始疯狂地下降 被阴了 他只能闭着眼睛 疯狂地抬起手术刀 不断挥刺 刺 刺 几十下之后 感觉到按在地上的章鱼 不再动弹之后 他慢慢睁开眼睛 手臂上灼热的感觉 又让陈瑶清醒了三分 此时 在走廊之中的尸体之中 一只章鱼的触须 拖着司徒云落的脑袋 慢慢立起来 终于 终于摆脱那个魔鬼了 现在要快点离开这里 不能再待下去了 可恶的家伙 居然会使用血淋液 这种瘟疫 是一种大麻烦 闭嘴 大量的尸体 碎块之中一个 长得和司徒云落 有气氛相似 浑身被黏液 包裹着的年轻人 爬了出来 他一把薅住了头发 要不是 我感觉到这些实验提死了 你以为 我会来救你这个废物 四哥你最好了 我捣蛋鬼的能力 只能坚持一会 马上会有工作人员过来 我这个身体 马上就要崩坏了 我带你先躲起来 四哥不用 会议室的铁壁 都已经关上了 他还能出来 吗 司徒云落的脑袋上的眼睛 瞪得贼大 像是看到什么 不可思议的东西 瞳孔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他 他 他出来了 陈瑶突兀地出现在身后 伸手抓住了那人的脑袋 下一秒 在司徒云落的眼中 他四哥临时身体 开始迅速地溃烂 仅仅数秒钟 就化作了血水 陈瑶伸出另一只手抓住了 只剩下一颗 脑袋的司徒云落 揪着头发 将他提起来 凑到自己面前 我之前和你说过了 你的会议室 隔绝了空气传播途径 但是血液传播你没办法阻止 此时司徒云落眼中才发现 一大滩建设的血字 出现在走廊之中 那正是陈瑶之前提出去的 含有瘟疫 溶血的血液 那些血液 顺着铁壁的缝隙 与走廊连接 我从一开始就没相信 你会好好听话 不给自己留点后路 那么我从一开始 进入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就已经被你整死了 刚刚两人的对话 陈瑶听得一清二楚 司徒云落的四哥 也是幸运途径序列 名称叫做导弹鬼 踢身能力吗 陈瑶刚刚杀死那一具 踢身正式用的瘟疫 溶血 瘟疫着装 不会受到瘟疫感染 所以他的左手手掌 沾满了之前具有瘟疫 溶血的血液 这样才能做到顺秒 在司徒大厦之中 使用瘟疫 真的还必须用点脑子 什么都隔绝了 大哥 你是我大哥 你别杀我 我什么都说 我什么都说 我告诉你三十年的事情 我告诉你 他们所有人的幸运途径的序列 陈瑶摇了摇头 可惜地说道 抱歉 信任这种东西 一旦崩塌 就很难再见力 你明白吗 我给过你机会了 司徒云落 真的是慌了 三百层 我可以带你去 那里需要刷卡才能进去 没我你不行的 不需要了 我想要知道的 我会自己去找办法 陈瑶提着司徒云落的脑袋 来到了死灵法师的面前 你的心脏已经被他吸收 感染了高级的死灵病菌 接下来就是用你的脑袋 来感染这病菌 真希望你的幸运能够庇佑你 司徒云落 发出尖锐的叫喊声 别这样 真的别这样 求你了 我还知道一些 我可以骗我大哥过来 你杀他 杀他 我大哥马上要出来了 他有一个巨大的计划 这一次 司徒云落 感觉自己真的要凉了 只不过 陈瑶已经不会再相信他的话了 陈瑶按下死灵法师 抬手之间 摘下了死灵法师的脑袋 随后将司徒云落的脑袋 安了上去 被暗在陌生身体上的司徒云落 开始疯狂地惨叫 脸色也在逐渐发白 蜘蛛网军内的黑色 条纹在他 的脸上蔓延 那是死灵病菌感染的过程 发挥你的幸运 让我看看 会变成什么样子 随着死灵病菌的逐渐感染 司徒云落的惨叫声 渐渐小了 整个过程 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提示出现 瘟疫体 死灵法师 获得了特殊途径幸运 幸运与死灵法师 产生悖轮 瘟疫体 死灵法师产生 进入全新途径 灾厄 幸运的背后 是尸山血海 死亡的气息 激发了幸运的负面 成为了被盗巷吃的灾厄 灾厄途径 序列灵灵地恶游灵 恶游灵 具有双生状态 它的身体和灵体 是单独存在的 它的身可以成为 培养特殊细菌的器皿 它的灵体 则是被束缚在影子之中 灵体无法背叛 只能依附身体的病菌存活 灵体可以无视 一切物理进行移动 无法攻击 无法被攻击 你研究出了瘟疫体 恶游灵 瘟疫体 恶游灵 吸收灾厄 吸收苦难 它将会变得更强 陈瑶发现自己 可以控制的瘟疫体 恶游灵变成了两个单位 一个是恶游灵的身体 一个是它影子之中的灵体 灵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自由移动 甚至可以提供视野 灵体到达的地方 恶游灵的身体 也可以同步过去 这就十分地恐怖了 搭配瘟疫 简直就是无限制 投毒和暴神器 瘟疫体 恶游灵的身体 现在的灵活性还很低 有点是 后续还会继续蜕变 出现这样的异变 让陈瑶有些意外 这一次换头 仅仅是想要看看 高级死灵病菌的影响之下 司徒云落 会不会变成死灵生物 从而被自己所控制 现在反而让瘟疫体 死灵法师 转换成为了瘟疫体 恶游灵 同时衍生出了灾恶途径 这些途径 都是闻所未闻 甚至于司徒云落的幸运 居然可以通过人命堆起来 他缓缓抬起自己的左手 之前凝成麻花般的拇指和小拇指 此时已经能够微微动起来 妄想家居然也能继承 而妄想家 为什么会是一生途径的 妄想这种超脱的能力 不应该是法师吗 你在医院之中 听到最多的是什么 罗勇的声音突然响起 校长 陈瑶连忙扭头看向四周 只是来自于他的脑海之中 在医院之中 听到最多的就是祈祷 最为常见的就是妄想 病人妄想 自己经历的病痛 只是一场梦 医生妄想 没有任何的病症可以难住 家属妄想家人的 并都是诊断错误 所以妄想家是一生途径 校长 你在哪 但是脑海之中 声音只是解释 并没有回复 询问几下之后 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之前妄想的追踪还没有消失 校长的蓝点 已经和自己重合说明 他也已经来到了这一栋大楼之中 现在棘手的 不是司徒家剩下的六个幸运途径 而是那半成品的旧日序列 仅仅是看一眼 就会理智急速地下降 失去战斗力 必须想办法应对 陈瑶看向自己的手臂上的烙印 搜抓起 走廊地上的所有的尸块 他必须去罪孽号上询问一下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罪孽号的进入 只需要顿入瘟疫之中即可 只不过 他的进入次数 每天并不是无限的 以陈瑶现在一阶的状态 一天之内进入一次罪孽号 已经是极限 这是他最强大的逃生方法 不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 但是今天 他必须进入瘟疫酒馆 询问这些东西 陈瑶踩着地上的燃有瘟疫 溶血的血 身体迅速化作黑物 顿入瘟疫之中 此时 江北市最高会议室 一场有关于司徒大厦的讨论 激烈地展开 有关于司徒家非法实验的消息 并不能作为提证的关键词 孙元我知道你是上京来的 你们有一位法师 途径003的先知 但是司徒家是整个江北市的顶梁柱 没有证据 我也动不了他们 仅仅依靠你们所谓先知 进行限制调查 是绝对不行的 会议室内 孙元和一众江北市 能够带动的大佬 所在议论 这时候 苏云天突然站了起来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从长计议 领导说得很对 牵扯太多 不是三言两句就能决定的 听到苏云天这一位前夫 居然帮着别人说话 孙元瞬间就像是点燃的火药桶 好 好的很 好的很啊 苏云天 让你待在这里 你脑子呆傻了是吗 中间不分了是吗 面对苏云天孙元 哪有半分淑女的样子 今天话放在这 今天我带来的四位五阶职业者 无论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都会调查 你们之中的蛀虫帮着司徒家 我可不怕 我曾祖父说过 司徒家必须灭 这一天他等了三十年 如今他大限将置你们那一套狗屁规则 限制不住我 说完 孙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 砰的一声 门重重地砸上 苏云天犹豫了一下 还是追了上去了 孙元你别任性了 啪 刚追上去的苏云天 就被孙元一巴掌抽在了脸上 苏云天 还是男人吗 十年前不是因为你的祖旨司徒家 早就已经被我给清了 于儿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即使你有四位五阶职业者 也没办法拿司徒家怎么样 他们太恐怖了 这不是依靠这几个人能够完成的 听我的话再等一两天 也就这一两天的事情 我给你一个答复 呸 我等了十年了 你还有脸让我等 这次无论成还不成 木木都得和我回孙家 和你这个窝囊废在一起 我女儿怎么可能会有成就 你个废物 老娘当初瞎了眼跟了你 说完 孙元头也不回地离开 苏云天看着孙元离开的背影 手一点点钻紧 然后慢慢松开 泄气了一般 随后喃喃着 再等一天 最多一天 嗡 苏云天的口袋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接通了电话 司徒云落死了 死了 听到这消息 苏云天十分震惊 不会有错的 我们一直监视着他司徒家的生命体征 三分钟前 他的生命体征消失了 会长动手吗 少了那家伙 所有事情成功率 将会上升至少三成 司徒云落 趋及避凶的能力 太过于恐怖了 任何不利于他的动作 都会被他以最小的代价所化解 可是再恐怖的能力 在贪婪之下 终归是无用的 十年的时间 苏云天已经有些麻木了 对于司徒云落 那可以趋及避凶的能力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苏云天沉默了一会 深呼吸一口气 他不知道 司徒云落生命体征突然消失 是不是真的代表他死亡了 还是说 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但是他等不了了 就算是陷阱 他也得搏一搏 所有人准备动手 进入了罪孽号的陈瑶 直接来到了瘟疫酒馆之中 一进门 就柜台后的保罗 还在擦拭着杯子 终于又有客人了 原来是船长 几天都没有新的客人了 船长你都不经副本了吗 保罗的章鱼 触手放下手中的杯子 那章鱼 脑袋上的一双眼睛 盯看向陈瑶 船长 你身上有奇怪的味道 陈瑶思毫不在意地 坐到吧台前的凳子上 确实 刚得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你想知道吗 你们人类的信息 对我而言没有用 我只是 对你身上的气息 感觉到些许熟悉而已 说完保罗继续擦拭酒杯 船长 要来一杯吗 不用 我说的信息 就是关于这一股气息的 你应该听说过 旧日这个词吧 一进门保罗的样子 就说明了 自己来对了 羊头面具曾经说过 保罗可以溢驾 那么让对方感兴趣 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 旧日一词出现后 保罗的触手 抖动了两下 旧日 好小众的词 你从哪听说的 保罗先生 我可以认为 你在向我询问对吗 船长想要什么 我可以给你挑选一样东西 说着 柜台下的一只章鱼 触手黏着清单 就要抬上来 旧日之下那些怪物 我一看到 几乎就会丧失行动的能力 他们和保罗先生你很像 但是却没有保罗先生 你这么亲近 原来是这样吗 那么我觉得 这样东西 你应该会喜欢 保罗另一只触手 抬起来一个沾满粘液的护目镜 被他推向陈瑶 理智护目镜 一位观测家的装备 他试图观测 一位名叫阿洛西斯保罗的不可名状 最后死在了他的手上 戴上护目镜 任何精神污染都可以避免 理智不会下降 是个好东西 这个东西 你满意吗 陈瑶笑了笑 从戒指之中 拿出了在司徒大厦的尸块 一些半成品 他们管他叫拉莱耶 这些东西 也配叫拉莱耶 连他的一根触须都比不上 我们做个交易吧 给我找来一百具这种尸体 我可以给你一份特殊的魔药 一份真正的救日途径 陈瑶手抓住了 台子上的理智护目镜 将它收了起来 并没有给钱 司徒亲自 和你做过交易吧 没错 他问我要了一份 幸运魔药的制造方式 魔药你应该知道吧 让人修改自身的途径 踏入全新的道路 所以 你想要什么 我要幸运的清单 七分幸运所有的名字 作为条件 我可以给你四具这种尸体 死在走廊之中 除了被陈瑶用瘟疫 融化一个替身之外 一共还有七具尸体 四具不够 五具 不够 最多六具了 不够 你有七具 而且这些东西对船长 你来说完全没任何用 陈瑶眼睛收缩 这家伙 怎么知道 有七具尸体 你是船长 作为酒保我不会害你的 也正是因为你是船长你 才能和我交流 我所有的道具 虽然有一定的污染 但是要看使用的人 赵素依靠黑虫活了三十年 司徒亲自拿了幸运 害了上万人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而已 所以 船长你不要丢保留 七具尸体 幸运的七个途径的能力 和名字成交 他从戒指之中 将七具残肢 全部丢在吧台上 保罗的触手 伸出了七条 将尸体全部拖到柜台下 没一会 一张发黄的羊皮纸 递给了陈瑶 这是幸运途径名称和能力 真不得不说 司徒亲自真是一个疯子 居然真的给他弄成了 船长我多嘴一句 这一份幸运 如果不处理好 将会引起更大的灾难 陈瑶接过羊皮纸 上面有着九行字体 幸运 幸运不是恒定的 它的背面是灾厄 只有制造出足够的灾厄 才能找出那灾厄之下的 极致幸运途径 同样海量的幸运之中 总是会藏着不幸 甚至是灾厄 00具好运编织者 营造特定的事件 根据苦难自身的幸运 将会提升 00A福运大财 财运和福气 达到人类的最高峰 00C切运家 偷盗他人的幸运 为自身所用 00G捣弹鬼 可以依附在任何不幸之人身上 做出任何事情 00P命运扭转 将不幸转换成幸运 强大的运势掌控力 00H错误者 七位幸运之中的灾厄之人 他必须活着其他六位人 才能完整地发挥 幸运序列的能力 00F胆小鬼 趋吉避凶 狱警 错误者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代价 幸运这种东西 是恒定的 所以 错误者是你突破的关键 杀了他 就能让所有的幸运失效 这些东西他们能想到 司徒家也能想到 他们一定 已经将错误者保护得足够好 船长 我刚刚所说的 你身上的熟悉的味道 并不是旧日 也不是这些尸体 而是灾厄 灾厄是无法被幸运察觉的 陈瑶这时候才明白 保罗所说的气息 居然是瘟疫体 额游灵 我想我知道 应该怎么做了 正当陈瑶要离开的时候 保罗喊住了他 船长大人 一具尸体 可以抵得上五百万 可以随时回来换钱 或者换装备 这尸体的味道很润 我很爱 陈瑶没有理会保罗最后的话 关上了瘟疫酒馆的门 戴上了理智护目镜 护目镜很小 只有两个拇指的那么大 戴上去后 死死卡在眼眶之中 除了勒的眼睛 感觉眼睛都快被挤了出来 加上护目镜上的粘液 有些挡着视野 没有其他的缺点 小巧的护目镜 让他戴在鸟嘴面具之下 也没有丝毫的冲突 离开罪念后 重新回到司徒大厦走廊上的陈瑶 前后都被那些白大瓜的医生给围满了 就在这里等着我是吗 再看到陈瑶的一瞬间 他们的身体开始扭曲 和之前一样迅速地变化成 那些不可名状的存在 只不过这一次 因为理智护目镜的影响陈瑶 并发生理智下降的状态 陈瑶随即念出 司徒云落求饶时候 说出来的触发词 沉睡得拉来耶之主苏醒 他正在注视着你们 这句话说完这一群怪物 除了犹豫了一下之外 并没有出现自杀的行为 那小子果然又骗了我 杀了他果然是正确的 触发自杀是有的 只不过这一段话 并不是让他们自杀的触发词 还有其他的关键词 但是现在 算了全杀了吧 陈瑶踩着地上的血液瘟疫 溶穴散开 采蟹剑出 右手伸出 瘟疫医生的手套 托沾上那件起的含有瘟疫 溶血的血液 扑过来的怪物 陈瑶的身体 化作黑雾原地消散 再一次出现 则是怪物的身后 一只手抓住怪物的脑袋 怪物还未来得及挣扎 仅仅是抽动了两下 已经如融化的蜡烛 化作血水流在地上 在瘟疫 溶血之下 这些怪物只要沾染上 就必死 其他的怪物 一拥而上 只能都杀了 陈瑶这一次 真正毫无保留地 行走在瘟疫之中 三分钟后 司徒大厦的 七十层的走廊墙壁 天花板 都撒溅满了血 陈瑶的身上 更是没有一处是干净的 这些怪物死了 他们应该会着急 还会再上来 不过我得主动出击 寻找他们 七人之中的错误者 然后杀了 陈瑶的杀意 蔓延到了顶峰 理智护目镜 虽然不会让他的理智下降 可是一次性 杀了这么多的 旧日途径的怪物 恶犹灵 瘟疫体 恶犹灵的影子 下一个透明的灵体 开始出现 这灵体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清 最快的速度 找到这间大厦的异常点 作为错误者 他一定会被保护得非常之好 甚至陈瑶猜测 他会位于整个大厦的最底端 哄 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大厦产生了轻微的晃动 陈瑶慢慢感受到 自己不知在第一层的瘟疫 长期开始向外流动 有人破了司徒大厦的大门 走廊的灯一瞬间闪烁了起来 同时 会议室的铁壁也慢慢打开 陈瑶能够感觉到 这一栋大楼 控制瘟疫流动的装置 被破坏了 会议室的谢宁毅 也开始迅速地散播 只不过这一次 陈瑶并没有清楚 除了溶血之外 其他的瘟疫并不算致命 尤其是瘟疫 长期只针对于动物 但它 又是依靠空气传播 只要给一点时间瘟疫 长期就能蔓延到 司徒大厦的每一个角落 之后 陈瑶就可以随时 出现在司徒大厦的任何地方 只不过再一次 苦了整个江北市的动物 陈瑶动了动手指 发现两根手指 已经可以移动 那么他再一次使用妄想 别用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这一次 是真的见到了校长 陈瑶第一时间 将整个走廊之中的瘟疫 溶血逆转掉 楼下孙元 带着四名五阶职业者 直接冲入了司徒大厦内 这一件事 让整个江北市 动荡了起来 同一时间 司徒大厦地底三百层 作为幸运途径 序列00G 好运编造者司徒龙 正在一间特殊的密室之中 他猛地睁开了自己的双眼 脸上满是狂笑 他兴奋地拨打了电话 这次的事件 我花费了两年七个月 终于是编造已经完成了 只要经过这一件事情 司徒家将会彻底洗白 在我的计划之中 那女人应该已经攻进来了 你看看对不对 只不过电话那头 迎接的是极短的沉默 老大 那女人确实攻进来了 但老七他 他死了 司徒龙脸上的表情僵硬住 随后整个人眼睛开始充血 我编制了两年七个月 你告诉我 老七死了 我不是让你看好他的吗 你在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让司徒家负面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一个穿着鸟嘴医生服饰的男人 一瞬间就将那些半成品 给化作了血水 大哥 我 我应该怎么办 鸟嘴医生的服饰 瘟疫医生 算了 一切依旧按原计划执行 已经编织完成整体内容 只能祈祷不再出纰漏了 老七死了 现在我只有五成的把握了 另外那边怎么样了 那里 我派了很多人 不用派人 没人知道错误者 也没人会在意他 故意地派人 反而会让人有想法 好的老大 接下来我应该干什么 释放急死瘟疫 并将释放所有的旧日途径的半成品 只要死足够的人 他的复制品就会出来 祖父绸缪了这么久 我们这一代必须成功 那瘟疫医生 上一代瘟疫医生 都栽在祖父手中 这一代的新医生 你觉得 他能解开急死瘟疫 所以 你不用想太多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现在只有一网无前才能猜行 挂断了电话司徒龙 慢慢站起身 脸上露出了颠簧的笑容 编织幸运 营造大事件 这一次 只要死上十万人 他的序列好运编织者 甚至有机会 直接突破六阶 死上百万人 突破七阶都不是问题 如果急死瘟疫 蔓延全世界 他甚至可以独自成为 第十阶幸运途径的真神 至于帮助整个司徒家洗白 那是什么东西 他司徒龙要的是成为幸运之神 校长 此时的罗勇 靠在楼道通道的墙壁上 一双眼被染透血的白布蒙上 鼓鼓的鲜血 还在顺着脸颊往下流 整个身子在发抖 陈瑶 妄想家的使用代价会累积 在你没有觉醒权柄之前 一天最多不能使用超过三次 否则代价将会非常之大 陈瑶冲上前 抓住了罗勇的手 校长你眼见 罗勇缓缓侧着脸 顺着陈瑶的声音扭头 苍白的脸上扯出笑容 吐出两个字 代价 放心还死不了 说着 罗勇从口袋之中掏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三个时间点和三个地点 这里面有解决这件事情的关键 记住是唯一的关键 三个时间地点分别是 时间 11点32分 地点 医师塔 时间 11点42分 地点 司徒大厦200层医疗间 时间 1点10分 地点 江北市广场 很显然 这是三个时间和地点 是罗勇用他的一双眼睛换来的 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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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勇摇着头 脸上露出惨笑 校长我先送你回去吧 下一秒 罗勇神情变化 苍白的脸扭曲在一起 痛 痛死我了 我是罗纳西德左点瘟疫之船 左腹舵手 简大腹四十 我怎么看不见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航行 我要航行 我罗纳西德左点瘟疫之船 左腹舵手 简大腹四十 要航行 罗勇哆嗦着一只手 扯着自己的头发喊着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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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连喊了三遍 罗勇才平静下来 只不过 他又变得焦躁不安 好疼 头好疼 他伸出唯一的左手 无助向前抓着 陈瑶 是陈瑶吗 我 我的怎么看不见了 我跟着船长出去了 你看到船长吗 那羊头面具 那羊头面具 是船长他回来了 他告诉我 三十年前的瘟疫 是他释放的 他 他真该死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可是我迷路了 我在巷子迷路了 他又想做什么坏事 校长 我在这 陈瑶明白 羊头面具 是罗勇 罗勇也是如位校长 但从另一个方面 来说他们都是独立的 他们都有着 各自的记忆 陈瑶退去瘟疫着装 双手牢牢抓住了 罗勇伸出的手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罗勇整个人脑袋低下来 身体开始颤抖 血泪顺着脸颊流得更快了 陈瑶 陈瑶 你是个好孩子 我 他张了张嘴 嘴唇在颤抖 我 我想回家 我不想死 我想小豆丁和倩倩了 我 我不想成为罗勇 这一瞬间陈瑶 也分不清现在的罗勇 到底是卢校长 还是羊头面具 校长 我带你回家 陈瑶准备 站起搀扶罗勇回家 这时候 罗勇身体一抖 临近三天的时间 罗勇的记忆 和卢卫的记忆 还有羊头面具的记忆 就开始愈发地冲突了起来 他的精神状态 开始变得不太稳定 陈瑶 我刚刚 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听着罗勇迷茫的语气 陈瑶摇了摇头否认道 他知道现在又是罗勇 没有 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那你怎么还不走 你在这里干什么 时间 地点 一个都不能出错 你知道 这是我妄想出唯一的结果 你知道吗 这是有希望的 三十年前 我妄想不出任何一条路救他们 是任何一种可能 我救不了他们 我妄想救他们 罗勇的精神状态 再度陷入不稳定状态 血泪流得更快 他自嘲地吃笑了两声 对着陈瑶发问 好 陈瑶我问你 三十年前 如果你是船长 你会怎么做 你会选择救人 还是不救人 陈瑶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罗勇的情绪愈发激动 看过记忆的陈瑶犹豫了 如果他是船长知道 未来的情况之下 他会选择去释放瘟疫 血泥疫去救人吗 答案是 我不会 背负这种东西 对于他太沉重了 尤其是面对一群 治疗好的人 进行清洗 看着自己 2920同僚去死 甚至于死不明目的这种 陈瑶自问自己做不到 罗勇脸上的颠笑 更沉了一些 好好好 这才是我的好学生 这才是我的好学生 这才是我的好学生啊 一连说了三遍 罗勇的状态 又有些不太对劲 一把甩开陈瑶 跌跌撞撞地靠在墙上 慢慢坐下来 如果你是船长 黎明高塔的所有人 都不用死 如果你是船长 赵素也不用变成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可惜 你不是船长 我回不去了 他的言语之中 满是痛苦 他的记忆开始冲突紊乱 你怎么还不滚 我死不了 时间 地点 我说了 时间地点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你可以妄图拯救这一切 你有机会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再痴心妄想 哈哈 罗勇竭尽全力 嘶吼着 又是哭又是笑 陈瑶咬着牙看一眼 丢下瘟一体 恶游灵和骷髅骑士后 他就转身一脚踢碎窗户 从七十层一跃而下 整个司徒大厦周围 都散发着瘟疫 长疾 空中身体化作黑雾 再一次出现他 已经站在了楼下 这时候 司徒大厦的大门 被四个五阶序列者 给拆了 正准备离开的陈瑶 脚步一顿 他看到了那司徒大厦 冒出了恐怖的红光 那是瘟疫 并理解析 即死瘟疫 极强致死的瘟疫 通过生物传播 传播率高 普通人遭遇 会瞬间死亡 能力者遭遇 将最多延缓一个小时死亡 解决方法 释放下位传播性 较高的血宁疫 替代即死瘟疫 当血宁疫全部传染之后 可逆转治疗 即死瘟疫 司徒家又想要重演 三十年前的事情 又想要诞生新的幸运 陈瑶抬手 正准备释放血宁疫时 脑海之中 飘出刚刚罗咏的 发问的问题 如果三十年前 他是船长 他会不会释放血宁疫 成为悲锅 他深呼吸一口气 这一次不一样 血宁疫他有解 所有人都可以不用死 所有人都可以不死 而且他背后没有其他人 他只有他自己 即使背锅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 这倒也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这一座城 还有他想要守护的人 一个俏丽的身影 说实话 真面对上 我还有得选吗 陈瑶还是选择了 释放血宁疫 做完这一切后 穿着中世纪 鸟嘴衣服的他 顿入瘟疫 长急之中 朝着医师塔赶了过去 医师塔里面 忙碌异常 有两种瘟疫 突然地在江北市爆发了 一种是之前遭遇 让动物疯狂拉吸的瘟疫 另一种则是三十年前 瘟疫医生释放的血宁疫 三十年前的瘟疫 血宁疫 血宁疫 三十年前是什么意思 看着医师塔对宁血医的解释 一些新人有些不明白 血宁疫 那畜生家伙还没死 一些中年医师知道 关于三十年前的瘟疫医心内幕 并开始讲述 三十年前 江北市爆发了最大的瘟疫 死了几十万人 那一场瘟疫的源头 就是序列001瘟疫医生散步的 听说为此抓到了 制造血宁疫的两千多人的团队 最后他们全被清除了驱赶 跑了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听说只是为了取勒 取勒 他们都是一群疯子 一群为了研究瘟疫的疯子 我想一想 我记不太清那个词了 那叫什么 叫做黎明高塔 反正那瘟疫医生 就是一个纯纯的恶魔 杀了这么多人 只为取勒这群人 不是恶魔是什么 领头的瘟疫医生 更不是东西 最后被打得跪地求饶 三十年前那一场瘟疫 怎么解决的 不知道 就像突然消失了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隐情 瘟疫医生消失之后 那瘟疫就消失了 还有什么隐情吗 瘟疫医生 那是什么样子 没人见过他 他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穿戴着鸟嘴面具 是那种戴着鸟嘴面具 穿着中世纪医生服饰 还有黑色披风的家伙吗 披风不知道有没有了 不过确实是中世纪的装扮 你小子明明知道 你还问我 一人哆嗦着 指着医师塔的门口 因为 他 他就站在门口 啊 医师塔爆发出一阵躁动 所有医师都盯看向门口 陈瑶就站在门口 他没有解除瘟疫着装 那些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站在医师塔的大门 站在那一动不动 瘟疫医生 瘟疫医生 我就说他回来 释放瘟疫了 不对这家伙要干什么 陈瑶一脚踏入医师塔 仅仅是这个动作 所有的医师 纷纷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恐怖的情绪迅速蔓延 就像是见到鬼一样 口嗨他们是会的 见到传说的真人 是真的会怕的 所有人感觉到 极大的窒息感 心理上的压迫拉满 三十年前的顶尖人物 瘟疫医生 这个医师塔都不够 他一个人杀的 那个恶魔又回来了 一些胆小的 已经抖了起来 你 你想要什么 这次又释放瘟疫 你想要干什么 胆大的医师伸出食指 指着陈瑶质问 只不过 他的手指 却止不住地抖动 陈瑶没有解释 而是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 十一点三十二分 地点 医师塔 他需要前往下一个地点 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来到医师塔的 要做什么 陈瑶慢慢转身 无所谓的侧过头开口 瘟疫是我释放的 你们不想 整个江北市生灵涂炭 就去救人 司徒大厦那里 是我释放瘟疫的源头 能不能控制住瘟疫 就看你们 医师塔的能力了 陈瑶没解释 释放血宁疫 是为了覆盖 急死瘟疫 也没时间去解释 解释了 他们也不一定会信 所有人 都只相信自己所见到的 他要顺着时间 再一次赶往大楼 这件事情 已经到了这一步 陈瑶已经只能按照 罗勇的预知 去进行行动 瘟疫的扩散 越来越严重 不仅仅是血宁疫这种 在城市之中 就相当于核弹的瘟疫 那瘟疫 长期 也同样迅速地蔓延 他计算着不出三个小时 整个江北市 将会彻底沦为瘟疫的狂欢地 而他作为瘟疫医生 将会和上一代一样 被上骂名 不过 事已至此 他已经不在乎了 陈瑶一步走出 正准备顿入黑雾之中时 苏木木的电话 打了过来 陈瑶接起电话 陈瑶 司徒大厦那边 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且 现在全网 都是通缉你的名单 所有的医师 都在往司徒大厦那边赶过去 雪宁疫 是你释放的吗 陈瑶一愣 消息传得这么快吗 随即也释然了 毕竟那里是医师塔 他大方地承认了下来 是我 等一等 我知道 你也许有自己的理由 但是我很想和你说一句 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需要我帮忙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马上过去 陈瑶还以为苏木木 还会苦口婆心 劝说什么回头失案 没想到 一通电话 居然是关心 说实话事情 到了这一步 他就像大浪之中一力杀 只能顺势而为 傻丫头 有事情 我会麻烦你的 挂断了电话 看着远处 在陈瑶的眼中那瘟疫 已经如同遮天蔽日的乌云 开始在整个江北市 上方蔓延 他身体化黑雾 顿入瘟疫之中 司徒大厦 司徒家五兄弟 已经站在大厦的门口 大哥司徒龙 好运编造者 老二司徒社情 福运大财 老三司徒郡 妾运家 老四司徒风罩 导弹鬼 老六司徒怀芳 命运扭转者 看着数以万计的 旧日序列的半成品 如同开闸放水一样 冲出了大厦 五兄弟脸上 纷纷露出笑容 司徒风照兴奋地 张开双手喊道 五阶序列者又怎么样 只是一群速成的战士 连权柄都没有继承 这一次 司徒家必成大事 五阶序列者 陷入了蝉痘 瘟疫只是一部分 不可名状的 拉拉叶的半成品 对于人类的杀伤力 比起瘟疫更为恐怖 只要是三阶以下的序列者 看到这些半成品 都会陷入精神污染 从而疯狂 虽原本以为 带着四位强行 进入五阶的序列者 踏平司徒家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怎么 怎么会这样 看着四散开的怪物 涌入城市之中 他的内心陷入一股 深深的无力 他有一瞬间感觉自己 是不是真的 如同苏云天所说的一样 做错了 同时 他也染上血泥液 自身状态快速地下降 只是三阶的他 早已经筋疲力竭 一个失神之下 一只怪物 就飞扑向孙元 一只强有力的大手 陡然伸出 一把抓住了 飞扑向孙元的怪物脑袋 随后 五根手指恐怖的力道之下 那只怪物的脑袋 在手中如同西瓜一样 捏炸开 另一只手 抱住快要摔倒的孙元 我都说了 让你等一等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 如果再等上半天 半天也行 虽然是责备的话语 苏云天却是用着 最温柔的语气 对着孙元开口 要你管 孙元委屈地看着苏云天 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 不服气喊了一声 此时他才注意到 苏云天浑身是血 胸口被拉出一条巨大的伤口 肉眼可见森森白骨 张嘴想要骂的话 被他噎了下去 终是忍不住委屈的语气询问 你怎么这样 了 孙元颤抖地伸出手 摸了摸苏云天胸口的伤口 速通了三个副本 就为了踏入五肩 来帮你 抱歉让你等我了 我应该更早一点来的 苏云天憨憨地扭头 笑着露出沾满血的牙齿 到这个时候 苏云天还在自责 孙元忍不住了 你 你是傻子吗 不会治疗一下吗 他慢慢放下孙元 末时间了 有些事情让我来就行了 十年前是我的错 这次来的还算及时 苏云天往前一站 后中如同熊一样的背影 在孙元面前 陡然变得更为高大 他右手弯曲抬起 抱喝一声 重气弩 射 他的手挥五而下 声音巨大 恐怖的气流 以苏云天为中心散开 这一声之下 以司徒大厦为中心 上百米周围 数千台巨大的众母 被推出 上千只有着人高的巨剑 被射出 恐怖的巨剑 呼啸着射来 那些还在奔袭的怪物 全部被粗壮的巨剑炸开 司徒龙脸上 一直挂着笑容 所有剑 以极其刁钻的角度错开了 司徒兄弟 幸运之下 他们破不了招 贴脸放剑 也伤不了他们 苏会长 司徒风照脸上狂笑 隔着老远就大声喊道 苏会长 这么多年 忍得挺辛苦的吧 这么多摆团 攻略大型副本的装备 都被你拉出来 你真的当我们司徒家 是副本之中怪物 开刷了吗 成为尸体的怪物 挣扎着拼凑 源源不断的怪物 还在从司徒大厦下涌出 这种半成品 我们有数万只 你们杀得完吗 司徒龙脸上也波澜不惊 如果再没有变数 他们司徒家 将会成为江北市最大的赢家 苏云天左手抬起 压住右手的手臂一压 一阵脆的金光炸开 五阶 他的力量飙升 通刷副本 就为了自己达到五阶 继承来自于战士途径 序列059索亚 骑士的权柄力量 黑色的盔甲骑士 骑着一匹黑马的虚影 在苏云天身后 慢慢凝食 实打实完成五阶的战士 索亚骑士 骑士右手拉着缰绳 身体下压左手巨大的长枪一甩 黑色狂躁气息 迅速地散开 这一股气息之下 直接掀翻了周围上百只人 不忍鬼不鬼的怪物 看到那巨大的骑士虚影 司徒风照 第一次感觉到了巨异 他后退了半不用担心的眼神 看向自己的大哥 大哥 这也太猛了吧 苏会长 可是当了这么多年的 序列者工会的会长 这点实力 还是能有的 大哥 我来吧 司徒郡 妾韵家 站了出来 司徒龙反而阻止了他 这件事情 老四你解决 大哥 你别开玩笑了 那是五阶 我甚至连权柄都没有解锁 我没说让你正面去对抗 有些事情 需要去思考进行了 司徒风照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捣弹鬼的能力 是可以依附在不幸之人身上 何为不幸 他的目光看向了孙媛 脸上逐渐露出变态的表情 小娘子 三阶 瘟疫 这么多负面状态 真的是个机会 苏云天不愧是老牌的四阶的序列者 晋升成为了五阶之后 继承了权柄 一个人就基本让司徒大厦走出的半成品 没办法冲入城市 加上周围还在有不断地射出巨大的箭矢 杀着怪物 这一瞬间形成了击角之势 身后原本力竭的孙媛慢慢站起来 脸色苍白 眼神空洞 他捡起地上的匕首 对着自己的胸口 直接插了下去 擦 黑雾之中的陈瑶 陡然出现 一把手抓住了 孙媛刺向胸口的匕首 孙媛身体抖动 松开匕首 一只手继续甩动 手指犹如利刃一样 滑向他自己的喉咙 远处的司徒俊文 怯运者 对着陈瑶看了一眼 陈瑶只感觉浑身一冷 手上的动作 慢了半拍 他却抓了空 那尖锐的手指 直接擦着喉咙 滑破了孙媛的喉咙 鲜血喷出 建设在陈瑶的鸟嘴面具上 陷入让他的视野 变成血红色 看着苏木木的母亲 在自己面前自杀歌喉 陈瑶怒气直接拉满 用尽全力抱贺一声 死 徒 他迅速按下孙媛的身体 右手手术刀 以极快的速度弹出 一场极快的野地手术 做了起来 同时 储物界之中 上百具四阶骷髅士兵 加上三只变异过的干医师 全部是放了出来 司徒风罩惊醒 他颤抖地指着控制住孙媛的陈瑶 大 大哥 瘟疫医生 瘟疫医生 他就是瘟疫医生 苏云天 犹如战神一样乱杀 口中 开始喷出鲜血 强痛腹本 伤势严重 五脏六腑一味 加上瘟疫血凝溢在作用 他的战斗力 在直线下降 陈瑶的司徒 叫喊声 让他注意到了孙媛的状态 凄惨的喊道 于而 陈瑶还在手术 但是时间开始 一分一秒地过去 距离罗勇所安排的11点42分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要么放弃救自己的丈母娘 要么放弃罗勇那一双眼睛代价 给自己的时间地点 强行之下 他选择折中 也递手术 保住孙媛的命 干医师继续手术 自己则必须离开 至于那五兄弟 幸运的庇佑之下 他就算依靠瘟疫 容许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秒杀 有恃无恐的 就站在司徒大厦门口 就依靠的是 那幸运途径 末时间了 陈瑶身体化作黑雾消失在原地 干医师接手了陈瑶的手术 他以最快的速度 在11点41分 来到200层的医疗间 那司徒大厦 200层医疗间 乐有灵体已经看过了 视野共享之下 陈瑶得知那里 除了一个浑身插满管子的老妇人 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 看守没有 甚至连医疗护工都没有 此时司徒大厦 200层医疗间内 一阵黑雾翻涌 陈瑶的身体 从黑雾之中焦急地走出 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老妇人 这一位老妇人 必定有特殊的地方 他第一时间 抓起床头的病例翻看 干缩症状 必须每天摄入特定的水分 肺部衰弱 以人工肺癌进行维持 胃癌 肺癌 食道癌 各种癌症 加上三十几项特殊病症 全部集合在一个老妇人的身上 合上病例 这些病症记录得很详细 每个病症的用药和观察 都极为细致 就像是强行续命 三十几种病症还活着的老妇人 这种事情很难以想象 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种概率太低了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 陈瑶明白了 罗永让还来这里的原因 这个老妇人 就是错误者 错误者并不是 他们兄弟之中的任何一人 之前陈瑶还以为 司徒是七兄弟 那错误者 是司徒七兄弟之中的一人 现在看来 就是他了 一个老妇人 能够变成这样 为了司徒兄弟 做到这种地步 不可能无亲无故 陈瑶感觉 以司徒家的尿性 这个老妇人 是他们母亲的概率很大 至亲之人 来承受灾厄 真的丧心病狂 这也是罗永 让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 为什么非要这个时间 时间 11点42分 地点 司徒大厦200层医疗间 病床上老妇人 慢慢睁开她的眼睛 几十年来 她第一次看到了 一个不一样的面孔 她艰难地想要说什么 呼吸面罩和插入喉咙的气管 让她开不了口 手指慢慢抬起陈瑶顺着看过去 老妇人颤抖的手指 抬起又落下 陈瑶并没有动作 而是盯着老妇人看着 错误者 也只有一个母亲 愿意为自己的那些儿子 承受着来自幸运的副作用 病床上的老妇人 一天之中 只有那么几分钟是清醒的 清醒的过程中 还要经受十足的灾厄折磨 几十年下来 她早已经坚持不住 她的眼角开始落泪 她颤抖的手在病床上 歪歪斜斜 比划着一个死字 陈瑶手术刀抽出 解决错误者司徒兄弟的幸运 才能失效 所以 陈瑶抬起的手术刀 最后还是没有落下 太圣母了 不 她想到了另一件事情 温一体 恶有灵体身躯 与灵体互换位置 来到了医疗间 灾厄是你的食物 吃了它吧 慢慢吃从脚到头 一点一点吃下去 温一体 恶有灵体那恐怖的样子 慢慢靠近老妇人 病床上的老妇人 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她是想死 可是不想被蚕食而死 此时 司徒大厦的五位司徒兄弟 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尤其是司徒龙 瞳孔猛地收缩 大手一挥 回去 有人去了医疗间 母亲 快走 这里 还管什么这里 母亲死了 我们还有什么用 陈瑶看着床上挣扎的老妇人 她解开了瘟疫着装 左手抽出手术刀 右手死死握住 手术刀一抽出 鲜血顺着陈瑶的手心 洒落在地上 陈瑶对着整个医疗室的天花板上 都挂上了血 做完这一切 戴上鸟嘴面具和中世纪 医生服装 散播了瘟疫 溶血之后 陈瑶慢慢坐到地上 这个时间点 让自己来到这发生的事情 只有老妇人的苏醒 想要杀掉错误者 随时都可以 甚至不需要她在清醒的时候就杀掉 询问她 是否想死 也是多余 但是罗勇让自己 非要这个时间点过来 很显然不是杀掉这么简单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 引回来那群杂种 果然不出三分钟 那医疗间大门 便再一次被打开 司徒龙看到了坐在地上的陈瑶 脚步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退至其余兄弟身后 老二司徒射情 浮运大财 目光陡然锐利 瘟疫医生 你怎么过来的 你想要做什么 老三司徒郡 妾韵家 目光锁定在陈瑶的身上 试图窃取她身上幸运 老四司徒封罩 导弹鬼 则是毫无办法 老六司徒怀方 命运扭转者 环抱着手臂 若有所思地盯着陈瑶 五兄弟的反应各不相同 司徒龙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编织的命运 怎么偏差越来越大 幸运途径之下 00G好运编织者 00A服运大财 00C切运家 00J导弹鬼 00P命运扭转 00H错误者 00F胆小鬼 这些序列真的很特别 陈瑶一个另一个名字的 全部说出了 他们的序列名称 甚至代号 这一瞬间 司徒五兄弟同时震惊 这种事情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我不仅仅知道 你们所有的序列名称 能力 甚至于你们的祖父那狗杂种 见到我都得喊我一声爹 不对我生不出那杂种 不对我生育能力没问题 陈瑶自顾自地说着 司徒五兄弟听到这句话 更多的是猛 你只要出来 我们可以聘任 你为司徒家的供奉 就日序列的研究成果 你可以第一个享用 陈瑶笑着摇头 你们兄弟招揽的招数 都是这么相似 那司徒晕落 那胆小鬼 死的时候 也一直对我用这一招 老二司徒摄情 扶运大财 立刻上前 他毫无察觉地继续走着 天花板上挂着的血珠 一点点滴落下来 含有瘟疫 溶血的血珠 滴在司徒 摄情的脸上 他慢慢抬头 用手擦了擦脸上的血 我感觉 好难受 感觉到 不对劲的司徒摄情 迅速转身 试图离开 只是他的动作 越来越慢 过程之中 他的身体 一点点消融 如同蜡烛一样化开 他的手 一直朝外伸着 一直祈求四兄弟 能够救他 司徒家剩下的四兄弟 纷纷后退 尤其是司徒风罩 捣弹鬼 跑得最快 最为惊恐 因为他感受过这种病 碰 医疗间前 陈瑶的身影 原地消失 下一瞬间 强烈地被刺感 冲击着司徒风罩的后背 他甚至连转身 都没有做到 就感受到后脑勺传来 熟悉的抓取感 身后传来 如同恶魔一样的低语 这一次不是替身了吧 陈瑶手上 沾满了那含有瘟疫 溶血的血液 司徒风罩头皮 和血液接触的一瞬间 那恐怖的瘟疫 瞬间作用于他的身体 身体迅速抽出了起来 这一次 他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这种瘟疫的入侵 看到这一切 司徒龙头 也不回地扭头就跑 没有丝毫的犹豫 像是一阵风一样 瞬间跑没影 司徒怀方抬手 想要施展能力 巨大的大剑 陡然划破空气 巨大的大剑 呼啸着 拦腰折断了司徒怀方 和司徒骏两兄弟的身体 四阶骷髅骑士 破旧身体出现 提着巨剑 拦腰切开了两兄弟 鲜血和内脏四世 被扎破的水袋 洒了一地 都别走了 死在这吧 骷髅骑士的抬脚 重重踩下 被腰斩后 还在喘气的司徒怀方 脑袋 如同西瓜一样炸开 这一切来得太快 几乎在数秒内完成 比起杀死错误者 在错误者附近 你们都没有发现 你们的幸运能力 都没法展开吗 也对 你们也只是 为了欣赏 你们母亲为你们 承受灾厄之后的样子 庆幸你们自己的幸运而已 陈瑶冷静地开口 她从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光司徒家的人 瘟疫陷阱 还是主动让司徒风照感染而死 甚至于骷髅骑士 出其不意的斩杀 都是陈瑶一开始 计算好的一切 短短数秒 完成这一切 骷髅骑士高大的身影之后 陈瑶慢慢扭头目光 死死盯着 抛下兄弟的司徒龙 镜片之下 那一双眼睛愈发的通红 不知道是李智护目净威的 还是陈瑶的愤怒 司徒龙的身体 陡然停下 陈瑶目光锁定司徒龙 就剩下你了 司徒龙慢慢转身 整个人的身体 开始抖动随后狂笑起来 终于全死了 终于全死了 这种感觉太妙了 司徒龙双手张开 猛吸一口气 贪婪地享受着 这一刻的不真实 他开口喊道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 等了多少年 我花费了多少心思 当我听到你杀了司徒云落的时候 你知道我强忍住了 多大的兴奋吗 我还得和那些傻子说 司徒龙似乎真的在回忆 当时听到司徒 会封罩口中 七弟死了的噩耗 他脸上表演 出现痛苦的神色 就像是真的死了兄弟 痛苦的样子 司徒云落 七弟居然死了 他死了我的计划 少了三成的成功率 我的弟弟他 他怎么会死了 司徒龙脸上的表情 陡然癫狂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知道 我只要稍微产生 对这些人不利的编造 那个废物 就像是蚊之味的臭虫 一下子就感应到 他的幸运能力 是最弱的 却是最麻烦的 真的是谢谢你 因为你的出现我 才改了编造 幸运果然是眷顾我的 我才是有机会成为 旧日之下真正的幸运之神 说话之间 司徒龙拿出一管针筒 毫不犹豫地 对着自己脖子上的动脉 插入注射 特殊的旧日途径的魔药注入 医疗间病床上的老妇人 浑身抽搐 心跳监控陡然拉直 发出悠长烦躁的低声 错误者死了 这家伙 已经彻底的疯了 陈瑶注视着 司徒龙的反应 他能够这一切说出来 必定已经进入了 他的编织 幸运 眷顾我 让我感受 旧日之下真正的力量 这种半成品的注射 对于平常人来说 绝对是必死的结局 或者即使侥幸活下来 也会成为人不人 鬼不鬼的怪物 但司徒龙不一样 到现在为止 一切都在他的编织之中 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这一次的大事件之中 他将会窃取 足够多的幸运 注入魔药之后 司徒龙的口中的声音 突然低沉 伟大的拉拉叶之主 你的仆人 向你索取 灾厄之下的幸运 我愿意永远成为你的随从 我愿意献祭着一座城之下 所有人的灵魂 灾厄降临 万万人之中 我将紧索取他们的幸运 庇佑我 司徒龙的身体 开始发生变化 他的嘴巴炸开 血肉模糊之下 一排排尖锐的道刺 在他的嘴上 伤口长出 扭曲抽动的年夜 章鱼须在他的脸上 一点点长出 他的头发 开始一点点的掉落 身上鳞片 从皮肉之下长出 巨大的蝙蝠 翅膀陡然展开 这一眼下去 理智护目镜的镜片 咔嚓一声 一条细小的裂缝 在镜片上出现 陈瑶第一时间 快速地离开了司徒大厦 迅速顿入瘟疫之中 他再一次回到了广场之上 此时的司徒大厦的广场前 所有的旧日途径的 半成品实验体 全部死了 广场中央凝食的 索亚骑士跪在的地上 苏云天单手 抱着一动不动的孙媛 周围血腥的气息 让陈瑶脑袋开始发昏 死了 都是死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不离开的话 他们就不会死 怎么会变成这样 陈瑶的精神状态 开始失控 不仅仅是苏云天 还是苏云天 母亲都死了 远处上千位职业者 被奇怪的处须搅弄晃动着 地面开始颤抖 陈瑶的身体开始发颤 不对 不对 怎么会这样 陈瑶救我 苏云天尖叫声音响起 他一回头 苏云天尖叫声音响起 他被高高挂起 整个司徒大厦全部消失 尸山血海之下 是一颗巨大的脑袋 探出 那是一颗诡异的章鱼怪物 红眼 面部不满了章鱼触手 陈瑶一低头 他的双腿 已经陷入血之中 整个人不断地挣扎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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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真实的 他的右手臂上 传了一阵灼烧感 船长 这一声呼唤 让陈瑶清醒了三分 船长 赵素的声音陡然响起 他的身影 就站在陈瑶的身后 陈瑶猛然扭头 一个帅气的青年 就站在那 虽然样貌完全改变了 潜意识之下 陈瑶缓缓地 叫出了他的名字 赵 赵素 船长 你跑着来 要和我学手术吗 我可没什么教你的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船长 他们需要你 赵素的手 放在陈瑶胸口的位置 轻轻一推 船长 回去 强烈的溺水敢冲斥 无法呼吸之下 陈瑶陡然睁开 赤红的双眼 你破除了 来自拉拉耶之主的精神污染 陈瑶再一次 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那防止理智下降的理智眼镜 发出咔咔的声音 列文军列 布满理智眼镜之上 立刻抓住 理智眼镜 一把扯下来 在手中理智眼镜 直接碎开 刚刚那一切是幻觉 不对 是受到了污染 精神污染 司徒龙那家伙 到底成为了一个 怎么样的存在 那一针下去 绝对不是那些 半成品的怪物可以比的 就连理智眼镜 都抵挡不住 陈瑶抬头看向四周 他已经不是在 司徒大厦附近 反而跑到了 江北市中心不远处 应该是自己顿如瘟疫 长疾之中 受到那精神污染的影响 以至于自己出现了问题 一行特殊的提示出现 仪式正在进行之中 来自于灾厄之下 无数的不幸将降临 癫狂和理智 将会彻底污染 所有技能天赋 被暂时封印 你免疫了来自于 拉来叶之主的精神污染 死亡人数达到 21379人 那死亡人数 还在不断地跳动 32479人 33195人 34873人 死亡人数每一秒都在上升 速度极快 仪式 联想起司徒龙 打入药剂之后说的话 陈瑶似乎想到了什么 可是还未等他细细思考 他身体之上的瘟疫着装 也化作黑雾消散不见 技能无法使用 理智眼镜也破碎了 虽然自己无法受到精神污染 但以仪式死亡的人数来看 不出一个小时 整个江北市都会化作一座死城 他的脑子疯狂运转 他思考着一切他还能做的事情 思考 思考 终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时间 他立刻低头看向时间 时间 12点43分 这么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想起罗勇最后一个时间地点 时间 1点10分 地点 江北市广场 只剩下27分钟了 时间 地点 跑过去来得及 江北市广场之上绝对有校长留给自己的解决方法 陈瑶开始朝着江北市广场狂奔 1点0分 陈瑶站到了江北市广场 此时江北市广场空无一人 他迅速地寻找着目标 最终 陈瑶注意到 一个熟悉的身影 坐在市中兴广场的喷泉旁边 狂奔过去 罗勇缺了一条腿 坐在那里 又少了一条腿 他又妄想做了什么 现在的他 只有一脚一手 唯一的一只手 颤颤巍巍地撑着一根棍子 防止他的身体倾斜 校长 听到熟悉的声音 罗勇猛地抬头 朝着声音的来源的方向开口 你很准时 校长 事情 事情没办法挽回了 死亡人数已来到73197人 陈瑶不敢去想 其中包含精神污染死亡的人 会不会有苏木木 会不会有自己认识的同学 会不会有 他不敢去细想 他现在脑子里一团江湖 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陈瑶 你需要冷静 不能因为死亡的人数 影响了你的判断 你是瘟疫医生 罗勇沉重的语气 似乎带有训诫 你是瘟疫之下的高塔 你是灯塔要做的事 找到解决的办法 找到一切挽回的条件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做 校长 陈瑶第一次精神状态 变得如此之差 他想不到怎么解决 前两次你做得很好 但是还改变不了 司徒家的布局 罗勇撑着木棍 慢慢站起来 陈瑶冷静了下来 他想去搀扶 但罗勇阻止了 并且自顾自地开口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三天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一半 而对我 罗勇而言 那三十年前的事情 就像是在昨天 而对于卢校长而言 三十年的幸福时光 则是真真切切的 对于羊头面具来说 三十年他 一直在等待出发 其实 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很简单 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 需要一个桥梁去嫁接 校长 需要我做什么 说过 你只需要见证 对于你而言 记得我们就足够了 记忆永远是最真实存在的 所以 没必要为我们证明什么 我 我们 这个词 罗勇站起来之后 陈瑶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他猛地转头 此时江北市广场上 不再是之前的空荡荡 而是出现了上千个身影 站着穿着衣生服装的人 他们透明的状态 慢慢变化 接近于真实 点点的金色光芒 从天空落下 不断凝食了他们 2917名医生 2917名医生的身影 此时的时间一点时分 地点江北市广场 四顾之时 一声呼喊 船长 熟悉的称呼 也是唯一会这么叫他的人 陈瑶 我的学生 这是我最后一次教你 现在是 妄想时刻 罗勇慢慢松开手中的木棍 但他并没有摔下去 一左一右两只手 拖住了他的身体 孙悲 赵素 金光之下 他们的身体慢慢地凝食 这也是陈瑶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他们三人 这时候 他才真真切切看清他的样子 年轻 帅气 那是精神污染推他回来时 赵素的样子 陈瑶想要说些什么 嘴巴微微张了张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我 我 你 你们怎么回来了 我还在精神污染之中对吗 罗勇的右手伸出左手 慢慢恢复原状 同时 一颗跳动的心 葬在他的手心之中 慢慢出现 陈瑶 我得感谢你 不是你也许我也无法完成这最后的教学 那是之前的 死灵法师的心脏 罗勇伸出手摘下 遮住眼睛 那早已经被血染红的白布条 他少掉的手缺湿的脚 失去的双眼全部回来了 妄想时刻 独属于妄想权柄的力量 也是有这个东西 我才能唯一一次能够使用的代价 罗勇高高举起那一颗死灵法师的心脏 将他举过头顶 诸位可随我一起 最后看一看江北市 最后成为灯塔 广场之上 2917奇奇 看向了罗勇 黎明高塔之下 吴悦 黎明高塔之下 吴悦 黎明高塔之下 吴悦 嘹亮的声音落在罗勇耳中 罗勇红色的眼睛 流着泪慢慢闭上 手指用力 捏碎了手心中的那一颗心脏 妄想时刻 落下 时间 来到了 11点42分 司徒大厦外 11点42分 陈瑶按照约定 放弃了对孙云的治疗 独自离开 进入了司徒大厦 地下200层医疗间 此时司徒大厦前 地上生命气息 逐渐消散的孙云 远处筋疲力竭 满身伤痕 几乎于冰死的苏云天 上千名拉中炉百次 浑身气血 几乎耗尽的序列者 公会战士 一切都来不及 医师塔 4234名所有医师 全部还朝着 司徒大厦赶过来的途中 结果就是 司徒大厦之下 孙云生死 苏云天战死 上千名序列者全死 赶过来的医师 什么都没帮上 就死在了 那群怪物手下 一切都像是来不及一般 仅仅是他们中间 缺少一座桥梁 当干医师 尽可能地抢救孙云的时候 一道金光 被投影而下 身影慢慢蹲下 然后一边接替手术 一边轻声地开口 似乎怕惊扰到孙云 黎明高塔 医师赵素 为你做手术 冰死的孙云 他的眼睫轻微颤抖了两下 似乎赵素这个名字 格外的熟悉 妄想之下 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顺着时间点 一个个被投下 投影之下 一个个声音响起 黎明高塔 医师张晨熙 黎明高塔 医师李优然 黎明高塔 医师刘轩 黎明高塔 医师黄浩然 黎明高塔 医师孙玉 黎明高塔 医师罗文浩 黎明高塔 医师唐杰 黎明高塔 医师袁小军 黎明高塔 医师寇一军 2920名医生 全部出现在这里 陈瑶也出现了 他看着远处 散飘下的金光 他才明白 妄想时刻 是多么的夸张 真正的妄想时刻 真正属于 妄想家的权柄力量 回溯时间 驾接桥梁 2920名 来自于黎明高塔的所有人 在30年之后 死时此刻 因为罗勇的 妄想时刻降临 降临回到了 他们熟悉 而又陌生的城市 降临回到了 这一个心心念念的城市 黎明高塔 医师孙悲 孙悲看 像躺在地上的孙悦 只是一眼之后 他第一时间 冲到了苏云天的面前 替他治疗 陈瑶看着2920人 回到了这个时间点 他终于明白了 罗勇三的时间地点 是代表的什么了 所有的一切 在这一刻 形成了闭环 他真的见证了这一切 陈瑶慢慢举起自己的手 逆转治疗 海量的治疗 在江北市落下 所有的瘟疫 在这一瞬间清空 即使瘟疫因为 司徒龙兄弟的离开 已经不会释放 这一场战争 不会有人死 因为 黎明高塔来了 陈瑶站在最后 看着那些 背对着自己的身影 那金光之下 他们义无反顾 即使已经死过一次的 他们 再一次降临 来到这一座 抛弃过他们的城市 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义无反顾地投入 和以前一样 遵守着来自于 黎明高塔之下荣耀 呼 一个穿着鸟嘴 医生服饰的身影站 在远处的角落 静静看着那2920人 他不敢上前 只能呢喃着 轻声地开口 黎明高塔 船长 陈奇 有了2920名 黎明高塔的医师到来 所有人都得到了 有效的治疗 苏云天的身体 也在被同步的治疗 权柄力量之下的 索压骑士 更是所向披靡 上万只半成品怪物 被压制 此时 医师塔的所有人 也来到了这一刻 他们看到了一大群陌生的医师 已经加入战场治疗 江北市怎么出现了 这么多的医师 也许是其他城市的外源 瘟疫也不见了 别管那么多了 没看到 那边打起来了 来都来了 赶紧给他们治疗 对对对 快去快去 桥梁的嫁接成功 这些半成品的死亡 也代表着那丝屠龙 打入的药剂 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 没有心育没有剂品 没有死亡 丝屠龙不会成功 他的编织失控了 地下200层丝屠龙 打入了那一罐药剂 他兴奋地成为了 不可名状的存在 这时候的尘瑶 顿入瘟疫之中离开 丝屠龙开始狂笑 他编织的成功了 外面应该死了上万人 上万人的幸运 即使他没有错误者的加持 他依然完美地 消耗了这一份 旧日途径的半成品魔药 但 下一秒丝屠 龙掌满章鱼触手的脸 突然扭曲了起来 整个人原地开始扭曲 背后原本展开的蝙蝠翅膀 在这一刻被扭曲撕扯 丝屠龙开始疯狂地嘶吼 疯狂地惨叫 他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可能 怎么可能 现在死亡人数 绝对有数万人 那数万人的幸运去哪了 怎么可能会出错 他不明白 到底是谁 窃取了他的幸运 难道是丝屠俊还活着 不可能 他们都死了 只有我活着 我 我不会出错 我不会错 我不会错 一生生不会错之下 丝屠龙身体 开始扭曲成一块大肉团 最后 那声音变得很奇怪 他开始忏悔 我错了 我错了 他不是知道错了 他是真的知道 自己这一次 真的死定了 最后那块肉团 不断地缩小 缩小 缩小 直到完全地消失不见 丝屠大厦前 正在做手术的诏素 治疗中的孙悲 包扎治疗伤员的 其他黎明高塔的 所有医生 他们的身体 散发出粒子飘起 似乎其中 有只骨无形的大手 拉扯着他们 赵素仍然握着手术刀 治疗着孙悦 孙悦已经已经恢复了 些许的意识 他的视角 落在赵素的身上 一个漂亮的姑娘 喉咙那不能留下疤痕 给我点时间 罗勇 听到了没罗勇 我也还没结束 罗勇 罗勇 我还有一人 包扎一下 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救一个 此时黎明高塔 所有医生口中的罗勇 慢慢地跪在地上 他的瞳孔开始 不断放大缩小 妄想时刻的极限 已经到了 他尽可能地撑着 他身体开始颤抖 精神状态愈发地变差 右手一点点溃散腐烂 最后透出骨头 掉在地上 一双眼睛开始萎缩 黑红的血水 顺着他的眼眶流下来 他只想 妄想时刻持续更多一些 听着耳边 那来自于黎明高塔 所有医生 最后的请求 罗勇咬着牙 尝试着一切 可以付出的代价 维持着妄想时刻 只不过 所有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且代价越来越大 看着罗勇 逐渐烂掉的腿 陈瑶再也忍不住了 校长 结束了 都结束了 别再硬撑了 我不是 我不是罗勇 我是卢卫 我不想死 罗勇甚至连记忆都开始丢失 校长 陈瑶嘻喊喊了一声 这一声之下 罗勇的动作停了下来 校长 别让人看不起你 我是卢卫 我是罗纳希德 左点瘟疫之船 左腹舵手 捡大腹四十 我也是罗勇 我是已死之人 我在妄想 我撑不住了 我真的撑不住了 穿着鸟嘴一声服饰的身影 站在了陈瑶的身边 走向罗勇 他伸出手压在罗勇的肩膀上 罗勇 你一直是最好的左腹舵手 声音出现的一瞬间 罗勇身体微微一颤 双眼失明的他 颤抖不确定地喊了一声 船长 陈瑶的身影出现 所有的黎明医生的动作加快了些 做完治疗的医生 开始陆陆续续站起身 2919名医生 开始陆陆续续地站起身 目光看向罗勇身后的身影 穿着鸟嘴一声服饰的身影 代价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承担 对不起 我真的来晚了 陈其身上的瘟疫着装 开始慢慢消散 他开始代替罗勇承受代价 你错了 陈瑶开口 错在和他们道歉 陈其难以置信地 回头盯看着陈瑶 既然你和他们再一次降临这一座城市 已经说明了一切 你的道歉十分的多余 陈瑶抬手指着前方 此时此刻 赵素 孙悲 以及2017名黎明高塔的医生 都站着看着陈其 他们没有任何的责备 怨恨 这一次和他们一起走 你是他们的船长 你跟洛夫 还有校长 我不想只有我见证 你说过一天内不能超过三次妄想 但是这东西真的上瘾了 我没办法不用 你说过的最后一次教学 陈瑶深呼吸一口气 淡淡开口 帮我看看我做得对吗 陈瑶 跪在地上痛苦的罗永斯 喉喊着陈瑶的名字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陈瑶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这一次陈瑶拒绝了 校长 我不想 我不想 只有我见证 你说过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我这么见 我真怕哪一天提前死了 没法说出你们的故事 所以我想任性一次 陈瑶一边说着 他的瞳孔 开始散发金色的光芒 妄想家 这一刻 司徒大厦所有的场景 被投射在整个城市百万人的脑海之中 一天内 多次超负荷的妄想代价 变成了十倍 所以 陈瑶用了他的一条手臂作为代价 陈瑶的左手 在空气之中扭曲 然后炸开 血气搅动 一般整个人手背的皮和血肉 一瞬间消融 剧烈的疼痛感 没有阻拦他继续妄想 天空黑了下来 周围的环境愈发的漆黑 黎明高塔的所有人 如同灯塔般散发着金光 燃然而起的灯火被点亮 越来越多的医师塔的医师 朝到这里聚集 这一刻 城市之中百万人都感觉到不一样的情绪 他们看到了黎明高塔的付出 看到真正属于这个世界的灯塔 他们也许真正地隔着三十年 看到了黎明高塔的存在 仰望的存在 妄想至此 只是这个代价 仅仅一条手不太够 陈瑶毫不犹豫 举起自己的右手 正准备使用第二条手的时候 三只干医师在此时此刻站出来 他们的干枯的身体炸开 情绪在传递 天越来越黑 万千家户的城市灯却亮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居民举着灯看着这里 顺着灯塔朝着这里聚集 金光之下 三只干医师的身影开始消散 只不过这代价很快止住了 三只干医师炸开的情景 如同倒流一样恢复 陈瑶碎掉只剩下骨头的左手 也开始出现血管和肉 这一刻 妄想家的代价被取消了 陈瑶面前黑暗之下 星火燃烧 上千名医师塔的医生就站在那里 与三十年前的黎明高塔 隔着数十米 妄想的代价 被身后城市的万万人 主动承担了下来 罗勇的身体 同样开始痛苦减少 他恍惚了 这一刻 承担妄想时刻的 不再只有罗勇 百万人和医师塔的医师 接手了妄想时刻的代价 万千灯火之下 高塔的意识 如黑暗之中的萤火 一点点亮起 被传播 妄想记忆之下所有的一切 被他们这一群三十年之后 新生代医师看在眼中 所有的委屈被人们知道 陈奇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消散一半瘟疫着装 已经能够看清他一半面孔 是一个和陈瑶有七分相似的面孔 他伸出手摘下了鸟嘴医生面具 脸上露出另一半烧伤的面容 你真是个疯子 你知道吗 命运让我们相遇 命运让我们见证这一切 陈瑶你能来到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注定的 作为命运 我看到更多 记得你 需要寻找你 真正属于你的传员 你的第一位传员是 他一个有病的家伙 我看不太清 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 陈奇魔伙又熟悉的脸庞 在陈瑶脑海之中 应刻而下 你 陈奇慢慢后退 没给陈瑶询问的机会 转身面向 所有已经来到这里的 医师塔的医师 他张开双手 以最高的声音 呼喊出自己的称谓 黎明高塔 瘟疫医生陈奇 黎明高塔 荣光永存 这一次 他站在所有黎明高塔医师的面前 身后的黎明高塔成员的声音响起 黎明高塔 医师张晨熙 黎明高塔 医师李优然 黎明高塔 医师刘轩 黎明高塔 医师黄浩然 黎明高塔 医师孙玉 黎明高塔 医师罗文浩 黎明高塔 医师唐建 所有的高塔成员 一个个地走上一步 第一次毫无保留 用最大的声音 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们比任何时候 都高昂自豪 他们每一个喊出自己名字的 黎明高塔成员 就开始透明 在最后的余晖之下 喊出自己的名字 罗勇也慢慢站起身 赵素和孙悲走上前 黎明高塔 孙悲 黎明高塔 赵素 黎明高塔 罗勇 他们消散得更加厉害 赵素喊了一声 船长 走了 陈奇转身 甩下独属于瘟疫医生的披风 转身 左手勾住 赵素和罗勇的肩膀 这一刻剩下的人 齐齐转身 赵素扭头呲牙笑着 船长 我真走了 看着逐渐消散的四人 陈瑶也忍不住喊出口 罗纳西德左点瘟疫之船 左腹舵手 捡大腹四肢 你看我还记得这么长的名字对吧 校长 罗勇 罗勇脚步一顿 但是还是没有转身 他高高 举起右手摆了摆 没有回头 2920名医生 和上一代瘟疫医生的背影 开始越发的透明和模糊 直到 完全地消散 妄想家已经死亡 你继承了医生途径 序列003妄想家 你妄想代价下降 你可以清晰看到 妄想代价 你妄想家序列 完整继承 你的瘟疫医生 获得了来自上一代的祝福 你获得了瘟疫 黑光 你获得技能 死亡提取 你获得了2920名医生的祝福 你的所有治疗效果 提升200% 你获得了称号黎明高塔之下 称号以替换 称号屠夫 增加效果消失 称号黎明高塔之下 2921人的高塔 他们之中的经验 足够你学习一辈子 任何困难的疾病 在你面前 都将自动下降一个等级 你的治疗能力 额外再次提升200% 你获得了 2921个赞美 无数的弹窗出现 陈瑶看着空荡荡的门口 妄想时刻结束了 他们也真正地离开了 他们 他们走了 他们真的是30年前的医生吗 黎明高塔 30年前的事情 我回去地踹我老爷子 两脚解解气 我去挖我祖父的坟 你这个就没必要了 人群之中年轻的医师 开始议论起来 突然 一名年轻医师 举起自己的右手 呼喊了一声 黎明高塔 整个广场的声音 陡然静了下来 黎明高塔 那年轻医师 再一次喊了一声 周围的年轻医师 也举起手喊了起来 黎明高塔 黎明高塔 越来越多的人 振臂高呼 黎明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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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量的声音 回荡在这一座 经历过生死的城市之中 这一刻 他们真正地记住 黎明高塔的精神 真正地被记住 他们也会记得 这一日2920名医师 为了拯救一切 再度回归的神迹 陈瑶听着 越来越高昂的呼喊 他的手捏紧 不只有他见证了 他真正地送他们回家了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刚刚那脑海之中 有和爸爸 很像的叔叔走了 爸爸也走了吗 爸爸没有 爸爸只是 只是 他只是做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 女子抱着小女孩 哭得越来越凶 哭得都说不出话 妈妈你别哭 爸爸会回来的对吗 小豆丁用着 小手轻轻地 擦着妈妈的眼角 叮咚 门铃声响起 女子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她深呼吸几口气 起身 开门 打开门之后 她看到了至今为止 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熟悉的身影 卢卫站在了门口 抱歉 昨天真的太忙了 生日没给你过 我今天才赶回来 晚点还要走 老 老公 你不是 卢卫走进了房间 爸爸 爸爸果然回来了 小豆丁兴奋的 都要跳起来 满屋子乱跑 然后 一下子扑到了卢卫的怀中 卢卫抱着小丫头 转了一圈 老公 你等着我去给你热一下饭 那小豆丁 你也去帮一下你妈妈吧 好 等一下 卢卫喊了一声 脸上露出笑容 老婆 小豆丁 我爱你们 又在肉麻 关门吧 我去热菜了 好 妻子一转身 站在原地的卢卫 彻底的消散 她只是妄想出的产物而已 这是罗勇给卢卫的一个交代 以自己的一条腿 给卢卫记忆的 一个彻底的交代 清醒过来的孙媛 她摸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件 一封给孙千段的一封信件 信封上写着不孝儿子 封孙卑 自己的曾祖父 叫做孙千段 孙卑 黎明高塔 不攻 这就是曾祖父 为什么一直要拔掉 司徒家的原因吗 这就是你 一直追寻的理念吗 孙媛没有拆开信封 而是收好 苏云天满身是血 唯唯懦懦地 走到了孙媛的身边 月儿 你没事吧 孙媛汹汹地斜看了苏云天一眼 看着这个傻大个浑身是血的模样 眼神又陡然柔和了下来 你 看看你 孙媛的语气柔和了下来 下次别这样了 下次我也不会骂你了 你看你那股傻劲 苏云天抽着手 偷偷勾住了孙媛的细腰 他也没反抗 你 准备和我回上京去 我 我吗 当然 还有带上我女婿 女婿 苏云天顺着孙媛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他瞬间红温 陈瑶的身影出现 不是那小子 哎哎 语儿 别瞅我耳朵脸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他就是我孙媛的女婿 你在狗叫 我没叫啊 你说是就是 妄想时刻 穿越时间 御水搭桥 燃烧自己 重铸黎明 他们来了 又和三十年前一样走了 只不过这一次 所有人都记住了他们 甚至于黎明高塔这个名词 成为了所有年轻医师口中 最为向往的口头禅 一切都结束后 陈瑶回到自己房间 倒头就睡 这一睡就是两天两夜 中间他又开始不断地做着噩梦 他梦到了自己 前往了一处昏暗的地牢之中 地牢的墙壁地面 甚至于头顶都布满了污垢 各种爬虫在地上乱走 沾满排泄物的老鼠 在地上乱窜 他顺着地牢不断地往前走 往前走 尽头处 他看到了一团恶心的肉流 肉流之上插着各种武器权杖 甚至还有珠宝 肉流似活着一样如动 他正想要走近 一瞬间 整个人惊醒睁开眼睛 似乎由于之前精神污染的原因 他整个人都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 当陈瑶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 熟悉的身影 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折着纸鹤 听到了动静 坐在桌子前的苏木木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陈瑶撑起自己的身子 我睡了多久 苏木木很贴心的 倒了一杯凉白开地过去 两天了 我还以为你 又像上次睡那么长时间 而且 这两天 你一直在发烧 陈瑶看着我桌子上 三四个装满纸鹤的瓶子 你一直在这 我妈让我在这等你 等你醒了之后 她有话想和你说 索性也在这一直照顾你 你折的 没事做 就给你折上一点纸鹤 陈瑶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抱歉又让你担心了 我看到了 苏木木突然开口 我看到了你做的一切 这一次 虽然我没有帮上忙 但是我 我也想成为你的船员 可以吗 成为我的 船员 嗯 成为你的船员 陈瑶点了点头 好 陈瑶脑海之中 回荡起陈琪 和自己说 自己的第一位船员 是一个有病的人 现在看来那家伙 是在胡扯 已经死掉的人 因为妄想时刻 回归降临 又怎么可能知道 未来的事情 索性他也不继续去想了 陈瑶慢慢坐起身 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又看了看 那桌子上的纸鹤 有些感动 他开始尝试 沟通罪念号 罪念号出现了 全新的副本坐标 特殊世界副本 挪舞珠邪 神灵权柄 是否航行 准备带着苏木木 进入罪念号的陈瑶 突然发现了 这一个特别的提示 怎么了 苏木木小心翼翼地询问 罪念号出现了一个 全新的副本提示 副本这种东西太常见了 即使罪念号出现陈瑶 也并没有很惊讶 罪念号本就有穿梭 现实和副本之间的能力 而且未开发过的副本 危险太大 无法随时返回不说 而且里面的危险情况 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经历过上一次的副本 陈瑶已经产生了阴影 他注意到 罪念号副本之后 神灵权柄 这四词让他有些意外 权柄这个词 对于序列者来说 十分的敏感 副本 会不会又像是上一次 实习副本那样 暂时不考虑 陈瑶关闭了提示 把手给我 苏木木想要 成为自己的船员 和自己绑定 这件事情 已经在陈瑶的脑海之中 想过无数次 他一直也不知道 怎么和他开口 这一次主动提出来 陈瑶就想要带着 苏木木立刻登上罪念号 苏木木抓住了陈瑶的手 陈瑶手微微一拉 将苏木木抱在怀中 鸟嘴面具 中世纪一生服饰 在黑雾之中换上 瘟疫着装 顿入瘟疫 驱散瘟疫 做完这一切 苏木木再一次睁开眼睛 就出现了熟悉 罪念号的甲板上 木木和我 去酒馆看看吧 嗯嗯 苏木木迈着小步子 跟上陈瑶 两人顺着甲板 朝着船舱下的 瘟疫酒馆走过去 之前那一场战斗结束 陈瑶收下了 接近上万个怪物的尸体 这些尸体的 处理本就是对于江北市 是一个大难题 看多了 就会精神污染 但对于陈瑶来说 都是宝藏 瘟疫酒馆之中保罗 可是开出了高架 那时候 陈瑶理智眼镜 已经碎掉了 但是破除过 拉来耶之主的精神污染 短时间 他对那些尸体的精神污染 也做到了完全免疫 上万只怪物的尸体 都被陈瑶收走 所以这次陈瑶能在保罗 这换到不少的好东西 顺便询问一下 有关于传员的信息 毕竟继承了权柄罪念号 他还是太多的不懂 苏木木还是第一次 跟着陈瑶走到甲板下 紧张的他小手 主动抓住着陈瑶的手掌 漆黑潮湿的环境 破旧的木门 瘟疫酒馆里面 传来响声 陈瑶站在门口 还没推门进去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对话 保罗先生 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邪神 我可以画下 你的样子回去后夜夜歌颂吗 当然 前提是你得付出点酒钱 你这挪面可不值什么钱 用你的血来就行 两千毫升就行 两千立方厘米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我 我只是喝了那么一点酒而已 陈瑶推着门进了酒馆 一进入酒馆 保罗的张开的身体 迅速地缩回了柜台下 船长大人 您来了 陈瑶看了一眼 一个精瘦的汉子 脸色苍白 头扎着红头巾 他的手上 拿着有一个凶利 鬼怪模样的面具 那鬼神模样的面具 就是他 所谓的挪面 保罗 这是发生什么了 储物界之中 存着上万只怪物的尸体 和保罗说话 也硬气了许多 一个吃白食的 船长你说 吃霸王仓我 应该怎么办 汉子不服气地开口 我说了我用我的挪面支付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陈瑶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保罗 之前在罪孽号之中 与酒保保罗的交流过程之中 也了解了 他的酒馆 是有外来人出现的 这是这群人 到底通过什么方法 或者是什么原因 来到瘟疫酒馆的 这不得而知 不过挪面这个词 似乎和罪孽号 给自己提示 挪五珠邪的副本名称很像 这人也许来自于副本 苏木木 则是好奇地 盯着保罗的章鱼样子看着 魅力四射的女士 我给你调了一个 特殊的龙蛇蓝酒 您尝尝 不收钱的 保罗的触手一阵操作 一杯鲜红的酒水 被他在柜台上 推向苏木木 苏木木看了看陈瑶 没有上去拿起酒杯 保罗 他需要多少代价 我的意思是 换算成尸体的话 普通的一千句 您之前的怪物 只需要十句就可以了 我已经嗅到了船长 你储物界之中海量的尸体 您是想要换些什么吗 道具 消息 攻略 甚至招募船员 招募船员 对啊 船长 我这里可是瘟疫酒馆 船员当然可以招募 只是没办法保证他们是人 不过 保罗的章鱼 眼睛微微一动 看向刚刚吃白食的汉子身上 那家伙 也许是个不错的瞭望手 陈瑶并没有采纳保罗的建议 而是继续询问 我想知道 关于罪孽号的全部信息 包括瘟疫酒馆 需要多少尸体 您是想问 怎么让别人成为你的船员是吗 保罗目光落在苏木木的身上 这只是一方面 他来到瘟疫酒馆 也是想从保罗口中 了解一些 有关于罪孽号的信息 毕竟除了这一艘船 除了船船两侧粘着的海草 整艘船年龄最大的 就属保罗了 他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一千具尸体 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一切隐藏的信息 和你这权柄的真正使用方式 一千具尸体 相当于五十亿了 有点贵 最多五百 同时你的信息 最好真的值得这么多尸体 吝啬的船长 那些尸体对于你而言 又没有什么用 那就五百具尸体 陈瑶感觉有点亏了 首先那个家伙的来历 自然是因为你收到的 副本坐标的副本了 副本 当然 它来自于那个副本 同时它是被权柄和我认可的家伙 才会出现在家酒馆之中 来到酒馆 都有着邪神信徒的资质 他们的精神力都很差 对了你也可负一些代价 我帮你在各个副本之中 挑选适合你的船员 副本 不是每隔一段时间重置的吗 谁告诉你 副本每隔一段时间重置的 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 只有世界本源窃取 被权柄吸收之后才能重置 你不是序列者吗 你不知道吗 陈瑶和苏木木 互相看了一眼 这一点 他们还真的不知道 你们序列者完成副本 通过副本 窃取了副本的本源 成为了自己的所有物之后 将它们改造成自己的世界 你们不都这么做的吗 陈瑶终于明白 为什么未开发过的副本 无法退出 会死亡 而普通副本 为什么可以随时退出 甚至死亡 都没有任何的代价 加钱 一百具尸体 你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行 保罗 我给你六百具尸体 你继续说 这一点消息 他还真的不知道 等等 你说副本本源窃取 会发生什么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你们人类在这一方面 比携身玩的溜 你们人类一般 不都是改造成 试炼的 让人进入试炼 收取一些费用吗 一股恐怖的想法 在陈瑶的脑海之中诞生 一个重铸 黎明高塔的想法 在他脑海之中产生 如何窃取本源 通关副本 并且拿到副本之中 本源器物 只不过 你才一接 依靠权柄 你最多吸收一个副本 为自己使用 但对于你来说 这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世界的力量 会逐渐污染 你的精神力 你的状态 会逐渐变差 你必须消耗很多的精力 在经营副本之上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还是太难 陈瑶的脑海之中想到的是 如果将九幽的成为自己 得专属副本 那里面死亡的 2920名黎明高塔的医生 也可以复活 你别想了 九幽帝是七阶副本 里面的本源之力 不是你能拿下的 就算你能拿下 你一阶的精神力承受不了 最少也得等到你五阶 保罗的声音变得奇怪 所以 你以为上一代瘟疫医生 为什么没有和他们 一起去那里 为什么独自死在了现实世界 因为九幽帝副本 就是为你准备的礼物 同时也是给他们 所有人最后的机会 这一刻陈瑶才明白 陈瑶一直在这里 等着自己 黎明高塔的2920名医生 死在了九幽帝的副本之内 而让自己带着他们 见证了黎明高塔的精神 所以自己 一定会将九幽地 收回自己的副本 从而重铸黎明高塔 上一代瘟疫 医生太可怕了 他什么都算到了 陈瑶灵光一闪 幸运是陈瑶 让你给司徒亲治的 当然不是 只是那家伙突然发现了 急死瘟疫才过来 询问我的 我告诉了 他幸运的仪式 他的城府很深 甚至连三十年后的仪式 也在他的考虑之中 甚至于裸勇的 妄想时刻 他也猜到了 所以那家伙 给了所有人一条 重新能活下去的路 用自己的命 来设计下一代瘟疫医生 也就是自己 用他自己的命 设计了这一切 因为他不死 新的瘟疫医生 就不会出现 只要出现新的瘟疫医生 一切都会按照他的布局进行 怪不得陈瑶 自始至终都敢去 背后一张大手扯着自己 他是一个伟大的船长 当然你 也会成为那样的人 至于罪孽号 我建议你解锁船长室 那里面有着一切的信息 就这一句话 你要我六百具尸体 当然 船长室有着历代瘟疫 医生的心得 如何接纳船员 如何穿梭副本 我说的不会有那里的详细 还有 那个家伙的酒钱 你愿意替他付吗 一百具尸体 陈瑶一惊 刚刚不还是十具的吗 因为 他快死了 给加钱 陈瑶回头看去 那扎着红头巾的汉子脸上 开始出现黑斑 汉子死死握着手中的 挪面不松开 口中艰难地祈求着 我 我想活下去 我不想死 陈瑶走过去 看到了他的名字 名称 西洛 血裂 邪神图境0732挪面舞者 状态 邪神入侵 理智丢失 背注 他沾染了一丝命运的气息 以至于他更容易受到 邪神的眷顾 他的眼神很不错 适合做一位瞭望手 想到了陈奇所说 自己的第一位船员 是一位病人 他又有些动容了 船长你还要吗 不要我就把他拖走了 待会死在酒馆我 还得收拾 我要他了 另外治好他 好了 一共700具尸体 陈瑶从储物戒指之中 倒出了700具尸体 保罗的触手 卷着尸体 就进入了柜子下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每卷一个尸体下去 保罗身后 那已经停下的钟表纷针 就会一动一格 只不过 在昏暗的酒馆 陈瑶注意不到那 微不足道的钟表 700具尸体 承蒙会顾 还需要一些道具吗 我这里 有很多适合这位女士的东西 陈瑶这时候 才想起来 之前自己买的权账 还没找机会 送给苏木木 女士看看 清单有什么想要的 保罗触手从柜台下 卷出一张沾满年叶的清单 苏木木 还是有些不适应 还是看向那份清单 清单上东西不多 道具 黑血 一种特殊的蜘蛛血液 注射之后 自身会得到提升 但自身会部分 有概率 蜕变成蜘蛛 从而走进邪神途径 一件不错的神秘材料 紫色沙虫 从死人身上 取出来的特殊虫子 它可以入药 也可以在饿了的时候生吃 一种不错的神秘材料 装备 染穴的靴子 它可以完成 完美的移动 是一件逃跑的力气 备注 极致地奔跑 它的主人 最后只剩下两条腿 苏木木摇了摇头 我暂时没有需要的 保罗的触手 甩到柜台上 女士 拥抱黑暗 获得力量才是关键 你需要认清自身 这些东西 虽然都有些背景 但都是好东西 说不定能够救你一命 那我选这个 苏木木 似乎适应了一些 它的手指 落在了一个装备名称上 装备 咕咕唧唧的鸟冲 品质 邪恶杰作 咕咕唧唧的鸟冲 给它填充特别的材料 将会射出特别的攻击 备注 由一千头咕咕唧唧的骨头 拆封组成的武器 血液 药剂 甚至于水 一切液体 都可以作为填充弹药 不过 它更喜欢的是 纯洁少女的口水 这个道具 虽然也很变态 但是这是苏木木 见到唯一一个 稍微合理一点 邪恶杰作 它可是个调皮的小玩意儿 不过它的威力很强 保罗的触手动了很久 似乎在柜台下面找了很久 抱歉找了一会 这东西太狡猾了 最后一个 由骨头拼磋成的鸟冲 被放在柜台上 哦 女士很抱歉 有点粘业 我清理一下 保罗熟练卷着布擦了起来 我一直对自己的商品 就是这么负责 随后 那被擦拭好的 咕咕唧唧的鸟冲 被它放在桌子上 一千具尸体打个折 我再送你一件东西 那一双染血的靴子 被保罗扔在桌子上 这是附赠了 还有那个家伙 吃了我的诅咒 估计过一会才能醒过来 船长大人 那家伙已经是你的人 可以随时带走他 一千具尸体被盗出来 这种消耗的速度 一万具尸体 根本经不起买几次 保罗这家伙 总是有意无意地 不断提示自己消费 对了 船长 你应该已经看到了挪舞猪鞋 那个副本的权柄 是属于罪孽号的 罪孽号断掉的桅杆 破旧的船身 还有其他地方 都是丧失的权柄 收集完整的权柄 你的力量将会更强大 一天时间内登陆 另外我建议 你以邪神的身份登陆副本 那家伙就是忠诚的邪神信徒 这些信息不收钱 保罗又给陈瑶 提供了不少的信息 副本的出现 不是平白无故的 前往挪舞猪鞋副本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七天的时间 自己野地手术 也剩下没几台了 尽可能地达到二阶 再进入挪舞猪鞋 陈瑶看了一眼 趴在酒馆一动不动的家伙 走过去 拿起掉在地上的挪面 磨面 邪鬼 备注 低级信仰邪神的画作 挪舞可以通灵邪鬼 获得邪鬼的力量 邪鬼 诞生于虚无的存在 战斗力极弱 除了顿入虚空 没有其他的战斗方法 他喜欢吃掉一些女人 白嫩的身体 换灵他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保罗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说过 他是垃圾没错吧 他放在我这里 卖都感觉会压仓库 陈瑶笑了笑 保罗先生 你卖的东西 不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吗 杀了他这东西 还不是会 出现在你的清单里 保罗没有说话 只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先扔你这 我去一趟船长室 我付过钱了 抱看好他 欢迎再次光临 船长大人 保罗继续用章鱼触手 卷起酒杯擦拭起来 陈瑶转身 朝着船长室走去 自己现在有2932点赞美 足够将船长室解锁 陈瑶打算解锁的是三个 分别是瘟疫手术台 船长室 储藏间 解锁储藏间需要700 船长室需要1000瘟疫手术台 需要1100 这三间船舱 解锁之后 陈瑶只剩下132点赞美 伴随着解锁的提示出现 罪孽号震动了起来 船舱的两侧尽头的房门锁被打开 船长室的航海轮盘的标志出现 储物间则是挂着一个 食物包裹的木牌子 咔咔咔 瘟疫手术台 在更下一层的船舱解锁了 船长室 历代船长的休息场所 你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的知识 记住是知识哦 瘟疫手术台 一处专门摘取 邪神器官的手术室 你说不定能够制造出 一些特别的瘟疫装备 储物间 超大的次元空间 里面可以存放任何东西 甚至于活着的邪神 或者生物 哦对了 它更像是一个地牢 三间解锁的船舱 每一个都有着特别的作用 但都涉及到一样东西 那就是邪神 邪神这种东西 是和保罗那种怪物一样吗 还是说和司徒大厦那时候 见到的半成品过去一样的东西 多看一眼 就会精神污染 这一艘罪念号越看 越像是解剖研究邪神的地方 想太多 脑子都有些不够用了 陈瑶选择朝着船长室走过去 现在他迫切地看一看 成为罪念号船员的要求是什么 苏木木一直跟在陈瑶的身后 船舱下阴冷的环境 让苏木木紧张的手心有点冒汗 昏暗的环境 只能勉强看清路线 到了 一层船舱的镜头 船长室的门关着 陈瑶拧开门把手 一股海水的腥臭味扑面而来 进入船长室后 里面只有一张破床 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三个奇怪的箱子 小小的房间 挂着三幅奇怪的黑色画像 陈瑶上前摸了摸箱子 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 发现可以打开后 就用手指扣开 箱子之中 一张羊皮纸躺在里面 陈瑶拿起来 羊皮纸 瘟疫道具 制造材料 真化羊的皮 鞋绳 作用 储存和了解一些知识 备注 知识不会说谎 那原本空白的羊皮之上 开始出现文字 说出你的问题 陈瑶询问出第一个问题 如何成为船员 制作号角 号角的材料 需要每一位船员的某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 必须是真心给你的 具体的东西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一根头发 有时候是指甲 甚至有时候是血液 如何具体知道 陈瑶继续发问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串提示 你获得了制造 号角 瘟疫道具 的方法 之后再怎么继续询问羊皮纸 都不会出现文字 后面尝试打开后面的箱子 都打不开 羊皮纸 瘟疫道具 这两项东西 陈瑶联想到刚刚解锁的 瘟疫手术台 那里的备注 就是用鞋绳制作一些瘟疫道具 在船长室内看了一圈 没发现任何有用的道具 按照羊皮纸上的需求 号角的制作 需要对方真心的东西 陈瑶回头看向苏木木 苏木木眨着眼睛 呆萌地看着他 对视了好一会 终于陈瑶开口了 如果我需要你真心的一样东西 你会给我什么 苏木木更疑惑了 每一个字他都懂 但是组合起来 就感觉好奇怪 陈瑶傻愣愣的样子 苏木木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算了 走吧 陈瑶也不纠结了 这种东西 应该有规律 哄 整个罪孽号 突然震动了起来了 此时在罪孽号的甲板上 西洛正如同提线木偶一样 慢慢地走动着 面色苍白 眼神空洞 尸神的状态轻声呢喃着 杀人者 罗江水邪鬼信仰者 西洛 罪孽深重 死不足惜 罪以挪物而死 西洛将手中罗面 慢慢戴在脸上 当罗面完全戴在脸上后 整个人的气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恐怖的邪气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他的身体陡然崩直 整个人在肩膀上 开始抖动起来 完全被操控一般 西洛开口 挪舞 幻灵 杀人者西洛 吕叫不改 死不足惜 杀人者西洛 吕叫不改 西洛的声音越来越高 他的眼睛瞬间赤红 声音陡然一换 整个人疯癫了 一般双手死死 抓着脸上的罗面 想要将他扯下 口中愤怒的声音 嘶吼道 杀人者西洛 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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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改 死也不改 杀人者 无错 面具之下 稀落得瞳孔通红 整个人疯狂挣扎 原本挪舞之下 他的双腿 重重砸跪下来 他仍在嘶吼着 后背 邪鬼的虚影散发 只是那虚影 还没凝聚完成 一只巨大的章鱼 触手就从甲板的出口 快速地飞出 死死戳中邪神的虚影 尖锐的爪子 凭空出现 瞬息之间 邪鬼的虚影 被撕得粉碎 跪在地上的西洛脸上的面具 开始出现裂纹 然后 啪 碎开 西洛的身体重重摔在甲板上 章鱼的触手卷着西洛的身体 将他再一次拖回了甲板下方 陈瑶透过船长室的窗户 就着昏暗的走廊 勉强看清保罗的巨大的章鱼触手 卷着西洛回到了瘟疫酒馆 他没有阻止 因为他付过钱的 保罗那家伙 从目前来看 是一个合格的交易邪神 而且 叫做西洛的家伙身上 还有很多的秘密 虽然保罗说他是一个合格的瞭望手 但具体的船员选择陈瑶 还是需要仔细地考虑 木木我们回去了 现在 已经不是继续待在罪孽好的时间了 尽快地踏入二阶之后 七天时间内 前往挪五珠邪的副本 才是最好的 嗯 但是下一秒 红色的提示框出现 陈瑶发现自己离不开罪孽毫了 罪孽毫被邪鬼牵引 已前往副本挪五珠邪 陈瑶一惊 第一时间拉着苏木木 快速穿过走廊 冲入瘟疫酒馆 保罗 这一切的事情 绝对和那西洛 脱不开关系 碰 陈瑶推开门 此时 保罗依然在柜台后面 擦拭着桌子 西洛满身粘液地 丢在酒馆的地上 保罗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保罗放下手中的杯子 冷静地开口 船长 这家伙跳了魔舞 你们必须现在前往 魔舞珠邪副本了 我才一见 这家伙 是从你酒馆出来的 我让你看好他的 保罗开口 我知道 船长这是我的失误 我没想到 那小东西会这么厉害 可以让你在清单上选一个道具 同时 我会给予你们鞋神的庇佑 你获得了阿洛西斯保罗的庇佑 你暂时成为了行走的鞋神 同时 一张清单流出来 上面和之前的清单 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份全是图境的清单 旧日图境 大魔法师图境 游侠图境 邪神图境 幸运图境 陈瑶没想到 保罗在自己随口一说之下 直接就给出了 任选一个道具和庇佑 事出反常庇佑妖 果然保罗继续开口了 我想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我想要船长帮我一个忙 保罗章鱼的脸上 居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很诡异 瘟疫酒馆之中的保罗 也是邪神 一个邪神让自己帮忙 陈瑶还是开口询问 什么忙 保罗说话的语气 变得有些奇怪 似乎含有了更为特别的情绪 我记不太清 我只知道一个名字 叫做虎月剑 我想拜托 船长你帮我去那副本之中 找到那个地方 或者有任何线索都可以 这些魔药配方 我都给你的双序列的配方 如果你想给这一位女士 增加一点战力大魔法师 图境是最好的 大魔法师和法师两个图境 看似一样 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 而且 双序列只有在一阶 才是最完美的集成 船长你不吃亏 以你的实力 一阶和四阶 有什么区别吗 保罗说的没错 他现在主要战斗力 都是依靠死灵病军产生的 骷髅士兵和骷髅骑士战斗 晃 整个罪念号 又开始颤抖了起来 时间 时间不多了 这家伙 船长你也一并带走 他的技艺虽然有缺失 但是他在那个副本之中 他可以做一个不错的引路人 保罗说着将一张魔药配方 递给了陈瑶 船长 那群人已经在呼唤你了 记住你是行走的邪神 不必对他们客气 保罗的声音越来越弱 最后 章鱼出手卷着陈瑶 苏木木还有熙落 全部快速地丢上了罪念号的甲板 碰 瘟疫酒馆门关上 船只还在晃荡 晃荡得更剧烈 柜台后的酒柜中酒杯 发生碰撞 碰撞之下 保罗身后的酒柜 一瓶酒滑下来 章鱼触手稳稳卷住 酒杯掉落的空隙 清晰可见 酒柜后面一张画着紫色章鱼的挪面 瞳孔发出幽黑的光芒 一闪而过 陈瑶到现在都不明白 保罗所说的 以邪神行走的姿态 进入副本 是什么意思 伴随着罪念号的晃动 巨大的世界帷幕被拉开 进入副本的提示出现 登陆副本 挪舞诸邪 神灵权柄 你获得了阿洛西斯保罗的邪神庇佑 你免疫了不可直视的精神污染 这样的提示 苏木木也同样收到了 只不过 陈瑶手臂上 那保罗的象征开始发红 他的身体 似乎得到了 某种特殊的加持 巨大的罪念号 砸在了地面上 压垮着丛林的树木前进 地面离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船只发生剧烈的颤抖 停稳了之后 陈瑶看了一眼 躺在自己脚下的西洛 来自这个副本的家伙 还没醒过来 他抬起手 直接将西洛抓起扔下船 大魔法师途径的 双序列魔药配方 光是保罗给的这一件物件 他就真的没办法拒绝 但同时极高的奖励 也许这一次的副本 比九优帝简单不了多少 不过 陈瑶他不太虚 手握容血和黑光 两个恐怖的瘟疫 这一招一下去 基本上有死无伤 这一次副本的主要目的 则是找到神灵权柄和保罗 想要的虎跃剑的线索 落地之后 陈瑶拿出了骷髅骑士 和三十个骷髅士兵 骷髅骑士 自从上次一战破损之后 在死灵病菌的培养之下 破损的骨头 已经恢复如初 温一体 恶游灵也被陈瑶丢出来 查看周围的情况 做完这一切 陈瑶对着脚下的西洛 踢了两脚 别装死了 我知道你醒了 西洛腰子挨了陈瑶两脚 痛苦地睁开眼睛 慢慢坐起来 脸上的表情十分地奇怪 目光空洞地 看着前方喃喃着 我应该是死了才对 你没死 我问你答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酒馆 我 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 我在村落里面 不对 母亲 我要去找我母亲 西洛突然挣扎地起身 整个人 想要迅速地离开 陈瑶伸出脚 一半下 他是摔了的狗啃泥 我可以帮你 我不需要 我要去找我母亲 我要去找我母亲 木木 陈瑶抬了抬手 苏木木心领神会 立刻点了点头 十发不重样 也不间断地连续控制 全部丢在西洛的身上 这家伙真的很棘手 不听劝 无法沟通 甚至于死轴 从没有见过这么这样的人 现在能和我讲一讲吗 陈瑶眼中寒光一闪 身体被黑雾笼罩 整个人穿上了鸟嘴中试剂 医生服饰 这时候 西洛才真正的第一次看向陈瑶 在他的眼中 陈瑶身上散发出恐怖的红光 诡异的形象在扭动 你 你 你是邪神 我是邪神 陈瑶承认了下来 并且随口编了一个邪神的名字 瘟疫之慈父 邪神那构 行走于人间的存在 他说话之间 将手放在一棵大树上 只是接触的瞬间 那一棵大树 瞬间枯萎 恐怖的死亡气息弥漫 西洛震惊地看着那一棵 瞬间被抽干生命值的大树 刚来到这个世界 和我说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向邪神献上你的诚实 你才能获得邪神的帮助 比如 帮你寻找你的母亲 西洛果然安静了下来 眼神之中迷茫 被兴奋代替 能够出现在面前 且能释放出这种事情 这家伙绝对是个邪神 怪不得那条章鱼 对他毕恭毕敬的 能够轻易撕碎邪鬼的邪神 都是他的下属 西洛哆嗦着挣扎想要跪下来 挣扎了两下他急忙说道 邪神大人 我叫西洛 罗江水人 我们信仰神灵 捐克挪面 五挪五 以祈求神灵的降临 你如此强大的邪神 请让我为你 捐克挪面 别打岔 继续说这世界 我需要了解 才能帮助你 孩子 我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们罗江人 世世代代求神灵入挪面 用挪五战斗 以挪五起灵 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吗 我不记得了 我头好痛 家这个词 让西洛神色痛哭起来 看起来不像是装的 保罗也说过这家伙记忆 有点问题 孩子 你这样 我很难帮助到你 你甚至 连你的家都找不到了 我知道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名字 一直呼唤着我 什么地方 胡越剑 陈瑶抬手 苏木木解开了 对西洛的控制 带我去 胡越剑 保罗让我找到 任何线索的地方 请 请先让我 为邪神大人 捐克挪面吧 西洛祈求着 拖开控制后 双腿跪在地上 爬着快速靠近陈瑶的脚下 双手做出祈求的姿势 脑袋抵着地面 卑微到泥土之中 罗江人需要挪面 我的挪面 我之前的挪面 我求求邪神大人 让我捐克你 求你了 西洛张口 想到了 在另一位邪神面前 提及另一种邪神的存在 是很大的忌讳 以至于开口道 一半话语 变得支支吾吾 陈瑶也想要看看 所谓的挪面 到底是会是什么样子 尤其是 捐克自己的挪面 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需要多久 不久 我只需要一个小时 大人你稍等我 这就取材 西洛发颠地站起来 奔跑着去收集材料 捐克挪面 陈瑶有些无语 这家伙脑子 真的不太好使 不过他既然知道虎月剑 说明保罗想要知道的东西 和他还有些联系 有着阿洛西斯 保罗的庇佑陈瑶 也想看看自己的挟神 样子是什么 半个小时过去了 西洛拿着一块 木头兴奋地坐在地上 一把刻刀 低着头 就开始制作挪面 几乎于发电的状态 让他的捐克动作 越来越快 二十分钟不到 西洛已经刻出了一个 奇怪的挪面 这一副挪面是三个面 一个面之上的人 连满是剁坠下的肥肉 两侧有着宝剑和特殊的首饰 另一面是一个章鱼的模样 第三面则是一个乌鸦的模样 看到这一幕的 陈瑶后脑勺 就像是被重重敲击了一般 恶心的差点就要吐出来 要不是阿洛西斯的庇佑他 恐怕已经陷入精神污染的状态了 苏木木也不好过地扭过头 三面之下 一股强烈的污染 从挪面之中散发出来 实在是西洛雕刻出的东西 太恶心了 陈瑶一扫而过 这一挪面中间的面 和他做噩梦之中的场景 遇到的怪物很像 其中的章鱼和阿洛西斯保罗很像 乌鸦则是自己瘟疫医生的代表 陈瑶不明白 自己梦中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被他捐刻 雕刻完成后 西洛用各种植物的汁液 搅拌成颜料 抹在那挪面之上 这一瞬间 陈瑶似乎和那挪面 产生了细微的联系 邪神大人 挪面好了 你果然是一位强大的邪神 你身上有着三种不同 不同的影子 你真的很强大 西洛说着 就将捐刻好丑陋的 挪面戴在脸上 邪神大人 你有三种模样 我只能捐刻出其中 你最帅气的样子 陈瑶余光看了一眼雕刻的挪面 挪面格外的传神 只是那一眼 陈瑶就感觉格外的恶心 他管这叫帅气 三面诡异的挪面 就这样被西洛戴在了脸上 摘下他 带我去虎跃剑 戴着面具的西洛 整个人兴奋地 跳了起来叫喊着 记忆 记忆 邪神大人 您的力量 让我的看到了 更多属于我的记忆 我是一名战士 一名挪系战士 西洛呆呆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突然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受到恐怖的箭矢 如雨点一样落下 瘟疫 长急已经释放了出来 陈瑶脚尖点地抓住 苏木木的手 极快的速度 带着他顿入瘟疫之中 瘟疫之中 陈瑶看着箭矢落下 西洛的身体 以诡异的姿势转动 右手压着地面 双腿抽扭 整个人倒旋着 以极其刁钻的姿态 躲过了箭矢 西 洛 你该死 秀 一声尖锐的女子 咆哮声之下 树道更为强力的箭矢射来 西洛这一次转身 微微侧开脑袋 箭矢擦着挪面而过 在未干透彩气的挪面上 刮一条长长的划痕 瘟弱的身影 在丛林之中的树木之中 快速地移动 瞬息之间 又是三道箭矢射出 西洛脚踩着地面 扭动跳出挪舞 射来的箭矢 全被他的脚 以挪舞的姿态踢开 西洛 你该死 那身影已经来到西洛的面前 一脚踢在他的胸口 右脚踩着西洛不让他起身 手中的长弓拉出满弦 等待急射而出的箭头 在弓上颤抖着 那人脸上带着的 是一尊彩色罗刹的挪面 西洛 你为什么活着 因为 你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你是谁 西洛迷茫的语气 眼前的罗刹挪面的家伙 他有一种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你 你又在装什么 下地狱和你的邪神忏悔吧 陈瑶慢慢悠悠 从瘟疫之中走出 邪神 您是在说我吗 突然冒出的声音 让袭击者手中的弓箭 抬起瞄准陈瑶 下一秒 一只四阶的骷髅士兵 手中的长剑挥舞 那人手中的长弓 瞬间被击碎 剑势飞驰而出 骷髅骑士 重剑横于身前 挡在了陈瑶的面前 结结实实接下了这一剑 西洛 你又在沟通邪神 你混账 摔倒在地的女子 挣扎着起身 只不过刚刚 骷髅士兵的重击 让她受了不小的伤 下一秒 顿入瘟疫的陈瑶再次出现 一只手抓住了 脸上的罗刹挪面 摘下面具之后 是一个高鼻梁的 俊俏少女模样 陈瑶没去细看她的面容 而是看向手中的挪面 挪面 罗刹 备注 罗刹是最低级的神灵 他们能够给予幻灵者 极高的敏捷度 和战士基因 不是邪神 而是神灵 那罗刹面具还没看完 一阵黑烟 在陈瑶的手中散发出来 罗刹面具 瞬间石化然后 炸开 你窃取了一丝神灵之力 阿洛西斯保罗的庇佑 得到了加强 神灵 邪神 这是这个世界的战力标准吗 你 看着陈瑶毁了自己的面具 刚想要开口的女子 又闭上了嘴巴 在她的眼中 陈瑶的姿态 就是完全的三种邪神模样 拥挤在一起的诡异样子 高等级邪神 你叫什么 陈瑶很想说一声抱歉 搞炸了你的挪面 只不过到嘴的话 反而变成了质问 我 我叫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图叶 你是图叶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也在虎月见吗 不对不对 你不可能离开虎月见的 西洛似乎又想起什么 抱着脑袋痛苦挣扎 这一瞬间 图叶的眼神透出凶光 咬着嘴唇 一只手拔出腰间的匕首 就朝着西洛杀过去 苏木木眼疾手快 在十分力的控制释放之下 图叶的身体迅速被定住 图叶丢甩匕首 整个人疯了一样 挣扎嘶吼 罗江水三千二百亿人的命 因为你个狗东西全死了 你还有脸说虎月见 你个畜生 生你养你的罗江三千多人 全死了 我 我 不是我 不是我 这个女子也来自虎月见 看起来虎月见的线索 更好找了 别太着急 她死过一次 记忆已经有些混乱了 孩子 也许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陈瑶的合适老话语 在图叶的眼中 变成妥妥的威胁 要杀就杀 没什么误会的 她都已经投靠了邪神 图叶咬着嘴唇 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 陈瑶回头看了一眼 蹲在地上的奚落 这家伙 到底做了什么事 邪神并不一定是坏的 比如 我就是一个慈爱的邪神 力量的使用 看的是人 陈瑶并不知道 她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已经不是鸟嘴医生的样子 而是三面邪神 拥挤在一起诡异的样子 图叶仅仅是看了一眼 寻找慈爱的地方 在哪的时候 被控制的图叶 直接吐了出来 哦 苏木木有些震惊 陈瑶把人说吐了 陈瑶也很猛 自己穿着鸟嘴医生的着装 虽有些诡异 但没必要吐吧 两个随时要掐架的家伙 骑士 带着他 指挥着骷髅骑士做苦力 苏木木在旁边看着 陈瑶也不可能自己动手抓起他 骷髅骑士一只手 就将图叶扛在肩膀上 而对于奚落这个人身上 问题点太多了 首先 他为什么会出现酒馆之中 就是一个问题 以往那些出现在酒馆中闹事不付酒钱的 早就被保罗给人到毁灭了 这家伙不仅仅捅了一个大娄子 保罗还给自己一份大魔法式的 双序列图镜的魔药配方 虽然和保罗只见过不超过三次面 但很显然 这不是他的风格 难道这家伙和保罗之间 还有些关系 亦或者酒馆之中的邪神保罗 他以前也是这个副本的人 因为某种原因 成为了瘟疫酒馆的邪神酒宝 看起来 寻找虎月剑的线索 还是离不开西落 姑娘 我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帮助你们 你要不要制作一个我的挪面 毕竟你的挪面已经在我手中碎掉了 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涂液慢慢闭上眼睛 似乎多看一眼都要恶心饭吐 软得来没有用 只能来点狠话了 你知道邪神最喜欢什么吗 我最喜欢将不听话的战利品的骨头 一点点抽出来 然后制作出骷髅 看看他们生前都是最伟大的战士 剩下的血肉 用作特殊的材料研究 当然 如果战利品有利用价值 甚至愿意归属于我的话 我甚至可以给予对方一点点的帮助 涂液颤抖了两下 陈瑶看着涂液 反应还不够激烈 倒是旁边一直走着的西落 想要说话 又不敢说话的表情 最值得人玩味 这家伙 还是记起来了一些东西 陈瑶意识到 作为邪神的行走 自己在这里 他们是不会说出一些心里话的 涂液你是一个不错的种子 如果有需要我的帮助呼唤 我的名字我也许会帮助你 我的名字叫做瘟疫词妇 邪神那狗 西落骷髅骑士将会成为你的助力 在这里帮助你 我得离开了 说完陈瑶收起其余的骷髅士兵和瘟疫体 恶犹灵后 就拉着苏木木的手 盾入瘟疫之中 现在瘟疫的传播和控制 陈瑶已经能够完美地掌控了 这是来自于 那称号黎明高塔之下的隐藏作用 盾入瘟疫之后的陈瑶 默默跟在两人的身后 走狗 邪神的走狗 涂液 他们 他们还好吗 瘟疫之中的陈瑶 毛子金光一闪 这个家伙果然知道些什么 还好 胡越剑的门已经打开了 里面的怪物已经走出去 你说 罗江水的事情 你说不出个 所以然我一定会杀了你 西落走着 他晃着脑袋 手也不停敲着太阳穴 我记得 我去找我母亲了 我母亲还在那等着我 西落显得异常的痛苦 我想回罗江水看看 徒业没有再说话 任由骷髅骑士扛着 他们两人似乎很熟 而且我觉得 罗江水和胡越剑两者有关系的 苏木木在旁边开口道 陈瑶点了点头 现在这两个家伙提到的两个地点 一个是应该是他们出生的村落 胡越剑则是看守的地方 陈瑶一直跟着两人 走了不到两个时辰 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出现 远处村落鸟鸟吹烟升起 说明还有人活动 徒业看着远处村落 依稀还有人在行走 他梦了 不对 不对 罗江水不是没有活人了吗 西落眼睛一亮 脸上的挪面摘下放在胸口 藏了起来 整个人迅速地狂奔起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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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奔跑的西落 一边呼唤着 妇人慢慢转身 看到了儿子身影 这一刻 似乎母亲脸上等待许久一般 露出了最开心的笑容 汐儿 西落一把拥冲入妇人的怀抱之中 瘟疫之中的苏木木和陈瑶 则是瞳孔收缩 苏木木更是手钻紧 妈 妈 儿子 想你 妇人慢慢抱紧自己的儿子 妈也在等你 一直在等你 你终于回来了 流着泪抱着西落 妈 我真的好想你 我做了一个噩梦 提到这个噩梦 妇人的也是拍了拍西落的后背 孩子别想那么多 梦都是梦 我今天给你烙饼吃 这一次 你还回虎月见吗 我不去了 我在这陪你 我好想你 西落整个人 就像是撒娇的小孩 粘着妇人 慢慢走进村落 此时村落外的 骷髅骑士停下脚步 被扛在肩膀上的 涂叶满是不可置信 我明明看到所有人都死了 为什么村落还在 为什么 还会出现 陈瑶从瘟疫之中走出 瘟疫 长期被他控制在很小的范围 用来移动 他看到的场景和涂叶 还有西落看到的都不一样 这一切 熟悉的感觉 油然而生 只是他没有解释 而是让骷髅骑士 放下涂叶 你也是生长在罗江水的吧 你也去看看吧 说不定有你想见的人 不对 他们明明都死了 陈瑶开口 也许那是 你自己的一场梦 梦 说完陈瑶 再一次顿入瘟疫之中 寻找线索他 只要看着就行 线索自然会出现 涂叶看着消失的陈瑶 和苏木木 他第一反应离开这里 但回头看向 罗江水村落之中 在他印象之中 已经死掉的村民 现在依然有血有肉地活着 他也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只是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进入了村落 涂叶进入了村落 感觉周围 一切都有些说不出的违和感 刘大爷 刘大爷停下脚步 看了涂叶一眼 摇了摇头继续走着 感觉好奇怪 妈 别忙活了 我这次回来时间长 会一直在家的 不行 万一你要走 烙饼得带足了 妈也什么都不会 只会烙饼 给你弄一点带着 以后吃得饱 嗯 西洛座在家中脸上 满是兴奋的笑容 他扭头四顾着 突然注意到墙上的画 他脑子突然又疼了起来 一些记忆开始恢复 闪回的画面不断出现 满是血液残骸的画面 开始闪回 好了一块 你先吃 西洛刚想要接过饼 他脑子又开始闪回画面 他的双手 陡然沾满了鲜血 啊 西洛整个人后退几步 他看向四周残垣断壁 尸横遍野 哎呀 孩子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 西洛眼前的母亲 已经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 脑袋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割掉 妈 孩子 我再去捞点饼 妈 西洛喊了两声 母亲似是听不见一般转身 妈 带着哭腔的一声呼喊 母亲的脚步停了下来 我再去捞饼 西洛痛苦地盯着自己母亲的背影 这一切似乎变得格外的诡异 他想不起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西洛一只手抓着头发 另一只手不断拍着自己的太阳穴 啪啪啪 他希望自己看到的都是幻觉 几次用力地锤打之下 一瞬间地闪回 周围的场景似乎又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就像是老物件拍打几下又好了似的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看到刚刚的场景 到底什么是真的 为什么会有刚刚的场景 不对 我 一段段记忆不断地闪回 眼前的场景变幻 似乎一切都是虚无的 模糊的记忆与现实的冲击 让西洛一瞬间分不清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不对 假的 是假的 西洛死死闭着眼睛又睁开 他害怕眼前的场景又变回了破败的样子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 妈你没事的对吧 你还活着对吧 我我我再去捞个饼 母亲的脚步再次动了起来 口中重复着这一句话 妈 你告诉我 你还活着 对吗 你还活着 我再去给你捞饼 你等一会 你真的再等一会就行了 假的 是假的 西洛的脑子 现在就像是一团江湖 不断摇晃 妇人诡异的身影 站到西洛的面前 看着蹲在地上的西洛 痛心地伸出 手对着自己的右眼珠扣动 血液见射 眼球被抠出后 妇女放入口中吃下 晃动破败的场景 再次切换 他看着自己染血的双手 在围裙上擦了擦 然后 慢慢蹲下身子 用手 摸了摸自己的儿子的脑袋 轻声细语地说道 傻孩子 妈活着 活着呢 你在想什么呢 你再看看周围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颤抖安抚的话语传来 这一次 西洛睿开眼睛 周围的一切 又恢复了正常 似乎他真看错了 他在心里也告诉自己 也许真的出现了问题 我 我 妈活着 一直活着呢 陈瑶也在瘟疫之中走着 他看到了村落 是完全的破败 诡异的尸体 在村庄中行走着 整个村子的人 以另一种诡异的方式 留存在世界上 他们不会伤害人吗 陈瑶看着熟悉的诅咒光芒 不会 你没有感觉到 这气息很熟悉吗 苏木木盯着村落 看了许久 终于他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惊呼道 这是保罗先生的庇佑 是 所以我才没有阻止 他们进入村子 保罗的庇佑 遍布着整个村落 陈瑶缓缓抬起自己的手臂 手臂上那阿洛西斯的诅咒印记 正在散发着滚烫的痛感 进去看看 嗯 一进入村落 陈瑶就看到了浑身是血 五官禁除的尸体 抱着熟落 更为恐怖的是 那尸体身上的皮 都被包了个金光 熟落抱着那个尸体 又哭又笑 就像是疯癫了一样 屠叶则是整个人迷茫地走动在村落之中 他们这样真的没事吗 保罗的庇佑下 不会伤害他们 村里的人都死了 因为保罗庇佑的原因 他们还活着 但是保罗并不是一个慈善家 在陈瑶看来 喜欢交易一切的保罗 不可能平白无辜的庇佑这个村落 让村落在活人眼中 看起来依然还在生活的样子 这就像是一种特殊的置换剂 让人感觉存活还活着 实际上 这里的人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是维持这一切 总是需要代价的 而代价是什么 陈瑶呢喃 随后 看向周围的一切 庇佑 坚持不住了 要消失了 儿子别再乱想了 妈还活着 妈给你烙饼 到时候 你要回虎月间的时候 给他们也带点 妈 我回不去了 我信仰了邪神 罗面可以捐克神灵 而邪神则是最恶心 最为污染的存在 邪神在罗浆水 是禁忌的存在 在罗浆水 一直对邪神很排斥 他们痛恨邪神 任何和邪神有关的存在 都不允许 而西洛知道 自己信仰邪神的事情 绝对不能爆出来 一旦被人知道 这群罗浆水村民 绝对不会放过 自己和母亲 听到西洛的话 妇人并没有惊讶 没有责怪 反而笑着开口 没事 虎月间那里不待也没关系 信仰邪神也没关系 只要你一直做着 认为对的事情就行 西洛的头又疼了起来 他的记忆 似乎在一点点恢复 他总感觉 一切有些不对劲 不对劲 不对劲 他胸口的罗面 开始发出一阵阵红光 妇人松开了西洛的手 慌张地朝着外面走着 只是步子又停顿了下来 其实能够坚持到现在 对于他而言 已经很不容易了 自己现在还跑什么呢 一直看着自己的儿子 也是好的 妇人抬起的脚步收回 慢慢转身 眼神之中 看着西洛满是宠溺 这时候 远处山林群鸟飞动 乌鸦满天群叫的声音 响彻天地 陈瑶收拢瘟疫 看向远方 村落中 一直觉得诡异的 涂液扭头 西洛也抬头看过去 一道恐怖的蓝色火焰 冲天而起 从山上窜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火焰 打断了一切 如同一道天芡 劈开了山林 江水 混乱黑暗的气息 从其中翻滚着 火焰燃烧之下 恐怖虚影闪烁 无数奇形怪状的三阶生物 从里面汹涌而出 西洛 迟疑着 去吧 妈还活着 又没死 你不用老乡的孩子一样 放心不下我 妈我不是虎月剑的人了 虎月剑 以神灵魔舞自居 他们杀的是什么 你现在告诉妈 他们守的是什么 我 只要还在杀这些怪物 就是对 只要还守 妈妈在家里 等你你去吧 西洛犹豫了一下 转身朝着村落外走去 徒叶也匆忙跑出 所有人离开之后 陈瑶慢慢走出瘟疫 看向站在房前的老妇人 在陈瑶 完全踏出瘟疫之后 这里的一切发生变化 破败不堪的村庄 缓慢行走的尸体 陈瑶没有想去 亲自管那些三阶的怪物 只是安排了瘟疫体 呃 游灵跟着去了 她看着眼前的老妇人 慢慢开口 可以聊聊吗 保罗 陈瑶盯着眼前的尸体 尸体慢慢长出章鱼的触手 身体扭曲最后 变成和瘟疫酒馆之中的 保罗一般无二 船长大人 我的表演还不错吧 一个母亲的样子 我全都演了出来 为什么 这是一场交易 一场交易 这个世界有人 向邪神祈祷 我就同意了交易 4月3日 也就是三个月前 这里的人 都一直以老人的身体 进行与邪神的交换 这样的仪式 持续了整整30年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仅仅是为了与邪神交易 让在罗江水出生的孩子 更具有天赋 更具有捐克挪面的天赋 一个拥有捐克挪面天赋的小孩 这样的孩子 在虎月间 可以拿到这里的70斤 这里的货币 70斤足够村落 什么都不干活下一年 但是 很不巧4月3日 仪式的开启 是一位妇人 她的年龄没有达标 只是村子里 没有老人了 只能强行拿她献祭邪神了 毕竟这关系 这一村落 未来一年的收获 比起与邪神的交易 辛勤的劳动 真的让人很难受 她的儿子 在虎月间回不来 同样她儿子 也是30年来的受益者 出生就有着极强的天赋 不用说 保罗说的这个孩子 就是西洛 陈瑶补充道 老夫人反转了仪式 与你达成了交易 保罗如动着身体 错 是西洛 她正巧回来 杀光了村里的人 并且用他妈的尸体 和她的命 与我完成了交易 这是她的愿望 陈瑶补不明白 既然保罗能够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还要让自己 去虎月间去找寻线索 所以 这一切只是交易 那你为什么想要用 大魔法师的这种魔药配方 来让我调查虎月间 保罗身体 慢慢游进了屋子 我不完全是演的 现在既是保罗 也是那位妇人 她的记忆在影响我 所以有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出 不公平的交易 说实话有点后悔 大魔法师途径的魔药配方 确实 还是太亏了 事情很简单 西洛杀光了村里的人 并且和邪神交易了 而他交易的邪神对象 正是瘟疫酒馆的保罗 所以才会有他被带到 瘟疫酒馆的事情 权柄的事情 有方向吗 船长 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拿到所有捐客神灵的挪面 37128张挪面 你现在是邪神 可以和他们随意地交易 亦或者以瘟疫 行走于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 保罗的章鱼触手游出来 抓着门把手把门慢慢关上 你说的没错 瘟疫医生 能够救人 也能够杀人 那涂液的面具 就是关键 陈瑶找到了方向 不再压制瘟疫 长急开始让瘟疫 以极快的速度散播 同时瘟疫 长急也裹挟着瘟疫 血凝溢以空气传播的方式 进行散开 不过时间陈瑶从不缺 让瘟疫遍布整个副本 行走于瘟疫之中 拿到37128张挪面 完善罪面号 苏木木鸣嘴看着旁边 散播瘟疫的陈瑶 他没有开口阻止 他看来 陈瑶是有自己的计划的 他只需要在能够帮助 他的时候出手就行了 你在想啥呢 似乎注意到 默不作声的苏木木陈瑶 忍不住开口询问 没什么 散发瘟疫 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 同时 一场灾难的出现 才能够看到一些 看不到的事情 血凝溢一方面 是一种慢性瘟疫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逆转治疗下的血凝溢 只要不死 基本上可以拉满血 一把双刃剑 此时 胡越剑 胡越剑 是由两座依靠的 大山形成断崖 断崖的崖壁上 雕刻着大量的 鬼越神武的雕像 千里的断崖 刻着的雕像 不下万个 其中最大的雕像之上 一个瘦弱的身躯 以矫健的姿态 快速地移动 双手托举着 人大般的号角 以奇异的姿势 稳稳站在巨大的 神灵雕像手掌心之中 双手托举着 吹响号角 一声嘹亮的号角声响起 牙哭之中 一群带着神鬼 挪面的战士 慢慢走出 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和我走 十五岁以下 和女娃留在虎越剑 老潘头 怎么回事 鬼山灵火 群怪又出来了 群怪又冒山头了 牙剑所有人都去 不晓得阵仗啊 不晓得 吹完号角 瘦弱的老潘 就将腰间的挪面取下 然后戴上 戴上一瞬间 老潘举起的右手高举 呼喊 信仰神灵 神灵庇佑 一声口号喊出 回荡在山剑之间 面前询问的青年 也立刻摘下挪面戴上 牙窟中走出的人 纷纷戴上 神色各异的挪面 举起手中的武器 同样呼喊 信仰神灵 神灵庇佑 一声声重复之下 老潘跃起 所有人同时动作 上千带着挪面的战士 顺着牙剑 朝着山上跃去 徒叶 你连挪面都没了 你回什么热闹 似乎记起这个 追上自己的小姑娘 奚落忍不住 破口阻止 没了挪面 和怪物战斗 和宋命没区别 鬼山灵火 不仅仅那不断冒出的怪物 那火焰高温 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吞噬 就算是没了挪面 也不会像你一样 信仰邪神 小姑娘 徒叶皱着眉头 整个人 忍不住开口 我信仰邪神关你屁事 你别来凑热闹了 被骂的徒叶 嘟着小嘴 忍不住开口说道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一直以为 你杀了罗江水所有人 别说话 奚落闪 到徒叶的身后 一把抱住他 快速地向后撤 周围鬼山灵火 如同浪潮一样 铺天盖地地袭来 火光之中三只人形 红狼怪物冲出 手中骨刺 瞬间扎向徒叶的胸口 奚落带着挪面 浑身散发出漆黑的烟雾 一杆漆黑的长枪 拖出于手心之中 凝聚瞬间 奚落单臂发裂 一甩 那骨刺被打得崩裂 一甩之后 奚落抱着徒叶 还在不断地 快速地后撤 三接 好强 徒叶脸红着感受着腰间 被奚落抱着的动作 放我下来我 可以拉弓 闭嘴 我们走不出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 身遭数米范围 已经被跳动的火蛇卷起 源源不断怪物 从火光之中探出攻击 越来越多的怪物冲戳 防不胜防的攻击 从各个方面打出 奚落一只手 抱着徒叶一只手 挥舞着极重的长枪 短时间内还行 时间一长 即使这斜身挪面的加持 他也有些吃不消 火焰炙烤之下 周围上升的温度 让他脑袋晕乎乎的 放我下来 徒叶挣扎了两下 奚落双手本 就吃力 下意识的一脱手 他落地后 取出一弓一剑 搭剑就射 一剑下 穿透了一只怪物的头颅 没了挪面涂叶的攻的力量 下降不止七成 但他的准头 依然精准 连续三两下拉攻射的 火焰之中 刚冒头的怪物 又缩了回去 这一下 惹得火焰咆哮 巨大的怪物挣扎涌出 怪物浪潮之下 奚落也没有想过 继续后退 止住脚步 双手脱枪 挪面之下枪舞 抖力 枪头卷抖起 空气卷动 火焰被卷起 一枪刺出 火焰炸开 火焰之中 又一只怪物 被长枪挑起 黑色的长枪 缠绕着死亡的气息 怪物的身体枯萎 戴在脸上的挪面 更加的鲜明 这一枪之下 奚落呼吸 也开始加速起来 鬼山灵火最为恐怖的 是他无休止的火焰 和从火焰之中 窜出的怪物 三四枪之后 奚落脸上的挪面 更加鲜明 但他的身上衣服 已经尽数地燃破 没有挪面的涂液 则是红着脸 费力地拉弓 别白费力气了 我枪卷火焰 劈开一条路 你冲出去 离开 我不 就像是 完全不听话的猪队友 涂液根本不听话 下一秒涂液说的话 让奚落一愣 他开口道 我还有力气拉弓 就算是死也死得有作用 这是虎月剑的条例 欲鬼山灵火 死也要死在这 怎么也说不通 你连挪面都没有 和我信仰邪神 奚落手中黑枪一抖 又一只怪物被挑杀 信仰邪神 又不是错 杀了他们就行了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到现在都看不明白吗 涂液愣了一下 没有说话 只是缓了一会 继续咬着牙 倔强地拉着弓 射着火焰之中 窜出来的怪物 眼见着说不通 奚落只能自顾自地 进行杀怪 只不过火焰的趋势 越来越大 已经不是他一个人 依靠力量 就能阻挡他 火焰之下 周围的空气 越来越少 甚至于涂液呼吸 都变得困难 自知道 这样下去 就是拖累 他也终于开口 我死了 我可以立于 虎月剑排杯之中 你信仰了邪神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你真的别死了 他有些撑不住了 指尖开始冒险 拥有挪面的战士 来到鬼山灵火之中 都是九死一生 更何况 他一个没有挪面的女生 其实 从一开始他就明白 鬼山灵火出现 是他的机会 没了挪面 再回虎月剑 已经不可能成为 一个战士 要么永远在虎月剑 成为一名老师 教导学生 要么信仰邪神 重新捐刻出挪面 但这两条路 他都不想 死在鬼山灵火之中 他甚至还能 以一个挪面战士的身份 死去 这也是涂液 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当他再也拉不动弓的时候 死亡就是 离他最近的时候 一道道光束 及时射来 上千带着挪面的战士 汹涌出现 来得真慢 涂液刚感叹完 他力气 已经都快要散掉了 只是下一秒 只感觉身后 衣领被扯着 一瞬间 涂液就睁开眼睛 爆出粗口 汐 洛 你混蛋 声音还没喊完 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身体被汐洛 直接甩丢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 汐洛手中黑枪 爆发黑气 拖子向前方 插入火焰之中 在火焰之中 汐洛浑身力气聚焦 整个人的力气 让枪头抖出枪花 一声爆喝 开 火焰之中 一条路被硬生生撕开 看着飞离开的涂液 西洛他深呼吸 两口发烫的空气喃喃着 死什么死 狗活着才对 西洛的脑海之中 画面再一次闪过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尸山血海 残枝断壁 长枪穿透喉咙 上百名村民 以这种方式将定在地上 以诡异的姿态地上 是特殊的仪式阵仗 似乎那是在和邪神交易者 西洛难受地松开手中的黑枪 呆呆看着自己的双手 闪回画面 在他眼睛之下 他的双手又似乎布满了鲜血 残忍的杀戮是自己 他忍不住开始嘶吼 哎呀呀 我 我做了什么 火焰汹涌而起 浪潮一样的火焰 朝着松开黑枪的西洛盖过去 碰 一个带着粉色鬼神挪面的老头 从天而降 手中粉色狼牙棒 一锤之下 劈开了盖向西洛的火焰 火焰之中的怪物被这一锤砸得吸碎 虎月剑 攀龙 小老头身高一米三左右 单手举起比他人还高的粉色狼牙棒 吓唬 瘦弱的身躯 肌肉炸开 非人类的宫二头肌胸肌 斜方肌全部鼓起 恐怖的力道 顺着粗壮的手臂高呼猛进 一路蹦进 粉色狼牙棒砸下 卷起的狂风 就轻松地撕开了火焰 没有任何的技巧 全是力气 小老头攀龙微微侧身看向发愣的西洛 他一眼认出了邪神的挪面 只是他慢慢转身将被交给西洛 苍老有劲的声音传来 西洛 拿起你的枪 我交了你十五年 你没忘吧 西洛看着燃血的双手 他被那一阵声音惊醒 整个人一击灵 条件反射地用脚尖勾起地上的黑枪 双手握住 恐怖的黑气散发 挪面之下眼神都变得格外的锐利 攀龙狂笑 一只手再一次高高 举起手中的粉色狼牙棒 刚刚西洛救下涂液的场景 完全落在攀龙的眼中 在他看来 这个混账还有得救 下辉 一只刚冒头的怪物 就被狼牙棒撕扯 砸成肉泥 他兴奋地大喊 好 好 好 你死在这 我的排杯位 就让给你 前提是你杀得足够多 足够多 足够足够多 恐怖的气力 从攀龙身上散发出来 西洛握住黑枪 气力陡然爆发 妖马合一 黑枪刺脱 枪力爆发 一番横扫 攀教头那边的身影好熟悉 那挪面 是邪神挪面 邪神挪面战士 怎么会来这里杀怪 杀怪 嚼舌根嚼到教头身上 你们活腻歪了吗 一声喝断 上千人认真的 开始冲杀 火焰之中的怪物 老攀头 邪神这种东西 半分不能沾 你别选错了 尼南完之后 金兽的老者 也冲入了火焰之中 粉色狼牙棒 越打越暴击 攀龙单手挥舞的 粉红色狼牙棒 一人就杀穿了一片火海 西洛虽没有攀龙那么凶猛 手中黑枪盛在灵活 只要出现怪物 就能挑起击杀 两人配合一时间 也是无双开启 撕裂开一条完全路线 这条路成为了 后续挪面战士战斗的线路 千人开始扩散 杀怪 一瞬间 压得鬼山灵火的趋势 小了三分 只不过如同浪潮一样的火焰 疯狂地滋生 它们以一切山林植物为养料 肆意狂乱蹦进 只要核心区域的火焰核心 还在借助植物燃烧 那么鬼山灵火 永远不会停下 海量的怪物 也在火焰之中 不断嘶吼叫着 天已经黑了下来 火焰映照着大山 此时 在千名挪面战士的阻挡之下 火焰散发的趋势 已经减少了很多 只不过核心不除 就无法彻底结束 这一次的鬼山灵火 几个小时 持续战斗 大部分挪面战士 已经伤痕累累 冲杀火焰的战斗力 已经大大减弱 这一次完全变成了消耗战 结果 已经注定 要么一群挪面战士 活活累死 要么鬼山灵火的核心 无可燃烧的植物 继续燃烧 陈瑶看着我这一切 他现在也同样有两个选择 一是等着这些战士死亡 然后捡起挪面 逐步收集神灵权柄 要么选择释放瘟疫 进行逆转治疗 帮助他们 现在陈瑶也很纠结 一时间完成副本的任务 和一个人的基本良知 产生了冲突 这种选择 让苏木木 也给不出任何的建议 远在山林之上的陈瑶 和苏木木看到了 两道不一样的身影 开始在火焰之中冲杀 黑色的长枪 粉红色的狼牙棒 潘龙和西洛 两个极具特色的武器 劈开了一扭曲的路线 歪歪扭扭地 直达鬼山灵火的核心区域 只不过 和潘龙一线开路之下 他们也同样陷入 孤立无援的之中 上千农面战士 阻止鬼山灵火扩散 已经极限 西洛和潘龙 已经深入火焰的核心之中 此时一阵风卷起 火焰如浪潮一样嘶吼 潘龙一狼牙棒 撕开一条路 不过数秒 那火焰又扑上弥补 火焰和其中 走出怪物的强度 已经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孤军奋战的两人 已经杀红了眼 娘了 够狠 杀不完 那群崽子还没跟上 算了 也跟不上了 不同于西洛 潘龙一直骂骂咧咧 潘龙呼吸都开始急促了起来 他的右手开始颤抖 握着左手 接过右手的粉红狼牙棒 右手捏了捏鲜血 顺着指缝渗出 右手手臂的肌肉 已经开始抽抖了起来 单手的极限已经到了 西洛呼吸也同样急促 他双手黑枪挑怪 靠的就是全身尽力 此时双腿虚伏 食指也开始渗血 罗面之下 他的状态 比潘龙好很多 斜神的罗面有三面 每一面都有着特殊的价值 似乎注意到西洛的 还有状态可以压榨 潘龙喊道 喂 去砍树 我开山 现在已经深入核心 只有将火焰之中 还在滋生的火焰植物搅碎才 可能结束这一切 潘龙深呼吸一下 灼热的空气贯穿肺部 如苍龙折服 他的左手肌肉瞬间冲血 嘶吼一声之下 粉红色鬼神罗面之下 潘龙双眼冲血 举起手中的狼牙棒 撕扯挥舞而下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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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碰 碰 三声 三下之后 前方的一片区域空了出来 西洛踏着步子 踢着黑枪身体前倾 在原地留下一段黑影 以恐怖的速度 穿插切开一大片的树木 只是踏出一步之后 就感觉了不对劲 火焰又重新覆盖了他的身后 西洛脚步止住 只是犹豫了三秒 他整个人手中 黑枪掉掉头 一枪劈开火焰 此时的潘龙 半蹲在地上 狼牙棒撑着身子 急促地呼吸着 西洛眼神一溯 火焰之中 一只怪物 举着鼓刀斩下 西洛身体爆闪 整个人来到老潘头的身后 双手拖起黑枪举过头 一只巨大的怪物 一刀斩下 哐荡 这一击 被西洛结结实实地挡下 西洛终于开口 老潘头 熟悉的声音 潘龙睁开眼睛 左手甩动狼牙棒 一棒子挥舞 砸死了那一只火焰窜出的怪物 潘龙身体慢慢挺直 虚弱地开口道 太累了 差点睡着了 不是让你砍树的吗 都来到这里了 实在不行 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砍 西洛没有说话 他死死盯着潘龙 下一秒 潘龙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老潘头 老师我太了解你了 你真的还有力气杀出去吗 潘龙泄了气坐下来不断呼吸着 灼热的空气卷系他的肺部 肺部火辣辣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老潘头不想让你这个混账小子 我的排备位了 西洛没有说话 手中黑枪 继续一只怪物 从火焰直播还没完全出现 就被挑起杀死 你休闲 我来守着 别浪费体力了 我给你劈开一条路 你去击杀核心 才能结束这一切 你一直都是这样喜欢感情用事 罗江水村的事情 其实我也一直都知道 罗江水三个字 让西洛脚步有些慌乱 有些事情 不说 就没机会了 潘龙慢慢站起身 左手拿起粉红色的狼牙棒 一击之下一只怪物被撕碎 胡跃剑的战士 死得太多 拥有捐克挪面天赋的人 太少太少了 所以他们与邪神的交易 我们早就知道 只不过 为了胡跃剑的延续 我们之间达成了某一种平衡 潘龙说话之间 手中狼牙棒挥舞越来越用力 别说了 西洛沉申开口 手中黑枪挑动 他的双手的血开始 顺着黑枪滴落 我会杀出去 就算是灭不了鬼山灵火 我依然可以保你的命 西洛手中黑枪一抖 沉申的开口 带着你离开 潘龙默默 取下脸上的挪面 挂在腰间 我死了 挪面你可以拿去 别再用邪神了 老师 你还不明白吗 西洛的长枪抽下 一只怪物被撕扯两半 我所追寻 是一直都没变 无论是神灵也好 邪神也好 我都无所谓 西洛手中黑枪 插在地面上 周围的火焰嘶吼着 怪物汹涌上 在我绝望的时候 不是神灵回应的我 是邪神 是邪神 西洛持枪一挥 这一枪之下 横扫一片 刚出现的怪物 全部拦腰而死 你现在祈求神灵他们 会回复你吗 你现在祈求神灵 他们会替你解决 眼前的灾祸吗 你现在祈求神灵他们 会帮助你吗 不会 他们除了给信仰的你们 一点点力量之外 什么都回应不了你们 潘龙一时间 说不出话 他的双手 已经抽动无力 再举起狼牙棒 深入核心失败了 他注定要死在这里了 只是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西洛 这一个自己曾经教过的徒弟 一个走错了路 步入邪路的徒弟 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劝说了 他只是想着徒弟 能够活下去罢了 此时西洛身上 黑色的气息散发 挪面邪神三面闪烁 更加鲜艳 现在火焰越来越大 这种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感觉 并没有让西洛感觉害怕 他在虎月舰成为挪面战士的时候 已经注定战死是最高的荣耀 他看了一眼 气息开始散乱的潘龙 眼神闪烁 你可以尝试 祈求你的邪神灭了这一场火 什么代价 我们都愿意承受 你可以试试 潘龙的声音响起 求救求 西洛脱枪大吼道 我 西洛 所一生 杀人 夺他人命 以罪无可恕 西洛的脚步动了起来 伴随着挪舞 手中黑枪开始抽转 死后堕入地狱无怨无悔 只求信仰邪神大人回应 灭此灾 救我虎月舰往西同胞 求邪神回应 灭此灾 西洛声音极大 但是却依然没有任何的回应 潘龙略带嘲讽虚弱的声音响起 你所求的邪神一样不可靠 不是吗 不是 你不明白邪神大人 一直注视着我 西洛一边挥舞 一边不断喊着 求灭此灾 求灭此灾 一声声之下 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山丘之上 陈瑶能够感觉到西洛的呼喊 但是他没有答应 一个随时随地想要 以自己的命来交易的家伙 这家伙还不足和保罗所说的一样 成为自己的船员 如果这一次的灾难 这家伙能够成长 说不定还有机会 否则 陈瑶不打算考虑 这一个家伙 成为自己的船员 无论是品行 还是其他 都并不出众 这一次 他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观摩者 陈瑶目光一灵 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上千挪面战士 原本只是遏制火焰推进 现在突然全体朝着 冲入火焰之中 陈瑶时只敲了敲 鸟嘴面具之下的 一双眸子金光浮动 火焰陡然一卷 呼喊之声 反而出现了奇怪的反应 一道道身影 从火焰之中走出 他们撕扯掉身上烧烂的衣服 其中一人怒吼着 歇 落 你也算是战士吗 追求这半吊子的东西 祈求邪神 那可怜的样子 真让人作呕 不过也是你的声音 让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临走吃笑一声 你的邪神 还是有一丝丝作用的 十名挪面战士 互相搀扶着 一路走到了这里 越来越多的挪面战士 从火焰之中 冲来他们没有用武器开路 硬生生靠着身体 从火焰那一头冲到这里 战斗面对的 只有无休止的怪物 死亡拖延 才能冲入核心 西洛抬手黑枪 一插地面 他眼睁睁看着那些人 错开他们 朝着核心冲过去 这种自杀式的行为 在西洛眼中 单纯是为了死而死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们疯了 你们才是甘于现状的懦夫们 你们的死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们就一直已死在 这位荣耀士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从来都是错的 错的 西洛感受到周围炙热的空气 他只是慢了一步 火焰就圈了起来 拦住了去路 身后的几名 还没赶上的挪面战士 瞬间被火焰之中 走出的怪物 贯穿而死 他们死了之后 后面的挪面战士 踩着他们的尸体 补上 就这样 上千人依靠着这样的队形 保留着最多的体力 硬生生 护着一百多人来到了这里 他们本身体力 也有在外面达到了极限 一旦恋战 只有团灭的风险 他们知道 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 他们耗不过 所以 才有了放手一搏的操作 灭掉核心还有机会 继续拖下去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上百名挪面战士 看了一眼熄落 又看了一眼熄落背上的攀龙 什么也没说 静止地冲入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 熄落转身 他还是决定跟上去 一枪劈开火焰 惊人的一幕出现 只是慢了一步 那地上已经躺着数十具尸体 他们是被活活烧死 尸体被怪物撕咬 其他挪面战士 看也不看 继续往里走 熄落他从不害怕死亡 害怕的只是无意义地牺牲 老攀头 这就是你们所见的 他们死了 毫无意义地死了 虎越剑的人终是会死光 这注定是一场 没有结果战斗 背上的攀龙没有说话 只是慢慢闭上眼睛 熄落再一次质问 活着不好吗 活着不好吗 冲杀声响起 熄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上百名挪面战士 冲入核心 斩砍树木 从火焰之中窜出的怪物 他们丝毫不理会 任由海量的怪物 从火焰之中冲出 撕扯他们的身体 砍掉他们的头颅 吞噬他们的血肉 只要有一丝力气 他们都在砍掉那些树木 来完成核心的破坏 如此惨烈战斗 一时间让熄落都慌了神 他知道 挪面战士不应该畏惧死亡 但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 他不明白 杀怪物 杀怪物 你们杀怪物 熄落红着眼睛 嘶吼着 手中黑枪 还是疯狂抽甩 疯了吗 你们在做什么 老攀头闭上眼睛 他的身体 已经动不了了 只能靠在熄落的背上 他没有说话 结果 以显而易见 没有必要解释 人数越来越少 熄落发现 他杀死一只怪物 就会有三只怪物 从火焰之中窜出 这种无用功 做了好一会他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 都不去杀怪物 怪物是杀不完的 最起码 以他们剩余的气力 去杀怪物这种无用功 还不如直奔核心 熄落的双臂的肌肉 已经开始发酸颤抖 身体各项机能 开始快速地下降 挪面的作用 也在降低 自身的气力直线下降 杀不完 杀不完 越来越多的人 死在这里 熄落下意识地 看向树木的核心 看着那群人 死伤过半 他手中黑枪 再一次抖 杀不完也得杀 这一次他脸上的挪面 散发出诡异的黑气 手中的黑枪气息 凌厉爆起 一杆长枪 甩出身体气血散发 蒸腾起红色的血液 如同红雾散开 一枪之下 百米外的火焰 瞬间被压制 恐怖的气势 让虚弱的老攀头 督下意识地睁开 自己的眼睛 爆合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做的就是对 杀不完我也得杀 熄落咬着舌尖 气血散发 代表着自身力气的 迅速削弱 但是 他依然收枪 再一次横扫 这一次百米 再一次被清空 上百名挪舞战士 有机会喘息 开始疯狂地 清理掉核心 树木 只是坚持的路不一样 我就是要走 这一条路走到头 回头 没有回头路 不回头 我没错 一股狠辣的劲气 在奚落身上散发 他手中的长枪 疯狂地抽动 他似乎在说着 现在的情况 又像是在说着 自己之前的事情 他一直认为 自己没错 恐怖的气势 一时间压到火焰之中 走出的怪物数量骤低 一些挪面战士 也震惊 到了这种时候 在这种地方 还能保持这种战斗力 恐怖的火焰 还在尝试着反扑 这一次上千名挪面战士 死伤惨重 后面跟上的人越来越少 直到再也没有挪面战士 从后面补上 树木几乎全部清理 火焰核心燃烧不到 火焰之中的怪物 开始消散 火焰的温度开始降低 怪物出现的数量 越来越少 如同泄气的洪流 火焰越来越小 直到蔓延上千里的火焰 完全消失不见 熄落全身气力 已经耗尽 膝盖重重跪在炙热的土地上 当他跪下来的时候 周围已经没有活人了 甚至后背的老盘头 也因为摘下挪面 被火焰活活烤死 这一场战争 似乎没有胜利者 熄落的气血耗尽 整个就靠着挪面 吊着一口气 眼前的湿山血海 似乎又触发了 熄落脑海之中的记忆 他似乎又回忆起一些东西 但是不重要了 没有意义 一切都没 没有意义 周围的一切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树木叹花的 噼里啪啦的声音 回荡在耳边 只不过越来越弱 结束了 只是见不到母亲了 熄落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一直挂念着自己的妈妈 她以前从不这样 她的记忆虽然有些缺失 但她又似乎记起一些事情 她信仰邪神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她还是记不太清 算了 如同走马灯一样 陈瑶的身影 慢慢从瘟疫之中走出 出现在熄落的身前 此时的熄落身上 烧伤严重 身上破烂的衣服和血肉 已经粘连在一起 分不清是肉 还是衣服 你的意志力惊人 都这样了还活着 在垂死的熄落眼中 如同邪神一样的陈瑶出现 陈瑶一出现 就将所有的挪面收了起来 一共1232张挪面 距离37128副神灵的挪面 还差得很远 但是 那些挪面被吸收之后 陈瑶感觉到 这个副本世界 和自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关联 看到陈瑶的一瞬间 熄落挣扎的用尽力气 想要说些什么 虚弱的声音发出 邪神大人 您听到了 我的气球了是吗 是你在帮助我 对吗 陈瑶没有说话 就这样看着熄落 你快死了 你还在想着 邪神能够帮助你吗 现在的这一切 我都没有干预 如果你从一开始放弃 说不定这一场战争 不会以这种情况收尾 至少你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陈瑶抬起手周围的瘟疫逆转 治疗散开 给熄落治疗 他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这种天赋和称号之下的双重加持 强烈的治疗 瞬间眷顾熄落治好 治好的熄落 第一时间跪在地上开始祈求 邪神大人 你有办法对吧 我们可以做交易 他们可以活 我想让他们活过来 可以对吗 交易交易又是交易 这家伙 除了信仰邪神之外 交易还能干什么 陈瑶一股怒火憋在胸口 他本来已经决定 不干预这一场战争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他也没办法挽回 即使罪意 开始他已经用妄想家铺垫了一下 但妄想家需要代价 这一群已经死掉的人代价太过于恐怖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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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现在都只知道交易 你刚刚在火焰之中 如果第一时间放弃那老头 他劈开火焰之后 你进入核心消耗 会变成这样 你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你是没错 但是你的行为 需要更多的代价去买账 其实奚落做的没问题 只不过现在陈瑶感觉 这个家伙实在不适合做罪孽号上的瞭望手 陈瑶看着周围死光了挪面战士 这又是一场说不清的战争 作为最后唯一幸存的挪面战士 还是一个信仰邪神的家伙 我可以让你复活他 但是代价需要你自己承担 陈瑶伸出手指指向了奚落后背背着的攀龙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代价都行 陈瑶皱着眉头 奚落这家伙就像是一个赌徒 有什么能拿出去换的他都毫不在意 这种感觉让陈瑶十分的厌恶 妄想家能力在这群人的身上 从一开始陈瑶就种下状态重置 所以代价并不是需要死者附生那么严重的代价 而是一种状态回溯 相比之下小了很多 代价很小 但是结果可能并不是好的 你也愿意 我能给的一切都行 半个手掌 你做好准备吧 接下来会很痛 妄想家的能力代价 为什么可以让奚落来承担 其中的原因就是他脸上 带着属于陈瑶的挪面 这一副挪面就像是连接两人的纽带 一种上下级关系 陈瑶的瞳孔金色回转 西洛刚刚恢复的身体 突然他的右手手掌开始折断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整个手掌从中心反折 180度手指的背部贴到了手背 剧烈的疼痛让西洛脸色一白 他甚至没有喊出声 手掌折断还只是开始 紧接着是除了拇指之外的手指 开始扭曲 扭成麻花一样 这仅仅是重置一个人状态的代价 如果是一千两百多人 这代价恐怕会直接要了西洛的命 手指成了麻花 之后的每一根手指 开始如同蜡烛一样开始融化 滴答 滴答 西洛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掌变化 剧烈的疼痛 西洛的嘴唇开始发白 但他还是没有喊出来 这种情况之下 陈瑶对他的感官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最起码在意志力这一块 西洛是无可挑剔的 四根手指头在眼前融化成血水 手指彻底消失了 这种情况就算是陈瑶想要治疗也无能为力 他无法断肢重生 这意味着以后 西洛用不了他的武器 那一把黑枪了 妄想条件被触发之后 西洛后背背着的潘龙状态开始恢复 已经死掉的他 那一刻不工作的心脏开始被注入活力 重新跳动 几个呼吸之间 潘龙自身所有的状态都回到了最开始 是最开始的状态 包括记忆 他那一双锐利的毛子陡然睁开 挣扎着就从西洛的后背上下来 他第一眼看到的陈瑶的模样 在他的眼中三面邪神的诡异模样让 潘龙的警戒心提到了顶点 邪神 潘龙下意识摸向自己的腰间 可是这一摸下 居然什么都没有 自己的挪面消失了 什么时候 等等 潘龙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不是征集虎月剑上千名战士 来狙击鬼山灵火的 人呢 鬼山灵火了 自己怎么在这 这时候 潘龙又注意到了熟悉的背影 西洛 潘龙看到的是 西洛带着的邪神挪面 那绢刻的邪神挪面 和眼前的陈瑶一模一样 西洛你干了什么 不对 潘龙注意到 鬼山灵火居然灭了 而且周围 周围全是烧死的挪面战士 发生了什么 半个手掌断掉的 西洛挪面之下的脸色 已经没有任何的血色 整个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只能喊出一句 老潘头 你喊我什么 要脸吗 西洛又是你 你灭了村落 这一次又是你对吗 我一直想要劝你 潘龙痛苦地闭上眼睛 他们是你杀的对吗 西洛摇晃着脑袋 想要开口 陈瑶则是上前一步开口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行走的邪神 瘟疫慈父 那够 这个名字 陈瑶非常的喜欢 那够 慈父 嗯不错 这个世界 它就叫这个名字 潘龙后退一步 脸色要多古怪 有多古怪 一个活着行走的邪神 你信仰邪神 你召唤出来 这么恶心的玩意儿 老潘头抬手 取出粉红色的狼牙棒 很难以置信 之前一起奋战 甚至求着 陈瑶救活的家伙 居然拿着武器 要战斗 我们以和为贵 我们邪神从来不是坏的 我们看中的是交易 一些特别的交易 你能站在这里 都亏了他 他用半个手掌的代价 让你活了过来 啊 邪神 潘龙根本不信 在他看来 邪神一直都是 依靠着虚假的谎言 诈骗别人的交易 从而谋取霍乱的灾神 你认为我会信 潘龙看地上死掉的 挪面战士 手钻紧粉红色的狼牙棒 我一直以为你还有救 甚至只要你愿意 站在我们这一边 就算是你信仰邪神 我也不在意 大不了我让你 继承我的神灵挪面 我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但是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希洛抓着自己的手腕 剧烈的疼痛还没缓过来 他根本无法解释 只能焦急地开口说出 不 你要信仰邪神吗 突如其来的话语 打断了这一切 陈瑶看着潘龙开口 信仰邪神吗 这些人 可以活只需要一点点代价 就像你的徒弟 信仰我帮你复活 休想 他们的命 掌握在我的手中 时间越长 他们能活过来的概率 会变得很低 你难道真的想要 让你的这群战士 躺在这里 这么年轻的战士 带回去 埋葬在墓地里 陈瑶感觉自己 很有做邪神的天赋 同时他也很看好 这个老头 老友很聪明 也很强大 尤其是粉红色的狼牙棒 很有特色 听到陈瑶的话 潘龙罕见的沉默了 他没有破口大骂 而是真正的思索了 起来陈瑶的话 信仰你 他们能活 能活 只能活一个的话 被陈瑶收回来 不过 套娃下去就行 只不过 这些人或多或少 会有点代价付出 就像奚落一样 半个手掌 以后都不能用枪 代价是随机的 真的能活 一连问了两遍 可以看出潘龙的犹豫 希洛 我是你的师父 真的能活吗 希洛举起自己的左手 半个手掌折叠 手指溶掉的血水 滑满了整个手背手心 这个动作说明了一切 这时候 潘龙似乎默认了一切 那断掉的手掌 就是所谓的代价 潘龙脚步虚浮 整个踉跌了两下 勉强站稳 所以 我真的也死了 你复活了我 可以这么说 所以 真的信仰你 就可以救活这群孩子 是 没错 只能就一个这个词 还是在陈瑶内心里 慢慢地说了一下 信仰我 忠诚我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潘龙犹豫了一下 他看着漫山遍野的尸体 最终潘龙犹豫了一下 看向腰间 早已经没了的神灵挪面 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信仰是力量来源 同时也是他们一生所坚持的 只是现在 我老了 信仰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他们能活 潘龙吸了一口气 手中的粉色狼牙棒 被划丢在地上 犹豫地看着眼前的 邪神 右手放在胸口 慢慢地跪下 我信仰你 邪神 纳垢 纳垢这个词喊出来之后 陈瑶感觉到 身体内似乎多了一股 若有若无的力量 比吸收那些神灵面具 更为强烈的力量 我接受你的信仰 复活的代价是 陈瑶伸出手 妄想的代价赋予 右眼 潘龙的右眼的眼球 迅速地萎缩 仅仅瞬息时间 就像是一颗饱满的葡萄 被抽干 死亡的恐惧 笼罩在潘龙的心头 一个躺在地上的 挪面战士 身体被逆转 潘龙看着 只站起来的一个小战士 他有些失神地开口 不是 不是可以复活所有人吗 我没有说过所有人 这个词 其他人怎么办 我还有左眼 还有双手 潘龙的情绪有些激动 似乎被 欺骗 但信仰之下 他又无法开口说出那些话 陈瑶对着刚复活的小挪面 战士开口 复活的代价太大 只有奉献所有人才能活下去 你愿意为死去的人付出代价 信仰我吗 在这一群舍身忘死的挪面战士面前 自己的命可能不值得付出 但是换做是其他人的命 他们完全会考虑 修改自己的信仰 奉献是他们身上 有着特殊的品质 潘龙信仰了自己 就不可能说坏话 信仰并不是嘴上说说的 看着漫山遍野 曾经同伴的尸体 挪面战士 在自己曾经的信仰面前 还是经不住陈瑶的诱惑 改变了信仰 就这样无限下去 就这样 每一个挪面战士 都或多或少的伤残的 复活 信仰自己人数 达到1323人之后 陈瑶感觉到 自身的奇异的能量 来到了另一种特别的存量 他成功拥有了一只 信仰自己的残疾挪面战士 他拥有了这一群人特殊的东西 挪面战士的信仰 1323个 1323个信仰 可以进入瘟疫船之后 进行制造瘟疫道具 这一群人 似乎还不错 同时 虎月剑峡谷之中的神灵雕像 开始出现猎文 陈瑶开始接受这个世界力量 同时他也明白了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37128张挪面 这群信仰者给 自己捐客挪面 同样也算 捐客剩下的 35805张挪面 收集37128张挪面 然后真正的掌控这个世界 只是这个世界不仅仅有挪面 怪物还有其他的邪神 陈瑶想明白后 对着所有的挪面战士开口 我需要35805张挪面 捐客我 这是你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潘龙和所有的挪面战士 都面色凝重地看向陈瑶 潘龙率先开口 邪 神大人 35805张 这个数量太过于庞大了 我们需要足够时间 而且一人捐客一张挪面 已经是极限 捐客更多数量 需要足够的力量我们 陈瑶自然明白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世界有着挪面 神灵 邪神 怪物 而邪神和神灵的力量 就是挪面的关键 现在他需要的是 帮助这一群残疾的挪面战士 捐客挪面 陈瑶叹了口气 我会想办法 你们捐客就行 记住我的样子 需要我识呼唤我的名字 我的孩子们 我会庇佑你们 说完这句话 陈瑶转身顿入瘟疫之中 此时 潘龙在内的所有人 互相看了一眼 老潘头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信仰了邪神 潘龙回答所有人的 只有两个字 捐客 陈瑶带着苏木木 来到了村落之中 他的身体 快速地 冲入保罗的屋子 他有一个特殊的猜想 在自己的脑海之构成 保罗 关着的木门 被慢慢悠悠地打开 保罗扭曲的身子 扯开人皮 出现在陈瑶的面前 船长 看起来 你成功收服了那批人了 你确实是一个天才 鬼山灵火 是你释放的 这种事情 会有枝妖巧吗 船长大人 你想到了 就不用再问了 我只是在帮助你 获得这个世界的掌控 我想起来了 我一直想要的是 虎月剑的神灵 杀光那一群虚伪的神灵 保罗的声音 开始嘶吼起来 身体开始如同液体一样 站开 然后收缩 虎月剑有那东西 可以让你完成 最后 保罗的出手 再一次勾住了木门 然后啪的一声 关上了门 苏木木和陈瑶 看着保罗离开 陈瑶看着关上的房门 保罗与这个世界 有着不一样的关系 陈瑶我们 接下来怎么办 苏木木感觉 自己一点都帮不上忙 我去虎月剑 你帮我看着那群 挪面战士捐客好吗 嗯 苏木木答应了下来 这一次的副本很简单 保罗的参与 让一切变得非常简单 简单到 只要顺着轨迹 去做就行了 这一次 完全就是福利局 只是保罗 如此痛恨那一群神灵 一定有着特别的关系 将苏木木 送到那一群挪面战士旁边 看着他们捐客之后 陈瑶独自站在了 一处山坡旁边 虽然按照保罗的做法 自己就能结束这一个世界 收集到最念好需要的能源 但他想要知道 纠缠在一起的 究竟是什么 他利用了妄想 时刻开始妄想自己的能力 亏妄 为了保证最小的代价 陈瑶窥探 只窥探了保罗三张画面 仅仅是最小的代价之下 陈瑶的手臂 开始扭曲 代价这么大 第一时间 陈瑶开始治疗 只要不是整个手臂断掉消失 他都可以通过治疗术拉回来 同时 那妄想的画面 开始在陈瑶脑海之中浮现 第一张画面 是一个男人的雕像 雕像十分的巨大 雕像之下 站满了带着挪面起舞的人 第二张画面 是雕像倒下 周围火光之下 人们互相抱着 恐惧害怕 还有其他的情绪流露 第三张图片 是一场战争画面 战争不是人与怪物 而是人与人 各色挪面在战斗 三张画面提供的信息 屈指可数 甚至可以说得不到信息 陈瑶只能半猜 雕像出现在画面之中 那么陈瑶猜想 这雕像的男人 就是原本保罗的人类形象 保罗 雕像被推倒 也许是保罗变成邪神的原因 至于战争 这里面似乎没有和保罗有关 但是亏望过去 这一场战争 唯一有可能有关的 就是导火索 虎月剑 雕像 还有保罗 陈瑶治疗了一下手臂 问保罗 他也什么都不说 还得自己去查找 自己连二阶的仪式都没有完成 在这个副本之中 还扮演起了邪神 陈瑶实属无奈 甩了甩手 感受到手臂的疼痛感 消退了之后开口 这一次的代价真的不值得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 疼死我了 陈瑶揉着手臂 慢慢顿入瘟疫之中 消失不见 丛林之中 面对陈瑶的要求 捐客信仰邪神的挪面 只有西洛站在一边 依靠着大树 和之前一样 不合群地看着所有人 即使现在他们同样 被迫 信仰了邪神那狗 他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和这群家伙 融入不进去了 西洛看了一眼自己的断掌 这辈子拿不起枪了 只能以枪式挥舞拳头了 虽然威力下降了不止六成 但这是唯一能够 还能保持战力的方法 没办法 半个手掌换老攀头活着 这没有好选的 毕竟那老头也为自己死过 此时人群之中 少女徒叶站起身 犹豫了一下 他拿着捐客半张的挪面 走到了西洛的面前 捐客这种东西 你天赋最高 帮我可以吗 语气之中带着些许的请求 这是徒叶给西洛的台阶 给他一个和这群战士 融入在一起的机会 自己捐客 我没空 哼 小洛我不就追杀了你一下 你就这样记恨着 这一生下 所有人捐客的动作停下 耳朵微微侧着听 就连攀龙都忍不住 假装挪动了一个方向 听着八卦 我没有 没有 那你叫我捐客 我知道 从一开始 你信仰邪神是被迫的 而且 你也救了我一次 而且 徒叶一把手 抓住了西洛的手臂 断掉的手掌露出 你也和我们一样 付出了代价 不是吗 就好好加入我们残疾大家庭 不好吗 残疾大家庭 让所有人脸黑了下来 西洛看向徒叶 他感觉到 周围刻刀压破木头 发出的歌之声停下 静得可怕 苏木木则是双手拖着脸 也在旁边看着 我 西洛很想拒绝 你教我 徒叶走到了西洛的面前 弯着腰 脑袋侧着钉看着 低着头的西洛 对视的一会 现在 他们又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西洛最终还是忍不住撇开 徒叶再一次迎了上去 这一下 西洛终于是无奈地开口 我帮你 这才对 毕竟我们信仰再一次一样了 这一句一说 所有人都沉默了 都是邪神信徒 雕刻声再一次响起 西洛师兄 我也需要你帮我 你是我们之中捐克天赋最好的 西洛师兄 我也需要 潘龙的嘴角勾起笑容 都信仰邪神了 其他的事情都过去了 没什么过不去 潘龙手中的挪面 落下最后一刀 一张所谓的邪神 那够 挪面已经完成 这时候他感觉自己胸口 发闷的厉害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陆陆续续战士们第一张挪面 全部雕刻完成 而潘龙心迹感越来越强烈 潘龙眼眸一速 整个人慢慢起身 将邪神面具挂在腰间 然后起身 走到苏木木的面前 使者 我捐克好了 只不过我心迹的厉害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如果使者愿意 我们捐克完第一张挪面 可以回到虎月舰拿上一些颜料好吗 潘龙和所有的战士 都认为跟在邪神旁边的女生 一定是邪神的使者 所以说话也格外的恭敬 虎月舰吗 可以 苏木木答应了下来 因为虎月舰这个地方 是保罗一直在意的地方 一群青一色红色挪面的战士 成群结队地赶着路 一段赶路之后 这群战士 停在丛林之中开始休整 坐下来休息的战士 好奇地对着领头长老询问 宋长老 虎月舰的神灵信仰者的数量 下降得太厉害了 他们出了什么事吗 听说出现了鬼山灵火 他们信仰的神灵是最弱的 不过那群家伙是最热血的 按照推算 应该是死光了 死 死光了 虎月舰 可是和我们一样的神灵战士因地 宋长老没有再开口 旁边年轻的战士 倒是开口说道 虎月舰本就不是好地方 信仰数量的减少 那神灵就要出来了 如果再发生几十年前的事情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次来就是解决的 宋长老 能说一说 我们要怎么办吗 宋长老没说话 一旁边年轻的战士 云穷开口 还能怎么办 在此之前 将虎月舰内还活着的人 都成为神灵的信徒 来压制他的复苏 如果数量还不够 那么就需要用血来压制了 浮生炼狱 血迹神灵 啊 新人你惊讶什么 像虎月舰这种地方 已经覆灭过不止一次了 死了就死了 我们可是保证了 这世界的安稳 你知道 这就是大义 而且死光了 只要随便再培养一点种子 丢进去就行了 而且 浮生炼狱 可是最适合我们这种 审判神灵的青睐 好了 别说了 准备继续赶落 宋长老似乎不愿意 继续提及这个话题 默默转身站起身 云穷不屑地看了一眼宋长老 这一次事情结束了 他云穷就会成为统领长老 他摸向手中的武器 将武器举过头顶开口 出发 目标 虎月剑 半个时辰内打倒 为了神灵 为了神灵 一阵阵呼喊声响起 宋长老什么也没说 默默地走在最前方 虎月剑的神灵雕像 开始出现裂纹 整个山剑开始摇晃起来 碎石开始不断地掉落 虎月剑之中 被留下的小孩和老人 都开始慌张地走出山洞 一些老人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神灵雕像出现裂纹 意味着信仰丢失 而这种可能 只有他们已经死了 老人们纷纷叹了口气 神灵破碎 他们 回不来了 潘老头也回不来了吗 孩子们这是他们的命 老人摸着孩童的脑袋 满是褶子的脸上 那一双眼睛通红着开口 是他们的命 不会 潘老头那么强 还有其他哥哥 都那么厉害 对 他们那么厉害 怎么会死 他们不会死 一群孩子扯着老头的衣服 不愿意听这些话 老头无奈叹了口气 只是下一秒 他的瞳孔收缩 这时候 山剑之上 一排排红色的身影站着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红色花纹的神灵挪面 为了神灵 其中 云琼呼喊了一声 所有人开始疯狂下坠 然后齐齐高呼着 为了神灵 为了神灵 宋长老伸手更为敏捷 他已落在山间的碎石落脚 开始移动 这一声声之下 留守在虎岳间的居民 开始一个个走出 老人抱着小孩 看着出现的红色挪面战士 宋长老 他站在最高的神灵雕像的挪面战士 居高临下地看着所有人 这里一座神灵雕像 是这里虎岳见所有人的信仰 他扫过一眼之后 淡淡开口 信仰人数不足 只能浮生炼狱 血迹神灵 宋长老抬手一挥 一道指令下达 下一秒 所有红色挪面战士 开始动手 惨叫声 哭喊声传遍山剑 留在虎岳见的 基本是战斗力不足的老人 或者还未捐客 挪面的孩童 屠戮开始了 一个个尸体坠落 血液顺着山崖的缝隙流淌着 杀 杀 杀 狗东西 我老了 不是死了 孩子们占我我身后 老人们聚集起来 扯着还活着的小孩的身子 挡在身后 再一次带上残疚的挪面 拿着最后的武器 聚集在山洞之前 本以为是一边倒的屠戮 没想到还遇到硬茬子了 云琼吃笑了一声 挡住了其他挪面战士 宋长老 这群老战士你来解决 宋长老默不作声地上前 行走过程之中 慢慢抓住腰间的武器 一把刀被拔出 下一秒 宋长老身影闪烁 一刀挥舞 这一群挡在孩子面前的老人 被这一刀拦腰斩断 看着只活着的三个 抱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孩童 宋长老慢慢转过身 下一秒 他的刀插入刀桥 他没有再出手 长老 你又在怜悯吗 我帮你吧 云琼脸上挪面扯动 单手举起百斤的铁棍 就朝着孩童砸去 一下一下一下 听着身后 逐渐变成肉捶烂的声音 宋长老握了握腰间的刀柄 然后松开默默离开 然后转身靠在一边 盘坐下来 开始念叨着 云琼笑容愈发地争鸣 宋长老真的慈悲 又开始你那无聊的超度了吗 真好笑浮生炼狱 血迹神灵这几个字 可是刚刚你下达的命脸 红色挪面变得诡异了起来 云琼 回去后你就继承我的统领位置 你没必要这样 我会同意 你们去抓点怪物吧 血迹还不够 听到宋长老的这句话 云琼声的眼神变了 那就不打扰宋长老超度了 所有人走 云琼抬手 所有的红色挪面战士 全部听他离开了虎月剑 整个虎月剑 只剩下盘坐着念诵着的宋长老 宋长老停下来 自顾自的呢喃 命一眼 山剑之上 潘龙越来越强的不安赶之下 他们赶路的速度越来越快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虎月剑 还没进入山剑 就感受到了极其浓郁的血腥味 这一瞬间 潘龙的眼睛通红 整个人动作慢了下来 他慢慢吞吞地走到山剑边 极强的血腥味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潘龙不敢去看 他的手在颤抖 哆嗦的嘴唇喊着 别出事 别出事 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的 潘龙站定在山剑边 瞳孔收缩 拳头猛然攥紧 牙齿咬着嘴唇 流出血液 顺着牙齿 流入他的喉咙之中 身后的挪面战士 都站在了山剑前 都被那残忍的场景看红了眼 整个山剑之中 被留在虎月剑的老人 和还在此时 没有一个身体完整的 血液染红了 整个虎月剑 碎肉 尸体遍布整个山剑 西洛看到这一幕 记忆又开始回放 他残缺的记忆又开始拼凑 陈瑶站在远处 他来晚了 换句话说 由于之前他有意地控制瘟疫 以至于瘟疫 长期没有遍布虎月剑 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惨剧已经发生 此时虎月剑之下 盘坐在念诵超度的宋长老 停顿了下来 他慢慢睁开眼睛 抬头看向上方 这一瞬间 攀龙的目光顺着百米的山剑 两人目光交错 一个在山巅 一个在山下 一个愤怒如山火 一个平静如死水 宋长老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的表情 他慢慢站起来 攀龙右手抓腰间的斜神挪面 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开口 所有人 愿意带上那够的挪面 和我一起 攀龙抓住斜神挪面 慢慢戴在脸上 这一瞬间 恐怖的气势 以他为中心 开始散发出来 如果说之前的神灵 不愿意给攀龙力量 自身力量极强的他 发挥不到十分之一 要知道连熙洛 带上了 那够 挪面 黑枪之下的战斗力 可堪比老攀头 老攀头 这一瞬间 攀龙的气息 比起他年轻时 戴上神灵挪面 还要强上七分 身后的战士 也同一时间 齐齐抓住挂在腰间 那够 挪面 戴上 稀落如此 涂液亦如此 戴上 没有一个人落下 恐怖邪神气息 在所有人身上散发 所有人开始喊道 朱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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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股气势之下 宋长老慢慢抓住了 腰间的刀柄 宋长老看着恐怖 已经接近凝聚实质的气息 无奈地低声开口 时也 命也 云琼心情格外舒畅 这一次虎跃剑的任务结束 意味着他们势力 将会一家独大 之后 虎跃剑的神灵力量 说不定还能被分给他一点 看着刚刚宋长老 软绵绵的样子 他就知道自己的时代来了 他云琼的目标 不只是成为统领长老 宋长老实力很强 不过他 只是个可怜的家伙 云哥 我怎么感觉有点冷啊 被打断说话的云琼 有些不开心 刚想要开口 下一秒 站在旁边的战士 脚步一顿 咳 还未说话 一个戴着红色挪面的战士 摘下面具 猛地吐了一口黑血 突然的动作 吓了云琼一跳 回头看去 身后所有的战士 都开始陷入类似的状态 所有人停下脚步 手抓着自己的挪面脱下 大口大口鲜血喷出 下一秒 云琼的身体 也不能幸免 一口黑血喷出 只不过他没有摘下挪面 以至于眼睛被血液染黑 咳 这一口黑血吐出 他的战士 像是被抽空 一瞬间 他想到了一个词 瘟疫 云琼感觉到 自身的血液开始凝固般 身体的气力 一瞬间被抽空 倒计时在他眼前出现 死亡倒计时 周围的树木 开始迅速地枯萎 一个有着三面诡异样子 浑身缠绕着 黑色气息的身影 凭空出现 恐怖绝望的气息 散步着 云琼和一众罗面战士 瞳孔瞬间收缩 这种气息 这种看一眼精神状态 就开始直线下降的怪物 绝对是邪神 邪神 怎么会盯上他们 云琼瞬间想到明白 现在的状态 是这一位邪神的手柄 他们的神灵罗面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这种瘟疫疾病 让他们战斗力 几乎完全丧失 邪 邪神大人 您想要什么 软骨头的云琼 尽可能保持风度求饶 邪神这种东西 是绝对不能招惹 陈瑶淡默地 看着这一群家伙 刚刚他来晚了一步 这群混蛋 已经将虎月剑的 剩下的人都杀了 老弱都不放过 内心涌起的怒火 让陈瑶再一次 吐出冷漠的话 我只想要一样东西 你们的命 邪神大人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我所信仰的神灵是苏克海 他是一个主杀法的神灵 我们死了 他要是出来 对于邪神大人 绝对是麻烦 云琼急切地说着 苏克海 他们捐刻神灵的名字 他们死了 苏克还会出来 信仰者和神灵的关系 陈瑶怎么感觉这么混乱 那好 我需要你们的信仰 云琼一愣 内心一喜 有谢 下一秒 陈瑶沙哑的声音开口 你犹豫了 抱歉 只能送你上路了 云琼猛了 他没犹豫啊 他想活啊 等等 等等 邪神大人 我可以信仰 瘟疫 黑光 陈瑶闪出现在云琼的面前 一只手抓住他的脸 瘟疫 黑光以接触的方式 被陈瑶散步散步 第一时间感染云琼 云琼身体开始抽动 仅仅数秒 云琼皮肤上 开始爬满细小的黑斑 那些黑斑 继续如同墨汁 在肌肤上熨染开来 云琼想要发出声音 不过喉咙就像是卡壳一样 脸上被陈瑶抓住的面具 发出咔咔的响声 罗面化作黑灰消散 露出云琼那如死灰般暗沉的脸庞 同一秒 黑光之下恐怖的传染速度 瞬间让中了宁血液的所有人 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 仅仅是三息的时间 就发生了如此的变化 可是 黑光的恐怖之处 不仅仅局限于此 受感染者他们的精神 也被极度的痛苦所折磨 精神状态的折磨 可就是另一方面 精神状态下 每一个息都开始被无限放大 折磨精神状态下 称之为杜苗如年不为过 云琼和其他所有感染者 精神状态开始崩溃 他们体内如潮水般涌来的疼痛折磨 那感觉仿佛有千万只蚂蚁 在啃视着他们的骨头和神经 视力逐渐模糊 眼前被一层黑色的迷雾笼罩 世界在他们眼中变得扭曲而陌生 黑光在蚕食着他们的灵魂 瘟疫医生从来不是看阶位的 他们的杀人手段 最依靠的就是瘟疫 行走于瘟疫之中 杀人于无形 他就是瘟疫的使者 死亡的代言 现在陈瑶仿佛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邪神一样 一瞬间 取了上百位挪面战士的命 死亡蔓延 黑光开始蔓延 陈瑶抬起脚 然后踩下 周围的残留的黑光 开始以陈瑶为中心 逆转消散 你们的命太脏了 我不又不想要你们的信仰了 看着满地的尸体 陈瑶呢喃着 披风一甩 身影化作黑雾 另一边 攀龙纵身一跃 身后黑压压的人群 也开始跃下 数千里的牙间 不借助任何的东西缓冲 短短数秒 人群如黑色的雨点下坠 重重砸在了宋长老的面前 攀龙右手雄壮的手臂一伸 一把赤红的狼牙棒 被他抓在手中 抬起 呼 身影消失 相隔数米的宋长老拔刀 当 火花炸开 戴着邪神面具的攀龙 一棒子打退了宋长老 老攀头 好久不见 我 去死 一名罗面战士 站在攀龙的身后 一只手 按住攀龙的肩膀 借着力 一刀抽出 斩向宋长老的脖子 当 紧接着 一名下冲的罗面战士 手中的双刃 以刁钻的角度 交叉斩向宋长老的下盘 当 巧妙的角度 宋长老手中刀刃一甩 再一次避开 刹那间 杀机再现 侧面一把黑色的长枪 单手甩住 插向宋长老的咽喉 当 刀刃回抽 惊险地挡下了这一枪 巧无间隙的配合 加上绝对的压迫 身后上千名罗面战士 开始配合攀龙 前赴后继的 挥舞手中的武器 当当 撑当当 每一声当声 宋长老就会后退一步 并且气息 就会削弱一分 坚持了数十秒 一道血剑 从宋长老的肩膀射出 破绽进出 雨点般的攻击 落下在宋长老的身上 紧接着 胸口 双臂 肩膀 最后是脚踝给割 膝盖被敲掉 宋长老身体一顿 如同血人一样 跪在了地上 众人的配合 太过于恐怖 此时他面前站着的是数千名 带着瘟疫那狗 邪神挪面的战士 死亡的压迫感 笼罩在宋长老的心头 宋长老脸上的挪面 裂成两半 露出的是宋长老 释然的神情 他双臂无力下垂 有气无力地呢喃着 你们都已经信仰了邪神 为什么当初 不和我一起信仰苏克海 当初的矜持 又算得了什么 你害死了他们 我说对吗 老攀头 攀龙站在了宋长老的面前 一只手抓住了 脸上的邪神挪面 摘下 宋虎 你和我们不一样 你的追求 我从没有质疑过 但是 攀龙痛苦地闭上眼睛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他们之中 还有你认识的长辈 还有曾经教导过你的老师 宋长老整个人猛地抬头 死死盯着攀龙 用尽全部的力气 骂着 不质疑 不干涉 我问你 你们现在的信仰是什么 还是说 你的信仰 是随意可以抛弃的东西吗 信仰是可以替换的 所以 你们最终还是和我一样 把它看作力量的来源 我在这就是等你 就是赌你替换信仰 还活着 我赌对了 所以老攀头 我在地狱等你们 你们和我一样 都是背叛者 宋长老狂笑了起来 狂笑之下他 眼中不满血丝 仰头痛苦地呐喊 我信仰神灵 这一声喊出之后 宋长老的气息 如同摇曳在狂风之中的烛火 熄灭 看着跪着而死的宋长老 他的话 让此时所有的挪面战士 陷入了沉默 信仰是什么 真的只是力量 潘龙迷茫地看着手中的邪神挪面 又看向虎月剑上 已经碎裂的神灵雕像 他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 信仰对于他们 真的只是力量的源泉吗 从小信仰的神灵 似乎不关注自己 不与自己沟通 简单的力量 就是信仰的全部 所以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 背叛信仰 不对 不对 信仰 信仰是什么 他为了这群孩子们 背叛了神灵信仰 成为了邪神信徒 可 这真的是理由吗 他从之前没有一丝的怀疑 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质疑过自己的信仰 此刻信仰的替换 他不清楚 自己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信仰 这一刻 潘龙迷茫了 手中的邪神挪面 在潘龙的眼中 似乎活了过来 章鱼的触手 开始顺着潘龙的手臂缠绕上 扎入他的心脏 绝望的气息 从潘龙的身上散发出来 他对邪神信仰 产生了质疑 你的信徒精神受到了污染 巩固信徒的信仰 陈瑶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精神污染 那可不是好东西 他看着虎月剑的惨状 同时也看到 所有开始迷茫的挪面战士 精神污染 并不是那么好解除的 如果无法让这一群挪面战士 对自己陷入狂热 也许他们就废了 苏木暮站在山剑之上 他是法师 什么也做不了 上千米的高度 他不可能跳下去 这时候 陈瑶出现站在了他的身边 陈瑶 我 看到陈瑶的第一时间 苏木暮有些自责 他感觉自己 似乎做错了 不应该让他们来虎月剑 陈瑶看着自责的苏木暮 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 傻姑娘 你还自责上了 现在怎么这么没有主见了 我记得 你以前在学校辩论赛 可是常年的第一名 现在这一群家伙 内心开始 与自己辩论信仰是什么 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便应他们可以做到吗 陈瑶耐心地 对着苏木暮引导 好 苏木暮重重说了一声 答应了下来 说着 陈瑶披风一甩 借着散步的瘟疫 长急 他抱着苏木暮 来到了虎月剑的山剑之下 他和苏木暮 出现在所有摩面战士面前 苏木暮看着傻站在原地的潘龙 和其他的战士 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陈瑶 戴着鸟嘴面具的陈瑶点了点头 对于陈瑶来说 苏木暮只是没办法正确看待他自己的实力 他的潜力很大 也许是之前黎明高塔的事情 让他产生了不一样的情绪 陈瑶一直打心底里认为 苏木暮的潜力一直很大 苏木暮深呼吸一口气 回头再看向这一群迷茫的战士们开口 挪面是什么 苏木暮发问 见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他继续开口 他或许是信仰 他也或许是理念 更或许 他是一种武器 但信仰并不是挪面 苏木暮说出否定的自己的话 这一下 潘龙和其他一众战士 慢慢抬起头看向了苏木暮 潘龙最为迷茫地开口询问 挪面不是信仰 不对 那我信仰的邪神是什么 我们捐克挪面 为什么不能算是信仰 苏木暮继续开口 其实需要的坚持本心 才最重要的选择 信仰神灵还是信仰邪神 这并不重要 你们需要的是 真正看懂你们 作为自我的存在 到底是因为什么 如果你们生来 就是为了神灵信仰 那么背叛无法饶恕 但是你们生来并不是 为了神灵信仰 你们拥有捐克挪面的能力 让你们挪舞祭祀之下 获得力量 这一切的一切 真的是信仰吗 你们本心更需要的是守护 守护一切 守护还活着的人 守护鬼山灵火之下 无助的普通人 守护自己想守护的 信仰是理念 是武器 是一切的手段 是帮助你们守护住 想要守住住的一切 所以 请你们信仰邪神 让邪神帮助你们守护 帮助你们寻找丢失的一切 这些话说出来之后 潘龙和一众挪面 战士眼中的神情变了 似乎有一团特别的东西 在他们内心燃烧 陈瑶从瘟疫之中走出 他看着周围的惨状 妄想能力可以发动 但是代价太大 没有预先妄想 单纯的死而复生 代价不是陈瑶 能够承受得起的 换句话说 妄想家还做不到 但是 他发现在自己 接受了一千多名 挪面战士的信仰后 和这个世界 已经产生了 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是已经可以选择 让别人承受妄想代价了 他甚至可以感受到 那虎月剑强体之中 存在怪物 那一只怪物 就是所谓的 神灵 那一只怪物的生命力 很强大 强大到 陈瑶甚至可以 发动妄想时刻 没错 在这个世界 杀了这一只怪物 它可以 发动一次 无代价的妄想时刻 重现所有人 所以 陈瑶对着潘龙 和一众挪面战士开口了 想要挽回一切吗 想要挽回死去的人吗 这一刻所有人 齐刷刷地看向了陈瑶 在他们眼中的 三副面孔污染的邪神 想要再见到他们吗 这一句话一出 所有带着邪神挪面的战士 眼神之中 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狂热 潘龙更是吞咽了一下口水 他将手中的挪面 重新带回脸上 那挪面之下的毛子之中 闪烁的是 比其他人抑制不住的狂热 大人 死而复生 这都可以做到 一边的西洛摇晃了自己的脑子 握拳捶了 捶自己的太阳穴 那断断续续的记忆 又开始闪现 他感觉自己 又想起了一些什么 可是一瞬间 又抓不住 他似乎听到了耳边 出现泥南的话语 并且那话语 越来越烦躁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为什么违背交易 你为什么要背叛信仰 你是被选中的 你是被选中的 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杂 重叠的声音 让西洛听不清 后面的话 与此同时 他脸上斜神挪面 开始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 挪面上面的斜神面孔 扭曲出令人发出的笑容 挪面雕刻的斜神形象 开始扭动 耳边的杂乱的声音 消散了 陈瑶看了一眼 异样的奚落 开始回答所有人 死亡并不是结束 过去映照未来 重现之下 我仅仅可以 让你们相见 见一面的代价 依然很大 听到再见一面 这相当于给所有人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眼中的狂热都快要抑制不住了 他们的气息 开始无限制地放大 信仰变得格外地强大 攀龙第一个开口 什么代价都可以 无论什么代价 其他人也跟着开口道 对 邪神大人 什么代价都可以 如果真的能见一面足够了 陈瑶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山崖之上 裂开的神灵雕像 各色各样的神灵 雕刻在山崖壁上 只不过在陈瑶的眼中 那些神灵雕像之下 藏着的是扭曲挣扎的怪物 扯住他们的是 一条条金色的锁链 只不过那些锁链已经崩掉 被换成了红色的链条 束缚着他们 只不过红色的链条 开始出现红色的血气 一点点被怪物吸收 锁链变细 数十只怪物的身体 也发生细微的变化 信仰的神灵 是一只又一只的怪物 而且因为这些血 那怪物还在变得更为强大 最终陈瑶 还是没有开口说出一切 有些事情亲眼看到 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陈瑶估摸着怪物离开这里 也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 与虎月剑齐名的龙卧牙 牙壁上雕刻着一个 接近千米的雕像 雕像是舌头人参 衣袍贯处 手持一只石雕法杖 法杖顶端 镶嵌着一颗散发着红色石头 作为宝石 不同与虎月剑的 各种各样的神灵雕像 龙卧牙的雕像只有一个 而且非常之大 只不过 这一刻 那雕像法杖之上的石头宝石上 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纹 裂纹顺着宝珠蔓延 法杖 人身甚至于舌头上快速蔓延 速度之快 甚至都出现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牙主 不好了神灵 苏刻还雕像出现了裂纹 所有人开始走出龙卧牙 其中穿着白袍的老人 一双锐利的毛子 死死盯着布满裂纹的雕像 没有任何的惋惜 略带兴奋的语气开口 这种裂纹已经说明了 宋虎死了 云琼和其他人都死了 牙主 这怎么办 他们只是驱虎跃剑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被喊作牙主的老人 嘴角微微上扬 不急不慢地开口 只有可能那怪物出来了 好可惜 还想要再积累更长一点时间的 不过 也好 那么一群战士 确实很难杀 不过既然都死了 也顺便继续下一步吧 牙主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不明白你的意思 老人看着旁边 一脸迷茫的小战士 脸上露出和蔼的微笑 伸出手摸了摸小战士的头发 用长辈和晚辈和蔼的语气说道 小童 你已经跟了我三四年了 我知道你最爱吃糖 到时候我会多少点给你 话语结束 在小战士震惊的眼神中 那相伴了四年之久 最为和蔼老人 龙卧牙最有威严的老人 瞳孔瞬间挤压 变成了树童 树童和雕像舌头上的眼睛 一模一样 下一秒 小战士的脖子 如同烂树枝一样 被苍老的手掌穿烂 鲜血如同顺着老人的手 染红了他的衣服 我不知道 虎约剑被选中的是哪个废物 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但是无所谓了一样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迎接我主的到来了 苏克还才是信仰 信仰神灵 留在地上的血液 开始实体化 化作一根根长毛 扎向身后的所有人 龙卧牙之下 传出一片惨叫声 神灵苏克还的雕像 开始一点点军裂 裂纹被快速地扩散 直到裂纹停止扩散 被称为牙筑的老人 慢慢将手放在肩膀上 单膝跪下 垂下脑袋 信仰神灵 下一秒 牙筑老人的身体 开始迅速膨胀 作为被选中的人 他开始站起身 张开双手 兴奋地感受着自己的身体背 自己所信仰的神灵 一点点占据 这种痛苦之下的信仰 老人脸上露出兴奋狂喜和痛苦 情绪互相交织 痛苦的感觉消失了 他感觉到了 气血上涌带来的强大力量 老人兴奋极了 这就是力量 他的嘴角上压 碰 老人的脑袋 如同西瓜一样炸开 气血上升 只是脑袋炸掉的前奏 无头尸体摇晃了两下 脖子处 如同鲜花一样 绽放肉流 肉流开始扭曲胶织 仅仅数秒的时间 变成了舌头 眼睛睁开 树桶一闪 红色性子被吐出 现在的老人 已经彻底被取代 龙卧崖上的雕像 开始迅速地裂开 碎石如同雨点一样落下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你们困不住我 我居然是最早出来的 该死的家伙 不是说 要在最后出现吗 枪打出头鸟 我可不想成为那种东西 尖锐的声音之下 苏可还抬起手 地上的血液开始包裹着 身后的尸体 开始一个个站起来 全饼怎么少了这么多 不对 全饼被吃了 苏可还的舌头 难受地叫了起来 陈瑶看向在地上 已经没了声息的宋长老 他和你们不一样 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跪地儿死的宋虎 为了 信仰 他们是龙卧牙的战士 与我们虎岳剑一样 这个世界 还有其他的 捐克挪面 信仰神灵的人 分别是龙卧 暴行 我们都信仰着各自的神灵 我们曾经的信仰神灵 叫做群神 就如同大人所见 这些雕像 都是群神的雕像 龙卧的神灵 叫做苏可海 暴行的叫做无我仙 群神还真的很符合 这一群怪物的名字 只不过不是一群神 而是一群怪物 陈瑶再一次看了一眼 潘龙和这一群挪面战士 你们在这里继续捐克吧 捐克挪面 等待雕像破碎 看清他们曾经的信仰 破碎也不需要 多长的时间了 这时候 似乎由于某一种感应涌出 希洛脸上的挪面 发出了尖锐的笑声 同时他也开始 痛苦地抓着脸上的挪面 其他邪神 试图强行占据 你信徒的身体 阿洛西斯保罗的庇佑声笑 希洛整个人 突然跪在地上 双手抓着地 整个人拱着腰 脑袋抵在地上 痛苦到浑身发颤 口中还在不断重复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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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记忆 似乎恢复了大半 我想起来了 这些神灵士 是怪物 希洛 你怎么了 涂叶焦急地上前 其他的挪面战士 也担心地靠近希洛 希洛大口大口喘着气 隔着挪面 可以看到发红的眼睛 他的精神状态有些差 希洛口中快速地说着 邪鬼 王佐 黎牛 百魂 他们不是神灵 我们被骗了 不行 不行 我们要离开这里 他们想要出来 希洛抓住了 涂叶的手臂 挣扎地想要站起身 口中不断说着 让所有人 快点离开的话 我 我当时被控制了 群神之中的神灵 他找上了我 不对 他们不是神灵 他们是怪物 信仰压制怪物 他们要出来了 希洛现在格外地混乱 你到底怎么了 神灵怎么是怪物 咔咔咔 碎裂的雕像 再一次崩掉一点 这声音之下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看去 那碎裂的雕像之下 藏着的是一个扭曲 大獠牙怪物面孔 紧接着牙壁上 雕刻的神灵雕像 似乎因为某种原因 开始震动起来 大量的碎石开始滚落 神灵雕像上的裂纹 迅速地扩大 咔咔咔 碎裂 接连碎掉的神灵雕像之下 同样藏着是 猙獰扭曲的怪物 这一场景 已经完美地 验证了希洛说的话 这些神灵 果然是怪物 也许是来自 记忆和灵魂深处的恐惧 希洛整个人 闭着眼睛麻木地说着 跑 跑 跑啊 跑啊 他很痛苦 潜意识地喊着 让所有人快点离开 他不想 不想再失去这些战友 看着希洛的样子 屠叶难受极了 蹲下来抱住希洛 开始发颤的身躯 别紧张 我们都在这 我们哪儿 也不会去 潘龙站在了希洛的身前 看了一眼之后开口 屠叶照顾他 潘龙转身 狼牙棒掏出来 浑身肌肉鼓起 他站在所有人的前方 将红色的狼牙棒握在手中 狼牙棒的顶端压在地面上 面对着曾经的信仰变成怪物 潘龙并没有产生任何的迷茫 他们的一生都在被控制 神灵 邪神 其实都无所谓 就像之前的邪神使者所说 他们在乎的只是守护 而眼前的怪物 则是他们的第一步 我早就想亲手敲碎这些信仰了 这次的机会 你们会放过吗 看似玩笑般的话语 身后带着挪面的战士 举起手中的武器回应 当然不会 对于他们挪面战士来说 怪物永远是怪物 他们的职责就是守护 哪怕是 成为了邪神信徒 单纯又纯粹 陈瑶看着从崖壁之中走出的怪物 都是五节以上 瘟疫对这些怪物没用 这些怪物对于瘟疫这种负面状态 是免疫还是瘟疫 长级的等级不够 黑光和凝血液这种级别的致死瘟疫 即使再怎么控制传染 也很容易误伤 这一场大战是无法避免的 只能依靠这一群信仰战士 战胜这些怪物 之前你们问我的代价是什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代价则是需要这些怪物的尸体 我会给予你们帮助 陈瑶左手抓住自己的右手 然后 瞳孔金色闪烁 下一秒 前方站着的所有人身上 开始出现黑光 妄想家的能力发动 攀龙消失的眼球开始长出 坐在地上的奚落 感受着自己断掉的手掌 开始重新长出来 一个小时 这是我能给你的极限 妄想 短暂回溯 短暂回溯 让所有人身体进入健全的状态 一个小时 是可逆代价的极限 如果超过一个小时 那么就是断手断脚 甚至于某一个器官消失 所有卡住 这个妄想代价的极限就行 攀龙和所有挪面战士的状态 几乎达到了巅峰 漆黑如墨的气息 在他们身上疯狂跳动着 扭曲的力量 每个人的状态力量 开始不断地攀升 这一句话 加上这种状态的施加 攀龙眼神之中的狂热 快要溢出来 所有的挪面战士 几乎都快要成为狂热信徒了 因为这一个邪神 是真的愿意寄与他们力量去战斗 上千双眼睛盯着 从神灵雕像之中走出的怪物 喉 攀龙吼出一声 这一声如同触发的弦 所有的战士弹射一动 以诡异跳跃起 裸武融入的战斗技巧 邪神挪面 眼神狂热 战力不强 一千多名挪面的战士 以最巅峰的状态 面对着这一群 曾经被信仰的神灵怪物 陈瑶知道这是一场硬仗 深呼吸一口气 摘下鸟嘴面具 因为 下一秒 陈瑶的双手开始扭曲 咔咔咔 骨头扭断的声音响起 苏木木惊恐地看着陈瑶的状态 在他眼前 陈瑶的双手 如同麻花一样扭曲 他上前想要靠近 可是担心自己的冲动 给陈瑶造成二次伤害 伸出的手 再一次缩了回去 陈瑶脸色煞白 这一次的疼痛很强烈 他的嘴唇颤抖着 咬着牙 额头渗出汗珠 没事 只是一些小小的代价 看着担心的苏木木 陈瑶吃力地解释着 苏木木微微嘟嘴 红着眼睛 心疼地开口 这 这是小代价吗 扶我坐下来 陈瑶深呼吸几口气 便开始准备治疗 这一次 是两只手扭曲成麻花 有点难受 这一点疼 真没啥事 确实陈瑶都有些习惯了 只是开始突然 那一下子有点疼 持续地疼痛 他已经有些免疫了 看着苏木木哭哭的小情绪 都压制不住了 苏木木小心翼翼靠近他 手掺扶住 我扶着你 坐下之后 陈瑶有些无奈地开口 用藤蔓把我的手扭回来 就像是扭麻花一样就行 苏木木犹豫了一下 开始控制藤蔓扳直手臂 双系列的妄想家 确实很厉害 尤其是妄想之下 他几乎可以搭配任何能力 只要能付得起代价 比起瘟疫医生 妄想家确实是校长 留给他最强的手段 这一场战斗他插不上手 掰扯骨头的疼痛感 陈瑶目光看向前方 这一场战斗来转移注意力 信仰未死 战斗不屈 这就是这一群挪面战士的理念 天空黑了下来 周围的能见度开始下降 十余名强大的怪物 越立于崖壁突起的地方 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一群曾经的信仰者 权柄的气息 这群人身上有权柄的气息 邪鬼你做的好事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力量实不存一 十只怪物之中 最像人形的怪物开口 这一只怪物浑身漆黑 站立如人形 头顶犀牛角 沙尔红彤 虔诚的信仰者 我允许你们的背叛 事无绝对 我们群神在崖壁之中百年 受你们信仰制约 现在我们出来了 重新信仰我们吧 世界的舞台将会为你 一道破空声响起 由远而近的红色物品 射向怪物的眼前 哄 一声巨响响起 怪物一个侧身 右手抬起金属碰撞 臭虫 那红色的狼牙棒 在空中飞舞落下 一道矮小强壮的身躯 一只手攀登抓住崖壁 一跃落在崖壁的另一侧 回落过程 稳稳抓住 落下红色的狼牙棒 我叫潘龙 你也可叫我潘教头 记住锤报你的名字 呼 密密麻麻的战士 落在崖壁之上 只要有极小的石块 都可以成为落脚点 这种情况的战斗 对于他们条件很差 不过 一道黑枪 扎在了潘龙的头顶 崖剑最下方 奚落右臂弯曲 做出投掷的动作 又是一把黑色长枪 凝聚在手中 投射 一道道黑枪插入崖壁 给所有战士提供了落脚点 好徒弟 真聪明 有了黑枪的落脚点 所有人开始在崖壁上跳跃 一场战斗 瞬间拉开畜牧 战斗是残酷的 即使拳柄被陈瑶吸收了大半 这十只怪物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撼动的 他们有的背身双翼 有的双臂如圆 甚至踏空 崖壁是这一群挪面战士 唯一落脚 靠近这一群怪物的方式 千人如同蚂蚁一样 前赴后继 开始在崖壁上跳跃 挪舞 当 当 当 随着能见度不断地降低 陈瑶已经看不清战斗的情况 他只能听到 不断有金属撞击的火花 和重物落地的声音 这一下下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陈瑶的双臂 也彻底掰正 你的信徒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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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出现的提示 陈瑶着急地站起身 随着一刀又一刀的死亡信息出现 他想 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今天还有一次 妄想能力地使用 三次妄想 他不知道是问自己 还是询问苏木木 这一场战争 会赢得对吗 他们需要我的帮助对吗 现在陈瑶也可以拿出 骷髅骑士和骷髅士兵 但他知道这些战斗力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骷髅士兵和骑士 连碰都不可能碰到那些怪物 从一开始 这一场战争 就是无可避免的 在旁边保罗扭曲的身体开始出现 章鱼的触手裹挟之下 保罗坐在了陈瑶的身边 船长 你又在迷茫了 世界只是世界 你只需要表现得足够像邪神就可以了 就像我一样 冷漠地看着我这一切 给予他们能给到的帮助 你的情绪 无法给你带来任何的正面作用 任何冲动的 绝对对于日后副本之中的航行 都有可能是毁灭的 保罗似乎在说叫着 你的妄想家窥探了很多 应该离找到我真正的线索不远了吧 哦 对了 船长你不会真的 为了这一群家伙 使用妄想时刻吧 那东西的代价 即使有这些怪物 做支撑 也并不是一阶的 你能够扛得住的 而且 妄想时刻这种能力 是有使用次数的 你不会浪费这里的对吧 哦 也许船长你 就是这么忽悠他们的 给予希望 然后战斗 作响于翁 作为九宝 我只是 给你一些小小的善意提醒罢了 陈瑶很想反驳保罗 但是一时间 他也无法回答 因为他只知道 杀了这些怪物 是符合妄想时刻的使用 他没想过其他的 没想过 妄想时刻的后果 他见识过校长 也就是罗勇展示过妄想时刻 那一瞬间 自己似乎有些想要带入那时刻之中 他也妄想 自己获得时刻 他已经将那当作自己最大的底牌 也狂妄地认为自己 可以使用给这些战士承诺 现在回过神来 他似乎 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 我 我 就像是喉咙被什么卡住一样 陈瑶说不出话来 做什么事情 都需要考虑利弊 船长 你犹豫了所有没必要 他们不一定会全部战死 只要继续给他们一点点希望 他会一直一直为你战斗 他们是天生的战斗机器 不对 不对 我不会那么做 陈瑶说话变得没有底气 他这句话 说得格外的弱 苏木木回头看向陈瑶 担心地询问 陈瑶 你在和谁说话 保罗 就是九宝 你看不见他吗 陈瑶有些疑惑 和自己一起进入副本的苏木木 是看得见保罗的 因为他们都受到了阿洛西斯保罗的庇佑 他回过头去 保罗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地站在原地的是 浑身是血的罗勇 罗勇扯着嗓子突然吼了起来 陈瑶 噢 妄想家的力量 是这么用的吗 是你的玩具吗 我用命给你的继承的序列 是你的玩具对吗 告诉我 告诉我 一声声呵斥下 同时罗勇的面孔变得逐渐猙獰 这继承的妄想家序列 是罗勇的命 现在无论做什么陈瑶都在依赖 无限制地使用妄想 只要守住自己的代价的底线 似乎使用妄想家的能力 在陈瑶看来 就是没有任何的代价 毕竟肉体上的疼痛 已经算不得什么代价 他可以治疗 也可以忍受 窥探过去 寻找线索 救活其他人 这一切的一切 甚至于想用妄想时刻去使用 帮助那一群战士 看到已经死去的人 他做得对吗 陈瑶 迷茫了 我 我错了吗 陈瑶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此时他的双手 似沾满了鲜血一样 用命继承而来的序列 在他手中 如同玩具一样 被随意地使用 承诺 甚至于真的想要使用 血淋淋的序列继承 被他如此地使用 不 不是的 我只是骗他们 骗他们的 这句话说完 周围的环境 发生了震动 陈瑶耳边回荡泥南 回头过去 远处不是战斗 而是上千名浑身是血 样貌极残的挪面战士 口中发出了低吼的声音 不断向着陈瑶靠近 为什么骗我们 我们真的是信仰你的 真的是在为你战斗 为什么要骗我们 在苏木木眼中 陈瑶的瞳孔开始颤抖 整个人的身体 开始发颤 痛苦地蹲在地上 整个人冷汗 不断地冒 口中说着听不懂的话 我骗了你们 不对 我没骗你们 妄想 妄想就是技能 就是随意使用 对不起 对不起 校长 对不起赵素 对不起 无助的情绪 开始在陈瑶身上迅速蔓延 她的精神开始崩溃 妄想家这一序列的能力 是逆天的 死去的灵魂 可以回归 甚至于时间重置 但是这一切的代价 仅仅是陈瑶表面看到的吗 罗勇压制着自己三种人格 压制着癫狂的精神状态 一直保持着理智 背地里的代价 是大到无法想象的 罗勇的命 几十年的光阴布局 甚至于献祭物品 这些都是代价 陈瑶太轻视妄想家了 一把双刃剑 在你随意使用的时候 一端绝对会伤害到自己 妄想家的精神状态 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 曾经的罗勇 也面临过一样的问题 妄想家到底是什么 是自己可望不可及的执念被达成 还是做到做不到的事情 亦或者一切回头 都只是妄想 看着面前浑身是血的罗勇 陈瑶这时候才明白 刚刚出现的保罗 和现在在自己面前的罗勇 都是自己的妄想 妄想真正的代价 是陷入痛苦的精神状态 没办法矛定自己的精神状态 很容易陷入迷茫 陈瑶呼吸开始急促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再继续迷茫下去 陈瑶的精神力 绝对会崩溃 陈瑶整个人痛苦地挣扎 自责 痛苦 悔恨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他渐渐在负面之中 迷失自我 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一点点扯着他的记忆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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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不同的声音 在陈瑶的耳边出现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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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 熟悉的声音耳边响起 无数道白色的虚影 一点点在陈瑶身后出现 蹲在地上的陈瑶 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 一双手半透明的手 摸着陈瑶的脑袋 白大褂的衣服 黎明高塔的标志 接着是更多的手 黎明高塔的祝福声效 你感受到了黎明高塔的意志 以身体来解析 宁血医的伟大医生 不可能会倒在这种 负面情绪之下 清醒一点 船长 赵素大嗓门吼叫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又是罗勇的声音 陈瑶 妄想家的能力很强 职业的能力 并不是依靠序列号来对比的 妄想家的能力之下 你能做到一切的遗憾 我留下这一段能力的唯一 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学生 我也想你的人生和我一样 就算有遗憾你 依然能够补全 这就是妄想家的能力 所以 能力的使用不在乎你得到了多少 而是 你能确认 你自己做对了 锚定自我 坚信自己的选择 陈瑶的痛苦在身后 2921名白色身影出现的 一瞬间被压制 负面情绪 瞬间被清空 陈瑶慢慢抬头 他看到了罗勇 还有其他人的影子 他不确定 这又是不是自己的精神幻想 毕竟他们已经死了 你们不是已经死了 死亡的意义 在于生命的终结 但你应明白 任何生命都会终结 唯一的区别 他们是否以自己的本心而死 白色人群之中 黑色鸟嘴面具的 陈奇虚影抬起手 陈瑶 黎明高塔在你的身后 你见过他的光辉 所以 你的意志 现在就是黎明高塔的意志 努力成长 复活他们 他们会在高塔之中等你 陈奇忠告结束 他的虚影开始消散 身后的影子 也开始一点点消散 黎明高塔的祝福结束 冷却时间2000万天 陈瑶看着眼前出现的提示 那是遗留在黎明高塔称号的信念 高塔之下的医生 已经不知道帮助了他多少次 他真的很想扇自己两巴掌 他还在这里不断地迷茫 他真的是个傻子 妄想家的负面情绪被驱散之后 陈瑶对于妄想家能力的使用 似乎有了更加确定的使用方式 他慢慢站起来 伸出手 鸟嘴面具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 然后戴上 我做的是对的 远在瘟疫之中航行的船只 听从船长的号令 出现在你应该出现的地方 陈瑶伸出手指向前方 罪念号 清洗自己的罪念 听从船长 航行 随时随地召唤罪念号 本就是陈瑶的能力 但是他借助妄想家的能力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念想 强化这一念想的代价 就是陈瑶的手指开始凝成麻花 可是面对这种疼痛 陈瑶一声不吭 任由自己的食指扭曲暴血 看得苏木木心疼极了 陈瑶用着低沉的声音开口 我做的是对的 要代价 拿去 妄想家的使用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三次的代价只是裸勇 为了害怕陈瑶一恋妄想 从而从出现刚刚的状态 真正的妄想家 他可以做到一切 只要你有足够的代价 哄 天空被撕开一刀巨大的口子 一艘巨大的破旧的船只 探出船弦 咯吱咯吱的声音 加上恐怖的气息 笼罩整个虎月舰 所有还活着的挪面战士 纷纷加大攻击 缠住了那群怪物 伴随着船只的出现 巨大的重力 带着船只迅速地朝着前方坠冲 哄 罪念号压着石壁 撵着还存活的怪物 继续前行百米 巨大的冲击力下 扬起巨大的灰尘 陈瑶依然抬着手 他的伸出的手指已经扭曲 他像没事人一样 没有在乎自己的手指 而是看向前方 这是他想到的 帮助这一群战士 战胜这一群怪物的方法 单单从战力来看 他们想要杀死这一群怪物 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一群怪物 还有多少能活着的 巨大的冲击下 重创了五只怪物 压死了本就重伤的四只怪物 还活着的一只怪物 挣扎地想要离开 可陈瑶不会让他们离开 潘龙也不会让这群怪物 活着离开虎月舰 世世代代的战士训练营 居然是怪物的栖身之地 对于潘龙来说 这是一种耻辱 潘龙一跃而起 手中红色狼牙棒抽出 所有还活着的战士 他们的后方 开始出现同样的战士影子 所有人一瞬间 就像是被注入新的力量 每个人都开始榨干自己的力量 421名已死亡的挪面战士 献祭了自己的灵魂 421张挪面破碎 死去战士尸体上的挪面 开始裂开 化作漆黑的气息 飘在空气之中 这一股股气息 开始作用于其他战士 潘龙的气力陡然提升 赤红的眼睛 举着红色的狼牙棒 脸上斜身挪面 开始愈发的猙獰 碰 挥舞的狼牙棒 砸落了唯一还活着的怪物 希洛抬手黑色 长枪丢出 本已经历劫的他 身后三个战士的身影 拖着他的身体 这一枪黑枪 穿透了怪物的身体 紧接着一杆 一杆一杆 希洛的左手手臂的肩胛骨 已经开始发出 咯吱咯吱的声音 本来没有力气的希洛 开始手中凝聚黑枪 然后投掷 希洛脸上的挪面挣扎 他知道自己现在 每投掷的一枪 都是死去的战士 给予的力量 每一枪都是帮他们投的 希洛的意识有些模糊 他能感觉到一些奇怪的话 帮我投一枪 帮我杀一个怪物 啪 骨头碎裂 摩擦着削血肉的细微声 响起 最后一投掷黑枪 穿透怪物的头颅 巨大的身体落下 怪物落地的声音 虎月剑陷入久违的平静 杂乱的岩石 坠落的罪念号 还有挪面战士的尸体 所有的怪物都死了 全死了 没有欢呼雀跃 所有的战士 几乎都已经历劫 还站着的一百多位战士身上 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山崖之上 他们身后的影子 慢慢消失 脱力赶上冲 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可是战争 没有不死人的 死亡一直都是战士的荣耀 尤其是面对这一群怪物的时候 只是 死亡对于活着的人 是最难接受的事情 西洛 一个跪在地方上浑身 是气血的挪面战士 抬着头用着 全身最后的力气 仰天呼喊了一声 西洛第一时间扭头 看到被贯穿身体的涂液 西洛第一时间 压制着浑身肌肉的酸痛 和疲惫感 血气上冲 冲过去 他眼睛通红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西洛 涂液活不久了 他想和你说说话 这一句话 是那一名战士 最后的呢喃 西洛赶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涂液 涂液似乎想说什么 只是一开口 大口大口的血液 从嘴巴之中反吐出来 西洛跪 在地上双手压着 他鼓鼓冒血的伤口 整个人不断地摇头 没事的 你没事的 邪神可以治疗你 涂液想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眼神开始变化 嘴角尽可能地展开笑容 他伸出手想要 触碰西洛的挪面 可是没有触碰到 下一秒一只手 抓住了涂液的手臂 陈瑶出现 陈瑶的出现 让西洛感觉到了希望 绝望之中 他整个人 用颤抖的声音开口 邪神大人 求 求你 陈瑶没有说话 抬手就是瘟疫的 释放剂上逆转 治疗开启 浓郁的绿光 治疗着西洛的身体 同时 哄 周围飘声 而起的绿光出现 只是 潘龙伸出手 感受不到一丝 被治疗的痕迹 同样的 还有其他的战士 西洛迷茫地看着 眼前气息 逐渐小下去的涂液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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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办法治疗 他可以活 西洛看向陈瑶 这一位邪神 我知道 你要我的器官 你要我身体的一部分 才能救是不是 我可以什么都可以 心肝脾胃都可以 救救他 陈瑶没有管西洛的嘶吼 他看着没有变化的所有人 似乎明白了什么 深呼吸一口气 压制住内心的情绪 慢慢站起来 陈瑶只能对着西洛开口 好好告别 说着 陈瑶头也不回地离开 西洛想要追过去 但是他没有力气了 只能抱着涂液在他的怀里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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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瑶离开之后 苏木木站在他旁边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开口 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治疗术 只对西洛有用 陈瑶摘下鸟嘴面具 一脸苦笑 苏木木对视了一眼 似乎明白了什么 所以 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办法 复活对吗 治疗术用起来的时候 陈瑶发现 这一群因为妄想 重新活过来的战士 没办法接受治疗 陈瑶以为 妄想家的能力 回溯他们之前的状态 让这一群战士 重新活过来 可其实 妄想家的回溯 不可能一直持续 这也意味着 为什么战斗的时候 陈瑶会陷入 癫狂的状态 同时 治疗术对这群家伙 也没办法使用 陈瑶呢喃着 妄想 妄想家 原来 是这个意思 即使认为 自己做的是对的 也会怀疑自己 他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 伸出自己的手指 深呼吸一口气 五鸟喂 我做的对就行了 即使妄想 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足够了 陈瑶 苏木木感受到 陈瑶身上浓郁的气息 开始蔓延 妄想时刻 启动 代驾 群神尸体 啪 陈瑶打出了响指 周围的环境 如同镜面一样 开始破碎 响指之下 代表着真正的力量散开 妄想时刻 妄想家真正的能力 在这一刻被展现 妄想时刻散开 整个虎月剑 如同被碾压的二维画面 这个二维画面 开始出现大量的裂纹 用破碎的镜面 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那破碎的画面的 割了各个地点 化作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地点 都被硬生生地割裂开 每一个分割的画面 开始倒流 每一片碎裂的画面 对应着在虎月剑之内 死去的人 不同于罗勇的妄想时刻 陈瑶的妄想时刻 也有着独属于他的魅力 妄想时刻 他的是对时间的 再一次回溯 不同于罗勇的欺诈妄想 罗勇欺诈事件 欺诈自我 欺诈了所有人 让所有死去的人 再一次回归 降临到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地点 陈瑶则是时间 时间的回溯 时间抓取 只要认为 自己能够做到 不能质疑 不能否定 绝对的妄想时间 不可能为可能 鸟嘴面具之下 他的瞳孔 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违和的状态 在陈瑶身上展现 周围的彩色的光芒 映照在虎月剑之中 群神的尸体 在这一刻画作代价消散 宋长老挥刀所杀的老人小孩 群神战斗 而死得挪面战士 奚落怀中 气息消散的涂液 在这一刻 本应该死去的 所有人都活了过来 扭曲碎裂的画面 又开始一点点拼凑 恐怖的力量 将这粉碎的画面 硬生生地缝合了起来 奚落痛苦的表情开始凝固 他感觉到怀中女孩的心跳 甚至于慢慢睁开眼睛 最后熟悉的声音响起 攀龙站在地上 他看着重新再一次活过来的 一个又一个最为亲近的人 口中吐出了最为真挚的词 信仰邪神 随后他手中的狼牙棒 从手上滑落 神情恍惚地 看着重新活过来的人 妄想 时刻 苏木木呢喃这个词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了陈瑶 陈瑶打出响指的手指 有些发抖 他慢慢收回 都活过来了 只是给你们的时间不多 你们道个别 和所有人 他的话很轻 但依然清晰地 传入到美人的耳朵中 强烈的负面情绪 开始压向陈瑶 面具之下 他的额头青筋爆起 一瞬间 他动作都变得有些吃力 挣扎着弯曲膝盖 他慢慢坐下 现在整个虎月间 实际上只有三个活人 西洛 陈瑶 苏木木 其他人都是因为妄想时刻 压着碎裂的时间点 硬生生拼凑到这个时间点 死去重新活过来的人 麻木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紧接着是不解 然后是狂喜 仅仅一瞬间 三种极其相似的情绪 在所有活过来的人身上出现 靠在陈瑶身边的苏木木 感觉到陈瑶的呼吸 都开始急促 负面情绪的压制 陈瑶的脑袋开始疼 同时间 他的思绪也变得极其的清晰 这个世界 是由邪神和怪物组成的 挪面最原始的状态 是映衬自身信仰虚无的力量为基础 陈瑶呢喃着 保罗那一张大魔法师的双絮 猎魔药配方 果然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杂乱的负面情绪 想法止不住冒出来 保罗的一直是瘟疫酒馆的酒保 他神秘而又古怪 他有很多的奇怪的东西 甚至双序列配方他都能拿出来 但他有和虎月剑扯上了关系 也许从一开始保罗的诞生 就是来自于挪面 他更像是一种变异的信仰体 战争之物的实体化 从一开始西洛出现在船上就很奇怪 即使他和保罗做出交易 但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船上 即使他是群神苏醒的代言人 但实际上也许有一种 更为疯狂的想法 西洛是保罗 扯下群神的方法 保罗 这群怪物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还不出现 陈瑶想着 这一群战士 在你的算计之下 都死了这也是 你想要的结果吗 欺诈西洛 让他信仰邪神 鬼山灵火 让这一群纯粹的战士战死 重新信仰邪神 从鬼山灵火出现的一瞬间 这一群战士 已经成为了保罗的棋子 无关他们生与死 哪怕只有一瞬间 陈瑶也想要完成 这一群战士 他们内心最渴望的 这也是陈瑶 为什么非要使用 妄想时刻的原因 因为 对于这一群战士 太不公平 他们死在了一场战争之中 信仰被揭露 亲人被杀害 他们其实都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杀死怪物 驱除邪碎 他们在乎 又似乎从始至终只有守护 道别的时间很短 西洛抱着涂液 闲聊了从小到大 所有的事情 老头扯着潘龙的耳朵 说叫着 只是说着说着 潘龙的眼睛通红 挪面战士摘下挪面 抱举着小孩 嘻嘻压压地笑着 战士们的不言语 只是一次又一个 抛举着孩子们 玩着 一直缠着战士叔叔们 抛举游戏 似乎画面定格在这一刻 真的很不错 陈瑶的瞳孔之中 金色开始消散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不再去看 苏木木鸣嘴鼻子 抽了抽盯着眼前的画面 首先是老人的身体 开始透明消散 老人停下了唠叨 用慈祥的眼睛 盯着那一群年轻的战士 身体消失不见 紧接着是小孩的身体 他们一直保持着 哈哈的笑声 在被年轻的战士 抛举之中消散 恍然若失的感觉 迅速弥漫开 短暂的相聚 让还没开始消散的人 开始失落 西洛停下了 和涂叶的唠叨 人总是会死的 生命就是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 涂叶无所谓地说着 只是下一秒 他的眼睛红了 西洛没有说话 还着涂叶腰的手搂更紧了 他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西洛 死我不怕 我难过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么短 我害怕再见不到你了 涂叶眼中的坚强瞬间消散 泪水在眼眶滚着滚着 就顺着脸颊流下 说着涂叶的语气开始弱下来 气息也弱下来 涂叶伸出手 摸了摸西洛的脸庞 哭着哭着 笑了一下 似乎害怕结束 不应该哭丧着脸 那笑得很勉强 口中轻声 西西 小兔子乖乖 涂叶的手无力地垂下去 身体开始消散 西洛慢慢抓住了涂叶下坠的手 将手背贴在嘴唇前 轻轻地亲吻了一下 然后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轻轻贴了贴 动作很温柔 涂叶的身体消散 潘龙看着一个个逐渐消失的熟悉面孔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足够了 这就足够了 这时候 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指 也同样开始变得透明 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终于是脸上也露出来笑容 势然 轻松 他转身看向陈瑶 此时的陈瑶闭着眼睛 潘龙手压着腹部 对着陈瑶深深鞠躬 在最后消散的时候 轻声且认真的呢喃 最后 信仰 邪神 陈瑶没有睁开眼睛 同样地回应潘龙 感谢你们的信仰 胡约见一切归于平静 妄想时刻持续的时间不长 从长远来看 这一刻的妄想时刻 纯粹就是浪费 甚至没有丝毫的作用 但是在那一刻 陈瑶得到了所有人的信仰 得到了所有挪面战士的认同 即使所有人都认为不值得 但陈瑶知道 这些已经死去的战士值得 这时候的陈瑶已经睁开了眼睛 睁开的眼睛看到 只有西洛一个人坐在远方 西洛慢慢悠悠地站起来 伸出手抹了抹自己的头发 此时妄想结束了 他的手掌恢复成被切开的样子 他跌跌撞撞地走着 又要祈祷自己 又要无休止地所求吗 西洛给自己的感觉 就是什么都依靠着邪神来求助的家伙 但这是人的天性 在绝望的时刻抓住 一个救命稻草 绝对会拼命地拉扯 西洛最后走到了陈瑶的面前 他慢慢跪下 脑袋抵着地面 他只说出了一句话 信仰邪神 这句话是感激的方式说出来的 你获得了来自西洛的 忠诚制作号角材料 这东西出现了一瞬间 陈瑶笑了 自嘲地笑了 所以 一切都只是这样是吗 保罗 所有的一切对于你都只是副本而已 都只是试炼而已 保罗 回答我 保罗 砸在虎月剑的罪念号 开始颤抖起来 章鱼的触手 从船体周围延展出来 一点一点 将整个罪念号称起来 在陈瑶的身后 保罗的身影一点点出现 周围的一切 瞬间进入棕色的定格 跪在地上的奚落 站在一旁的苏木木 这一次不再是幻觉 是真实的保罗 章鱼触手 八只眼的怪物 戴着牛仔帽 阿洛西斯保罗 瘟疫酒馆的酒保 船长大人 你太沉入了 就像是你自己说的 对于你而言 这只是一个副本不是吗 陈瑶笑了一下 保罗 你认为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对吗 保罗的触手动了动 船长你错了 我只是引导而已 你不明白 不 是你不明白 作者的陈瑶 并没有站起来 这是一次对话 一次真正的对话 你只是一个自卑者 这句话一说出来 保罗的八只眼睛 齐齐地收缩 然后发散 盯看着陈瑶 真正的自卑者 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释放 我通过妄想的能力 窥探了你的过去 看到了三张画面 那三张奇怪的画面 我一直不明白 可 当我获得西洛的忠诚的时候 我明白了 阿洛西斯保罗 特殊世界副本 挪舞诸邪的拥有者 保罗终于不让陈瑶继续说下去了 其实世界副本被重制 也和你所见的一样 他们的记忆状态都会被重制 他们会被定格在一瞬间 他们所有的状态 都像是历史之中的一个片段 不断地播放回放 无法改变 他们已经死亡的现实 我选取的只是这一段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 没有你的介入 这一群挪面战士 死在了鬼山灵火之中 神灵复苏 挪面战士的信仰崩塌 战争开始 最后所有战士全部战死 世界沦为这一群 所谓神灵的支配 而我则是 他们战争 死亡 信仰 混乱诞生出来的唯一意识 阿洛西斯 保罗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信仰 如果当时 你存在的话 说不定挪面战士 可能并不会全部灭绝 船长 这一次的副本并没有结束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我是副本的拥有者 你也明白 这是一场试炼 你应该知道神灵权柄 全部收集 意味着什么吧 世界会消散 给这一切画个句号 但是 我不想挪面消失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收集权柄 结束吧 船长 保罗往前走着 来到了跪在地上的西落旁边 他很特殊 特殊到 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以挪面和我沟通的存在 即使已经成为了历史 他依然可以和我沟通 尝试着改变什么 但是 他轮回了上千万次 一切都无法改变 他的力量太弱小了 如同洪流之中的一夜偏周 他改变不了水流的方向 他是一颗种子 绢刻挪面 挪舞猪邪 他会发芽 他会成长 让最终会成为一个最好的瞭望手 尘瑶脑海之中明白了 这家伙为什么非要选西落 想让他成为自己的船员 他很特殊 所以 西落的记忆 才会时不时地丢失 出现那些不存在的记忆 想起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 那些都是一次次的尝试 保罗走到尘瑶旁边离开之前 他最后留下了一句话 他有多绝望 对于你的祈求 就有多深刻 尘瑶想起了西落每一次的求助 那种想要舍弃一切的冲动 那不是依赖 那是真的想要那么做 潜意识他无助和绝望太多太多次了 我知道 保罗离开了所有的一切 又恢复了平静 西落 站起来 尘瑶摘下了自己脸上的鸟嘴面具 将自己的面容暴露出来 阿洛西斯保罗的庇佑 被尘瑶主动解放开 西落抬头看向了尘瑶 尘瑶一只手拿着鸟嘴面具 坐在岩石上 虚弱的状态 让他拿着鸟嘴面具的手 撑着膝盖 伸去前倾 他对着西落 缓缓伸出自己的另一只手 西落 成为我的传员 西落盯看着尘瑶伸出是手 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西落的脑海 又开始闪烁出违和的记忆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他眼前开始出现闪断的画面 似乎很久之前 也有一个同样穿着鸟嘴面具的人 站在他的面前 也曾经邀请过自己 邀请自己进入高塔 但是自己不能离开 至少 他们 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你愿意继续等吗 即使有可能是没有结束的轮回 没有尽头的记忆 是的 但是 这一次 似乎没什么遗憾 这一位即使承受着更多的代价 也愿意帮助我们这群可有可无的 蝼蚁 实现 愿望 腰间的鞋神挪面 开始化作黑色的丝线 一点点融入到他的额头之中 无数的记忆开始融合 我叫希洛 我是一个群神选中的人 但我被群神欺骗 他们群神并不是真正的神灵 他们是一群怪物 他们复苏杀光了所有人 我叫希洛 我是一个被群神选中的人 但我再次陷入了沉默 自己似乎做了一个群神杀光所有人的梦 他们复苏了 杀光了所有人 我叫希洛 我发现 我陷入了无限制的轮回 上百次我无法挣脱 我只能承受一次一次的重复轮回 一位鸟嘴医生 带着上千人迎着光站在我的面前 他对我发起了邀请 他说 我是一个合格料望手 需要我加入高塔 但是我拒绝了 我必须拒绝救所有人 我叫希洛 我的记忆开始发生缺失 但我依稀记得 我要逃离虎越舰 我似乎与邪神做了交易 我叫希洛 我只记得 我叫希洛 我沟通到了更上位的存在 邪神名字 阿洛西斯保罗 他又发生了沟通 他带我离开了 来到了一艘船上 我叫希洛 记忆带来的疼痛感 让希洛一把手 抓住了陈瑶伸过来的手 他整个人颤抖起来 痛苦的记忆之下 他整个人抓着陈瑶的手 哭泣了起来 我愿意 挪面十七 虎越剑左军狼 希洛 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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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洛声音越来越大 整个人带着哭腔嘶吼着 陈瑶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的瞭望手 希洛哭了好一会 慢慢站起身 这一次 他站起来的时候 身体周围 开始出现漆黑的丝线 丝线缠绕之下 他的断掌被修复 左眼的瞳孔 开始出现无尽的倒影 他的腰间 开始出现大量的挪面 有奇怪的鬼怪物 有神灵 动物还有其他的 陈瑶的储物界之中的羊皮纸展开 上面开始出现血红的字体 瘟疫道具 号角瞭望手 制造完成 你获得了第一位船员 罗武朱鞋 部分权柄力量回归 契合于船员身上 注意船员身上 有上千万重叠人格 有效人格位十七位 你拥有了瞭望手 羊皮纸上开始扭曲 表面如同水面的波纹 一点点荡漾而起 紧接着一个紫色的号角 从羊皮纸之中一点点出现 最后落在西洛的面前 西洛双手接过了号角 这看得苏木木 羡慕极度恨 明明一开始而言自己 才想要成为陈瑶的第一位船员 现在居然被抢先了 船长 西洛的气息 发生了变化 他伸出 手压了压太阳穴 似乎那里有些疼 他皱着眉头开口 船长 收集剩下的权柄机会来了 西洛慢慢转身 面对着虎月舰的空地 这时候 整个虎月舰的中央 一滩红色血液 在地面开始渗透 血液又开始 不断被特殊的力量拉扯 一个血红色的身影出现 一道声音慢慢响起 权柄气息的味道 那群家伙居然死了 真的弱 身影逐渐清晰 舌头人身 两米左右身高 穿着一身白袍子 舌头上的树铜钉 看向陈瑶和他身边的西洛 哟 还有活人 哦吼 邪神使者你好啊 我叫做苏克海 苏克海抬起手 一个血淋淋的 豹子怪物的脑袋 被他拎起 那豹子脑袋 和脖子撕扯掉的地方 血液还在不断 往外滴着血 很明显 这一只豹子怪物 刚被杀不久 我先 一个最垃圾的神灵 一下子就死了 现在暴行炎 龙卧牙 胡跃剑 只剩下我还活着了 邪神使者交出权柄 我来接管挑战 并且彻底接管这个事件 陈瑶嘴角微微一勾 你在笑 面对苏克海的 这个怪物的质问 陈瑶只是坐回了石头上 木木 坐下来吧 应该不用 我们出手了 苏木木也坐回去 陈瑶甚至身体微微一直 整个人嘴角微微勾起 脸上露出十分淡然的开口 苏克海 神灵 怪物 邪神 奚落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苏克海将手中的豹子脑袋扔到地上 真是神奇 你似乎并不怕我 西洛抬起手一甩 一张漆黑的挪面飞弹而起 陈瑶细细数了一下 西洛腰间重叠别着 足足有十七张挪面 那一张黑色的挪面被一把抓住 然后戴在他的脸上 一瞬间 浓烈的负面情绪从西洛身上出现 他右手提起 一把漆黑至极的长枪被他握在手中 船长 我见一仔了 呼 下一秒一道黑光一闪 苏克海面前炸开一道火光 若隐若现风铃片被劈开 长枪直刺而出 搞什么 苏克还惊恐地看着 自己的防御一瞬间炸开了 这家伙的力量好恐怖 苏克还快速地移动 只不过下一秒 黑枪挑起 西洛的身体如同跳舞一样地冲过去 杀 下一秒西洛脸上的挪面 变成了鬼神的红色挪面 獠牙 双脚 白纹 西洛手中黑枪如同染色一样 从他封手中开始变成红色 黑枪瞬息之间就变成了红色的长柄大刀 呼 呼啸地刀刃斩来 苏木木惊呆了 西洛怎么突然这么梦了 陈瑶则是看着西洛的表演 这一场落幕式必须由他亲手终结 晃 这一刀切开了苏克海的手臂 他慌张了 自己另一只手伸出直接冲过去了 西洛的胸口 他不闪不闭 一刀继续斩下 成为船员之后 在罪孽号的附近是死不了 瞭望手西洛 给我送他归系 得令 西洛挥舞的一刀砍在苏克海的脖子上 他嘶吼地喊出 猪血 苏克海尖锐地惨叫声 整个身子颤抖了起来 他的突然身体被奇怪地锁链困住 西洛一刀抽拔出 再一次砍下 这一刀下 苏克海的身体开始颤抖 他动不了 动不了 在一刀之下 苏克海被劈开 别杀我 别杀我 别 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西洛挥舞的速度越来越快 苏克海的惨叫声越来越低 最后完全消失 一个神灵被硬生生地劈死 西洛深呼吸地看着眼前 被他硬生生砍死的苏克海 苏克海命不好 一来就遇到了继承自己千万次轮回记忆的西洛 并且还有着神灵权柄的力量加持 加上愤怒点满 这种状态下 谁遇 谁死 神灵权柄收集完成 由于你等阶过低 神灵权柄开始消耗 你开始消耗部分神灵权柄 继承世界意识 你获得了世界副本 挪舞诸邪权限 你可无限制重制历史 或者保留任由世界继续推进 请选择 罪念号 瘟疫酒馆内 保罗突然一愣 他一个哆嗦 整个人如释重负 深呼吸了一口气 一条触手从柜子下伸出来 擦了擦他的章鱼脑袋 真舒服 如释重负啊 终于 终于上当了 把那一坨世界给送出去了 产出又产出不什么东西 采集也采集不到什么负面 真的是一坨 不枉我从头眼到尾 这种感觉 就像是忍了很久 一泻千里的放松感 舒服 太舒服了 我得给自己来一杯 猪舌头蓝尾酒 不对 一百杯 陈瑶看着眼前出现的两个选项 同时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开始承受莫名的压力 那应该是 来自于挪舞 猪邪这个世界的压力 他的精神力变得迟缓了 他的等级太低了 果然和保罗所说的一样 承受世界还是很吃力 就像是晕车的人 不停在车里看手机之后 有一种强烈的呕吐感 萦绕着陈瑶 但是他只能忍着 重制历史制作成副本 日后带来的收益 是无穷的 对于陈瑶来说 重制历史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只不过很显然 重制历史对于他来说 以他现在的等级和精神力 根本承受不住 不过对于陈瑶 既然承受不住 倒不如去做一个顺水人情 他开口询问希洛 希洛 你想再见到他们吗 希洛似明白 陈瑶想要做什么 他摇了摇头 船长 我不想再继续了 他们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也不希望 船长你的努力白费 果然和陈瑶想得一模一样 成千上万次 无尽的历史轮回 足够让一个人崩溃 不是疯子 也会成为疯子 所以陈瑶就笃定 希洛会这么说 他咳嗽了一声 开口说道 世界推进 沉沦结束 新的世界开始 选择世界推进 世界将继续推进 所产生的能量将会作用于你的意志 你会偶尔得到特殊的强化 他将鸟嘴面具重新戴回脸上 感受着罪孽号与自己的重新契合 罪孽号缓缓动了起来 陈瑶 苏木木和希洛都登上了船 罪孽号缓缓启动 走了 三人重新站在甲板上 苏木木 他突然得到了一阵提示 你得到了3214名挪面战士的控制赞美由衷 你完成了仪式 你成为了二阶 陈瑶 我完成了 你完成什么了 陈瑶疑惑地盯着苏木木 仪式 是仪式 3214次赞美 我成了二阶了 二阶 你的仪式不是控制赞美吗 谁被你控制了 哪有3214谁被你 陈瑶想到这里 他立刻查看自己的 你完成了3214场野地手术 你完成了仪式 你成为了二阶 陈瑶没有理会 自己成为了二阶 而是立刻冲到罪念号的船头 看向虎月舰 他向下看去 苏木木也跑过来看过去 此时的虎月舰下 站满了虚影 那些金色的虚影 都昂着头 看着罪念号 最前方矮小壮瘦的身影 环抱着胸口 老攀头 攀龙 他刺着一口大牙 这一群家伙 最后给我的礼物吗 妄想时刻回归的所有人 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 送给了他们最后一个礼物 陈瑶摘下脸上的鸟嘴面具 整个人笑了起来 紧接着 笑声越来越大 仪式完成 加上西洛的船员 让陈瑶内心 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笑着笑着 他眼泪开始流下来了 风笑的样子 让苏木木感到心疼 我果然是对的 校长 罗勇 羊头你们看到了吗 我没用错 没用错 妄想家 妄想家 陈瑶呢喃着 西洛站在桅杆上 此时断裂的桅杆因为权柄的收集 已经恢复了过来 西洛看着甲板上又哭又笑的船长 他能感觉到船长承受的负面压力 和自己很像 他没有说话 没有回头看虎月剑 而是看向前方 因为他知道 作为一个瞭望手 需要看清的 只有船只航行前方的危险 罪孽号回到了现实中 陈瑶也抽空回头看了一眼瘟疫酒馆 可是这一次 那酒馆居然罕见地打烊了 上面还挂着牌子写着 酒保喝醉 无法营业 陈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保罗那家伙 绝对是怕自己找上门 那个世界度过了两三天 现实世界 居然也才过去了半天而已 当陈瑶和苏木木 回到街道的时候 苏木木的手机 开始疯狂地弹窗 大量未接电话和短信 反观陈瑶 一个短信都没有 他倒是已经习惯了 苏木木打了好一阵电话 陈瑶倒是百无聊赖地 站在一边等着 没有插话 过了一会 苏木木挂断了电话 他一本正经地看向陈瑶 陈瑶 我妈说 晚上一起吃个饭 宴请的是 上京学院的院长 这一次 他给我们办理了特殊的手续 可以说是一顿饭 也可以说是一次面试 陈瑶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现在一个毕业不到一个月 已经二届的序列 001瘟疫医生 放在那都抱吃香好吗 除非有人眼瞎 还认为自己瘟疫医生 是一个祸害 那上京来的院长 应该没那么差 走呗 反正正好放松放松一下 到达二届之后的陈瑶 陈瑶明显感觉精神压力小了一些 虽然比不上一阶的状态 但毕竟 他现在还联系着一个世界 船长 我有点饿了 我也想一起吃一顿饭可以吗 耳边西洛的声音 吓了陈瑶一跳 陈瑶是没有想到 西洛会跟过来 西洛按照实力来算应该是五阶以上 加上身体的素质和挪面 战斗力应该达到了六阶也差不多 毕竟 挪面已经相当于他的权柄力量 陈瑶看了一眼苏木木 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他 一起去呗 行 西洛你跟在我身后就行 随便在路上拦了一个车 朝着酒店的方向走过去 一路上 苏木木一直在回复消息 陈瑶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 而西洛则是好奇地看着这一切 在虎岳建和村落都类似于农耕时代 电力这种东西根本看不到 汽车 高楼大厦 甚至于人山人海的市中心 下车之后 西洛对着陈瑶开口询问 船长 这里没有怪物吗 陈瑶双手一摊 这里没有怪物 也没有邪神 但是这里比起这些更可怕的是人 人 他们也会献祭婴儿来获得天赋吗 陈瑶沉默了 司徒一家献祭了成千上万人 想要完成幸运的时候 那是多么的癫狂 有时候 有些人底线是没有下限的 他们能做得比你想象之中更加恐怖 陈瑶闲聊着 已经来到了酒店前 苏云天和孙媛两夫妻站在门口等着 苏云天看陈瑶的眼神是满脸的不情愿 而孙媛则是看贤婿的表情 见到陈瑶孙媛第一时间走上去 小子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今天给你找了个上京院士 到时候给你申请一个特殊补贴 孙媛的热情让陈瑶有些不知所措 话说完之后 孙媛拉着陈瑶进入了酒店 苏云天哼了一声 他也只能这样表达他的不满 其他也不敢说什么 只是跟上去的奚落被拦住 这位先生 他和我们一起的 苏云天打圆场说着 苏云天这时候才注意到了西洛的存在 定神一看 那腰间挂着的挪面让他皱着眉头 挪戏 西洛只是扫了一眼苏云天 两人对视一下 只感觉一股极其压抑的力量 蔓延至苏云天的全身 但持续时间也只有仅仅一瞬间 沐沐 这家伙是你朋友 苏云天也不知道怎么说 总不能说他是一个副本之中 握不走出来的人物 只能扯着理由开口 他是陈瑶的表哥 是吗 苏云天只是疑惑了一下 便将这件事情抛到脑后 落座后 孙云拉着陈瑶的手说道 你这孩子 勇敢 无私 我最看好你了 木木也是个好女孩 你得好好把握 一上来就说这种话 给陈瑶有种错觉 丈母娘再叫自己追自己女儿 好矛盾 这一次 我准备把你们都带去上京 上京那不仅仅是环境资源 还是开荒队伍 都比整个江北市好太多 上京学院有三个 分别是军团学院 农民学院 百寿学院 这三个学院都会着力培养团队 陈瑶听着孙云的打算 他没有直接拒绝 也没有开口说话 他知道孙云再得自己考虑 所以他想听一听 孙家这边 我已经通过了资源审核 你可以获得和木木同等的资源配比 另外 这一次的农民学院的院长 如果你能入到他的眼 你就可以进入农民学院 这些学院最大的资源 不是他们的教学 而是人脉 在那里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队友 从而组建队伍 陈瑶已经明白了孙云的意思 他想要着重地培养自己 其实依靠罪孽好 陈瑶自己并不缺副本 和特殊的经验资源 不过他并没有拒绝 谢谢 孙阿姨 我越看你越喜欢 你早点追上木木吧 话说完 苏云天 苏木木和西洛进了包厢 西洛静直地站在了陈瑶的身后 就像是孙云身后的五届战士一样的姿势 没一会 房间的门再一次被打开 这一次打开门的是一个大约七十几岁的白发老头 老头拄着拐杖 身姿勾楼 老头身后还跟着一个少年 少年的年龄和陈瑶一般大 唯一不同的是 他的一双瞳孔是紫色 挑染的蓝色几根头发挂在额头前 有着别样的英气 只是比起陈瑶还差了些许 少年的目光扫过整个房间 最后落在了西洛的身上 然后下仪 盯看着陈瑶 龙院长 你可算来了 孙家丫头 你催了我多少次了 再不来我真怕你冲到我家 又像你小时候 揪着我胡子不放 龙院长眯笑着 眼睛都快看不见 脸上的皱纹 褶皱着团起来 这 不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苏木木 这是陈瑶 龙院长看向陈瑶 笑意满满地开口 陈小子 你丈母娘可没少夸你 这句话说的孙元又开始反驳 两人东扯扯西扯扯 看起来十分的熟络 看起来 龙院长和孙元的关系很好 两人甚至还开起了玩笑 龙院长并没有坐下去 而是挥了挥手 龙会你坐吧 龙会一言不发 静止坐到了陈瑶的身边 龙会目光时不时斜看陈瑶 孙丫头 这一次上京学院的压力变得很大了 尤其是农民学院 这一次 其实并不打算对外招生 因为上一届所有的学生因为冤魔的事件全部 说到这里 龙院长眼中开始出现了悲伤的情绪 上一次损失那么大 不应该全面对外招生吗 苏云天有些不解的开口 龙院长摆了摆手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每一个能在农民学院成长的学生 寄托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 有的时候 他们后面站着的是一个大家族 这一次 他虽然没有计较 但是农民学院开始沉淀一下 才是最好的 也会使得这群人心里好受一点 龙院长说得很委婉 魔渊是什么 陈瑶直接开口 龙院长抬眸看向了陈瑶 这一次 他脸上长挂着的笑容收敛了下去 似乎提到魔渊这个词 就让他感觉到很恐怖 是一场开拓 是一场试炼 至于具体是什么 这种事情 你还不是我的学生 我不能告诉你 邪神 陈瑶开口了 这是他下意识的开口 不知道为什么 邪神总是围绕着副本 邪神 怪物 战斗 坐在陈瑶旁边龙会 回头看向陈瑶 孙丫头 你似乎给了我一个惊喜 没错就是邪神 一群诡异的邪神 他们充斥着疯狂与诡异 他们诱导学生 他们害了那一群学生 陈瑶也能够感觉到 坐在自己身边的龙会身上 有着淡淡的邪神气息 邪神的气息 陈瑶猜想 也许这个龙会 也成为或者感染了所谓的魔渊 只是魔渊具体是什么形式 龙院长也没有详细的讲述 好了 题外话也不说了 这一次想要让这两个小家伙 进龙民学院也很简单 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通过正常的测试 第二就是随学院部队 进行一次副本的开拓 两次表现都不错的话 我可以收下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 龙院长看向龙会开口 我孙子 龙会 之后 他会带你们进入学院测试 同时有什么事情 你们都可以问他 龙院长坐下后 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孙丫头还不动筷子 你真的就只是 找我说这件事菜也不吃 您老不动筷子 我们晚辈怎么敢动 这句话说完 孙元和龙院长又聊了起来 龙会 这家伙叫做龙会 陈瑶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龙会 正巧龙会也抬起头 两人的目光 巧妙地对上 就你这一顿饭吃得格外热闹 孙元和龙院长聊得很开心 苏云天就像是局外人一样 愣是一句话都没有开口 临走的时候龙院长站起身 走到门口 突然转身看向了苏云天 他想要说什么 似乎感觉说出来又不好 龙院长只是拍了拍苏云天的肩膀 深呼吸一口气 云天机会是人争取的 丫头是我从小看着长到大的 你知道 你自己有资格的 没必要总是唯唯诺诺的 除了你没人能配得上他 有什么需要你也张口 我能帮你的绝对帮你 说完龙院长转身 站在陈瑶身边的龙会 也开口了 那是挪西对吗 龙会并没有看陈瑶身后的奚落 是挪西 很稀有的职业 你的人格魅力 似乎比表面上看起来高出很多 说出莫名其妙的话后 龙会转身 也跟上龙院长的步伐离开了 离开之后 孙云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他让陈瑶收拾收拾 明天早上 他们几人就要坐飞机 一同前往上京 和苏木暮 还有苏母孙云道别之后 走在回家的路上 奚落开口了 船长 那人身上邪神的味道很重 那邪神的气息 对他并不友好 他似乎在强行接触 嗯 陈瑶点了点头 他并没有想去管那些事 船长还有一件事 神灵其实也是一种邪神 苏克海的尸体 我发现他们和邪神差不多 说不定您可以制造一些瘟疫道具 这次 您不是要进行测试吗 西洛提醒着 陈瑶脚步停下 邪神尸体 瘟疫道具 你倒是提醒我了 陈瑶掏出了那一张羊皮纸 尝试着询问 魔渊是什么 这一次 羊皮纸开始出现字体 魔渊 一种特殊的称呼 称呼借用邪神力量 而让自己序列 产生变异的存在 它们的序列会变得未知 同时会被称之为魔渊 又是陷阱和交易吗 不对 不一样陷阱和交易 是直接和邪神进行 魔渊似乎只是寻找邪神的力量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魔渊 甚至自己都能感觉到 龙会身上的邪神气息 龙院长会感觉不到 还是说龙会身上 并不是魔渊的意思 只是它本身的序列原因 就像希罗一样 它的17张挪面 有两张有关于邪神的挪面 所以它身上 也会出现极其微小的邪神气息 陈瑶看着羊皮纸 羊皮纸回答问题 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没想到 连魔渊这个词都能解释 它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还真能解答 不愧是瘟疫道具 希罗和我登船吧 反正家里也没啥可以收拾的 陈瑶准备进入罪孽号之中 研究一下瘟疫道具和苏木木的 那双序列大魔法师的魔药配方 双序列一旦完成 苏木木的战斗力 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大魔法师配合控制法师 简直就是移动炮台 这不就是嘎嘎乱杀吗 自己当的挂件 也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有了一个世界本源 陈瑶的精神力 变得不那么强了 精神力的强弱 最直接影响的 只有妄想家这个序列 因为妄想家 本就会产生负面影响精神和身体 一旦多次释放 陈瑶感觉自己会崩溃 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正常妄想 倒是没什么问题 付出代价就行 至于妄想时刻 那估计很长一段时间 没法用了 陈瑶和西洛 来到了一处空地 西洛掏出了号角 轻轻吹响了一下 呜 天空之中 一脚传弦 就撕开天空出现 半透明 介于虚幻与现实的罪孽号出现 陈瑶抬起脚朝前方一踏 脚踩着虚空 一步一步登上了罪孽号 西洛跟上 两人上了罪孽号 空地再次回归宁静 罪孽号上 西洛爬上了围杆 陈瑶则是下了甲板 来到了房间瘟疫手术台 瘟疫手术台之上 果然躺着苏克海的尸体 西洛这次提醒 防止让陈瑶错过十个亿 瘟疫道具 邪神身上制造出来 那绝对不会差的 陈瑶拿起手术刀 房间门关上 他走进手术室 靠近手术台的一瞬间 出现了三个特殊的选项 解剖邪神苏克海的眼睛 可获得瘟疫道具 难度一颗星 出错绿灵颗星 解剖邪神苏克海的全身脊骨 可获得瘟疫道具 难度三颗星 出错绿一颗星 解剖邪神苏克海的舌头骨 可获得瘟疫道具 难度七颗星 出错绿三颗星 提示 难度越高 完成时间越长 同时解剖开始到结束 可以自由选择完成几项 结束后无法继续 一旦出错 将所有的瘟疫道具丢失 陈瑶看着三个选项 这个意思是 自己可以赌一把 获得三个瘟疫道具 也可以求吻 只在苏克海身上解剖眼球 获得一个瘟疫道具 毕竟后面难度太大 一旦出错前面的瘟疫道具制作 也会消失 陈瑶陷入了沉思 赌一把还是求吻 是否开始解剖制作 犹豫了片刻之后 陈瑶笑了一下 我真的是个傻蛋 他眼眸之中 开始出现金色的闪光 赵素 再帮我一次 可以吗 对于手术这一方面的才能 没人比得过黎明高塔的医生 赵素 所以他的才能 才是陈瑶这一次的妄想 妄想 人物才能 陈瑶的眼神变了 他的瞳孔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握住手术刀的手 变得更加标准 就像是千金百战的医生 手术刀抬起 迅速地朝着苏克海的眼球插过去 精准且刁钻 眼球被挖下来之后 羊皮纸这一个瘟疫道具 自动飞出储物空间 在陈瑶的身后展开 上出现了一行特殊的提示 瘟疫道具 真实之眼 真实之眼 透过透明的眼球 可以看清一切虚妄和幻想 甚至可以作为一次性使用掉 只不过没人知道使用之后会发生什么 也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反应 制作方法 苏克海的蛇眼 浸泡特殊硫酸脂3H 后用浓黑布进行包裹7H后 用打造特殊容器装填 即可完成真实之眼 进行中 羊皮纸这一行字出现之后 那被挖出保存在瓶子中的蛇眼 开始漂浮起来 陈瑶没有关注到羊皮纸的情况 全身性地投入到解剖之中 解剖邪神苏克海的蛇眼 只是开胃前菜 接下来两道解剖陈瑶 全都要做完 则是全身脊骨的抽取 对于苏克海这种半人半蛇的存在 其脊椎骨和普通的人类完全不一样 比起人类的脊椎骨 它的脊椎骨几乎是卡在肉里 神经更加地复杂 各种血管连接 真的可笑 邪神这种东西 血管切开之后流出的不是血 而是一种恶臭的汁液 这种汁液产生的恶臭 就算是戴着鸟嘴面具都无法抵挡 而抽出脊椎骨 就必须切开那些血管 恶臭能抽到头晕的那种 也许这是为什么 解剖脊椎骨难度是三颗星的原因 不过这种恶臭 对于现在压制着本能完全依靠妄想肇素的 才能来说 简直可以算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手上的动作并没有放缓 手术刀的切割反而越来越快 一节一节的脊椎骨被完整地挑出来 人类的脊椎骨大约是33块 而苏克海只有16块 每个脊椎骨都是格外的长 整个瘟疫手术台上充满了极强烈的恶臭 这一场手术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抽水的脊髓被完整地排列成一条直线 浸泡在特殊的溶液之中 来驱除其内部的杂质和污血 羊皮指再一次出现字体 瘟疫道具 蛇脊骨箭头16 消耗品 蛇脊骨箭头 一箭破万法 一箭可敌百万军 可附带瘟疫 这做方法 苏克海的脊椎骨进行特殊屈污处理 其材质尖锐 可使用特殊器皿打磨尖锐 每一次打磨 需要进行水的擦拭 保证骨头内会逐渐渗透特殊液体 之后注入特殊的用黄云花的颜料 让其变成各种颜色 每个脊椎骨都能获得不同的能量加持 陈瑶抬起头 深呼吸一口气 差点臭死了 下意识的他使用了病理解析 居然还真的额外获得了一种病菌 病理解析发动 你解析出特殊病菌 血臭 血臭 可以与一些特殊的瘟疫融合 让瘟疫具有恶臭性 会增加瘟疫的传播速度 但代价 是瘟疫的侵略性 将会被完美抵消 传播速度论起瘟疫 长期就没有其他了 陈瑶并没有去做 而是继续全身贯注的 低头开始继续第三次手术 妄想家的妄想 是有持续时间的 而第三道手术 又是最为困难的 舌头骨的解剖 头骨的解剖难度 更加未知 陈瑶开始继续手术 手术刀精确地解剖 解剖苏克海 这种邪神 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只是解剖到一半 切开他后脑的时候 一股红色的气物 喷涌而出 一种特殊的癫狂气息 迅速入侵陈瑶的鸟嘴面具 然后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点点干扰他 这种气息 甚至干扰到 妄想家能力的使用 陈瑶的手中的手术刀一顿 眼前的场景 开始飞速地变换 身体被拉扯 眼前大手术台 就像是蜡烛一样融化 周围的景物 全部消失不见 只剩下陈瑶 拿着手术刀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就像是开车打短的人 太困的情况下 他睡着了 并没有感觉到不对劲 陈瑶也没有感觉到 有任何的异常 迷迷糊糊之中 听到了耳边的呵斥声 你个疯子 放下我的孩子 你连医生都不是为什么这么做 你只是一个战士 你要遵循战士的本能 而不是拿着毫不相干的手术刀 明明周围没有人 空白的空间之中 反而凭空着奇怪的话语 陈瑶就拿着手术刀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耳边的话语还在继续 天杀的呀 你别动我的孩子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拿起手术刀 耳边呵斥 各种负面情绪的话语 陈瑶的而有些发痛 这些话语 似乎就是对陈瑶说的 陈瑶捏着手术刀的手青筋抱起 体内一股力量在压制 极限之后 陈瑶身体颤抖起来 一道疯狂的声音响起 我不需要你们的认可 我只是需要手术 而你们只是我前进的经验 吃笑也好 嘲讽也好 我并不在乎 我在乎的仅仅是 你们需要接受手术这个事实 至于你们愿不愿意 这重要吗 这重要吗 果恩 果恩 呵斥声音 清荡了所有的声音 这完全不一样的回答 经历过各种事情的陈瑶 明白一件事情 在被道德绑架的时候 没有道德 则不会被审判 就像是妄想时刻的使用 他在乎其他人的想法 将会陷入更为浓烈的负面情绪 以自我为中心 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绝对是对的 这是一种极端 但同时 也是清扫负面情绪的绝对手段 这一下 陈瑶面前的画面被拉回 他一晃神的功夫 发现自己还在手术台上 继续进行手术 他知道 赵素曾经经受过大量的质疑 即使他有才能 依然会被质疑 可是对于陈瑶来说 一切的质疑产生的动摇 都是只是 源于自身的底气的不足 陈瑶对赵素的才能 有着绝对的底气 质疑 质疑就是你自己错的 这对于其他人 绝对是致命的负面毒素 在陈瑶面前 几乎一瞬间就被免疫 他继续手术 进行头骨的解剖 这一次之后 舌头骨的解剖 没有再出现任何的问题 陈瑶双手托起那舌头骨 羊皮脂再一次出现字体 这一次陈瑶注意到了 瘟疫道具 祭祀头骨 一种鞋神制作的消耗品 似乎可以替代妄想时刻的消耗 可通过特殊方式进行补充 制作方式 将鞋神苏克海的头骨 放置在浸泡溶液之中17H 之后精细打磨表面光滑透明 每一次打磨 需要涂抹特殊的羊油脂 一次打磨涂抹一次 直到整个头骨表面 开始如同玉一般晶莹剔透 陈瑶这时候 也注意到羊皮脂之前内容 瘟疫道具 真实之眼和舌鸡骨箭头 看完这三样瘟疫道具的作用之后 陈瑶不禁感叹 太牛逼了 这三个瘟疫道具 一个比一个有用 甚至于第三个最难的 舌头骨制作的瘟疫道具 可以作为妄想时刻的替代消耗 还不是一次性的 果然难度越高的瘟疫道具越牛 因为羊皮脂那两个道具 已经进行自动的处理 羊皮脂上 那有关于祭祀头骨的制作方法 显示完毕之后 陈瑶手中的舌头骨 也开始自动处理了 动了起来 她放开手中的舌头骨 下一秒 陈瑶妄想的代价出现了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身体出现的疼痛 才能的妄想 让她的部分瘟疫技能 直接失效 野地手术 失效 72H 瘟疫 长疾 失效 72H 病理解析 失效 72H 陈瑶能使用的 只有一些强力的瘟疫 逆转治疗 神秘药剂 还有瘟疫着装 三个技能失效三天 才能的妄想 居然代价并不一样 并不是身体上折磨 还是说自己已经免疫了折磨 所以 身体上的代价 开始逐渐消失了 无论是哪一个 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三个技能丢失还好 如果逆转治疗和瘟疫着装 没了的话 陈瑶治疗手段将会丢失 一段时间的废人了 羊皮脂陈瑶 就留在了瘟疫手术台内 让她进行瘟疫道具的制作 鬼使神差的陈瑶再一次来到瘟疫酒馆 这一次瘟疫酒馆开业了 陈瑶推开门 保罗如同往常一样 用其中两个触手 一个拿着布 一个拿着杯子 擦拭着 陈瑶一推开门 保罗所有的动作停下 就像是石化在原地一动不动 陈瑶和自然地坐到保罗的面前 请我喝一杯没问题吧 当然 保罗触手极快地动了起来 不到三秒一杯酒 就被调好推到陈瑶的面前 陈瑶伸出手指碰了碰碑壁 保罗 你说 你作为酒宝 为什么会坑我呢 呃 船长你说的什么话 你以前学的表演吗 从一开始 就演得那么像 还和我说了世界本源 那信息都是错的 保罗汗流加倍 章鱼脸上 开始出现奇怪的粘液 他的一只触手不断地 擦着甩着那些粘液 好了保罗 你这个紧张的样子学的 挺像一回事的 来点实际一点的吧 保罗章鱼脸 整个团成一团 这你又看出来了 你真的是进步 最快的一位船长 别废话了 三件对我最有用的道具 补偿一下 另外加上大魔法师 所有的材料 当然材料的价格 我会用尸体支付给你 当初交易之后 还剩下不少的尸体 大约还有八千多具尸体 在储物界之中 船长大人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吃亏啊 三个道具 真的会把我的老底 都给掏空 不过真有三个不错的星火 保罗嘴上说着 但很明显 这个条件是 他能接受的 他的触手在 酒柜子下摸索着 没一会一堆材料 被拿出来 三份双序列 大魔法师的魔药材料 魔药制成 是有成功率的 要是都失败了船长 可以再用尸体和我买 两千具尸体 两千具尸体尘瑶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从储物界中倒出来 每倒出一具尸体 保罗的触手 就迅速地卷起 拉到柜子底下 这柜子底下 到底有多大的空间 尘瑶都 有些好奇了 紧接着三个道具 被保罗的触手卷 起放柜台上 我来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三个道具吧 第一个道具的样子 是一把漆黑的连弩武器 船长大人 你的瘟疫道具 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 这一把邪恶杰作 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爆炸连弩 射击的时候 箭矢有一定发挥出 300%的作用和威力 连续射击之后 有一定几率卡壳卡壳之后 连弩将进入废铁状态十分钟 即使它不是加特灵 但它一样 和加特灵 拥有过热一样的属性 总结一个词 那就是矫情 品质 邪恶杰作 保罗居然连自己的瘟疫道具 是什么都知道 可以 是个不错的道具 陈瑶很自然地抓住了连弩 然后塞进储物界中 第二个道具 也是关于你瘟疫道具的 一把吊坠模样的东西 第二件邪恶杰作 船长你自己看看吧 保罗的触手 卷起柜台上那吊坠模样的道具 然后放在陈瑶的面前 尖叫吊坠 一种特殊的吊坠 它可以增强镶嵌物品的威力 并且可以查看到一些人物的属性和状态 只不过查看的时候 偶尔会发出一些尖锐的笑声 这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没有谁能够悄无声息地 做到洞察别人的秘密 即使是道具也不能 吊坠本身没什么作用 但是镶嵌进入里面的物品品质越高 那么它就越强大 另外 尖叫属性 只是设计者的恶趣味 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品质 邪恶杰作 陈瑶发现 这些邪恶杰作 似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 但是他们的属性却又很完美 没办法拒绝这个吊坠 他太适合瘟疫道具 真实之眼了 好 这个也还行 陈瑶不禁想到 能到第三件装备 应该是和祭祀头骨有关的 似乎猜到了陈瑶的想法 船长你一定在想第三件道具 不应该和你制造的第三个瘟疫道具有关 对吗 保罗真不愧是个邪神 之前的唯唯诺诺 紧张汉流加倍样子都是演的 跟他交流在要时时刻刻 注意挖的坑 难道不是吗 保罗接下来的话让陈瑶一愣 船长大人 您是希望有关还是无关呢 想要什么 船长大人 你真是太聪明了 一千具尸体第三个道具 保证和你瘟疫道具有大关系 而且物超所值 明明是补偿 在保罗这一番操作之下 反而变成了购买 真是个奸诈的邪神 而且陈瑶还无法拒绝 一千具尸体 对他来说可有可恶 但是有关于祭祀头颅的道具 那可是强化妄想 时刻最重要的瘟疫道具 可以 爽快 072猴子手指 特殊编号猴子 因为雷电和酸石液产生了变异 它的左手被制作成标本 只要掰弯其中一根手指 就可以获得许愿的能力 只不过许愿的范围 只能在现实和真理的范围下进行 许愿会失败 次数无法补充 要珍惜许愿机会 072猴子手指的制作非常的用心 制作它的是一位 想要复活妻子的疯狂 神秘学家 可惜它还没来得及使用 就被某一位邪神宰了 大部分的愿望实现都会失败 因为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 愿望真正的含义 品质 邪恶神作 陈瑶盯着眼前的道具 072猴子手指 它的整体是被脱水干巴巴的猴子手臂 手臂和竹竿一样细小 棕色的猴毛还在上面 猴子的五根手指的拇指已经被压下 其他四根手指还保持着伸直的状态 保罗 这个道具用过 保罗很无所谓的开口 好像吧 我缺少一些调酒的东西 就用掉了一次 不过这是神作 如果五次都还在的话 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陈瑶没有反驳 抓住了072猴子手指 这个道具收起 是个好东西 建议透露一下许愿技巧吗 表面上看着072猴子手指 和瘟疫道具祭祀头骨 没有关联 但是许愿这两个字 已经说明了一切 它可以和任何东西联系 保罗章鱼脸扭动了一下 奇怪的人类牙齿露出来 像是在笑 我还以为你又要砍价呢 然后说 这个东西不太行 许愿并没有什么技巧 你想要什么就许愿 就这么简单 陈瑶收起072猴子手指 和所有道具之后 就准备离开酒馆 船长 保罗声音在后方传来 陈瑶停下脚步 微微侧身扭头 船长 抱歉 我不应该说高塔 还有机会重现的 即使世界本源被窃取 无限重复的 也只是历史的影子 我知道 之前你解释过 而且我并不在乎 因为我是妄想家 也是瘟疫医生 我想见他们 就能见到 陈瑶推开酒馆的门 迅速地离开 听着陈瑶最后的话 保罗声声叹了口气 罗勇你真的造出了一个怪物 你把他推进了深渊 他的精神 已经步入不稳定的状态边缘 感叹完之后 保罗又低头开始 拿出酒杯擦拭 他的酒杯 就像是擦不完 每擦完一个酒杯 触手就会从柜子下 拿沾染着红色的油脂液体的酒杯 继续擦拭 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 陈瑶从罪孽后 回到了现实 西洛也随他一起 回到了现实 他没问 西洛为什么一直跟着他回到现实 西洛也没说 猜想可能是这个世界 与他生活世界的差异 从而让他感受到了兴趣 其实并不是 仅仅是退去邪神庇佑的陈瑶 在西洛的眼中 只是二阶 太弱了 他必须保护好 自己的船长 这是一个瞭望手的职责 陈瑶回家之后 随便收拾了一些衣服 就躺下睡觉 西洛就靠在墙上 双手环抱着身子闭上眼睛 咯吱 窗户突然动了一下 西洛闭着眼的眼睛 缓缓睁开 他没有立刻行动 只是手缓缓下垂 呼 一阵风吹开了 没上锁的窗户 紧接着 黑色的身影闪出现 蹲站在窗户边沿上 身影一只手 抓住窗户的侧栏杆 一只 提着一把包裹着漆黑的长剑 呼 西洛放松垂下的手 抓住了腰间的挪面 你好 借着月光熄落 看清了站在窗户上的人 是晚上饭桌上的龙慧 那一双紫色的眼睛 很有辨识度 躺在床上 陈瑶慢慢坐起身子 没有丝毫的惊慌 上镜的人 喜欢有门不走 走窗户是吗 龙慧从窗户上跳下来 他盯看着陈瑶 仅仅是习惯了 从小被关禁弼多了 你不喜欢下一次 我走正门 陈瑶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慵懒的开口 这个点找我 别说是要测试了 江北市的事情 我了解好了 你终结了那群 失败的产物 你是救世主 龙慧的用词很奇怪 陈瑶没有反驳 虽然知道这是错的 江北市的一切 完全是校长 也就是裸勇完成的 他想看看 这家伙想要做什么 龙明学院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进入之后 迎接你的 将会是梦魇 如果可以 你最好不要去 龙慧说得很诚恳 我能感觉到你不一样 你身上的气息 与那群人都不一样 如果可以 我会为你推荐 强力的俱乐部 陈瑶还是没有说话 他就看着背着月光的龙慧 他的身影格外的清晰 他现在还不明白 这家伙想要干什么 你 你为什么不说话 陈瑶终于开口了 你想听什么 龙慧的瞳孔 发生了轻微的振战 又很快恢复了过来 寻常人会破口大骂 上京的好机会 不会放弃 再谨慎一点的 还会询问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甚至询问龙明学院 为什么会是梦魇 你为什么都不问 陈瑶注意到 这家伙身上 邪神气息越来越重 你想说就会说的 不想说我问了你 也不会说 龙慧从窗户 跳进房间 下一秒 西洛手 托起一把黑色的长枪 在他手中出现 直刺向龙慧的胸口 龙慧双眸子紫色一闪 右手拿着包裹着的 骨剑抬起 当 强大的冲击力 将龙慧逼至墙角 西洛 陈瑶一开口 西洛抬起的攻势 被收回 他手抓住了脸上 漆黑的挪面开口 船长 这家伙有杀意 带着不同挪面的西洛 说话声音语气都不一样 他开口的是 沙哑的声音 挪面不同 人格不同 具现的武器和能力 战力也有区别 西洛摘下了挪面 手中武器 消失他站在了陈瑶的面前 回去吧 我就不送你了 你打不过他 西洛的战力太强了 在那个世界 他们一群人 都可以群挑神灵的存在 他们就是天生的战士 陈瑶 我真的在救你 明天一过去 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法挽回 一旦你加入龙民学院 你就没办法脱身了 你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陈瑶微微皱眉 看着激动的龙慧 不像是在说谎 龙民学院 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过陈瑶有罪念号 加上瘟疫着装 还有妄想家 加上新获得的瘟疫道具 所有的怪异的事情 在陈瑶眼中 反而让他更加好奇 尤其是龙慧身上的邪神气息 加上魔鸳这种事情 如果再来 一具邪神尸体的话 又能得到更多的瘟疫道具 不过他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离开吧 你说的一切 在我看来都不是什么事情 龙慧 我知道你的状态我也了解 同时我也了解了一些 有关于魔鸳的事情 龙民学院和魔鸳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关系对吗 劝阻自己不要去龙民学院 加上 刚刚希洛感觉到龙慧出现的杀意 所以 这家伙没那么好心 单纯地过来 劝阻自己不要去龙民学院 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希洛送客吧 希洛抓住了腰间的紫色挪面 龙慧忌惮地看了一眼便 迅速转身从窗户离开 希洛明晃晃地站立摆在这 龙慧不敢硬碰硬 凡人的家伙走后 陈瑶锁上窗户 再一次躺到了床上睡觉 邪神 希洛看了一眼窗户的方向 拿着紫色挪面的手没有放下 别紧张 你去沙发上好好休息一下 那家伙不会来了 船长 刚刚想杀了你 他恐怕还有其他的目的 我知道 我猜想和他背后牵扯的鞋绳 脱不开关系 需要我跟上去吗 陈瑶翻了个身 闭上眼睛 睡觉吧 放宽点心 事情还不明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闭着眼睛的陈瑶 也在思考着 这其中的关系 饭桌上 龙校长曾经说过 学院因为魔渊事件 导致学院数量锐减 他无法对那些学院的家长 做出交代 所以才会导致这一次学院 并没有招收学生 而所谓的魔渊 又和龙慧扯上了关系 他来警告自己不要加入学院 在自己没有明确的答复之后 他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杀意 哼 简单理清了一下 事情的过程之后 他发现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所谓的魔渊和邪神 脱不了关系 自己的目标是邪神 本来去龙明学院 也只是因为苏木木 这样一来反而有了 不得不去的理由 第二天 陈瑶带着收拾好的行李 和苏木木上了飞机 为了少买一张飞机票 西洛回到了罪孽号中等待 这一趟飞机龙校院 和他孙子龙慧也出现了 孙元和苏云天 因为某些事情 延迟了航班 见面之后 龙慧没有任何的异常 陈瑶还特地向他多看了几眼 几次对视之后 龙慧只是微微挂着笑意 点头回应 就像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甚至让陈瑶怀疑 昨天晚上的都不是龙慧 只不过 那一双紫色的瞳孔 太特别了 样貌可以替换 但是瞳孔 好像也可以戴美瞳 算了 陈瑶也不再纠结 坐在商务座椅上 手按着按钮让座椅 微微朝后 躺下保持一个 极其舒服的姿势 闭上眼睛 陈瑶 苏木木小声地喊了一声 然后用手碰了碰陈瑶的手臂 怎么了 我总感觉有些不安 苏木木眉头微微皱着 俊俏漂亮的小脸蛋上 出现了一丝丝不安的情绪 怕坐飞机 可能 有 有一点吧 别担心了 出事较高的 都是私人飞机 我们这个是客运 我们这个也是私人的 陈瑶一时间 说不出话来 似乎安慰地起到了反作用 不过飞机 还是一路平稳地降落到了 一下门之后 绵延的山脉 让陈瑶有些不自信了 这干哪儿来了 上京不是说 寸土寸京 哪来这么多山 这里是安岭 龙院长在后面 下了飞机开口道 原本打算送你们 直接去上京的 只不过临时觉得 这次测试放在安岭 似乎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在外面 休息一段时间 做一下测试之后 再去上京吧 龙院长往前走了一步 继续开口道 提前让你们见识一下 魔渊是很有必要的 陈瑶和苏木木没有说话 这龙院长改变航道 也不说一声 下飞机再开口 也太晚了 龙院长一回头 脸上堆满了笑容 可以看起来像一个 和蔼可亲的小老头 你们是不是有点害怕 放心吧 改变地点的事情 和孙丫头说过了 你们不要有什么压力 古里古怪的 没压力才有鬼 早知道昨天熬夜 先将大魔法师的 双序列魔药 给调制出来 让苏木木喝了 陈瑶内心吐槽了一下 他觉得 这龙院长 还会整一些幺蛾子 苏木木小眉头一皱 也感觉事情 也许不简单 默一会儿 大约估摸着 数量有十几人的小队 走了过来 领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院长 中年男子走到跟前 行了一个 标准的敬礼之后 笔直站着 王虎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陈瑶 一生序列的神秘学家 你好 见到龙院长 介绍自己 陈瑶也伸出手 王虎礼貌性地伸出 手和陈瑶握了我 苏木木 法师序列 控制法师 也还算是 很不错的苗子 控制法师 还算不错的苗子 龙院长话语之中 潜在的意思 已经是很收敛的 低的评价了 一个神秘学家 没什么战斗力的序列 一个控制法师 也是没什么战斗力的序列 王虎有些头疼 奇奇怪怪的 序列都来了 又是关系货 这两位是这次 参加测试的学生 龙会待会 和跟你讲测试的内容和安排 随后交代完之后 龙院长带着陈瑶 和苏木木走着 走走 给你们介绍介绍 安岭一直是 特殊副本的发源地 这里 有特殊的能源波动 也就是 你们日后 会接触的特殊传送门 特殊传送门 都是链接的 未开发的副本 安岭里面的副本 各式各样 资源也是各式各样 龙院长介绍着 安岭神秘的磁场 造就了混乱的波动 导致这里的副本不稳定 但同样也有好处 那就是更大量的副本 都会在安岭出现 龙院长指着远处 一排排特殊金属制成的大门 大门有着三米左右 冷硕的黑色金属制成 那些就是特殊传送门 所谓的副本 在陈瑶看来就是 一个一个的世界 坐标捕捉 世界副本 龙渊 坐标捕捉 世界副本 子洛兰之星 坐标丢失 坐标丢失 这些特殊传送门 已经是将一部分副本 固定下来 这样就能供学生们 随意进出 陈瑶脑海之中 想起的坐标捕捉和丢失 意味着安岭这里的副本 真的和龙院长所说的一样 他们在不断地移动 完整的世界副本 才会被捕捉坐标 短短这一小话 就三个世界 副本坐标出现丢失 安岭这个地方 真的很特殊 龙院长 脸上挂着笑容继续说着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这种传送门 是龙民学院独特的 为了建造它 花费了太多了的资源 不过也是值得的 他们带来的回报 也是无与伦比的 只不过 巨额收益的代价 也是有的 魔渊 魔渊 本不应该和你们说这些的 只不过 我也打算过段时间 将它们的存在公式出来 现在说出来 也没什么关系 陈瑶和苏木木 认真地听着 魔渊是一种 特别的精神状态 我个人将它 称之为疾病 它会潜伏在 序列职业者的体内 从而逐渐影响 序列职业者的序列 最后让它们变得不可预测 不可预测 精神状态 为什么会入侵 和邪神有关系 龙院长想要继续 说下去的时候 远处一个身影 急匆匆地跑过来 陈瑶脑海之中 出现了特殊的提示 世界坐标万事业鬼 坐标捕捉 坐标已锁定 又出现了一个 没听说过的世界坐标 万事业鬼 校长 急匆匆地身影 边跑边喊着 校长 校长 坐标出现 并且捕获了 特殊门已经开始建造了 大约三个小时就能锁定 现在需要小队 进入副本稳定坐标 龙院长一扫和蔼的笑容 眼神之中迸发着金光 龙会他们在这我放心 你们带着所有人 守住特殊门就行 我独自进去 校长 很显然 有些为难 里面情况未知 你是学校的主心骨 龙院长勾楼的身子 走到教官旁边 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得为上一次的事情负责 我对不起那些孩子 我需要亲自去一趟 带回他们的尸骨 安岭的地面 开始发生剧烈的抖动 一道光芒射向天空 整个人天空突然黑了下来 天空之上可以看到各种星辰 远处漆黑的圆弧 凭空出现 紧接着组成圆弧的线条 开始跳动 线条开始形成波浪 不断在前方抖动着 线条波形越来越密集 最后又组成了一滩漆黑的洞 就像是一个人 拿着铅笔 在一个范围内不断上下滑着 最后黑色的铅笔 在纸上形成一团漆黑的图案 不用紧张 坐标补助而已 它们在另一个维度 被无限制的控制 就会发生这种样子 黑色的洞开始缩小 一个临时的门框结构 被迅速组装着 那漆黑的洞 慢慢落入门框之中 开始形成漩涡 最后变成了传送门 只是这传送门异常地简陋 周围框架的结构 只是简单的机械纹路 拼凑而成 没有之前 见到的巨大传送门那么精细 那传送门内的黑色漩涡 开始上下左右的移动 门似乎限制住它 让它很不舒服 移动过程 触及到门的边缘 就会发生咯吱咯吱的声音 整个人简单框架的门 就会产生剧烈的晃动 周围大量的序列者聚集 他们紧密互相配合 再迅速地补充门框的剩余部件 让门变得更加的牢固 看起来运气很不错 居然控制住了 龙院长转身朝着陈瑶和苏木木 开口道 看起来 你们的入学测试的时间 要延后了 这次只是坐标补充 刚刚的情况 对于安岭的环境周围没有影响 你们可以乘坐飞机离开 直接去上京 过几天再通知你们测试 院长你的状态没问题吗 能进去吗 陈瑶对勾搂着身子 笑起来和蔼可亲的小老头 有些怀疑 龙院长笑了笑 看不起老头子 我在三十年前已经气阶了 再弱也不至于死在了传送门内 龙院长说完之后 他深呼吸一口气 周围的气流 以肉眼可见的水流模样 滚入他的肺中 勾搂的腰慢慢直起来 骨头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浑身彩色的光芒萦绕 龙院长头发开始迅速地增长 变成脱地的长发 漆黑的颜色以染墨的方式 从他的发根染到发尾 脸上的皱纹消失 身高也开始拔高几十厘米 上衣撑不住开始碎开 露出龙林覆盖的皮肤 龙林在增长 从肉质下翻出覆盖 覆盖速度到脖子就停下 金色龙林的反光 让龙院长整个人熠熠生辉 那是来自于龙院长的权柄力量 战士序列008龙战士 一抹邪气的笑容 从龙院长脸上露出 小子 没屁事就滚回上京吧 魔猿这种东西 沾染上就无法摆脱了 连说话都变得异常的狂妄 这还是龙院长吗 权柄影响这么大 龙院长抬起脚步 朝着传送门内走去 随着身体逐渐没入 龙院长进入了传送门内 附近 龙会疯了似的从远处跑来 旁边的教官一把抓住了龙会的腰 校长去稳定传送门了 龙会 你不要去惹事了 陈瑶感受着坐标已经被捕捉 自己已经可以通过罪孽后 随时进入传送门固定的副本内 所以他不着急 龙院长是七阶的实力 虽然年纪这么大了 但是权柄力量掌握并不会削减 战斗力还是远超六阶水准的 所以他开路 如果回来 说不定能获得一些特别关于邪神的消息 木木我们走 还是在这里等等 苏木木看了一眼传送门 我想进去看看 丫头什么时候这么忙啊 所有的事情都要稳 等等 陈瑶回头发现了苏木木双手握着那一把 咕咕唧唧的鸟冲 算了 我们还是等等吧 说不定龙院长已经在里面乱杀了 我们去反添乱 陈瑶的几个技能被封印他无法制造出 随意顿走的瘟疫 这对于他来说 几乎是史诗级别的削弱 传播速度没有能比得上瘟疫 长级的 龙院长进入之后 传送门的抖动幅度也开始小了起来 门中心的漩涡不再躁动地乱撞 逐渐趋于平淡 魔渊 陈瑶呢喃了一句 随后看向龙慧 他发现龙慧 身上的邪神气息又更重了一些 这家伙身上还有秘密 龙慧眼神闪烁 他似乎又注意到陈瑶看过来的目光 一时间 他整个人就像是疯子一样暴怒了起来 灾星 你就是灾星 不是你 怎么可能捕捉到坐标 龙慧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指着陈瑶骂着 陈瑶也没有说话 加上龙院长说过 魔渊是一种影响别人精神状态的 疾病 龙慧的状态完全符合 不过和之前自己想法保持一致 自己都看得出来的东西 周围人不可能看不过来 除非他们都是傻子 看到龙慧 又被人拦住 他也懒得去管 要是再来烦的话 倒是可以给他上点疾病 老实老实